啊!苏扬被苏妙同推的一个踉呛朝楼梯下滚去,高高隆起的肚子像一个笨重的千球撞击在棱角分明的台阶上,咕噜咕噜一直滚到楼下。尖锐的疼痛煞时蔓延全身,身下一热,似有什么东西流出。 苏扬低头见大腿跟一片烟红。孩子,他的孩子!他捂着肚子扑扶着爬到一旁的男人面前,抓住他的裤脚,仰头,脸色苍白的祈求,远航,救救我们的孩子!苏妙同走过来,亲密地挽住季远航的手臂,语气娇柔,远航,他肚子里的野种,就吗? 吉远航满脸嫌弃地扯出自己的裤脚,一脚将苏扬踢开,人尽可夫的贱人,离我远点。 随即转头看向苏妙同,这里脏,你把他解决了出来,我去车上等你。苏扬不可置信看着吉远航离开的背影,仿佛被刀狠狠戳中心脏。 他竟然要杀了他! 吉远航是他放在心肩上,爱了四年的男人,可直到此刻,他才知道他竟然早就背着他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苏妙同,搞到了一起。 他肚子里明明怀的是他的孩子,虎毒尚且不识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他? 小腹传来阵阵疼痛。 他的孩子怎么办? 谁来救救他的孩子? 绝望之际,他只能将求救的目光看向苏妙同,求求你,送我去医院,救救我的孩子。 苏妙同满脸激笑,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远航的? 苏扬浑身一震,什么意思? 你生日那天,睡在远航身边的人是我,而你,被我灌醉。 不知道和哪个野男人苟和留下了这个孽种。 苏扬眼眸猛然唐大。 难怪他生日那天醉得不省人事,原来这一切都是苏妙同的诡计。 他对苏妙同掏心掏肺,言听计从。 可苏妙同不仅抢走了他心爱的人,还如此毁了他。 苏扬心中充斥着愤怒和不甘,为什么? 我把你当亲妹妹,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就生气了。 苏妙同笑了,我要将你踩在脚底下,只要你拥有的,我都会抢过来,包括远航。 其实你的脸被硬酸毁容都是我一手促成的,只有毁了你的脸,远航才会咽弃你。 哦,对了,顿了一下,他继续说,看在你命不久已的份上,我不妨再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罢死了。 这仿佛一个晴天霹雳,苏妙只觉得,心像被人捅了一个大窟窿,鲜血淋漓,钻心刺骨般的痛,让他忍不住浑身发抖,你胡说? 他活该。 苏妙同无视苏妙的悲痛欲绝,眼神阴狠恶毒,我妈跟了他这么多年,可他心里只有你那个死去的妈,这一切都是他就由自取。 苏妙心如刀割,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从面目全非的脸上留下,他也是你的爸爸,你为什么要如此狠毒? 苏妙同嘴角样着笑,像看死狗一样看着苏妙,因为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罗叔才是,而他在知道这个真相后,无法承受自己被戴了一顶这么大的绿帽子,气急攻心而亡,可你是他的长女,而我并不想和你分财产,所以,你必须死。 苏妙胸口涌出一口热血,猛然喷了出来,虚弱喘息,你,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的,是你和你肚子里的野种。 哈哈哈哈哈哈,说着苏妙同露出猖狂得意的大笑。 苏妙眼中透着戳骨杨辉的恨意,可肚子上尖锐的疼痛让他意识逐渐涣,眼皮也越来越沉重。 意识被黑暗吞噬之前,他听见有人说,竟然让他生下来了。 你怎么处理的?赶紧将这个野种和他一起丢到海里去喂鱼。 这声音,是极远航。 五年后,国际机场。 苏妙走出机场大厅,望着熟悉的城市,记忆纷至他来。 五年前他和他的儿子被苏妙同丢进海里,但他命大,没死。 他当时怀的是龙凤胎,被救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等他安定好一切,就接女儿回国。 如今,他那张烫伤的面目全非的脸,已经蜕变成了另一张完全不一样的面孔。 现在,他叫桑浅。 这是一辆黑色SUV在路边停下,一位三十多岁穿着职业装的女人下车走到桑浅面前。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我来晚了。 桑浅收敛心神,笑笑,辛苦文姐了。 文兰接过桑浅的行李箱,朝后备箱走去。 桑浅拉开后座车门上车。 放好行李,文兰上了驾驶座,启动车子后开口,季老夫人同意让你做几成舟的冲喜新娘。 选定的吉日就在三天后。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桑浅淡淡恩了一声,靠在座椅上,地目养神。 几成舟是季家长孙,也是季远航同父一母的哥哥,半年前因一场意外车祸,成了植物人。 季老夫人信佛,听一位得道高僧说给几成舟娶一个妻子冲喜,或有一线生机,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划此事。 季家是华国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其家族产业既是集团,更是名震全球的跨国企业。 所以,即便几成舟是个植物人,想嫁给他的女人仍旧屈之若鹜。 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女人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给出了足够诱人的条件。 他,又回来了。 吉远航和苏妙同欠他的,他一定要讨回来,杀父杀子之仇,他也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三天后,某星级酒店化妆间内,桑浅刚穿好婚纱,敲门声响了起来。 打开门,看见门口衣着华丽妆妆精致的女人,桑浅握着门把手的手瞬间收紧,竭力压下心中猛然翻腾的恨意,浅笑着打招呼,弟妹。 苏妙同轻蔑翻了个白眼。 谁是你弟妹? 真当自己是季家人了? 一个未婚生子的贱人而已,也配合我做轴礼。 签婚前财产协议,将来不继承我大哥的遗产,你这么做,骗得了奶奶,骗不了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以退为进,但你也不想想,即便你嫁尽了季家,侥幸谋得了一份家产,你又是否能安然享受? 桑浅嘴角地笑淡了几分,你什么意思? 这是五百万,你拿着钱先再离开,还能全身而退,否则,你当知道,以我的身份掐死你,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苏妙同递出一张支票,毫不掩饰眼中的阴狠和杀意。 桑浅脸上的笑彻底退去,冷声道,我倒是想见识一下季家二少奶奶到底有多大能耐。 苏妙同媒料道,桑浅竟然会这么说,一瞬间的愣证过后,怒道,既然你如此不识抬聚,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随时奉陪。 你,仪式快开始了,我先走了。 桑浅眸光扫了一眼一旁的拐角,眼底闪过一抹冷嘲,然后提着婚纱裙摆脚布从龙朝楼下走去。 苏妙同气的脸色通红,见极远航从一旁走出来,皱着眉头走过去,老公,他比我们想象的难对付。 极远航望着桑浅的背影,眸光阴沉,我会让他为今天的选择后悔的。 婚礼进行得很快。 几成周无法出现,整个婚礼只有新娘,没有新郎。 桑浅无视顾客的窃窃私语,一个人走完了婚礼的所有流程。 晚上继老夫人陈秋荣将桑浅送到婚房门口,进去吧,多和成周说说话,亲近亲近,你是来冲喜的,只有让成周沾染了你的喜气,他才有可能苏醒。 桑浅点头,看着陈秋荣离开,才推门进去。 卧室一片红,布置得很喜庆,将冲喜二字贯彻得十分彻底。 婚床上的人,五官深邃,棱角分明,安静沉睡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曾经沙发果断的季家长全人。 这就是他的新婚丈夫。 模样算极品,可惜是个职务人。 桑浅在床檐座下,我叫桑浅,是你的妻子,今年26岁,是个单亲妈妈,有一个5岁的女儿。 自我介绍完,桑浅不知道该和一个不会回应的职务人还能说什么。 她盯着几成粥安静的睡颜看了片刻,想着还要亲近,便掀开被子,戳了戳她的手臂。 视线下移,看见她修长得有些过分的大长腿,没忍住,在上面摸了一把。 却突然看见,她垂在身侧的手指动了一下。 动了?桑浅吓得下意识站了起来,远远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见没动静,试探喊了一声,几成粥。 没任何反应?难道刚才是太眼花了? 她走过去,伸手又戳了戳她的腿,还是没反应,这才敢撞着胆子凑过去,俯身将耳朵贴在她胸口。 本想听听她心跳的强弱,却因为刚才被吓得,太紧张,没站稳,一下,趴到了几成粥身上。 她手忙脚乱,撑着她的身体起身,刚从她身上起来,却觉得手下有些硬,还有些发烫。 目光一瞥。 桑浅的脸疼的一下爆红,手也连忙从几成粥下腹某处收了回来。 这这这,不是植物人吗? 怎么还能有生理反应? 一阵突兀的铃声打断了桑浅的思绪,她吻了吻心神接通电话,吻姐,什么事? 果然如你所料,你嫁进季家,吉远航担心你会威胁到她季家掌权人的位置。 设法搭上了宋石井,应该是想拿到和景盛集团的合作,稳固自己在季家的地位。 景盛集团旗下产业极多,百货,酒店,珠宝,建材,电子,新能源,医药,军有涉猎, 有许多产业甚至是行业内的翘楚,用商业帝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既是集团在她面前也得低头行事。 她的创始人宋石井,为人低调神秘,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 传言,她是天生的商业奇才,被奉为商界神话,手段狠辣,雷厉风行,白手起家创立了景盛集团,短短五年时间,景盛集团分布遍布全球。 若真的让极远航攀上了这位大佬,她在技家的地位必将大大提升,届时,她再想扳倒塌更是难上加难了。 她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桑浅捏了捏眉心,思索片刻后问,他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你查到了吗? 今晚八点,尊典会所608包箱。 我记得你之前收集到了一张宋石井的侧面罩。 你想去见她? 嗯。 可今晚是你的新婚夜,你能脱身吗? 桑浅目光落在几成舟身上,她面色平静,皮肤透着酒病的苍白,没有丝毫苏醒的迹象。 没问题。 挂了电话后,桑浅进了一趟卫生间,再出来,身上累赘的婚纱已经脱了,换上了一套舒适的休闲装。 为了让几成舟好好敬仰,这栋别墅只安排了一个保姆和一个男护工。 桑浅下楼和两人打了声招呼,说她要休息了,让他们别打扰,之后便趁他们不备,偷偷溜了出去。 尊典是一家高级会所,实行会员制。 桑浅临时充值了一张会员卡,才得以进去,然后在大厅找了个隐秘的角落坐下,没多久,就见吉远航陪着一个男人进来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宋石井的侧面照,又抬头看向刚从门口进来的男人。 五官深邃,气质金贵,黑色西装一丝不苟。 是他,没错。 吉远航一直脸带微笑,和宋石井说着什么,行为举止看得出来,不敢有丝毫怠慢。 反观宋石井,神色淡漠,薄唇微泯,从始至终没开过口,双手显散,插在裤兜里。 态度散漫随性,倒是跟在他身旁的助理,偶尔回应一下吉远航。 自从几成洲出车祸后,既是集团由吉远航暂时掌管,如今他身份金贵,一般人见了他都得低头弯腰陪笑脸,可宋石井却似乎压根没将他放在眼里。 桑浅忍不住感慨,权势果然是个好东西,任你在狂妄,在比你高一等的人面前,还得扶低坐小。 桑浅看着他们进入电梯,才起身也朝电梯那边走去。 来到六楼,他在外面休息区等了近半个小时,也没见他们从包厢出来,他有些坐不住了。 摇这么久,难道宋石井同意和吉远航合作了?不行,他得想办法进去看看,可又不能让吉远航认出他。 怎么办? 正好一个服务员端着酒水从面前走过,桑浅煞时有了主意,起身叫住服务员,一千块,你身上的衣服借我穿货。 服务员一副你有病吧的眼神,看着桑浅。 桑浅拿出手机,收款二维码,给我扫一下。 服务员见对方神色认真,不似开玩笑,忙拿出手机,调出收款码。 很快一千块到账。 桑浅跟着服务员去了员工休息室换衣服,还给自己化了个烟熏妆,看着镜子里,早已看不出原来样貌的女人,桑浅这才满意地朝六百零八包箱走去。 只是她刚到门口,还来不及敲门,门从里面开了,宋石锦出现在她视线里,她眼中划过一丝慌乱,很快收脸干净。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宋石锦深邃微微泛红的眼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笑,开口,嗓音低沉,透着一股不知名的暗哑,有需要。 桑浅朝包箱里扫了一眼,见包箱里做了一排公主,各个浓妆艳抹,身段妖娆,神情却都有些战战兢兢。 急远行被宋石锦那个助理在灌酒,包箱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 看完了吗? 桑浅忙收回视线,看向宋石锦,她长截微垂,其长身躯懒懒,已靠在门口,似乎喝醉了,您是需要醒酒汤吗? 宋石锦骨骼雅致的手捏了捏眉心,送我去十二楼休息。 尊典是集娱乐、休闲、酒店一体的会所,这里七楼网上是供客人休息的地方,十二楼全是顶级总统套房。 桑浅心中一喜,郑愁找不到机会单独接近她,真是天赐良机,面上却不动声色过去扶住她,这边请。 两人很快乘坐电梯到达十二楼。 桑浅,请问您预定的是哪个房间? 宋石锦没说话,走到1209房门口停住脚步,拿出手机在门卡上刷了一下。 低的一声,门开了。 手机刷卡,这是长期预定了这个房间了。 果然豪横,几千亿晚的总统套房人家竟然长期预定。 桑浅扶着宋石锦进去,正要伸手去开灯,突然被宋石锦抵在了门板上。 门关上,阻绝了走廊的灯光,室内一片漆黑。 她内心猛然一惊,这人该不会想对她耍酒疯吧? 不过想到外界宋石锦不济女色的传闻,很快又镇定下来,宋先生,你喝醉了。 宋石锦微微低头,染了淡泊酒香的气息,浮洒在桑浅脸上,你怎么知道,我姓宋? 桑浅别开头,躲避她有些祸人的气息,不瞒宋先生,我今晚是特地来找你的,你是不是想和吉远航合作?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吉远航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如果你打算和她合作,我建议你多考量考量,再做决定。 你和她有仇? 桑浅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她又说话了,我不和她合作也行,你帮我一个忙。 桑浅疑惑,堂堂景盛集团总裁还有需要她帮忙的时候,你说。 宋石锦凑近桑浅耳边,嗓音低牙染了轻微的喘息,我遭人算计,你帮我。 男人气息太过炙热,四裹了火,桑浅觉得她耳边那片肌肤都快燃烧起来了,身子不受控制轻颤了一下。 她这才发觉她不正常。 隐约猜到她口中的遭人算计是怎样的算计,要她帮忙又是帮怎样的忙。 桑浅正要拒绝,男人微凉却透着滚烫气息的吻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压了下来。 房间一片漆黑,愣了一瞬,桑浅才反应过来压在她嘴上的是什么。 她眼眸猛然堂大,心不受控制,跳快了一拍,缓过神来后,她抬起右脚狠狠朝宋石锦当不撞去。 却不想宋石锦轻而易举抓住了她的膝盖。 反应灵敏,力道强劲。 她的伸手不在她之下。 意识到这一点,桑浅有些慌了神,开始反抗。 宋石锦将桑浅的腿压了回去,身子逼近,整个人压在她身上,两人的身体严丝合缝。 她抓着她的双手压在头顶,牢牢禁锢,你不帮我,我就帮她。 桑浅挣扎的动作微顿,后悔自己,不该提前暴露了想法,此时也只能故作无所谓地说,随你的便,你放开我。 宋石锦妥协,你帮我,我记你一个人情。 我不稀罕。 宋石锦将头抵在桑浅肩头,喘息声渐重,黑暗中那双素来波澜不惊的眼睛也愈发心红,想清楚了,我若帮她,记家孔在无你的立身之地,她每说一句,喘一下,捏着她手腕的手力道也逐渐加重。 桑浅知道,宋石锦到了失控的边缘,而她刚才的话,让她猛然心惊,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几成舟的冲喜新娘,今晚是你们的新婚夜,她动不了,我替她远访,宋石锦喘息着说完,头从桑浅肩上离开。 下一秒,火热的唇落在她血白的脖子上。 桑浅忍不住又轻颤了一下,接着便开始剧烈挣扎。 桑浅用最后一丝理智强迫自己放开了桑浅。 我从不强迫人。 桑浅转身拉开包厢的门,桑浅低沉暗哑的嗓音再次响起,有我在,你想做的任何事都无法成功。 桑浅脚步猛然顿住。 威胁。 她在威胁她。 但她确实有威胁她的资本,以她的权势,如果她真的插手,她的抱负将寸步难行。 桑浅身侧的手紧紧攥住,转身,怒瞪着宋施景,为什么偏偏是我? 以她的身份,想要女人,只需一个眼神,就有成千上万的女人主动送上门。 她为什么偏偏抓着她不放? 宋施景转身靠在墙壁上,闭上眼睛,将所有不可控的欲念掩盖。 身体里篡动的情绪致使她白皙的俊脸犯着不正常的红韵,胸腔也微微起伏着。 明明应该是狼狈的,但那张过分帅气的脸上不满的凌乱激情,竟该死的性感。 桑浅听见她缓缓开口,只能是你。 去踏马的,只能是你。 狗男人? 算你狠。 桑浅在心里咒骂几句后,走进房间,碰得一声将门关上。 为了报仇,她已经嫁给了几成粥,绝不能被宋施景止住了步伐。 男人挺拔的身躯压上来的时候,桑浅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记住,你欠我一个人情。 宋施景,好。 室内热度狂飙,无数个暧昧因子在空中炸裂。 不知道过了多久,情朝渐渐退去,一切慢慢归于平静。 桑浅躺在床上,全身骨头像被碾碎了,又重组,又酸又软,连一个手指头都不想动。 她看着宋施景穿上衣服,衬衫扣到领子最上面一颗,又恢复成了那个传闻中静欲清冷高高在上的男人,忍不住也语了一句,衣冠禽兽。 宋施景手上的动作微顿,懒懒撇向床上的女人,新婚夜就出来逍遥快活,我是衣冠禽兽,你是什么? 桑浅被宋施景一句话噎得胸口发闷,明明是他逼迫他,他怎么还有脸反过来嘲笑他? 宋施景穿上西装,深邃目光仍旧落在桑浅面上,不守妇道,还是水性洋花。 桑浅美眸怒瞪,宋施景,你别太过分。 宋施景收回视线,唇角微微一勾,并不明显的笑意中染了显而易见的嘲讽,他从口袋拿了一张明片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啊啊啊,想弄死他。 桑浅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内心的愤怒才平息下来,起床想去洗个澡,脚刚接触到地毯,双腿一软,跌到了地上。 狗男人?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折腾起来,简直没人性,禽兽。 桑浅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起身进了浴室,在镜中看见自己惨不忍睹的身子,又忍不住在心里将宋施景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遍。 收拾好自己,桑浅离开尊典,回到家看着床上安静沉睡的男人,一股愧疚涌上心头。 虽然她不是真心想嫁给几成舟,但新婚夜就绿了她,真的有点过分。 一日,桑浅是被文蓝的电话吵醒的,昨晚情况如何? 昨晚的画面快速从脑海里闪过,桑浅握着手机的手指逐渐收紧,宋施景应该不会和吉远航合作了。 真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是道了解一下。 桑浅呼出一口郁气,再开口转移了话题,文姐,你帮我查一下五年前我出事那天宋施景的行踪。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她觉得宋施景有点像五年前那晚和她有过一晚欢愉的男人。 那晚她虽然被苏妙同灌醉了,分不清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到底是谁,但并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初次的痛,男人紧窄腰身的手感,贯穿她时的力道,还有她身上的气味。 昨晚宋施景的腰,力道,还有气味,和那晚那个男人给她留下的感觉极为相似。 不管她是不是五年前那晚的男人,只要有一丝线索,她都不会放弃。 宋施景为人低调,查她有点难,但我会尽力。 嗯。 桑浅刚挂电话,敲门声响起来,大少奶奶,老夫人来了。 我这就下来。 桑浅朝门口应了一声便起床,洗漱好来到楼下,看见陈秋荣坐在沙发上和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说话。 小男孩穿着纯手工定制的小西装,黑色圆头皮鞋,五官精致,肤色白皙,长相竟与几成舟有六七分相似。 桑浅有些疑惑,不是说这个孩子是在孤儿院领养的吗? 怎么父子俩长得这么像? 她走过去和陈秋荣打招呼,奶奶。 陈秋荣微微点头,看向身旁的小男孩,桑浅,叫阿姨。 挤桑浅看了桑浅一眼,哼了一声,冷酷地别开头。 桑浅却有些心惊,刚才挤桑浅看她的时候,她才发现,她的眼睛和她女儿的眼睛十分相似。 都是那双,眼睛又大又圆,黑眼珠偏多,清澈明镜,炯炯有神。 陈秋荣眉心微醋,似乎生气了,可眼底却满是宠溺,明显很喜欢这个小曾孙。 她看向桑浅,语气正重,以后我就将她交给你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桑字,还是因为她和女儿的眼睛很像,亦或者,如果她儿子没死应该和她一般大。 总之,桑浅看见季桑浴就觉得特别亲切。 即便她将对她的不喜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却不觉得讨厌,反而觉得她特别可爱。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桑浅走过去想摸摸她的头。 季桑浴躲开了,扭了扭小屁股,从沙发上滑下来,迈着小短腿,快步朝门口走,我去上学了。 哪声哪气的语调里,明显染了气呼呼的意味。 陈秋荣看着小曾孙消失在门口,才转头看向桑浅。 桑浴认声,你们多处处就好了。 桑浅点头。 你是成州的妻子,以后照顾她的一应事宜,就全全交给你了。 你若能照顾好她和桑浴父子俩,我定然不会亏待你。 照顾丈夫和孩子是我该尽的本分。 陈秋荣对于桑浅的乖巧董事还是很满意的。 昨天的婚礼她一个人完成得很好,并没因为没有新郎而出任何差错。 你女儿户口和上学的事我已经拆人着手在办了。 这是桑浅给陈秋荣自己愿意嫁给几成州的理由,有劳奶奶费心了。 你之前说一个人在家太无聊,想去博威服饰工作,那边我也已经打过招呼了,你随时可以去上班。 谢谢奶奶。 陈秋荣试探问,不然你还是去自家公司吧。 家里人都在有个照应。 博威服饰是爸爸的公司,五年前爸爸去世后,苏妙桐以女儿的身份继承了他的遗产。 没多久,苏妙桐的亲生父亲罗宇棠就纠战雀巢,成了公司的执行总裁。 桑浅进入博威服饰,是想夺回爸爸的公司,自然不会同意陈秋荣的提议。 谢谢奶奶的好意,我能力有限,恐无法胜任济世集团的任何职位。 陈秋荣满一点点头,那边已经答应,你可以将工作带回家来做,成周不能陪你说话,让你哭作,陪她也是无聊,有点事做,也好。 嗯。 陈秋荣又叮嘱了桑浅一些照顾几成周的注意事项,便离开了。 桑浅吃了早餐回到卧室,按陈秋荣说的,几成周得一天早晚两次擦洗,以前这些都是护工作,如今成了她这个妻子的义务。 从卫浴间打了一盆温水,桑浅先给几成周擦了脸和手,该擦身体时,她停住了。 想到要脱掉几成周的衣服,给她擦全身,她有些难为情。 擦吧,以后这会是她的日常工作,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一个植物人而已,矫情什么,就当在擦桌子好了。 况且,她昨晚绿了它,照顾它,就当是补偿了。 桑浅给自己做了一番心理建设,这才弯腰去解几成周的衣服扣子。 解开两颗,男人性感地锁骨露了出来,再解一颗的话应该就能看见她的胸膛了。 这样想着,桑浅脑中突然闪过,昨晚被宋石井压榨时,她泄愤地在她胸口挠了一掌。 她下了狠手,肯定在她肌肤上留下了抓痕,挠出血了,都有可能。 她怎么想起了,那个狗男人? 桑浅有些懊恼自己的分神,甩了甩头,将宋石井那张欠揍的脸,从脑海里驱除。 调整一下情绪,低头准备继续解扣子。 只是她双手才捏着第三颗扣子,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她。 她顺着直觉抬头,猛然撞进一双黑不见底的眼眸里。 啊! 桑浅尖叫一声,吓得一个踉呛,差点摔倒在地,她稳住身子,转身朝外跑。 醒了! 桑浅尖醒了,并没有苏醒的迹象。 一番检查后,黎修杰说,她是桑浅尖的私人医生。 桑浅醋眉,可我刚刚明明看见她睁开了眼睛。 睁开眼睛并不意味着苏醒,植物人睁眼是无意识的,而且,这也不是她第一次睁眼。 不是第一次。 桑浅正疑惑,身旁响起一声叹息,她转头见陈秋荣满脸失落地看着床上的桑浅舟。 我以为冲洗了,这次会不一样。 她眸色暗淡地摇摇头,又重重地叹息一声,转身出了房间。 黎修杰视线指了一下床头柜上的水盆,问桑浅,你刚再给她擦身子。 嗯。 黎修杰眼中快速闪过一摩了然,沉默一瞬,说,其实刚才她的睁眼是有意识的。 桑浅吃惊又疑惑,那你刚才,你也看见了,老夫人非常希望程舟能醒过来。 虽然她有了一点意识,但我无法保证她会彻底恢复意识,更不能保证她一定会苏醒。 与其给老夫人希望,再让她失望,不如等真的有把握程舟能醒了。 再告诉她,毕竟老夫人年纪大了,反复折腾,我担心她无法承受。 桑浅点头赞同,还是黎一生思虑周全。 黎修杰轻轻推了一下鼻梁上的无矿眼镜,她刚才睁眼是因为你要给她擦身子,她或许是在表达她的抗拒。 桑浅,植物人还会抗拒。 黎修杰仿佛知道她在想什么,又道, 程舟没出事前就特别不喜欢女人碰触,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她潜意识里发出的抗拒信号。 桑浅似懂非懂得点点头。 所以这擦身体的事,桑浅瞬间领略,我会和奶奶说,我没这方面的经验, 为免弄伤她,以后还是让护工帮她擦洗。 如此谢谢桑小姐了。 黎修杰暗暗松了一口气。 桑浅突然想到一件事,犹豫一瞬,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像她这种情况,那方面,会有反应吗? 黎修杰一时没听明白,哪方面? 桑浅脸微红,视线指了一下几成周下腹某处。 黎修杰镜片后的眼睛猛然唐大,你见过她有反应? 桑浅点头,将昨晚不小心按在她那处的事和黎修杰说了, 说完脸颊已经红透。 黎修杰满脸震惊。 几成周小时后,无意间撞见了她父亲和女人苟且, 而那个女人并不是她的母亲, 自此,在她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导致她长大成人后,对男女之事十分厌恶, 对女人的碰触也异常抵触, 已经有了严重的性功能障碍。 可她现在竟然对这个素未蒙面的新婚妻子有反应, 这太不可思议了。 黎医生? 黎修杰回神,压下内心的激动, 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 我想再给她做一个更详细的检查。 好,黎修杰见桑浅站着不动, 用视线指了一下几成洲下父某处, 桑浅瞬间明白,红着脸说, 那我不打扰你做检查了。 说完快不出了房间, 黎修杰叫门啰嗦, 回到床边,没人了。 几成洲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黎修杰迫不及待地问, 她刚说的是真的? 你对她有反应? 几成洲解开上衣, 她壁垒分明的胸膛立刻露了出来, 胸口中间几道血色痕迹, 有些触目惊心。 怎么回事? 你这是被谁伤的? 黎修杰大惊? 昨晚桑浅挠的? 啊? 她为什么对你一个植物人下此狠手? 昨夜, 我以宋施景的身份去遵典办事, 遭人算计, 正好碰见桑浅, 找她当了解药。 几成洲一句话将昨晚的事概括了。 黎修杰却觉得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 好一会儿才消化。 虽然心里有一堆的疑问, 却知道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 我还以为苏扬会是你此生唯一的女人, 没想到五年过去, 你还能对别的女人有反应。 提到苏扬, 几成洲眉心轻醋了一下, 不过都是药物使然罢了。 这么多年想得到你的女人多如过江之计, 她们的手段比这些高明多了, 你哪次动摇过? 几成洲淡淡瞥了黎修杰一眼, 你想说什么? 之前爱于苏扬是纪远航的女朋友, 那次意外后你没再接近, 如今她也已经死了, 再谈她已无意义, 但桑浅不一样, 她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 你可以以宋石井的身份多和她亲近, 或许你的病能好。 不需要。 黎修杰知道这件事, 不能操之过急, 没再多言。 桑浅见黎修杰从房间出来, 问,怎么样? 她已经恢复了男性功能。 桑浅, 植物人还能有男性功能? 她以前十分厌恶女人的碰触, 但你碰了她, 却让她恢复了男性功能, 说明她对你的碰触并不抵抗, 甚至很喜欢, 所以我建议你, 以后多和她亲近, 有益于她康复。 怎么亲近? 难道要她去轻薄一个植物人? 她可没那么变态。 以后还是由你来给她擦洗身体吧。 可你刚才不是说, 她是因为抗拒我给她擦身体, 所以才睁开眼睛的吗? 她只是还不适应而已, 你与她同床共诊, 一个星期后, 她肯定能适应, 那时候你再给她擦身体, 应该就没问题了, 这是我会和老夫人说明的。 那时几成舟胸口的脑痕肯定全消了, 为了几成舟的病, 她可真是用心养苦。 顿了一下, 李修杰又说, 你还要经常给她手脚按摩, 疏通血脉, 防止肌肉萎缩。 星号星号, 傍晚, 桑浅亲自下厨做饭, 今天是她和挤桑鱼第一次一起吃饭, 她想拉近一下两人的关系。 早上看得出来, 挤桑鱼很不喜欢她。 不久后, 她会将女儿也接回国, 她不想给女儿一个不好的成长环境, 她希望女儿和挤桑鱼能有好相处。 桑浅摘下围裙从厨房出来, 正好看见挤桑鱼进门。 放学了。 她微笑着走过去, 想要帮她拿背上的书包。 挤桑鱼皱着小眉毛瞪她, 别碰我。 桑浅手在空中顿了一下, 收回, 嘴角仍旧擒着浅浅的笑, 那你自己, 将书包放下, 去洗手, 可以吃饭了。 挤桑鱼哼了一声, 一脸高冷地朝里走。 桑浅以为挤桑鱼会去洗手, 没想到她卸下书包后, 往沙发上一坐, 拿着遥控打开电视看了起来, 还特意将音量调得很大。 凝晃晃的是想和她对着干。 桑浅纤细手指捏了捏鹅脚, 略意思索, 吩咐保姆上菜, 然后自己在餐厅坐下, 端着饭吃了起来。 保姆小猪忙过去, 叫挤桑鱼, 小少爷, 吃饭了, 今晚是大少奶奶亲自下的厨, 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挤桑鱼双臂抱胸, 一副神气在在的模样, 大声说, 我才不吃她做的饭, 我怕她给我下毒。 小猪又劝了几句, 见劝不动, 又回到餐厅, 大少奶奶, 您不劝劝小少爷吗? 小少爷可是既家长曾孙, 平时大家都是祖宗一样的供着, 尤其老夫人, 更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掌心怕摔了, 宝贝的不行。 随她吧。 桑浅语气淡淡, 然后神色自若地加了一块鸡翅, 听说平时老夫人不让小少爷吃可乐鸡翅。 小猪点头, 老夫人说可乐是碳酸饮料, 吃了对身体不好。 桑浅点点头, 将鸡翅放在鼻尖闻了闻, 特意拔高嗓音说, 好香啊, 既有可乐的清甜, 又有鸡翅的鲜香, 味道好极了。 挤桑鱼转过小脑袋, 渴望的小眼神朝餐厅看了一眼, 小嘴巴不自觉砸砸一下, 咽了一口口水。 桑浅感受到了他的视线, 又加了一块排骨, 这糖醋小排肉质松软, 甜而不腻。 挤桑鱼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小蝉虫全被勾了出来, 估计又咽了一口口水, 小肚子也在这时咕噜噜地叫了起来。 好饿啊, 好想吃。 可是他如果这个时候过去吃饭, 很没面子的。 他是男子汉, 才不会这么没骨气。 茄汁大虾味道也不错, 鲜嫩多汁, 还有股酸酸甜甜的味道, 这油炸过的红烧带鱼, 味道更是一绝, 香脆香脆的, 今晚我可以大饱口福了。 桑浅刚说完就见客厅那边有了动静, 他低头继续吃饭,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小猪见挤桑鱼过来了, 开心地将椅子拉开, 小少爷快坐。 挤桑鱼站着不动, 大大的眼睛看着桑浅, 明显在强行晚尊, 想让他叫他上桌, 可他只顾埋头吃自己的, 看都没看他一眼。 小叔说得果然没错, 后妈都是黑心恶毒的大坏蛋。 他想一个人将好吃的都吃完, 想饿他的肚子, 想虐待他。 他才不会如他的意, 买菜的钱都是他家的, 他凭什么不吃? 挤桑鱼马溜爬上椅子, 加了一块可乐鸡翅, 开始大块朵鱼起来, 一边吃还一边气鼓鼓地看着桑浅。 那黑葡萄般的大眼睛仿佛在说, 哼, 我就吃, 我就吃, 我要吃得比你多, 气死你。 桑浅眼底划过一丝笑意, 以前女儿耍小脾气不吃饭的时候, 她也是这么治他, 百事不爽。 果然, 小孩子贪吃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片刻后, 桑浅将可乐鸡翅和糖醋小排端起来, 朝出房走。 挤桑鱼帅气的小脸立刻跨了下来, 跳下椅子, 挡在桑浅面前, 你端走干什么? 鸡翅里加了可乐, 你不能多吃, 糖醋小排太甜, 吃多了影响睡眠。 哼, 我看你, 就是不想给我吃, 想留下来偷偷吃毒食, 我命令你放下。 挤桑鱼仰着小脑袋, 双手插腰, 奶胸奶胸的样子。 桑浅弯腰, 视线和挤桑鱼齐平, 我做的菜这么好吃。 才, 才不是。 挤桑鱼小脸蛋立刻红了, 小眼神到处乱窜, 只是老是说, 不能浪费粮食。 桑浅笑, 你不是说了吗? 我要吃毒食, 既然我要吃, 就不会浪费。 你, 你, 桌上的菜还吃吗? 不吃我一会儿都端走。 你休想一个人独占。 挤桑鱼气呼呼瞪了桑浅一眼, 快速回到座椅上,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哼, 他要都吃光, 一点都不给他留。 小猪在一旁偷偷笑了, 还是大少奶奶有办法, 从没见过小少爷, 吃饭这么香呢。 桑浅从厨房出来, 见极远航和苏妙桐,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两人一左一右站在挤桑鱼身旁。 苏妙桐正弯腰微笑着问挤桑鱼, 你后妈有没有欺负你? 挤桑鱼小眉毛皱在一起, 你身上的香味熏着我了。 苏妙桐嘴角地笑僵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抹寒光。 一个孤儿院的剑种竟敢这么和他说话,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不过这个小剑种得陈秋荣喜欢, 他只能强迫自己陪着笑脸往一旁挪开几步, 这个香水味道确实有点浓, 我下次不用了。 挤桑鱼没理会, 一抬头见桑浅从厨房出来, 忙养着小脑袋像站在他身旁的挤远航告状, 小叔, 他不叫我吃饭, 想饿死我, 我过来吃饭, 他还将我喜欢的菜都端走了。 挤远航还没开口, 苏妙桐率先替挤桑鱼打抱不平, 我知道你嫁给我大哥, 心里不痛快, 嫌弃他是一个植物人, 但你怎么能将气撒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没人强迫我嫁给几成舟, 是我自己自愿的, 何来心里不痛快和嫌弃一说? 桑浅表情冷淡, 你不觉得你这借题发挥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吗? 苏妙桐被他噎了一瞬, 想起寄桑鱼, 立刻又有了底气, 大声质问, 那你为什么要虐待桑鱼? 二少奶奶, 大少奶奶没虐待小少爷, 他只是, 住嘴。 苏妙桐怒斥一声, 走过去, 抬手给了小柱一巴掌, 我们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吓人插嘴了? 小柱捂着火辣辣的脸, 当即红了眼眶, 盲低下头一声不敢哼, 桑浅醋眉, 你这才是心里不痛快, 将气往别人身上撒? 我这是在叫他规矩。 苏妙桐嘴角勾起一抹沈笑, 嘲讽道, 哦, 我差点忘了, 你出身小门小户, 自然是不知道我们豪门的这些规矩的。 桑浅淡淡勾了一下唇角, 我是出身小门小户, 但也比你这个小三只子的身份来得光明正大。 苏妙桐气得血气上涌, 脸色发红, 抬手朝桑浅的脸扇去。 桑浅轻而易举擒住他的手腕, 这就恼羞成怒了。 苏妙桐最恨别人这样说他, 当年他妈妈是苏样爸爸苏博文的秘书, 苏样妈妈病重, 苏博文悲伤欲结, 戒酒消愁, 他妈妈趁机爬上了苏博文的床。 苏样妈妈死后, 他妈妈挺着大肚子, 胁迫苏博文娶了他。 虽然他其实并不是苏博文的女儿, 但外人不知道, 都道他是小三只女。 苏妙桐想抽回手好好收拾桑浅一顿。 桑浅顺着他往外抽手的力道, 顺势推了他一把。 苏妙桐穿着高跟鞋, 脚步不稳, 一下摔倒在地, 感觉尾椎骨都要断了, 疼得脸色煞白。 他是着想起来, 但屁股实在太疼了, 怎么也起不来, 只好泪眼婆娑地看向极远航, 楚楚可怜地说, 老公, 你就这样由着他欺负我吗? 桑浅对上极远航英智的目光, 是他先动手, 我不过正当防卫罢了。 极远航冷冷道, 我怎么看见是你先动的手? 颠倒黑白? 桑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那肯定是你眼瞎。 极远航眼底的怒意 如浪潮般凶猛涌来, 但转瞬又被他压制下去。 他看了一眼记桑鱼, 之后又看了一眼一直低着头的小柱, 而后才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 看向桑浅, 虐待我大哥的孩子, 又出手打了我的妻子, 你还想抵赖? 桑浅双手暴毙, 神色淡漠看着极远航,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 极远航拧眉看了桑浅一瞬, 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在强装淡定, 转眸看向小柱, 给老夫人打电话, 请他老人家过来主持公道。 小柱有些担心地看了一眼桑浅, 之后转身去打电话。 本来想起来的苏妙彤 索性坐在地上不起来, 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桑浅, 没多久, 屋外传来动静, 他忙装模作样地扶着自己的屁股, 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 陈秋荣进门看见屋内的情形, 问,怎么回事? 苏妙彤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奶奶, 你要替我做主啊, 我担心桑浅和远航一起过来看她, 发现桑浅竟然虐待她, 不仅不叫她吃饭, 还将她喜欢吃的都端走了, 我气不过说了她几句, 她竟然对我动手, 直接将我推到了地上, 我尾追骨疼的厉害, 动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伤了骨头? 桑浅, 奥斯卡欠苏妙彤一个小惊人, 陈秋荣芒看向宝贝小曾孙, 她说的是真的, 挤桑浴皱着眉头, 看看哭得楚楚可怜的苏妙彤, 又看看神色淡漠的桑浅,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 挤远航摸了摸挤桑浴的头, 语气温柔地说, 桑浴别怕, 她虽然是你的后妈, 但小叔和太奶奶都会帮你撑腰的, 你实话实说就好, 挤桑浴听见后妈两个字, 眼中闪过害怕, 朝陈秋荣点了点头, 扁着小嘴委屈巴巴说, 太奶奶, 我不想要后妈, 陈秋荣煞实心疼得不行, 沉着脸看向桑浅, 你早上还答应我会好好照顾桑浴, 就是这么照顾的, 奶奶, 我早就说过她嫁给大哥是别有所图, 您还将桑浴给她抚养, 这不是羊肉虎口吗? 苏妙彤开始哭诉, 大哥若是知道, 他的宝贝儿子被人欺负, 别说苏醒, 只怕会被他活活气死, 你怎么如此口无遮拦? 陈秋荣冷斥一句, 什么死不死的, 多不吉利, 苏妙彤忙道, 我是口无遮拦, 但我说的是实话, 奶奶, 您若真的心疼大哥和桑浴, 还是赶紧将这个心怀不轨的女人赶出记家吧。 陈秋荣看了一眼自己的小曾孙, 又看了一眼楼上几成舟的房间, 在看向桑浅时, 目光威严没有一丝温度, 是我错信了你, 你收拾一下, 奶奶他们的片面之词你也信? 桑浅打断陈秋荣, 苏妙彤痴笑道, 奶奶不信我, 不信远航, 不信桑鱼, 难不成信你一个刚进门的外人? 桑浅冷冷看向苏妙彤, 到底谁心怀不轨, 你心知肚明? 奶奶, 你看他,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他还不承认, 这样的人, 您真的要将他留在大哥和桑浴身边吗? 苏妙彤一脸担忧地看着陈秋荣, 陈秋荣见桑浅从始至终, 脸上没有丝毫慌乱, 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 你说, 他们是片面之词, 那行, 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桑浅抬头, 视线看了一眼天花板某处, 眼见为时, 耳听为虚, 不如奶奶看一下监控吧。 监控? 别墅哪来的监控? 苏妙彤和吉远航不约而同看向天花板, 当他们看见闪烁着红光的监控器时, 脸瞬间白了。 陈秋荣自然也看见了, 桑浅在他提出疑问前, 主动交代, 婚礼之前, 奶奶让我来看看别墅布置得怎么样, 安全起见, 我让人在门口和客厅安装了几个摄像头。 说完他从手机里调出监控视频, 递给陈秋荣。 陈秋荣看完, 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看着坐在地上的苏妙彤道, 还不起来。 怎么? 等我去扶你? 苏妙彤面色惨白地站了起来, 奶奶, 是桑浴说, 她还想狡辩被吉远航怒声打断了, 住嘴。 然后她一脸歉意地看向陈秋荣, 奶奶, 是孙儿太过担心桑浴, 一时糊涂, 打扰了您, 您千万别动气, 碾得伤了身体。 陈秋荣语气严肃道, 好好管束你的妻子, 这样的事我不希望还有下次。 好的奶奶, 回去吧, 你们夫妻俩没事少来成州这里, 她需要静养。 是。 吉远航扶着苏妙同出了别墅。 陈秋荣见己桑鱼低着脑袋, 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不忍责备, 叹息一声, 看向桑浅, 既然有监控,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非要让我跑一趟。 桑浅大放承认, 我是存心, 想让奶奶帮我出口气, 谁让他们总是欺负我, 昨天婚礼上给我五百万, 让我离开季家, 今天又来闹, 着实有点过分。 陈秋荣危症, 没料到他们竟然私下想让桑浅离开, 更没料到桑浅性格如此直率, 下一瞬, 脸上的严肃退去, 慈祥笑笑, 看桑浅的目光也柔和了下来, 只要你真心带承舟和桑浅, 以后再有人敢欺负你, 奶奶给你撑腰。 桑浅笑, 好。 星号星号, 桑浅散步回来, 来到卧室, 门是开着的。 挤桑浅小小的身子趴在床檐, 正和挤承舟在说话, 他战斗力不错, 将小叔的老婆打得屁滚尿流。 我可不是在夸他, 他这么厉害, 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虐待我。 爸爸你要赶紧醒过来, 然后将他赶走。 我为什么要虐待你? 桑浅懒懒靠在门框上。 挤桑浅闻声猛然回头, 看见桑浅, 大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人坏话, 被人抓包的心虚和慌乱。 你干嘛偷听我讲话? 门开着, 我是光明正大的听, 不是偷听。 挤桑浅被噎得哑口无言, 走到门口的时候, 看着桑浅气呼呼地说, 你好讨厌。 挤桑浅眼睛瞪得大大的, 小腮帮子气鼓鼓地, 像青蛙, 又像河豚, 桑浅忍不住勾起了唇角, 可是我觉得你好可爱。 挤桑浅神色微正, 随即白皙的小脸蛋瞬间染上一抹红韵, 小脑袋一转, 傲娇地走开了。 这个女人不按常理出牌, 真气人。 而且她哪里是可爱, 明明是帅。 桑浅看着挤桑浅进了不远处的儿童房, 才进卧室, 洗漱一番后, 来到挤桑浅身旁坐下, 开始给她按摩手臂。 按了几下, 她觉得不对劲, 手下肌肉肌力分明。 她又在挤桑浅小臂处捏了捏, 皆是紧致有弹性。 这不符合常理。 如果她不练舞, 不会发现这个问题, 可她是练舞之人, 知道要想身体达到这个状态。 肯定需要时常锻炼和运动。 可挤桑浅已经在床上躺了半年, 这不是她该有的状态。 她突然想到之前看见她手指动了, 还有她突然睁开眼睛, 身体那处有反应, 难道, 她是装的? 桑浅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她盯着安静沉睡的几成粥, 看了好一会儿, 想到了一个试探她的办法。 她先将几成粥的嘴完全合上, 然后伸手捏住她的鼻子。 如果她是植物人, 别也不会张嘴。 如果她张嘴了, 那她的猜测就是真的。 桑浅目光一顺不顺看着几成粥, 不想放过她脸上任何细微的表情和动作。 只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几成粥除了脸色有白转红, 再慢慢变紫, 没有任何动作, 连痛苦的表情都没有。 难道是她想多了? 再捏下去, 她就要窒息而亡了。 桑浅急忙松开手, 大概是缺氧太久, 肺腑里突然涌入大量的空气, 而她又不会调节呼吸, 胸腔一抽一抽的, 起伏很大。 喉咙里也发出剧烈的咳喘声。 脸色煞白煞白的, 仿佛随时会死去。 桑浅有些吓着了, 不会死吧? 早知道不这么试探了。 她若死了, 她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而且她还没报仇呢。 不能离开计价。 怎么办? 突然桑浅想到了一个办法。 人工呼吸。 对人工呼吸。 帮她将呼吸捋顺了, 应该就没事了。 桑浅一手捏住几成舟的鼻子, 一手打开她的口腔, 抬起她的下颌, 用力吸了一口气后, 俯身对着她的嘴吹气。 她没发现, 她的唇压下去的时候, 几成舟的手指猛然全紧了一下。 反复多次后, 桑浅才放开几成舟, 一边喘气, 一边观察她的情况。 好像好多了, 虽然胸口起伏还是有些快, 但脸色不那么白了, 隐隐还泛着一抹红。 一日。 桑浅刚吃完早餐, 李修杰就来了。 昨天, 她是上午十点才过来, 给几成舟打维持身体机能的真迹,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成舟昨晚挺好的吧? 桑浅想到, 昨晚她差点憋死几成舟, 目光微闪, 挺好的。 李修杰别有深意, 看了桑浅一眼, 今天她该做运动了, 一会儿你帮帮忙。 做运动? 植物人怎么做运动? 李修杰仿佛看透了桑浅的心思, 一楼有健身房, 每周我都会和护工将她带下去, 活动两次身体。 为了方便几成舟, 别墅安装了电梯。 桑浅看着李修杰将几成舟用推床推到健身房, 然后和护工一起将她抬到为她量身定制的运动器械上, 一下一下地帮着她活动四肢。 她才明白, 为什么几成舟在床上躺了半年, 身上的肌肉还那么结实紧致。 她低头摸着鹅脚, 暗自庆幸她昨晚及时松了手。 桑小姐! 桑浅抬头看向李修杰, 怎么了? 你多看看多学学, 以后这些事都要交给你来做。 李修杰刚说完, 桑浅就见几成舟的眼睛睁开了, 她没习惯她的睁眼, 猛然睁开, 她还是有些吓一跳, 她, 是不是抗拒我帮她做运动? 没事, 无意识地睁眼罢了, 你过来我和你讲讲注意事项。 桑浅, 怎么又是无意识的了? 她很想问李修杰是怎么分辨几成舟的睁眼, 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涉及专业知识, 告诉你了, 你也不会分辨。 桑浅尴尬扯了一下唇角, 她怀疑李修杰还修了心理学。 上午将几成舟安置好, 下午桑浅去博威服事人事部报道。 孙经理交代过了, 你来了, 让我给他打电话, 他亲自将你的工作牌送过来, 然后领你去设计部转转, 熟悉熟悉环境, 你先去休息区那里坐一会儿吧。 桑浅谢过前台, 走到休息区刚坐下, 就见苏妙童一脸火气地进了人事部, 将手上的照片甩到桌上, 这是什么意思? 照片上赫然是那晚季远航 进出尊典会所的照片。 进去的时候, 是极远航和宋石井, 出来的时候, 极远航却依偎在一个女人怀里, 明眼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前台却不敢直说, 只念诺道, 不, 不知道。 苏总让人事部安排人, 偷偷跟踪极远航, 这是人事部的人拍到的东西。 养你们人事部干嘛的? 一群废物。 苏妙童气急败坏, 转身正要离开, 眼光扫到休息区的桑浅, 脚步顿住, 问前台, 她怎么会在这里? 桑小姐现在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师, 今天过来任职。 苏妙童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怒火, 蹭得一下又窜了起来, 谁让你们将她招进来的? 设计师都死绝了吗? 是, 是季老夫人亲自给孙经理打的电话。 苏妙童听见是陈秋荣安排的, 再多的怒火, 也只能往肚子里吞。 平息了一会儿自己的情绪, 她趾高气扬地朝桑浅走了过去, 哟, 这不是我大哥的冲喜新娘吗? 桑浅没理会她的冷嘲热讽, 继续看手机。 苏妙童见她无视她, 想起昨晚自己的狼狈, 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伸手就要打掉桑浅的手机。 桑浅眼疾手快避开了, 抬头, 目光惊冷望着苏妙童, 怎么, 昨晚的教训还不够? 你, 苏妙童气得, 仰手就要去打桑浅。 桑浅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周身的气压骤然降低。 对上她冷领的目光, 苏妙童下意识打了一个寒颤, 想到这里是她家的公司, 是她的地盘, 气势瞬间又回来了, 昂着头, 怒瞪着桑浅, 你今天敢动手, 我让你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桑浅垂眸胆了胆没有一丝褶皱的衣服, 瞧把你吓得, 我不过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而已。 苏妙童气得牙齿打颤, 却又不敢针对桑浅怎么样。 如果桑浅先动手, 她叫公司保安狠狠揍她一顿, 是师出有名。 可桑浅没动手, 她无故挑起事端, 季家那边没法交代。 昨晚的事已经惹陈秋荣不高兴了, 如果她再找桑浅麻烦, 她在季家的日子只怕也不会好过。 想到这里, 她咬牙吞下所有怒火, 转身朝人士不经理办公室走去。 孙经理接到前台的电话, 正往这边赶, 在拐角碰见了苏妙童, 恭敬打招呼, 苏总。 苏妙童是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 虽然现在公司的执行总裁是罗宇棠, 但大家都知道, 真正的老板还是苏妙童。 你去建桑浅? 孙经理点头, 季老夫人亲自打招呼, 她又是季家大少奶奶, 自然不能怠慢。 孙经理确定领悟透了老夫人的意思。 苏总什么意思? 孙经理, 你也是职场上的老油条了, 怎么这点弯弯绕绕都想不明白呢? 苏妙童垂眸, 看着手上漂亮的美甲, 还请苏总赐教。 如果老夫人真的在意, 这个孙媳妇理应安排到济世集团工作, 为什么安排到你这里? 而且你别忘了, 她不过是为了给我大哥冲喜, 采取进门的, 一个工具人而已, 怎配得上大少奶奶这四个字? 她是季家二少奶奶, 桑前想压她一头, 做梦。 孙经理瞬间明了, 那一苏总的意思, 我该怎么处理这个女人呢? 季老夫人给她安排工作, 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不让外人觉得, 挤家河待她, 所以你, 自然不能明面上为难她, 至于暗地里那些折磨人的功夫, 相信孙经理比我清楚。 孙经理点头哈腰笑, 谢苏总不吝赐教。 苏妙童摆摆手, 小事一桩。 桑前在休息区等了半天, 也没见孙经理的人, 去前台问了几次, 电话那端的回答, 要么是在开会, 要么是一会儿就来, 却总是不见人。 桑前不傻, 对方正明显是在给她使绊子, 而且苏妙童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您晃晃地在说, 等着吧, 有您好果子吃。 肯定是苏妙童和孙经理说了什么。 不过依照孙经理如今的做派来看, 他不敢明面上得罪她, 所以工作派迟早得给她。 想通这点, 桑前自己去了设计部。 来到设计部, 他问同事设计总监办公室在哪, 对方仿佛没听见他的话, 压根不搭理他。 桑前这才发现, 大家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看来苏妙童和这里也打了招呼。 他索性不再开口, 反正这里他熟, 不过装样子问问罢了。 他刚走出几步, 突然有一个人抱着一大洛文件塞他怀里, 总监让你将资料库好好整理, 这是其中一些文件, 剩下的你随我来。 东西太多, 还不整齐, 对方又故意用力往他怀里塞, 即使桑前努力抱住, 文件还是摇晃着洒了一地。 文件都抱不住, 能干什么? 那人不耐烦说了一句, 转身要走, 捡起来再走, 桑前叫住他。 李轩不可思议转身, 你说什么? 桑前听见周围大家或嬉笑或怯怯私语, 都在说他是不是疯了, 一个新人也敢得罪总监助理。 他没理会, 直到, 总监只是让我整理资料库, 没让我捡文件。 你, 你不捡, 地上这些我就不整理了, 你弄洒的, 责任你担。 李轩气得脸红脖子粗, 衡量一番后, 狠狠瞪了桑前一眼, 才蹲下开始捡文件。 等着瞧吧, 他有苏总撑腰, 来日方长, 他会让桑前知道得罪他不会有好下场。 桑前将公司资料库分批帮回家, 这两天几乎埋在了文件堆里, 为了方便照看几成粥, 他直接在卧室查阅整理。 扣扣扣。 敲门声响起。 大少奶奶, 来客人了。 桑前从文件里抬头, 疑惑看向门口的小柱, 谁来了? 小柱还没开口, 一个男人从一旁走了出来, 桑小姐, 冒昧来访, 打扰了。 这不是那晚跟在宋石井身边的助理吗? 他怎么找到纪家来了? 不会是为了那晚的事来找他麻烦的吧? 若是让纪家的人知道, 他新婚夜, 就给几成粥带了绿帽子, 桑前不敢往下想, 握着文件的手 不自觉钻紧, 面上强装镇定, 先知开小柱, 而后才问来人, 你找我有事吗? 我是宋总的助理陈冰。 男人自我介绍后说明来意, 纪先生是宋总的朋友, 我今天来这边办事, 宋总让我顺道过来看望纪先生。 宋石井和几成洲是朋友? 既是朋友, 那宋石井还逼迫他帮他, 他不知道朋友欺不可欺吗? 秦寿? 不, 秦寿不如? 桑前在心里问候宋石井的同时, 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不是为那晚的事来的就行, 于是礼貌将陈冰请进房间。 陈冰来到床边, 看着床上安静沉睡的男人, 简单说了几句问候的话, 之后看向桑前, 桑小姐, 我能找你讨杯茶喝吗? 当然, 你稍作片刻, 我这就去给你泡茶。 桑前说完, 转身出了房间,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他想着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刚才已有怠慢, 还是问一下他的喜好, 泡一杯他喜欢的茶比较好, 所以又折了回去。 桑前走到门口, 却见陈冰背对着门口, 弯腰站在床边, 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正和床上的几成舟在低声说着什么, 仿佛床上睡的是一个正常人, 不是一个植物人。 陈助理, 你这是? 反斜杠U000F陈冰身子猛然僵住, 但到底是酒精商场的人, 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 很快将心底的那份慌乱压下, 洋装若无其事的转身, 我手里这份合同是季先生没出事前准备和我们送总签的。 我听说多和病人讲一些以前的事, 有助于恢复, 所以想着给他读读合同, 或许有些帮助。 原来是这样。 桑浅点点头, 陈助理有心了, 不然你将合同留下吧, 我平时也多给他读读。 陈冰, 这几天桑浅一直待在家里, 宋总无法脱身, 他实在没办法了, 才想出探望这招。 这是一份需要宋总签字的紧急文件, 根本不是什么以前的合同。 正在陈冰不知该如何答复的时候, 桑浅的手机响了, 适时给他解了围。 他暗自捏了一把汗。 桑浅看见来电显示, 神情煞时温柔, 接通电话, 一道软糯甜美的小奶音立刻传了过来。 妈咪, 你想晚晚了吗? 想,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睡觉吗? 我这里现在也是白天哦, 妈咪猜猜, 晚晚在哪里? 桑浅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 妈咪, 晚晚在机场, 你快来接我。 桑浅吃惊, 嗓音不由提高了几分, 你回国了? 妈咪是不是生气了? 晚晚想妈咪了, 很想很想, 就缠着舅舅带我回国了。 嗓音又低又软, 还染了委屈巴巴的哭腔。 桑浅听的心都要化了, 她自从生下女儿后, 从没和女儿分开过, 这还是第一次。 听见女儿回国了, 她的心立刻飞去了机场, 哪里还有什么气, 只有迫不及待想见女儿的心。 安抚女儿几句后, 她挂了电话, 看向陈冰, 抱歉, 我有点急事要离开一下。 陈冰求之不得, 你忙, 我正好有空, 可以多陪陪季先生。 桑浅走后, 护工在门口把风, 陈冰在房内向几成州汇报工作。 几成州签好最后一份文件, 抬头问陈冰, 让你查的是怎么样了? 陈冰知道, 几成州问的是桑浅的事, 五年前桑浅病重, 桑家夫妇一起陪女儿出国求医, 如今看来, 只怕病重求医是假, 未婚先孕出国生孩子才是真。 她的孩子是谁的? 应该是陆家小公子陆慈安的, 桑浅只交过她一个男朋友, 两人大学就在一起, 不过陆家瞧不上桑家, 并不同意两人交往。 在一次聚会上, 陆夫人当众羞辱了桑浅, 之后, 桑浅和陆慈安分手了, 然后就病了, 鲜少外出, 半年后出国。 几成州垂谋陷入沉思。 带着陆家的孩子, 嫁进远比陆家还要显赫的纪家, 这确实是最好的报复。 难道这就是她嫁进纪家的目的? 可如果桑浅真的是要报复陆家, 你应用她纪家大少奶奶的身份, 去陆家耀武扬威, 一血前耻。 但她并没这么做, 反倒是为了阻止她和吉远航合作, 不惜和她睡。 怎么感觉她恨的不是陆家, 而是吉远航? 你查一下她和吉远航有无瓜葛。 陈冰点头, 突然想到什么? 对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桑浅的样貌和之前有些不一样? 几成州沉吟一顺, 你继续查, 事无巨细地查。 好。 星号星号, 桑浅从车上下来, 一眼就看见了, 乖乖等在机场门口的那抹粉色小身影, 婉婉。 婉婉飞奔过去, 扑进桑浅怀里, 紧紧抱着桑浅的脖子, 软软地喊, 妈咪。 桑浅贪婪地闻着女儿身上淡淡的奶香, 又在她嫩滑的小脸蛋上巴基, 亲了一口。 这才抱着女儿起身, 看向拉着行李箱朝她走来的男人, 哥, 你回国, 那你的画廊怎么办? 桑浅浅勾唇, 嗓音温润, 无碍, 我待几天就回去, 那我给你订酒店。 我已经订了。 桑浅顿了一下才继续说, 住在季家。 嗯。 桑浅知道, 劝她放下仇恨, 好好生活已然不可能, 之前就劝不动, 更何况现在她已身在季家, 没再多说, 一起上了车。 桑浅先陪桑浅在外面吃晚饭, 然后送她回酒店, 之后才带着女儿回了季家。 路上, 桑浅叮嘱女儿, 让她乖一点, 和家里的小哥哥好好相处。 婉婉圆圆的眼睛煞时亮晶晶的, 忙不迭点头, 回到家看见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桑浅鱼, 立刻哒哒哒跑了过去, 扬起粉嘟嘟的小脸, 软糯糯的喊, 哥哥。 桑浅板着小脸, 我不是你哥哥。 婉婉大大的眼睛里, 煞时浮上水光, 小乃姨染上哭腔, 婉婉听话, 婉婉乖, 哥哥不要不喜欢婉婉好不好。 桑浅鱼从没见过这么爱哭的小孩, 小眉毛立刻皱成一团, 看向随后进来的桑浅, 你快管管你女儿。 我忙着呢, 妹妹交给你了。 桑浅说着, 直接朝楼上走, 孩子之间的友谊, 还得他们自己去建立, 她不干预。 桑浅鱼气呼呼看着桑浅的背影, 她不是我妹妹, 我才不管她, 你不带她走, 我就欺负她。 桑浅转身微笑着摇头, 你不会欺负她的。 桑浅鱼张了张小嘴, 想反驳, 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既生气, 又因为她话语里透露出来的信任, 有些开心。 这个女人太讨厌了。 她看向眼睛红红的小女孩, 装作很凶的样子, 想吓走她, 找你妈去, 别来烦我。 婉婉眼泪巴达巴达落了下来, 吸了吸泛红的小鼻子, 打着哭腔软软的喊, 哥哥, 哥哥, 桑浅进卧室的时候, 看见桑浅鱼皱着小眉毛, 将遥控器递给女儿, 女儿摇摇头, 小嫩手一个劲地擦眼泪, 小脸蛋哭得红扑扑的。 桑浅鱼无措地挠了脑脑袋, 你别哭, 你想看什么, 我给你调。 女儿眨巴着水汪汪的眼睛, 说想看小猪佩奇。 桑浅鱼一脸嫌弃, 却还是给她放了小猪佩奇。 桑浅勾纯笑笑, 她最受不了的就是女儿的眼泪, 每次只要女儿哭, 她就恨不得将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哄她。 没想到桑浅鱼也怕女儿哭, 可见她表面虽然顽劣不听话, 但内心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孩子。 当晚, 陈秋荣将婉婉的户口和入学资料送了过来, 看见婉婉面露惊讶, 这孩子, 梅眼怎么和桑浅这么像? 桑浅初次见季桑浅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感觉, 陈秋荣这样一说, 她脑中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 季桑浅和女儿一样大, 梅眼又如此相像, 会不会她的儿子, 没死, 和她一样, 也被人救起来了, 流落至孤儿院, 然后被季家领养了? 想到会有这种可能, 桑浅激动得心肩发颤, 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挤出一抹笑, 回答陈秋荣, 大概这就是缘分吧。 我可以叫你太奶奶吗? 婉婉坐在桑浅身旁, 歪着脑袋看着陈秋荣, 圆圆的眼睛里满是期待。 陈秋荣只觉得, 这粉雕玉琢的小娃娃, 太可爱了, 软软糯糯的样子, 让人忍不住心生欢喜, 嗓音不自觉柔和下来, 可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桑飞婉, 太奶奶可以叫我婉婉。 婉婉, 很好听的名字。 谢谢太奶奶。 婉婉开心地笑了, 眼睛弯弯地像月眼。 桑浅摸摸女儿的头, 和哥哥去玩吧。 好。 婉婉滑下沙发, 拉住挤桑鱼的小手, 哥哥, 我们继续去拼机器人好不好? 你又不会拼, 有什么好玩的。 挤桑鱼一脸嫌弃, 却顺从地跟着 婉婉朝玩具房走。 婉婉心性眼, 哥哥好厉害, 哥哥最棒, 婉婉喜欢看哥哥拼机器人。 挤桑鱼努力绷着小嘴不笑, 但到底是个孩子, 眼睛里亮晶晶的快乐, 却掩藏不住。 陈秋荣第一次看见 挤桑鱼表现得这么开心, 突然觉得, 或许给几成舟 找一个有孩子的女人做妻子 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有孩子, 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妈妈, 她将女儿交得这样, 活泼惹人爱, 肯定也能照顾教育好挤桑鱼。 陈秋荣慈祥的目光 一直目送两孩子 进了玩具房才收回, 我将婉婉和桑鱼 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 以后去学校和放学 都一起游专车接送, 这样你能轻松一些。 谢谢奶奶。 两人又聊了片刻, 陈秋荣才起身离开。 桑浅迫不及待躲进卫生间, 拨通了文蓝的电话, 文姐你帮我查一下 几桑鱼是在哪家孤儿院 被季家领养的? 怎么突然想查这个? 她眉眼和婉婉很像。 你不会是怀疑她是婉婉的哥哥吧? 那么大的海浪,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怎么可能? 文蓝大概突然想到了 一个母亲狮子的痛苦。 抱歉, 我, 没事, 你说得没错, 是我太一想天开了。 桑浅眼中的光, 渐渐暗淡下来, 我只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哪怕是忘年。 嗯, 我这就着手去查。 一日清晨。 桑浅担心女儿初次回国不适应, 本想让她在家里适应几天再去学校, 可她不一, 早早地就起床了, 说要和哥哥一起去上学。 餐桌上拉着桑浅鱼, 叽叽喳喳喳问个不停, 什么学校有没有滑滑梯? 有没有玩具? 能不能看小猪佩奇? 小朋友漂不漂亮? 桑浅鱼高冷地不搭理她, 问烦了就来一句,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晚晚立刻期待地猛点小脑袋, 然后低头赶紧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跟在挤桑鱼屁股后面往司机的车上钻。 桑浅不放心, 毕竟是完全陌生的环境, 又是第一天上学, 她打算亲自送女儿去学校, 刚要上车, 却被女儿堵在了车门口, 妈咪, 你上来干嘛? 妈咪送你去学校? 往往往身旁寄桑鱼身上蹭了蹭, 我有哥哥就行了, 哥哥会保护我的, 妈咪你去忙吧。 桑浅, 她知道女儿一直羡慕别人有哥哥, 说哥哥很厉害, 像奥特曼, 能保护妹妹, 之前还老是缠着她, 让她给她生一个哥哥, 所以才会这么年纪桑鱼。 只是她也不能有了哥哥忘了娘吧。 心酸。 桑浅关上车门, 若是以往, 女儿肯定趴在车窗上依依不舍地看她, 然后和她说再见, 叮嘱她放学早点去接她。 可今天, 车门才关上, 女儿就转身和挤桑鱼说话去了。 这没心没肺的样子, 桑浅既失落, 又开心。 失落女儿没那么依赖她了, 开心女儿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桑浅目送车子消失在视线里, 才转身进了别墅。 今天几成舟该运动了, 黎修杰有事来不了, 让桑浅自己看着办。 护工说, 以前她只负责帮忙搬运, 具体运动适宜她不会, 所以将几成舟抱到量身定制的运动器材上躺好后, 就离开了。 桑浅学着上次黎修杰的样子, 将几成舟的双腿, 微微岔开, 放到横杆上, 然后她拉绳柄, 几成舟的双腿, 就会被横杠抬起来。 她双腿还挺沉, 即便桑浅有些身体底子, 十几个回合下来, 也有些吃力, 主要是她完全不能动, 全靠她使劲。 桑浅手臂有些酸麻的时候, 一步留神, 手上松了点筋, 绳柄脱手而出, 拉住已来不及, 可如果任由几成舟的双腿落下去, 轻则震伤脚踝, 重则骨头都有可能震断。 桑浅眼疾手快, 扑过去, 抱住几成舟的双腿。 没有人拉住绳柄几十斤重的横杠烹的一声砸了下来, 发出震耳的响声。 桑浅抱腿的冲击力太大, 撞得几成舟身子一歪, 眼看就要从并不宽阔的躺椅上掉下来。 怕摔坏了她, 她抱着她一个翻转, 垫在了她身下。 下一秒, 她还没反应过来, 几成舟的嘴直直地压到她嘴上, 不知道是疼的, 还是妈的, 她心间猛然一颤。 眼睛躺大的时候, 见身上的男人也突然睁开了眼睛。 两人就这么四目相对。 桑浅下的一掌将几成舟推到了地上, 男人挺拔的身躯, 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她摸了一下自己的唇, 指尖有血, 难怪这么疼, 原来磕破皮了。 她平复了一下自己过快的呼吸, 才从地上坐起来, 偏头, 身旁的男人已经闭上了眼睛。 她微微醋眉, 刚才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刹那, 几成舟的眼神似乎产生了一丝情绪波动。 一闪即逝。 太快, 以至于她无法肯定是真的, 还是错觉。 一躺, 一坐。 桑浅盯着几成舟看了许久, 最后又否定了自己荒唐的想法。 几成舟又不傻, 怎会放着位高权重的技嘉掌权人不坐, 在这里装处处需要人照顾的植物人。 刚才应该是她的错觉。 桑浅俯身过去, 本想将几成舟嘴上的血擦了, 可手指碰到她柔软的唇, 脑中立刻闪过她当才压在她嘴上的画面。 心里像有一阵电流滑过, 传到指尖, 酥麻一片。 她立刻将手缩了回来, 视线里, 男人面容俊美, 唇上一点烟红, 给她增添了一抹腰野和破碎美。 这美感, 有点让人窒息。 桑浅心跳怦然, 别开视线, 撑着地面起身, 去抽了几张纸, 将几成舟唇上的血迹擦了, 才发现她的嘴也磕破了皮。 几成舟太重, 桑浅一个人扳不动, 只好叫来护工。 护工看见几成舟嘴上的伤, 吓得脸都白了。 大少奶奶, 大少爷她的嘴怎么了? 刚问完, 才发现桑浅的嘴上也有伤, 你的嘴怎么也, 想到什么, 她立刻停住了话头, 只尴尬笑了笑。 桑浅知道她误会了, 但她没有解释, 如果让她知道, 她差点将几成舟从器械上摔下来, 她肯定会告诉陈秋荣, 到时候又得一番兴师动众。 还不如让她误会来得省事。 陪几成舟做完运动, 桑浅将最后一批文件整理好, 吃过午饭, 就去了博威服饰。 整理好资料库, 她去找设计总监给她安排工作, 路上碰见了李轩。 总监不在, 你的工作总监交代了, 让我来分配, 你随我来吧。 李轩说完, 转身朝前走。 桑浅跟了过去。 李轩边走边说, 我们设计部分为A组和B组, 每次设计项目都是两组公平竞争, 设计图优秀的组, 公司就会采纳。 片刻功夫, 两人来到一个办公区, 里面的人懒懒散散的, 有的在打电话, 有的在喝咖啡, 还有人凑在一起闲聊。 李轩拍了拍手, 大家才发现来了人, 没有看见上司的紧张和急迫, 而是懒洋洋地打招呼, 李柱。 都是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 李轩也懒得去管, 直到, 这是你们祖新来的祖元, 人给你们了, 好好努力。 大家拖长音调说了一声好。 她是这个组的组长王姐。 李轩指着刚才喝咖啡的那个女人, 对桑浅说, 你找她, 给你分配工作。 桑浅点头。 王姐, 她可是技家大少奶奶, 工作你看着安排吧。 李轩语气冷嘲热讽地和组长交代, 因为她要照顾植物人老公, 所以特别允许她的工作可以带回家做。 王姐, 知道了。 李轩走后, 立刻有人抱怨, 我还以为能分个有才华的设计师过来, 降低一下我们即将失业的风险, 没想到分来个关系户。 又来一个人分钱,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你倒提醒了我, 项目分成是组员评分的, 公司真口, 都要解散了, 还安排人进来分我们的钱。 还工不工作了? 王姐喊了一声, 这还没解散, 一个个就这么迫不及待想失业。 大家立刻安静下来。 桑浅走到组长面前, 疑惑问, 王姐, 公司设计部分A、B两组是为了良性竞争, 互相督促激励, 现在为什么要解散B组? 旗鼓相当才有竞争的意义, 强弱明显还竞争个毛啊? 有人插嘴。 王姐斜了那人一眼, 之后看着桑浅说, 只要我们这次的项目设计能胜过A组, 公司就不会解散B组。 我们组的首席设计师都辞职了, 胜过A组, 怎么可能, 王姐, 你再开玩笑吧? 刚插嘴那人又说。 王姐冷斥一句,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那人撇撇嘴, 不再说话。 桑浅, 王姐, 能将设计项目的资料, 给我看看吗? 一个新人, 刚来, 就想接触设计项目, 是你在做梦, 还是我没睡醒。 那人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这回王姐倒是没再训斥他, 而是醋梅对桑浅说, 新人最忌讳好高骛远, 你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 明显也是赞同那人的话。 桑浅并没生气, 但声道, 我如今也是B组的一员, 也想出一份力。 王姐看了桑浅一瞬, 见他坚持, 就吩咐人将资料拿一份给他, 可神情明显是不放在心上, 对桑浅更没抱任何希望。 桑浅拿到资料后, 和组长打了声招呼, 就离开了设计部, 却在公司大厅碰见了苏妙彤。 他笑隐隐走过来, 大嫂, 你在设计部还习惯吗? 有什么需要, 一定要和我说。 桑浅顺着他的话说, 我想去设计部A组, 弟妹能帮忙吗? 苏妙彤特意让李轩将桑浅安排在实力差的B组, 到时候解散B组, 就能名正言顺地将桑浅赶出公司。 这样做既没佛了陈秋荣的面子, 又能借机羞辱桑浅无能。 但他又不想让别人觉得是他为难桑浅, 所以特意在公众场合装样子问问, 没想到桑浅真的会提要求。 四周不时有视线朝这边看, 一时之间, 他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嘴角的笑尴尬地卡在那里。 桑浅其实在设计部听说B组即将解散的时候, 就怀疑这一切或许是苏妙桐刻意安排的, 现在看他的反应, 看来他猜对了。 他朝苏妙桐走进几步, 用只有两人听得见的声音浅笑着问, 演不下去了。 苏妙桐的脸色煞时一阵红一阵白, 但四周有人看着, 即便心里气得要死, 面上还要维持微笑。 我还要回去照看你大哥, 就不陪你在这里闲聊了。 桑浅哥们好般拍了拍苏妙桐的肩膀, 然后无视苏妙桐喷火般的眼神, 气定神闲抬脚离开。 演戏, 谁不会? 苏妙桐气得抓紧了手里的包, 指甲将包包的皮都抓破了, 也不自知。 一个小门小户的贱人, 也敢挑衅他, 总有一天, 他会将他赶出记家, 让他跪在他面前求饶。 桑浅在回家的路上看了一下项目资料, 没想到竟是替象山设计民国剧的演出旗袍。 他忍不住笑了。 这不是他回国前推掉的一个合作项目吗? 他记得当时文蓝还劝他抽空接下这单, 说象山是娱乐圈顶流, 一旦他穿了SS设计的旗袍, 相当于替设计师免费打广告, 而且他出价很高。 但那时他筹谋着嫁进技家, 确实无心设计, 而且SS的名声早已想撤时装界, 无需再打什么广告。 没想到他拒绝的项目又出现在他面前。 这倒是一个他在博威服饰展露头角的好机会, 只有他在博威服饰占有一席之地, 才能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 进而将爸爸的公司夺回来。 连续三天, 桑浅一直待在卧室构思旗袍设计, 这晚他正在画设计稿, 手机响了起来, 陌生号码。 犹豫一瞬, 他接通电话, 喂, 哪位? 我是陈冰。 桑浅微正, 他怎么会给他打电话? 陈助理找我有事? 宋总想见你。 宋石井。 睡了朋友的妻子, 他还有脸见他。 抱歉, 我没空。 宋总说你不来, 你新婚夜那晚的事, 后面的话陈冰没再说, 但意思不言而喻。 威胁他, 又威胁他。 桑浅内心的怒火, 赤溜一下窜了上来, 有些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照顾我丈夫, 抽不开身。 今晚十点遵典会所1209房间。 陈冰说完这句话, 直接将电话挂了。 桑浅听着嘟嘟的盲音, 气得差点将手机摔了。 大晚上的, 见什么见? 谁想和他见面? 厚颜无耻。 桑浅气得在房间里来回夺步了好一会儿, 才将心里的怒火压下去, 走到床边, 看着床上安静沉睡的几成粥, 心灰夜绿了他的那股愧疚感, 又涌了上来。 他在床边坐下, 用棉签沾了温水, 在几成粥唇上, 已经结痂的伤口上润了润, 之后又给他按摩了, 一下手脚疏通血脉, 这才起身离开。 桑浅来到遵典会所的时候, 陈冰已经在大厅等候。 桑小姐, 这是房卡, 你先上去, 宋总稍后就到。 桑浅接过房卡, 宋师警找我什么事? 不知道。 陈冰摇头, 宋总的事我无权过问。 桑浅来到1209, 将套房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 上次黑灯瞎火, 他没看清楚, 这会儿看见房间里的装修, 忍不住择舌。 黑白灰的格调, 简单大气, 看似低调, 可每一样摆设和家具都透着奢靡。 真皮沙发, 波斯地毯, 繁复的水晶吊灯, 墙上名贵的字画, 就连玄关柜上的小摆件都精致得有些过分。 最让人意外的是, 房间虽然干净整洁, 却处处透着生活的气息, 书房里琳琅满目的书籍, 书桌上的电脑, 厨房齐全的厨具, 看着不像酒店, 倒有点居家的意味。 宋师景该不会在这里常住吧? 桑浅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景盛集团的总部在京都, 但同城也有分部, 估计这里是他来分不出差时的落脚点。 正想着, 门口传来动静。 桑浅走过去, 见宋师景在玄关处换鞋。 男人一身黑色西装, 一丝不苟, 低调的品质感, 与生俱来的的金贵。 弯腰时, 拉紧的西装勾勒出修长流畅的身材线条。 他微笑打招呼, 晚上好啊, 宋总。 音调慵懒, 戏听之下, 不难听出嘲讽的意味。 宋师景起身穿着拖鞋, 朝桑浅走近, 桑小姐很准时。 桑浅恨不得将宋师景狠狠揍一顿, 但经过上次, 她知道, 她不是她的对手, 压制怒意, 嘴角的笑法伸了几分, 宋总相邀, 岂敢延误? 挺实实物。 桑浅捏了捏拳头, 嘴角的笑, 险些维持不住。 宋师景走到桑浅身旁停住脚步, 桑小姐似乎心情不佳。 桑浅, 何止心情不佳, 她现在简直想杀人。 突然, 她看见宋师景的嘴, 微正, 你的嘴怎么也受伤了? 宋师景修长的手指从薄唇上轻轻抚过, 嗓音轻飘, 怎么, 难不成桑小姐觉得我只有你一个女人? 桑浅心中的好奇瞬间转化成怒火, 脸色冷了下来, 宋总说话, 请注意分寸, 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宋师景解开西装扣子, 脱下外套拎在手里, 里面的白衬衫, 干净挺阔, 压在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裤里, 更显得她肩宽腰窄。 她又朝桑浅走进几步, 都睡过了, 还没关系。 桑浅促眉往后退了几步, 说话就说话, 你脱衣服干什么? 宋师景长臂一身, 将桑浅绊抱在怀里, 在桑小姐眼里, 怎样才算有关系? 男人身上干净轻裂的味道, 瞬间钻进桑浅的鼻息, 她脑中控制不住闪过那晚两人在一起的画面。 心跳瞬间失去了原有的频率, 眼也控制不住地热了起来。 奈何身后是墙, 退无可退。 桑浅拧眉, 看着面前身形挺拔的男人, 我既然敢来。 肯定有所准备, 你如果敢对我做什么? 宋师景突然俯身。 桑浅吓得话都顿住了, 忙用双手抵住她的胸膛, 语气再也没了之前的淡定。 宋师景, 你别乱来,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宋师景看着面前如受惊小兔般的女人, 眼底有笑意缓缓铺陈, 将外套挂在她身后的衣帽架上, 转身朝客厅沙发走去。 桑浅挣了一瞬, 回头看向身后, 是一个衣帽架, 她的西装挂在上面, 所以她刚才只是想挂衣服。 桑浅本就发热的脸瞬间一片滚烫, 真是的, 挂衣服不会说一声吗? 害她以为, 桑小姐以为我刚才想干什么? 男人低沉的嗓音从客厅传来。 桑浅, 这个男人明知道她误会了, 还故意问出来让她难堪。 一点也不绅士。 桑浅抬手捋了一下耳边的碎发, 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秉着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原则, 若无其事般走到宋师景对面坐下, 宋总找我什么事? 宋师景挑眉看向桑浅, 不喊宋师景了。 桑浅, 这个男人, 怎么这么讨厌? 宋师景长腿随意交叠, 偏头点了一根烟才开口, 以后每周一, 周四, 你抽两个小时陪我, 桑浅吃溜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怒气腾腾望着对面悠闲抽烟的男人, 宋师景, 你欺人太甚。 宋师景吐出一口清白烟圈, 诗诗然看向桑浅, 我哪里欺负你了? 你, 桑浅顿了一下, 有些说不出口, 但既然她不要脸, 她还顾忌什么? 于是冷冷道, 那王我是受你逼迫, 但如果宋总以为, 我以后还会和你发生些什么, 想都不要想。 不要说你是景圣集团的掌权人, 即便你是天皇老子, 我也不稀罕。 我之所以今晚会赴约, 就是想和你把话说清楚, 从今往后,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毫不相干。 我只是想让你抽两个小时陪我办公, 你反应这么大做什么? 只是陪你办公? 宋师景点头, 其长身躯拥揽靠在沙发上, 好整四暇看着桑浅, 不然桑小姐以为我让你陪我做什么? 桑浅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个字, 之前动作暧昧地挂衣服, 现在又说话模棱两可, 他绝对是故意的, 几次挑起他的怒火, 他气得跳脚, 他却云淡风轻, 他这是拿他当喉耍呢? 他才不会让他看戏, 桑浅压下怒火, 摇唇轻笑, 我还以为你让我陪你睡觉呢? 宋师景神色微正, 倒是没料到他非但不生气, 说话还如此直白, 桑浅看他哑口无言的样子, 心里甭提多解气, 优雅坐下, 直勾勾看着他, 我又想了一下, 我老公是个植物人, 不行, 宋总帅气多金, 睡你, 怎么算都是我赚了, 不然你以后就做我排浅寂寞的男人可好。 宋师景脸色煞事阴沉下来, 桑浅有种帮回一局的畅快感, 心里得意, 说话也愈发得寸进尺, 你说说你是按天算呢? 还是按月算, 包年可能不行, 毕竟宋总身份尊贵, 我包不起, 宋师景眉眼阴至层层落下, 但看着桑浅狡黠地笑, 瞬间又想明白了什么, 脸上的乌云散去。 他起身走到桑浅面前, 突然俯身, 双手撑在他身体两侧, 将他禁锢在沙发和他身体之间。 桑浅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着了, 下意识想要伸手去推开他, 但想到刚才自己说的话, 又忍住了, 强迫自己冷静。 新婚夜那晚, 宋师景遭人算计, 纯属形势所迫, 他身份贵不可言, 定然不会看上他这个生过孩子的有夫之妇, 不然也不会进门后, 一再戏弄他。 想通这点, 桑浅仰头与他对视, 还大胆地伸手攀上他的脖子, 宋总这么迫不及待地想伺候我。 宋师景眸光微眯, 视线里女人五官轻利, 脂粉未施, 倒是比那些千方百计往他身上贴的雍之俗粉, 看着顺眼多了, 你在玩火你知道吗? 怎么, 宋总不敢玩? 宋师景与桑浅对视, 女人眼中的肆意妄为很明显, 他这是笃定, 他不会碰他。 呵, 还没有哪个女人敢这般挑衅他。 正好他也可以试试, 没有药物作用, 他对他是否仍旧不反感。 宋师景大手扣住他的后脑勺, 薄唇压了下去。 桑浅眼眸猛然堂大, 没想到他来真的, 哪里还有心思争强好胜, 伸手一把将他推开, 抬手用力擦了一下嘴唇, 冷冷看向顺势坐在一旁的男人。 宋师景修长手指轻抚着唇角, 默眸中闪过一抹惊讶, 他竟然真的可以碰他。 感受到桑浅的注视, 宋师景脸去眼底的情绪, 含笑咬住指尖的香烟, 吸了一口, 然后转头将烟味吐向他。 桑浅被烟味呛得咳嗽了起来, 这时男人低沉的嗓音飘了过来, 看来不敢玩的是桑小姐吧。 桑浅冷着脸往旁边坐了坐, 拉开两人的距离, 宋总可真随便, 下嘴都不挑人。 偶尔陪友夫之妇玩玩也不错, 尤其你还是几成州的妻子, 桑小姐不觉得很刺激。 人渣? 宋师景朝烟灰缸里胆了胆烟灰, 接着玩, 还是说正事? 谁要和他玩? 桑浅唇角勾起一抹审笑, 想到他之前说的话, 冷冷道, 宋总办公, 恕不奉陪。 宋师景点头, 我是尊典会所幕后的老板。 这牛头不对马嘴的一句话, 将桑浅弄猛了, 他那句关我什么事还没出口, 宋师景又说话了, 我可以随意查看监控, 包括你新婚夜那晚。 桑浅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这是在告诉他, 他有他们那晚在一起的证据。 他这是在威胁他。 老来这招有意思吗? 管用就行。 桑浅气得磨牙, 你为什么非要我陪你办公? 宋师景语调清幽吐出两个字, 好玩。 桑浅气得想吐血, 你让别人陪你玩不行吗?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 想陪你玩的人数不胜数。 你没有和我商量的权利。 周一, 周四, 具体时间你等通知。 桑浅手指紧钻, 看宋师景的眼神如刀尖般锋利,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他早已被他千刀万剐, 你这是恩将仇报。 上次他帮了他, 他不感谢也就罢了, 竟利用那件事反过来威胁他, 简直狼心狗肺。 我按小时给你费用, 一周四个小时, 一个月一万六, 凑个整数, 我给你两万, 至于上次你帮我, 我答应过你, 欠你一个人情, 你随时可以找我讨要。 谁稀罕他的臭钱? 只是他如今有把柄在他手里, 拿他没办法, 只能暂且答应, 不过,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从今往后你, 不能再用那晚的事威胁我。 好, 我信不过你, 那你想怎么样? 拿回监控没用, 他可以留备份, 让他保证也没用, 他这样的人渣出而反而没什么稀奇。 一时之间, 桑浅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宋石井开口, 我对牛奶过敏。 桑浅一脸茫然, 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弱点, 外界无人知晓。 桑浅煞时明白过来, 宋石井走到如今这个位置, 肯定得罪过不少人, 若是让外人知道他的弱点, 对他来说十分危险。 算他有诚意。 知道了, 没别的是我走了。 桑浅起身准备离开。 今天周四。 可是现在十点多了, 陪他两个小时, 起步半夜了。 桑浅试着和他商量, 现在太晚了, 要不我下次补上? 不行。 宋石井没再给桑浅说话的机会, 拿出手机, 拨通陈冰的电话, 送上来。 没多久, 门铃响起。 宋石井起身去开门。 陈冰抱着一摞文件跟在宋石井身后, 看见沙发上的桑浅, 微微点头打招呼。 两个小时内不离开这里就行, 别的你随意。 宋石井丢下这句话就进了书房。 桑浅, 他以为宋石井会压榨他的劳动力, 让他帮他做些琐碎的工作。 没想到就只是让他干待着。 那他的陪伴意义何在? 书房, 陈冰将文件放在书桌上, 宋总, 你和桑小姐谈好了。 宋石井拿了一份文件翻开, 边快速阅览边说, 每周一和周四, 他会离开几成周两个小时。 陈冰一喜, 这样他就不用担心桑浅待在家里不出门了。 至少周一和周四, 宋总一定有机会可以脱身出来, 处理公司事务, 还是宋总英明。 哎, 都怪记老夫人, 好好地给宋总安排什么冲喜新娘, 害得宋总现在都失去了人身自由。 桑浅在客厅看电视, 正看得有些昏昏欲睡的时候, 手机响了, 刚接通一道陌生的男音传了过来, 请问你是桑任的家人吗? 我是他妹妹, 你是? 这里是同城警察局, 桑任寻衅滋事打了人, 你过来一趟吧。 桑浅瞬间瞌睡全无, 桑任性格温和, 刑事稳重, 怎么会打人? 我这就过去。 挂了电话, 他来到书房, 门都没来得及敲, 直接推开, 看着书桌前正在看文件的男人说, 我有急事, 先走了。 宋实景头也不抬得说, 两个小时还没到。 桑浅急得差点跺脚, 我哥进警察局了, 我现在得过去捞人。 宋实景这才抬头, 你哥? 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说这些。 桑浅没再和宋实景啰嗦, 转身走了。 只是出了会所, 他在马路边等了好一会儿, 也没看见一辆出租车。 正在桑浅心急如焚的时候, 一辆黑色宾利在他身旁停下, 车窗降下, 露出宋实景那张深邃立体的脸, 上车。 桑浅觉得宋实景这个人太狡诈, 下意识不想上他的车。 这个点, 你很难打到车。 是啊, 快十二点了, 确实很难打到车, 桑浅担心桑润, 没再犹豫, 拉开车门上了车。 车子刚在警察局门口停下, 桑浅就迫不及待下了车, 进了警察局, 才知道桑浅打的是陆慈安。 这下他就不奇怪了。 若不是因为陆慈安, 真正的桑浅也不会死。 我们不接受调解, 他将我儿子打成这样, 必须受到惩罚。 桑浅来到调解室的时候, 正好看见一个衣着滑贵的妇人, 满脸怒气的, 和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说话。 陆夫人, 您稍安勿躁。 警察客气地陪着笑脸, 您儿子愿意和解, 我们还是等桑浅的家属来了, 在一起商量。 谁来了都不行, 必须将他关起来, 桑浅抬手, 敲了敲开着的房门, 你好, 我是桑浅的妹妹。 陆夫人闻言说话声戛然而止, 她转头朝门口看去。 同样看向门口的, 还有脸上挂彩的陆慈安, 和一直低头沉默的桑浅。 桑浅无视陆家母子的目光, 竟只走到桑浅面前, 哥, 你没事吧? 桑浅摇摇头, 语气愧疚, 这么晚了还让你过来, 是哥哥不对。 桑浅笑笑, 你没事就好。 你是桑浅。 陆夫人看着容貌陌生的桑浅疑惑问, 伯母不认识我了。 陆夫人摇头, 不对, 你不是桑浅。 桑浅朝陆夫人走进几步, 伯母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可我对伯母, 却是记忆犹新呢。 陆夫人脸色微白, 神色慌张退后了两步。 你的脸怎么和以前不一样? 伯母难道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整容二字。 一直凝着桑浅的陆慈安, 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几步走到他面前, 紧紧握住他的手臂, 你真的是浅浅。 桑浅转头, 看了一眼面前神情急迫的男人, 之后目光微垂, 落在自己手臂上, 陆公子, 你捏疼我了。 陆慈安慌忙松开手, 眼眶却瞬间红了, 语气激动, 有些语无伦次, 对不起, 浅浅, 我找了你五年, 你总算回来了, 骗子, 都要结婚了, 还在这里, 诶骗我妹妹。 桑浅几步, 走到桑浅面前, 将他护在身后。 陆慈安的视线, 一直落在桑浅身上, 浅浅, 这辈子除了你, 我不会娶, 陆公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整容吗? 桑浅打断陆慈安。 陆慈安摇头。 桑浅自自郑重, 因为我想重新开始, 这张脸, 就是我的决心。 陆慈安满脸骇然, 摇着头满脸不可置信。 陆夫人也不信桑浅的话, 觉得, 她是换了张脸, 又来勾引她儿子, 你若真想重新开始, 就不该回来。 这里是我的家乡, 我凭什么不能回来? 桑浅从桑浅身后走了出来。 桑浅不放心, 拉住她。 她递给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之后, 走到陆夫人面前, 难不成因为你们陆家在这里, 我就活该一辈子背井离乡? 陆夫人被桑浅堵得哑口无言, 看见儿子脸上的伤, 又来了气势, 不管你为什么回来, 今晚你哥哥打伤了我儿子, 休想从警察局出去。 陆夫人好大的口气。 桑浅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转头看向一旁的警察, 麻烦通知一下季老夫人, 就说她孙媳妇被人扣在警察局了。 警察有点猛, 哪个季老夫人? 桑浅醋眉, 在同城能被称为季老夫人的有很多。 警察想到什么? 大惊, 你说的是赫赫有名的季家的那个季老夫人? 桑浅点头。 好, 我这, 等一下。 陆夫人打断警察, 看着桑浅问, 你就是前几日季家刚取进门的长孙媳妇? 如假包换。 你, 你竟然嫁人了? 陆夫人有点不敢相信。 桑浅懒得和她废话, 和姐还是继续闹, 陆夫人选一个吧。 闹? 她竟然说她闹? 陆夫人觉得, 她长辈的威严受到了严重的挑衅, 尤其对方还是一个她之前看不上眼的臭丫头。 你还真当自己是季家大少奶奶? 一个冲喜的工具人而已, 在我面前摆什么威风? 桑浅神色淡淡, 即便只是一个工具人, 只要是季家的, 你们陆家就惹不起。 陆夫人气得脸色通红, 却憋不出一个字。 桑浅说的没错, 季家确实不是陆家能得罪得起的, 尤其几成州, 虽然是个植物人, 却深得季老夫人宠爱。 如今, 桑浅是几成州的妻子, 即便她只是个工具人, 事情闹大了, 终究服的是季家的面子。 季老夫人定然不会向着她这个外人。 陆夫人权衡利弊后, 冷哼一声, 胡家虎威而已, 神气什么? 然后, 走到陆慈安面前, 拉着她的手, 我们走。 陆慈安哪里肯走, 一双眼睛一直粘在桑浅身上。 桑浅却连眼角余光都没给她一个, 只看着警察问, 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事人明显都不计较了, 警察自然不会留人, 忙点头, 可以。 桑浅和桑任来到警察局大厅的时候, 见宋石井正和值班的警察在说着什么, 大概听见了动静, 抬头看见他们出来, 和警察打了声招呼, 就走了过来。 好了, 你怎么还没走? 两人一口同声, 前一句是宋石井说的, 后一句是桑浅说的。 宋石井没稍微调, 桑小姐就这么不想看见我。 桑浅其实是没想到, 宋石井会在这里等她, 毕竟这么晚了, 并没有别的意思, 有些不自在道, 今晚谢谢你, 有空请你吃饭。 行, 我等着。 多骗她出门一趟, 她也可以少在床上躺几个小时。 桑浅, 她随口说的客套话, 她听不出来。 而且, 她让她送了吗? 是她自己凑上来送的好吗? 但今晚总归是她帮的忙, 她也不是那么不识好歹的人, 不过既然要请她吃饭, 就不能便宜了她, 还要劳烦你送我们回去。 宋石井微微汗手, 我的荣幸。 桑浅问, 浅浅, 这位是? 她是, 我是桑小姐的朋友, 姓宋。 宋石井打断桑浅。 桑浅瞬间明白, 宋石井这是不想暴露身份, 也是, 她身份金贵, 大半夜的, 和她一个有夫之妇出现在这里, 确实有辱生欲, 哥, 你叫她宋先生就行。 桑浅点头, 客气道, 谢谢宋先生。 桑浅礼貌勾勒勾唇, 举手之劳, 不必挂怀, 走吧, 我送你们回去。 桑浅忍不住想笑, 若不是她早就知道, 桑浅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她现在这做派, 西装革履, 温文尔雅, 彬彬有礼, 还真像一个谦谦君子。 实际上就是一个衣冠禽兽。 桑浅抬脚欲走, 看见桑浅嘴角的笑, 问, 桑小姐笑什么? 桑浅脸去嘴角的笑, 我笑了吗? 宋石井点头, 你看错了。 桑浅说完, 率先朝警察局大门走去。 三人走出警察局, 桑浅正要上车的时候, 陆慈安追了上来, 浅浅, 你真的放得下我们多年的情分吗? 宋石井奇长身躯已在车门上, 神情慵懒看着两人。 桑浅最见不得宋石井这副看好戏的姿态, 尤其他眼神里还染了戏谑的意味, 仿佛在说, 原来桑小姐不止我一个男人啊。 桑浅瞬间火大, 过不得理会陆慈安, 挑眉, 看向宋石井, 很好看。 宋石井深邃视线, 在陆慈安和桑浅身上来回扫了扫, 装模作样地点头, 俊男美女, 好看。 好看你个头。 桑浅已然不是五年前那个懵懂无知的苏家小姐, 经历了这么多事, 一般的事, 真的很难引起她的情绪波动。 即便碰见吉远航和苏妙童, 她也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偏偏这个宋石井, 字字句句都能戳中她的怒点, 每每都能让她产生想揍人的冲动。 桑浅深深呼出一口气, 转头看向陆慈安, 陆公子, 我现在是几成州的妻子, 以后还请自重。 陆慈安还想说什么, 被随后跟来的陆夫人打断了, 她已经攀上高枝了, 你还找她做什么? 桑浅怎么会听不出来陆夫人话语里的嘲讽, 但她懒得搭理她, 弯腰钻进了车内。 宋石井先送桑浅回酒店。 桑浅下车的时候, 朝桑浅使了一个眼神。 桑浅知道她有话要说, 也跟着下了车。 桑浅将桑浅拉着走开几步, 离车子远些才开口, 我怎么不知道你认识什么宋先生? 桑浅就知道, 她会问这个, 回国认识的。 她衣着考究, 手上的腕表价值不菲, 还开着豪车, 此人非富极贵, 有钱人大都心思深沉, 算计颇多, 你还是离她远些比较好。 桑浅知道桑浅是关心她, 微笑道, 哥, 你放心吧, 我回国是为了复仇, 不会和任何人纠缠。 桑浅点点头, 倒是你, 怎么和陆慈安动手了? 提到这个桑浅就生气, 我今晚在餐厅无意中碰见她和一个男人在吃饭, 那男人询问她婚事定在什么时候, 看她过得这么好, 我妹妹却, 说到这里, 桑浅眼中浮现痛涩没再往下说, 哥, 你若是觉得陆家, 我没事, 虽然我妹妹的死和陆慈安脱不了关系, 但归根结底, 还是她自己太过脆弱, 想不开, 桑浅微微仰头, 压制自己悲伤的情绪, 都过去了, 你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 待在季家, 已然是战战兢兢, 我不希望你再为桑浅的事费心伤神, 五年前真正的桑浅跳海自杀了, 她是桑父桑母在打捞女儿的尸体时救起来的, 她刚才靠近宋夫人的时候, 明显感觉她眼神闪躲, 不敢看她, 她觉得或许桑浅的死没那么简单, 但这只是她的猜测, 如今桑浅二老和哥哥好不容易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一些, 她不想再扰乱他们的心和好不容易安定的生活, 既然她已经回来了, 桑浅的死, 她一定会暗中调查, 如果事情真的是她猜测的那样, 她一定不会放过杀死桑浅的凶手, 桑浅安慰了桑润几句, 让她安心, 才回到车上, 宋石井启动车子, 看了桑浅一眼, 见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舍不得陆慈安, 桑浅斜了宋石井一眼, 转头看向窗外, 这个男人说话太呛人, 不想搭理她, 听说你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低沉的嗓音再次在车内响起, 桑浅不知道宋石井到底想说什么, 仍旧没理会, 过了几秒, 孩子是陆慈安的吧, 桑浅转头看向宋石井, 宋总对我的事似乎很感兴趣, 宋石井微微挑了一下眉梢, 桑小姐生活如此多姿多彩, 确实让人有些好奇, 桑浅知道宋石井是在嘲讽她, 私生活混乱, 嫁给几成舟, 和陆慈安有旧情, 现在又和她有纠葛, 这人嘴真毒, 骂人都不带脏字, 宋总人前高冷金贵, 不尽女色, 人后连朋友的妻子都纠缠, 这生活也挺丰富多彩的, 桑浅毫不客气, 对了回去, 宋石井薄唇微勾, 牙尖嘴利, 桑浅红唇清晚, 彼此彼此, 车子在技嘉庄园不远处停下, 桑浅解开安全带, 正要下车身旁传来宋石井低沉的嗓音, 不请我进去喝杯茶, 好啊, 你敢吗? 这句话到了嘴边, 又被桑浅及时咽了回去, 宋石井就是个人渣, 之前在尊典, 他与他针锋相对, 结果他真的吻了他, 朋友的妻子他都敢睡, 敢纠缠, 他还有什么不敢的, 家里的茶叶太低端, 怕宋总喝不惯, 今晚谢谢宋总, 桑浅说完没再给宋石井说话的机会, 推开车门下车, 头也不回地朝大门口走, 宋石井看着桑浅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 才不急不缓地拿出手机, 将一个电话拨了出去, 安排好了吗? 是的大少爷, 老夫人已经在客厅等着大少奶奶了, 您有足够的时间换衣服, 您稍等, 我这就过来开车。 桑浅走到别墅前, 见客厅一片明亮, 心里煞石涌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这都凌晨一点多了, 怎么还有人没睡? 她吻了吻心神, 刚进别墅, 就见小柱等在门口。 她目光指了指客厅, 一脸担忧的小声说, 老夫人在等你。 陈秋荣? 这么晚她怎么来了? 桑浅换上小柱递过来的拖鞋, 有些忐忑地进入大厅, 果然见陈秋荣端坐在沙发上。 她调整了一下情绪, 微笑着走了过去, 奶奶, 这么晚了, 您怎么过来了? 陈秋荣目光威严看向桑浅, 这话该我问你吧。 三更半夜的, 你这是去哪儿了? 桑浅垂着眼帘站在一旁, 温声说, 我哥哥出了点事, 进了警察局, 我去处理了。 陈秋荣以为桑浅陪几成舟待了几天, 觉得太枯燥, 不甘寂寞, 出去完了, 却没想到是这样, 脸色瞬间缓和下来, 你哥哥没事吧? 已经没事了。 陈秋荣点点头, 虽然是虚惊一场, 但这时还是给她提了一个醒, 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她也好。 沉默一瞬, 她开口, 我知道陪着成舟是枯燥了些, 但你既然自愿嫁进来, 就该想到, 今后自己会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自己选的路, 不论苦甜, 你都该受着。 桑浅, 是。 我说过, 只要你真心对成舟和桑鱼, 季家一定不会亏待你, 但若你做出什么有损季家颜面的事来, 我也绝不轻饶。 我知道, 你毕竟是有夫之妇, 以后晚上还是不要出门了, 有什么事可以让明叔去做? 明叔是季家的管家。 好的奶奶。 陈秋荣又叮嘱了桑浅几句, 见她低眉顺眼, 温顺听话, 心里甚是满意, 转头吩咐小柱给桑浅做点宵夜, 才起身离开。 桑浅一直将陈秋荣送到门口, 目送她消失在夜色中, 一直紧绷的神经, 才松懈下来。 若不是今晚哥哥出事, 她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 看来她得和宋师景商量一下, 以后见面只能白天。 这样, 她还可以借着工作的由头来掩盖她的行踪。 桑浅吃了宵夜, 就上楼继续画设计图, 其实旗袍的设计图她已经画好了, 只是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完善一下。 若不是陈冰突然打来电话, 她肯定早就完成了。 项目资料上说, 明天上午, 公司就要选稿, 定稿后下午, 向商会亲自过来看设计图。 如果满意才会签约, 之后安排出成品。 完成好设计图, 桑浅才去洗漱, 洗漱好来到床边看见几成粥, 莫名有些愧疚。 尤其看见她唇上的伤, 脑中瞬间闪过宋师景吻她的画面, 心中的愧疚更甚。 愧疚了, 桑浅就总想做点什么补偿, 于是又给她手脚按摩了一遍。 上次黎修杰说, 让她给几成粥一个星期的时间适应她, 之后再给她擦身子, 还说几成粥对她的碰触有反应, 或许能促进她身体的康复。 如今一个星期过去了, 不然明天从公司回来帮她擦身子好了, 真能帮到她, 也能减轻一点她心里的愧疚感。 第二天, 桑浅看着晚晚和几桑鱼上车去了学校, 就拿着设计稿去了博威服饰。 来到公司, 办公区一个人都没有, 桑浅来到会议室, 见所有人都在这里开会, 王姐坐在首位, 她面前桌上放着一张旗袍设计图。 她趋着手指敲了敲桌面, 这样重规重矩的设计, 怎么可能会被向山看上? 她可是模特出身, 对服装要求很高的, 你们就不能动动脑子, 创新一下。 有人说, 怎么创新? 她又要符合民国旗袍风格, 又要设计出巧思和心意, 这要求也太高了。 立刻有人附和, 是啊, 向山眼光可是出了名的挑剔, 而且我们组的首席设计师又辞职了, 我们真的尽力了。 最近查明国旗袍的资料, 打听向山的喜好, 我们已经连着加了好几天班了。 还好意思叫苦。 王姐皱眉, 没有效率的加班, 全是白费, 这张设计图, 我这关都过不了, 如何能胜过A组? 交上去让他们嘲笑吗? 又不是第一次被嘲笑。 有人嘀咕了一句, 所以你们习惯了是吧? 王姐有些恨铁不成钢, 气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行, 既然你们不上进, 我也没办法, 都等着卷铺盖滚蛋吧。 他正要离开会议室, 一抬头看见站在门口的桑浅, 愣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 算了, 不重要。 王姐打断他, 已经散会了, 你回去吧。 桑浅进入会议室, 将设计图递给王姐, 这是我的设计图, 您看, 吕家俊你帮他看一下, 不好的地方指导一下。 王姐接过桑浅递过来的文件, 丢在一个男人面前, 然后头也不回地出了会议室。 吕家俊一脸烦躁, 都要散伙了, 看了有什么意义。 桑浅走到男人面前, 微微点了一下头, 请多多指教。 对方态度这么谦虚, 吕家俊也不好再说什么, 随手打开文件, 看见家在里面的设计图后, 靠在椅背上的身体猛然坐直, 抬头满脸惊讶地问桑浅, 这是你设计的? 桑浅点头。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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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惊讶地有些说不出话来, 缓了几秒, 才用力拍了一下桌子, 朝已经走到门口的祖员喊, 你们快来看, 我感觉我们祖有救了。 有人转身, 见吕家俊脸色发红, 忍不住调侃, 你被打鸡血了? 比鸡血还振奋人心。 吕家俊激动得不行, 见他们站在门口不动, 几步走过去将文件递了过去, 你们看这个设计图, 是不是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众人, 不在意扫了过去, 下一秒, 眼眸君堂大了几分, 这哪来的? 吕家俊指着桑浅, 他设计的。 桑浅这真是你设计的? 有人不可置信地问。 桑浅点头, 嗯, 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感觉我们的工作能保住了。 这次肯定能胜过A组, 怎么办, 我的血在沸腾, 心在燃烧? 我也是, 有种即将翻身浓奴把主做的感觉。 快将设计图给王姐。 对对对, 别愣着了。 吕家俊反应过来, 忙快步朝外走, 走了几步想起桑浅, 又折回来, 我们一起去找王姐。 桑浅跟着吕家俊一起来到王姐的办公室。 吕家俊将文件拍在王姐桌上, 激动道, 我保证这个设计图绝对能让你满意。 王姐扫了一眼文件, 这是桑浅的设计图? 对, 话不多说, 你看了就知道了。 王姐将信将已打开文件, 眼中闪过惊讶, 抬眸看向桑浅, 问出了和吕家俊一样的话, 这真的是你设计的? 桑浅知道他们其实不仅是惊讶, 更多的只怕是对他的不信任, 毕竟他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新人, 是的。 王姐爱不释手看了又看, 他在设计行业竟然多年, 一眼就看出了这款设计图的优势, 融入蜡染技术, 复古又高端, 小坎尖上设计流苏, 时尚有新意, 妙啊, 桑浅, 你很有设计天赋。 桑浅浅笑不语, 王姐拿着设计图兴高采烈去找总监了。 如果这次你的设计图能过, 救救了我们整个B组, 届时我们一定请你吃大餐。 是啊,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我们买单。 桑浅谢过大家的好意, 并没沾沾自喜, 只说等结果出来再说。 只是大家等了又等, 都没等来王姐。 平时决策一个设计图, 最多半个小时, 这都快两个小时了, 怎么还没出结果? 就在大家快望眼欲穿的时候, 王姐总算回来了, 可她脸上并没有大家期待的开心, 反而一脸愁容。 有人迫不及待地问, 又被A组比下去了。 A组这次的设计, 确实不如桑浅的好, 但是, 王姐说着停了下来, 看向桑浅有些欲言又止。 桑浅心里煞食有股不好的预感, 王姐你但说无妨。 你抄袭。 一道尖锐的女音从门口传来。 桑浅转头, 是李轩。 她怒气冲冲走了进来, 指着桑浅的鼻子说, 那张设计图根本就不是你设计的, 而是你抄袭的。 桑浅促眉, 我抄袭谁的? 抄袭国际设计大师SS。 李轩看着大家理直气壮地说, 众所周知, SS钟爱蜡染, 她的设计里很多地方都融入了这项技术, 而桑浅这款旗袍的设计也有蜡染, 还有流苏的设计风格也是SS平时喜好采用的元素之一。 说着她又看向桑浅, 你敢说你没抄袭? 桑浅, 她就是SS, 不过这个身份暂时还不能公开, 否则技嘉她就待不下去了, 毕竟以她的身份, 完全没必要去当冲喜新娘。 没必要而她又确实当了, 定然是别有用心, 那她的复仇大计就无法施展了。 桑浅的沉默在李轩看来就是默认, 她与其欲发咄咄逼人, 无言以对了吧。 你胆子可真大, 为了出风头, 竟敢抄袭SS的设计, 像你这种品行不端的人, 别说薄薇服饰容不下你, 就是整个服装设计行业也没人会再用你。 我没有抄袭, 如果你非要说我抄袭, 那你将SS设计的这款旗袍找出来。 桑浅语气淡淡, 却一针见血。 王姐事实开口, 李柱, 我们刚才在总监办公室已经查过了, SS确实从没设计过这样的旗袍, 蜡染和流苏虽然是SS设计时喜欢用的元素, 但并不代表用了这个两个元素就是SS的设计吧。 确实, 刚才已经查过了, 若不是找不到原版, 公司早就将桑浅直接开除了, 还能留她在这里狡辩。 但是, 没找到并不代表SS没设计过, SS一直定居国外, 桑浅也是才从国外回来, 谁知道是不是她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偷看了SS还没公开的设计。 李轩言辞犀利, 王姐, 你可是设计行业的老人了, 当知道这个程度的设计不是一个新人能想出来的吧? 王姐支吾着说, 或许是她天赋异禀。 天赋? 李轩语气嘲讽, 和SS一样的天赋吗? 王姐瞬间没了声。 你不会是想留下壁祖, 将桑浅当作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所以看见这么好的设计图, 都不过脑子想想她一个新人是否有这个能力, 就拿着设计图去总监那邀功吧。 王姐脸刷的一下白了一片, 她当时确实只想着地组不会解散, 以至于忽略了很多东西。 桑浅神情坚定看着李轩, 我会向公司证明我没有抄袭。 如何证明? 我可以提供我设计思路的所有原稿。 你既然有胆抄袭SS的设计, 自然做了一番准备, 画几张思路原稿, 有什么难的? 桑浅醋眉, 李轩这是非要将抄袭的标签贴在她身上了,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李轩嘴角勾起一抹审笑, 真可笑, 你自己品行不端, 还不知悔改, 我吃饱了撑的, 要来针对你。 桑浅试探说, 你不是吃饱了撑的, 你是想打压我去讨好某人。 你, 你瞎说什么? 桑浅从李轩微闪的目光, 肯定了自己的猜想, 这件事, 八成是苏妙桐在背后受益。 是不是瞎说, 你心知肚明, 我会证明我的清白的。 桑浅说完这句, 抬脚离开了设计部。 刚到家, 桑浅就接到了文栏的电话, 有人将你的设计图传到网上了, 说你抄袭SS, 真可笑, 你就是SS, 自己抄袭自己。 这样的事, 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属于丑闻, 一般只会掩盖, 不会散播出去。 现在这么快就传到了网上, 明显有人故意为之。 目的是想将他定在抄袭的耻辱柱上, 进而毁掉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查到是谁散播的消息吗? 李轩? 又是他, 这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我用你SS的微博发一条动态澄清吧。 文栏语气征询。 不着急, 让流言再飞会儿, 幕后之人还没出来, 现在就反击多没意思, 得让他们觉得胜券在握的时候再打脸, 岂不更有趣? 一切听你安排。 嗯。 挂了电话, 桑浅下楼吃午饭, 吃完饭打算睡会儿, 昨晚睡得太晚, 今天没什么精神。 午睡起来, 他去卫浴间打了一盆温水, 准备给继承舟擦身子。 擦完脸和手后, 他伸手去解他的上衣扣子, 刚解了两颗剑济成舟睁开了眼睛。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他睁眼, 但桑浅还是有些不适应, 主要是他那双眼睛太过深邃, 虽然无神, 但总给人一种黑漆漆的压迫感。 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有意识的睁眼, 还是无意识的睁眼, 我是你的妻子, 帮你擦洗身体是我的职责, 李医生也说了, 我多亲近你, 或许有助于你康复, 你如果不喜欢我碰你, 那你就赶紧醒过来。 说话间, 桑浅已经解开了继承舟的衣服, 看着男人壁垒分明的胸膛, 他有一瞬间的恍神。 真是的, 一个植物人, 身材这么好做什么? 健硕的胸膛, 紧窄的腰, 看得桑浅不自觉红了脸, 从水盆里拧了毛巾, 给他擦拭的时候, 他视线飘忽着, 不太敢看他的身体。 将他翻过去擦后背时, 桑浅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几倍线条流畅, 轻瘦而富有男性张力。 他这身材和他的脸一样, 完美地无可挑剔。 擦完上半身, 桑浅竟出了一身汗, 他知道, 不仅是干体力活累的, 更多的是骚的。 他竟然对着一个植物人害羞, 不怪他定力太差, 主要是继承舟身材太好了。 见到美好的事物, 总是心生向往, 这是人之常情, 他也是人, 自然不能免俗。 只是想到, 接下来要擦他的下半身, 桑浅反复搓洗着手里的毛巾, 迟迟下不了手。 好一会儿, 直到他将自己的手都搓红了, 知道再磨蹭也躲不掉, 下定决心般重重呼出一口气, 丢下毛巾, 起身走到床边, 弯腰, 双手按在继承舟紧窄的腰上, 抓着他的裤腰, 眼睛一闭, 将他的裤子扒了下来。 所有的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因为他闭着眼睛, 以至于错过了床上男人猛然攥紧的手指, 以及默默中一闪而过的隐忍和愤怒。 好一会儿, 桑浅才敢睁开眼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男人白皙修长的大腿, 裤子被他拖到一半, 堆在膝盖上。 再往上是男人深色的四脚内裤, 包裹着紧致的身躯, 尤其那处的轮廓, 他的男性功能并未丧失。 黎修杰的话突然从脑海里蹦了出来。 桑浅心跳猛然加快, 眼睛像被针扎了一般, 慌忙一开视线, 脸颊也一片滚烫。 他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但是一想到接下来要去脱他的内裤, 心绪就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脱, 怕什么? 一个植物人而已, 更何况他可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 看一下怎么了? 不能脱, 不论怎么样, 他都是一个男人, 他怎么能随便看一个男人的身体呢? 桑浅心里, 仿佛有两个人在打架, 心绪拉扯间, 敲门声响了起来, 紧接着是小柱的声音。 大少奶奶, 老夫人那边打来电话, 让你立刻过去一趟。 桑浅闻眼镜有一种解脱感, 麻利地将继承舟的裤子拉上去, 收拾好水盆和毛巾, 就出了卧室。 季家庄园很大, 占地面积几千平米, 庄园内别墅林立, 大家各自有自己的独立别墅。 季承舟需要静养, 他的别墅在庄园最深处。 因庄园在郊区, 离市区较远, 季远航和苏妙童一般不回来住, 季承舟的父亲又带着老婆去国外度假, 还没回来。 所以, 庄园里目前只住了陈秋荣和季承舟。 桑浅步行了好一会儿, 又穿过一片竹林才来到陈秋荣的住处, 来到门口, 听见屋内的说话声, 他脚不顿了顿。 他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敢抄袭国际大师SS的设计, 现在这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他可是季家大少奶奶, 这不是诚心往季家脸上抹黑吗? 是苏妙童的声音。 这一切果然是苏妙童在幕后搞鬼, 先让李轩诬陷他抄袭, 然后将他抄袭的事传到网上, 闹得人尽皆知, 之后再来季家告状, 不仅可以让他声名狼藉, 还可以借此将他赶出季家。 真是一件双雕好计谋。 戏已然唱到了高潮, 是时候收场了。 桑浅拿出手机给文蓝发了一条信息, 这才抬脚进入大厅, 来到陈秋荣面前, 恭敬道, 奶奶, 您找我。 陈秋荣见桑浅一派从容, 神情没有半点做了错事的慌张, 想到前两次的误会, 他压了压心头的怒火, 语气严肃道, 你知道网上关于你的言论吗? 桑浅垂谋, 知道。 知道, 你还有脸待在这里。 苏妙童满脸怒气, 眼底深处分明擒着幸灾乐祸, 季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桑浅抬眸, 直视苏妙童, 我怎么丢季家的脸了? 你急功近利, 抄袭SS的设计, 如此品行不端, 桑浅淡淡打断苏妙童义正言辞般的指责, 我没有抄袭。 苏妙童真不知道桑浅哪来的底气说这种话, 这一次他一定要将他赶出季家。 他转头看向陈秋荣, 奶奶, 事实摆在眼前, 他不仅不知悔改, 还厚颜无耻地狡辩, 这样的人绝不能留在季家, 否则季家百年轻遇都要毁在他手里。 陈秋荣你没看着桑浅, 你说你没有抄袭, 那好, 我给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奶奶, 陈秋荣一个眼烧横过去, 苏妙童立刻进了声。 桑浅低头垂眸, 他看得出来, 陈秋荣并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但明显他对他还不够信任。 日后他想要夺回微薄服饰, 势必会慢慢展露自己的能力, 之后对付季远航也会一点点的变得强势。 不如趁这个机会让陈秋荣多信任他一些, 或者对他产生一份愧疚。 这样他在季家也算多了一份底气, 形势也不必太过畏手畏脚。 这样想着, 桑浅没有急着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是有些无奈地说, 我有设计出稿, 但他们说我是提前计划好的, 出稿做不得数。 我创作的时候, 只有继承舟在我身边, 可他一直在沉睡, 也无法为我作证, 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 但我真的没有抄袭, 请奶奶相信我。 苏妙彤本来还以为桑浅如此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没有抄袭, 是有什么后招, 没想到什么都没有。 心中的那点顾虑没了, 他说话愈发嚣张, 你不过是为了给大哥冲喜, 才得以进了季家的门, 还真以为自己是季家人了, 才嫁进来几天, 不仅将女儿接了过来, 现在又想通过这次项目设计彰显自己的才能, 内外兼顾, 说白了你就是想一步步在季家站稳脚跟, 进而谋夺属于大哥的那份家产。 可怜我大哥什么都不知道, 桑浴又那么小, 只能眼睁睁地被你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算计。 提到孙子和曾孙, 陈秋荣也没那么淡定了, 眼色彻底沉了下来, 看着桑浅冷冷道, 你空口白牙, 就想让我相信你, 是你太天真, 还是觉得我这个老太颇好忽悠。 苏妙彤眼底闪过一抹得意的笑, 她就知道搬出季成舟和季桑浴, 陈秋荣一定会动弩, 继续火上浇油, 我看她就是吃准了大哥躺在床上不能动, 桑浴小好欺负, 所以她才敢如此肆意妄为。 她敢陈秋荣冷喝一声, 看桑浅的目光透着浓浓的失望, 我以为你身为人母, 定然温柔良善, 没想到你心思如此深沉, 也罢, 就当我看走了眼, 你走吧, 从今往后你和季家再无瓜葛。 苏妙彤眼中透着胜利者的微笑, 面上却还强装生气, 朝着桑浅吼, 还不快滚。 我只想有个安身之所, 给女儿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从未寄予过季家的家产。 桑浅目光真诚看着陈秋荣, 语气委屈, 是我太傻, 以为只要付出真心, 就能和成州安稳度日, 却不知道, 在季家这种显赫的家庭, 一枪赤城, 也会让人觉得别有所图。 陈秋荣神色微正, 苏妙彤怕陈秋荣改变主意, 芒朝一直站在一旁的管家道, 明书, 还不赶紧将他轰出去。 明书微微点了下头, 却没有任何动作, 视线看着陈秋荣, 明显在等他试下。 苏妙彤哪里不明白明书的意思, 虽然心里生气, 一个下人也敢不听他指挥, 但也知道明书是寄家的老人, 深得陈秋荣重用。 他不敢说什么, 只能看着陈秋荣说, 奶奶, 你不要再听他巧言善变了, 如此品行不端, 得性有亏的人, 你怎么敢将他留在大哥和桑鱼身边? 陈秋荣想到, 躺在床上的孙子, 和什么都不懂的曾孙, 终是朝明书挥了挥手。 明书得令走到桑浅面前, 走吧。 桑浅似不死心道, 奶奶, 我真的没有抄袭, 我对成州和桑鱼也是真心的, 请你相信我。 还愣着干什么? 过来, 将他拖出去。 苏妙彤朝一旁的庸人喊。 明书看了苏妙彤一眼, 眉心微不可查, 轻醋了一下, 之后看向桑浅, 语气沉了几分, 走吧, 何必闹得大家面上都挂不住。 桑浅似有些心灰意冷地点点头, 在庸人上来前, 自己转身走了。 小柱见桑浅神情奄奄地回来, 忙走上去, 关心询问, 大少奶奶, 你没事吧? 桑浅叹息一声, 奶奶让我离开记家, 我不是大少奶奶了。 是因为网上那些言论吗? 小柱焦急道, 我相信大少奶奶一定没有抄袭, 我, 我这就去找老夫人求情。 桑浅有些意外, 没想到小柱竟会这般信任他, 他拉住小柱, 你怎么确定我没有抄袭? 以前也有很多女人想嫁给大少爷, 但我看得出来, 他们都是看上了记家的权势。 可你不一样, 你从不在老夫人面前阿谀奉承, 也没有假惺惺的关心讨好小少爷,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和大少爷过日子的。 桑浅, 突然感觉有点亏对小柱的信任是怎么回事? 他可不是来和继承舟过日子的, 他是来复仇的。 停顿一下, 小柱看了看门口, 压低声音继续说, 而且, 你不会像二少奶奶那样, 看不起我们这些下人, 一个不屈言覆试, 又懂得尊重人的人, 肯定不会做出抄袭这样的事来。 桑浅心里划过一抹暖意, 谢谢你愿意无条件地信任我,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奶奶正在气头上, 你别去打扰她。 小柱咬了咬唇, 急得眼睛都红了, 可是你没做过的事, 他们不能这样冤枉你。 你若真的对我好, 就帮着我一起收拾东西吧。 桑浅刚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女儿带还没来得及收拾, 楼下就传来明书喊她的声音, 大少奶奶。 她刚才去洗手间的时候, 看了一下微博, 文栏用SS的个人微博发了一条动态, 旗袍很漂亮, 桑小姐我们兴趣相投, 如有一向来, SS设计师可思聊。 这条微博一经发出, 瞬间在网上引起了轰动。 尤其那些挤破脑袋想进SS设计师的人, 在评论里羡慕得嚎啕大哭。 还有SS的忠实粉丝, 爱屋及乌的开始撕网上那些说桑浅抄袭的人。 我们SS大大都称赞的设计师, 怎么可能抄袭? 说抄袭地滚出来, 看我不捶烂他的狗头。 桑浅快去找SS大大, 让他带你飞, 那个什么狗屁服装公司, 既然看不见你的才能, 你就踢了他, 等SS大大带你走上人生巅峰, 让他们全体哭死。 诸如此类的评论数不胜数, 网上风向煞时一边倒。 这会儿明书过来, 大概是已经看见SS的那条微博了。 桑浅让小柱帮他拿零散的东西, 自己拉着行李箱出了卧室, 来到栏杆处, 朝楼下导, 明书, 有事吗? 明书谈谋见桑浅拎着行李箱, 小柱拿着大包小包, 这明显是要走的架势, 忙道, 大少奶奶, 明书, 我已经不是技家的大少奶奶了, 您千万别这么喊, 不然奶奶该生气了。 明书叹息一声, 误会了, 都是误会, 老夫人喊你过去, 别收拾了。 桑浅微正, 装作惊喜地问, 奶奶愿意相信我了。 明书不好意思说陈秋荣不是相信她了, 而是看见了SS的微博, 知道自己冤枉她了, 只说, 老夫人在等你, 你过去一趟吧。 桑浅茫然斑点点头, 放下行李箱, 下楼, 和明书一起来到陈秋荣的住处。 苏妙桐还在, 脸色极为难看地坐在陈秋荣身旁, 见她进来, 眼睛像吐着杏子的毒蛇, 死死盯着她。 奶奶, 桑浅像突然想到什么, 又立刻改口, 老夫人。 陈秋荣听见老夫人三个字, 神情微微僵了一下, 看着桑浅问, 你这是生我的气了? 没有。 桑浅摇头, 神情透着心灰意冷的低落, 我只是觉得, 妙桐说得对, 我不过是一个冲喜的工具人而已, 就不应该妄想以真心换真心, 是我没有自知之明, 忘了自己的身份。 苏妙桐文言气得差点出口骂人, 见人, 说话就说话, 扯上她做什么? 她刚被陈秋荣训斥了一顿, 桑浅上来就说这样的话,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果然, 桑浅刚说完, 陈秋荣冷冷的目光便扫了过来。 苏妙桐忍着怒火, 抢挤出一抹笑, 奶奶, 我已经知道错了, 不该偏听偏信, 误会了大嫂。 误会两个字, 就想将这件事轻飘飘接过去。 想都别想。 桑浅内心一片冷然, 面上却表现得很茫然, 误会。 刚才明书也说误会, 到底什么意思? 陈秋荣起身拉着桑浅的手, 在沙发上坐下, 你没看网上的新闻吗? 桑浅摇头, 轻轻将手从陈秋荣掌心抽了出来, 为了不惹您生气, 我回去就开始收拾东西了。 我去的时候, 大少奶奶行李都收拾好了。 明书在一旁开口, 你真的要离开记家? 桑浅不明白般看着陈秋荣, 不是奶奶让我走的吗? 陈秋荣语至了一瞬, 面容温和下来, 你先看看手机吧, 看完了, 我们再聊。 桑浅愣证了一瞬, 拿出手机, 看见网上的信息时, 适时表现出惊讶的情绪, 而后一脸委屈地看向陈秋荣, 我说过的, 我没有抄袭。 陈秋荣嗓音愧疚。 是奶奶误会你了, 让你受委屈了。 不怪您, 只怪我不懂得藏桌, 我只要做成舟的妻子就行, 不应该有任何才能。 陈秋荣见桑浅低垂着眼帘, 明明委屈得不行, 还如此善解人意, 心里不由为自己之前对他的不信任更加内疚, 这怎么能怪你呢? 你有才能是好事, 没必要藏着掖着。 今天就是因为我的设计太出彩了, 才会生出这样的事端, 我不敢禁忌是集团, 担心有人说我居心叵测, 桑浅说这话的时候, 似有若无地看了一眼苏妙童, 但我真的很喜欢设计, 才求着您让我进入博威服饰, 只是没想到这样, 说着, 他又看了苏妙童一眼, 还是有人容不下我。 苏妙童见桑浅一再看他, 忍无可忍, 你看我干什么? 桑浅抿了抿唇, 似乎其勇气道, 难道我说错了吗? 我结婚那天, 你给我五百万, 让我走, 之后你又说我虐待桑鱼, 现在你竟然又诬陷我抄袭, 一再针对我, 不就是容不下我, 想将我赶出季家吗? 苏妙童怒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老是说我惦记属于成州的家产, 我看你才是吧, 将我赶出季家, 你就没了威胁, 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继承季家的所有家产。 被人戳中心事, 苏妙童瞬间恼羞成怒, 蹭了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 冲到桑浅面前, 抬手就要打他。 桑浅假装害怕, 瑟瑟着躲到陈秋荣身后。 陈秋荣怒不可恶道, 你想干什么? 苏妙童对上陈秋荣严厉极具威压的视线, 被怒气吞噬的理智煞时回归, 忙将空中的手收了回来, 奶奶,我,跪下。 苏妙童不可置信地看着陈秋荣, 奶奶, 明明是她胡说八道, 跪下。 陈秋荣嗓音拔高几分, 苏妙童狠狠瞪了桑浅一眼, 咬着唇满脸不甘地跪到地上。 在我面前, 你尚姐对你大嫂如此不尽, 私下里还不知道怎么欺负她。 陈秋荣沉着脸, 两鬓发白的头发没让她嫌老太, 反而增添了她的威严, 你给我跪在这里好好反思。 奶奶, 陈秋荣没理会苏妙童的喊声, 转头看向桑浅, 脸上的威严褪去, 语气慈祥又温和, 没下着吧? 桑浅点点头, 又摇摇头。 别怕, 以后谁敢欺负你, 奶奶替你撑腰。 桑浅眼帘微垂, 嗓音滴滴的, 奶奶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真有人欺负我的时候, 您还是不相信我。 陈秋荣神情微僵, 上次苏妙童说桑浅虐待桑鱼的时候, 她确实对她说过这话, 心里不由更加愧疚, 好孩子, 是奶奶错了, 奶奶以后再也不会不相信你了。 桑浅瞬间红了眼眶, 这次倒不是装的, 她没想到, 在同城极具声望的季老夫人, 会向她认错。 还有她放软声音, 和她说话时的模样, 像急了她过世的姥姥。 陈秋荣轻轻拍了拍桑浅的手背, 让你受委屈了。 桑浅知道什么事适可而止, 也不忍心再让陈秋荣不开心, 毕竟她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老人家, 不委屈, 奶奶信我, 我很开心。 陈秋荣点头笑笑, 想到什么, 桑浅又试探性问, 奶奶, 那我还能在博威服事上班吗? 当然能, 有什么才能尽管使出来, 无需藏桌, 谁敢再废话, 奶奶收拾她。 陈秋荣说晚想到网上的事, 又说, 如果你想去SS设计师工作, 只要你能兼顾好家里, 奶奶也支持你。 桑浅垂谋想了想, 摇头, 虽然我很想去SS设计师, 但是听说那里的设计师都是名校毕业, 且经验丰富, 我担心我去了会给技嘉丢脸, 还是等我再历练历练, 有足够的能力再去吧。 陈秋荣满脸欣慰, 对这个孙媳妇越看越喜欢, 有才华, 又不骄不躁, 嗓音愈发温和, 也行。 苏妙桐贵在一旁看着陈秋荣和桑浅 一副祖孙情深的画面, 气得快要呕血, 又不能表现出来, 只能死死攥着手指压制内心的情绪, 指甲掐入掌心而不自知。 桑浅眼角余光一直观察着苏妙桐, 自然将她的小动作看在眼里, 突然, 她话风一转, 奶奶, 让妙桐起来吧, 毕竟她也是听信了谗言, 才会误会我。 苏妙桐猛然抬头,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桑浅, 显然没料到, 她会替她求情, 只是她这份惊讶还没维持两秒, 就被桑浅接下来的话击碎了。 奶奶将造谣声势的人找出来, 严加惩罚就好了, 我觉得, 这个人或许是针对季家也未可知, 不然明知我是季家大少奶奶, 为什么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诬陷我? 陈秋荣赞同点点头, 转头看向明叔, 你去查, 苏妙桐慌了, 若是让明叔查到她身上, 那她就完了, 急忙打断陈秋荣, 奶奶, 这件事发生在薄薇服事, 是公事, 还是由我来处理吧? 苏妙桐想将这件事压下去, 桑浅怎么会如她的意? 我不仅是薄薇服事的员工, 也是季家大少奶奶, 所以, 这不仅是公事, 也是私事。 桑浅说着, 似想起了什么, 有些落寞地低下了头, 我差点忘了, 妙桐说我, 只是一个工具人, 算不得季家人。 谁说你不是季家人了? 你是我季家名正言顺的长官, 孙席, 以后再让我听见什么工具人, 我定不轻饶。 陈秋荣声音洪亮, 透着不容抗拒的威严, 目光先是看着苏妙桐, 之后扫了一眼大厅的庸人。 意思很明显, 这话不仅是说给苏妙桐听的, 也是说给季家所有人听的, 显然是在季家给桑浅立威。 之后才看向明叔, 查, 立刻去查。 明叔点头退了下去, 苏妙桐脸色发白, 跪着的身子晃了晃。 季家不愧是同城全是滔天的大家族, 片刻功夫, 明叔就去而复返了。 老夫人, 消息是柏薇服饰设计部总监助理李轩, 传到网上的, 也是她首先说大少奶奶抄袭, 陈秋荣见明叔欲言又止, 但说无妨。 明叔扫了苏妙桐一眼才开口, 自从大少奶奶去了柏薇服饰之后, 二少奶奶就和李轩交往频繁。 苏妙桐见明叔看她, 她就知道大事不妙, 闻言贵走几步来到陈秋荣面前, 握住她的手, 红着眼眶说, 奶奶, 我是见大嫂出入公司, 怕她不习惯, 所以让李轩多关照一下她。 苏妙桐忍不住在心里冷笑, 苏妙桐反应倒是挺快。 她其实可以告诉陈秋荣李轩对她是如何关照的, 但不论让她整理资料库, 还是将她分在即将解散的B组, 都属于正常安排, 明面上挑不出什么错。 而她此时在出生, 会有落井下石的嫌疑, 反而会让陈秋荣觉得她是在针对苏妙桐。 陈秋荣虽然年纪大了, 但并不糊涂, 相反还很精明, 各种曲折, 她定然心中有数。 确实如桑浅所想, 虽然没有直接查出这次的抄袭事件是苏妙桐指使的, 但陈秋荣心中明镜似的。 李轩没有诬陷桑浅的动机。 反而苏妙桐一再找桑浅的麻烦, 明显是容不下她, 原因不用想也知道, 自然是成州的那份家产。 但家族内斗传出去, 有损迹加颜面, 所以这件事不宜闹大, 只能内部解决。 陈秋荣沉着脸扶开苏妙桐的手, 嗓音严厉冰冷, 从今往后,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她进明月山庄半步。 苏妙桐的脸瞬间一片煞白, 身子一胯, 跪坐在自己的小腿上。 这相当于将她从季家赶了出去, 明面上她还是季家二少奶奶, 私下里, 她却连季家庄园都不能来了。 她明明是想将桑浅赶出季家的, 怎么反倒被赶出来的变成了她自己? 还让桑浅在季家树立了微信, 奶奶也成了她的靠山, 连国际设计大师SS也对她青睐有加。 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时有人进来通报, 老夫人, 黎医生来了。 黎修姐过来, 一般都是说季承舟的病情, 陈秋荣芒让人请她进来, 为免别人看笑话, 她看向苏妙桐, 冷冷道, 下去吧。 苏妙桐撑着地面站起来, 朝陈秋荣扶了扶身, 之后扫了桑浅一眼才转身离开, 来到门口她回头目光, 阴狠看了一眼屋内。 是她小瞧了桑浅这个贱人, 等着吧, 她绝不放过她。 从此, 她和她势不两立。 屋内, 陈秋荣见黎修杰进来, 担忧询问, 黎医生, 是成州的病情有什么变化吗? 黎修杰点点头, 却没急着说什么, 而是看向桑浅, 桑小姐, 我能单独和老夫人说会话吗? 我正好要回去照看成州, 你们聊。 桑浅起身离开, 陈秋荣不由得更担心了, 眼中甚至透着恐慌, 她是成州的妻子, 有什么你不能当着她的面说? 难道成州她, 黎修杰忙道, 不是, 您别着急, 是好事。 继承州给她打电话了, 问她, 她身子这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桑浅为什么还会做? 还问她, 桑浅亲近她, 有助于她康复是什么意思? 黎修杰听得出来, 继承州淡淡反问的语气里, 克制和隐藏的怒火有多大? 继承州让她过来当面说清楚, 她哪敢啊, 这不是找死吗? 于是她就来找陈秋荣了, 她想着, 反正她已经背着继承州让桑浅给她擦身子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再下一剂猛药。 若是能将继承州的病治好, 她再来承受她的雷霆之怒也算死得其所。 而那剂猛药就是桑浅, 所以不能当着她的面说。 陈秋荣闻言, 悬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了回来, 什么好事? 这几天, 我给承州检查身体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恢复了男性功能。 陈秋荣先是一惊, 随即满脸喜色, 激动到, 那承州是不是很快就能醒过来? 造成继承州车祸的幕后真凶还没找到, 她装植物人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 主动露出马脚, 事情没水落石出之前, 她应该不会醒。 黎修杰虽然想帮继承州治病, 但也不会破坏她的计划, 于是摇头, 这个不一定。 她身体不是已经开始好转了吗? 大概是冲洗的缘故, 但恢复男性功能并不代表她会醒。 陈秋荣失望地点点头, 不过冲洗有效果, 这点还是让她得到了一些安慰。 她双手合十, 一脸虔诚地祈祷, 佛祖保佑, 保佑我的孙儿早早醒来。 黎修杰见陈秋荣将重点放在寄承州苏醒上, 压根没体会到她想表达的意思, 于是开口提醒, 老夫人, 承州恢复男性功能, 就意味着她可以有孩子了。 孩子? 陈秋荣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接着就是无边无尽的喜悦, 对对对, 孩子, 承州可以有孩子了, 如果桑前给她生个孩子, 即便她不能醒来, 也不会后继无人。 说到后面, 她眼眶已然泛红。 黎修杰悄悄松了一口气, 总算引到正体上来了, 是管没有天然好, 可如果天然, 就需要女人主动, 我担心桑小姐, 后面她没再说, 但陈秋荣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既承州是个植物人, 完全不能动, 更别提配合了。 这种事让一个女人全权主导, 确实很难为情。 不过, 桑前乖巧懂事, 又善解人意, 我好好和她说, 她应该会答应。 黎修杰摇摇头, 老夫人别忘了, 她还有一个女儿。 陈秋荣眼中刚涌起的希望, 煞食消散。 是啊, 桑前自己有一个女儿, 又怎么可能再为一个植物人老公生孩子? 而且桑前心思通透得很, 都不愿在济世集团上班, 显然是不想绞进技家的纷争里。 这时, 陈秋荣突然希望桑前贪婪一点, 这样, 她才能说服她给承州生孩子。 我倒是有个法子, 不知道行不行。 陈秋荣闻言, 眼中煞食又浮上光来, 看着黎修杰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法子? 我这里有一个方子, 你悄悄放进桑小姐的汤水中, 她自然会和承州在一起。 继承州两次和女人发生关系, 都是在药物的作用下, 黎修杰想试试正常情况下, 继承州到底行不行? 不过这么做, 对桑前有点不公平。 但她是继承州名正言顺的妻子, 夫妻俩发生关系, 天经地义。 黎修杰就是用这套说辞, 说服自己这么干的。 陈秋荣瞬间明白, 黎修杰说的那个方子是什么方子, 眸光不由又亮了几分, 好, 谢谢黎医生, 若是承州真的有了后, 继家必定中谢。 黎修杰扯唇笑笑, 没说什么, 继承州不弄死她就不错了, 中谢什么的, 不敢当。 为了兄弟, 她也是拼了。 黎修杰又叮嘱陈秋荣, 让她这件事暂时不要泄露出去, 以免引起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陈秋荣点头, 她自然不会泄露, 桑前刚嫁进来, 就有人想将她赶出记家, 若是知道她怀孕了, 还不知道会生出多少事端来。 星号星号, 桑前从陈秋荣那边回来, 就接到了组长王姐的电话, 王姐说, S在网上发声后, 她设计的旗袍瞬间火了。 向山也在网上做出了回应, 直接订下桑前作为她新剧的服装设计师。 还说罗宇棠想见她, 约她吃晚饭。 最后说是她保住了B组, B组全体成员都感谢她, 让她抽个时间, 让大家请客表达感谢。 晚上, 桑前准时赴约, 推开包厢的门, 罗宇棠已经到了。 望着桌边男人熟悉的面孔, 桑前以为她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可往事在脑海里闪过, 恨便无法遏制地从心底生疼。 曾经她亲切地喊她罗叔, 将她当成自己的亲书白, 可她不仅害死了她爸爸, 还夺走了她爸爸的公司。 当年苏妙彤的母亲于翠叔将她引荐给爸爸, 说她是她的大学同学, 刚大学毕业, 十分有才华, 让爸爸将她留在公司。 爸爸看在于翠叔的面子上答应了, 后见罗宇棠做事认真稳重, 却也有些能力, 渐渐为以重任, 成了爸爸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但爸爸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他信任且视为兄弟的男人, 早在进公司之前, 就和于翠叔勾搭在了一起, 给他戴了一顶天大的绿帽子, 让他帮他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爸爸得知真相, 气急攻心而亡, 苏妙彤对他痛下杀手后, 继承了爸爸的公司。 这时罗宇棠站出来, 说苏妙彤还小, 不懂公司经营, 他作为他爸爸最好的兄弟, 感谢他爸爸的知遇之恩, 一定会替他好好辅佐苏妙彤, 并照顾好他的妻儿。 因此, 罗宇棠获得了一波云天, 情深意重的好名声。 没过多久, 于翠叔就顺理成章地嫁给了罗宇棠, 罗宇棠也彻底掌控了公司。 但为了维持有情有义的表象, 公司仍旧是苏家的, 苏妙彤还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只是大家不知, 苏妙彤其实本是罗宇棠的女儿, 哪里还有什么苏家? 公司分明里里外外都是罗宇棠的。 一家子黑心肝, 却还满口仁义道德。 他既然回来了, 就一定会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让大家都知道, 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人。 他要让他们为曾经做过的事付出惨痛的代价。 桑小姐, 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 桑浅从浓稠悲痛的记忆中回神, 见罗宇棠正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他竭力压下心中翻腾的恨意, 走进包厢, 罗总和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长得有些像, 我一时有些恍惚了。 真的吗? 我倒有些好奇了, 有机会桑小姐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罗宇棠皮笑肉不笑地笑了一下, 看桑浅的目光透着打亮。 他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竟能将妙同赶出明月山庄? 也不是什么好人, 此人忘恩负义, 背叛兄弟, 罗总还是别见了, 免得污了你的眼睛。 罗宇棠神情危僵, 总觉得桑浅似乎话里有话, 看她的眼神也透着敌意, 桑小姐好像很讨厌我。 自我嫁进季家, 你女儿就一再针对我, 想将我赶出季家, 换作是你, 你做何感想? 原来是这样, 她还以为桑浅知道五年前的事, 看来是她多心了。 她还以为桑浅有多大能耐, 原来不过是一个鲁莽无知的妇人, 真正心思深沉的人, 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她却将所有情绪表现在脸上, 是她高看她了。 罗宇棠又恢复了笑容, 统统不懂事, 还请你这个大嫂多担待, 请坐, 我敬你一杯, 就当替她赔罪了。 老坚俱华, 和苏妙童一样喜欢演戏, 不愧是妇女。 桑浅接过罗宇棠递过来的酒, 见她一口干了, 便一丝一丝抿了一口。 现在还不适合她撕破脸的时候, 敌名我暗, 行事才更方便, 如今她毕竟是她的顶头上司, 公司没夺回来之前, 姑且陪她演演戏吧。 两人又聊了一下工作上的事。 罗宇棠毫不吝啬地夸赞桑前有设计天赋, 刚进公司, 就拿下了一个不错的项目。 向山的设计会, 全权交给她负责, 且会升职她为B组的首席设计师, 让她继续加油, 她很看好她。 虽然知道以罗宇棠的性格, 应该不会像苏妙彤一样针对她, 使尽手段将她赶出公司, 毕竟她能背叛她, 爸爸就说明她是一个痊愈心急重的人。 但苏妙彤毕竟是她的女儿, 她还真担心她为了替女儿出气, 容不下她, 现在看来, 在她心里, 亲情定然是比不过全世的。 桑浅不由松了一口气, 看来她这不起走对了, 摸清了她的态度, 她便再没心情陪她演戏。 看着杀父仇人, 即便是山珍海味, 也难以下咽。 于是, 桑浅一丝一丝, 吃了几口菜, 就已要回去照顾继承周围借口, 说要离开。 罗宇棠目的是探探桑浅的深浅, 目的达到了, 便也没挽留。 桑浅从餐厅出来后, 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见罗宇棠离开后, 又返回了包厢, 拿走了, 她刚才喝酒的那个杯子。 上次苏妙彤跑去继承周那儿, 诬陷她虐待几桑鱼的时候, 她趁着推开她, 扯走了她几根头发。 正好和罗宇棠酒杯上残留的唾液, 一起拿去做DNV。 有了他俩的亲子鉴定, 他就可以揭穿罗宇棠假人假衣的面具。 桑浅回到庄园, 进门换鞋的时候, 觉得家里有点不正常。 现在才七点多, 往常这个点, 正是女儿和季桑鱼玩闹的时候。 今天却异常安静, 没有女儿软诺黏人的喊哥哥, 也没有记桑鱼嫌弃不耐烦的说你真笨, 更没有动画片的声音, 连平时听见动静, 就过来给她拿鞋的小柱, 也不见人影。 奇怪, 人呢? 正在桑浅纳闷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客厅那边传了过来, 是浅浅回来了吗? 这不是陈秋荣的声音吗? 她怎么在这里? 难不成又像上次一样, 特意在这里等她? 桑浅想起上次陈秋荣说, 让她以后晚上不要出门的话, 心里直打鼓, 耳边传来脚步声, 她压下心中的忐忑, 温声回, 奶奶, 是我。 下一瞬就见陈秋荣出现在视线里, 桑浅下意识解释, 奶奶, 我今晚, 我知道, 你是去和罗宇棠吃饭了, 你走之前, 不是和小柱打过招呼吗? 她都告诉我了。 陈秋荣微笑着打断桑浅的话, 桑浅见陈秋荣嘴角含笑, 想来应该没生气,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 奶奶不责怪我。 傻孩子, 你是在工作, 我责怪你干什么? 陈秋荣走过去, 拉住桑浅的手, 嗓音温和, 你要照顾成舟, 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又要工作, 太辛苦了。 桑浅看着一脸慈祥的陈秋荣笑了笑, 都是我应该做的。 真是个好孩子。 陈秋荣轻轻拍了拍桑浅的手背, 拉着她朝客厅走, 奶奶给你炖了鸡汤, 你喝点补补身子。 桑浅微正, 虽然她知道下午她那一番操作后, 陈秋荣对她心中有愧, 对她态度肯定会有所改变, 但她没想到变化这么多。 陈秋荣拉着桑浅来到餐厅椅子上坐下, 你等着, 汤在厨房温着, 我去给你盛。 桑浅忙起身, 我去。 陈秋荣又将桑浅按了回去, 不用, 你坐这里等着。 然后转身进了厨房, 没一会儿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出来了。 她将鸡汤放在桑浅面前, 在她对面坐下, 殷切地看着她, 炖了四个小时,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桑浅有些受宠若惊地喝了一口汤, 味道鲜美, 却和她以前喝的鸡汤又有些不一样。 她嗅了嗅, 总觉得有股怪怪的味道, 奶奶, 你在里面加了什么? 我加了点滋补的中药。 陈秋荣眼中快速闪过一抹心虚, 稍纵即逝, 太快, 以至于桑浅压根没捕捉到, 喝了捕身子, 多喝点。 桑浅点点头, 正好晚饭她没怎么吃, 一会儿功夫, 就将碗里的鸡肉和鸡汤都吃得干干净净。 陈秋荣高兴的眼睛都快笑出花来, 仿佛看见小曾孙在朝她招手, 要不我给你再盛一碗? 不用了, 我吃饱了。 那行, 你上楼休息吧。 吃饱了就让她睡? 当她是猪吗? 桑浅扯唇笑笑, 拿着碗起身, 我去洗碗。 不用, 你上楼看成粥吧。 陈秋荣抢过桑浅手里的碗, 往厨房走了几步想到什么, 又回头, 明天周末, 桑浅和碗碗放假, 我将他们接到我那儿去了, 小猪也过去帮忙照顾, 护工我给他放假了, 你最近辛苦了, 好好休息, 明天想睡到什么时候, 就睡到什么时候。 桑浅扯时上杂志, 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 只是不知怎滴, 越看心情越烦躁, 他索性和尚书不看了, 起身进了未浴间。 洗完澡, 吹干头发出来, 桑浅脸颊像染了一层胭脂, 白里透红, 眸光水润像一汪清泉。 怎么感觉这么热? 明天要升温了吗? 桑浅靠坐在床上看手机, 可能是太热了, 没看几分钟就没了兴趣, 他便放下手机打算像往常一样给继承舟按摩后睡觉。 但今晚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给继承舟按摩的时候, 脑中老是浮现下午他给他擦身子时, 他脱了衣服的样子。 地垒分明的胸膛, 紧窄的腰身, 白皙修长的腿, 还有穿着平脚裤紧致的臀, 若是脱掉最后一层束缚,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 桑浅浑身涌起一股羞耻的燥热感。 真是疯了,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猛然呼出一口热气, 双手在脸颊旁来回扇了扇, 想一次降下身体里刚升腾起来的热度。 扇了一会儿, 似乎好了一点点。 他准备继续给继承舟按摩, 低头才发现继承舟的上衣扣子 竟然都开了。 不会是他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的时候解开的吧? 要命了! 他手忙脚乱地开始扣扣子, 手指碰到继承舟的胸膛, 他整个人如触电般颤了颤。 目光无意间落在继承舟性感的薄唇上, 视线便再也挪不开了。 他唇上小小的伤痕还在, 是那天在健身房时, 两人磕一起磕的。 他下意识抬手抚在自己的唇上, 那天他的唇好像很软, 还有什么感觉来着? 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挠, 一下一下的, 麻麻的, 痒痒的, 似在驱使他再去体验一番。 脑中莫名又闪过宋施景的身影, 还有昨晚的那个吻, 新婚夜那晚, 他霸道凶狠的战友, 丧浅眸光逐渐迷离, 理智渐渐飘散在那些疑你的画面中, 身子缓缓弯了下去, 直到吻上那抹血包的唇。 他整个人仿佛在沙滩上搁浅许久, 突入水中的鱼儿,满足极了, 舍不得离开, 想要更多。 浑然不知, 床上的男人已然睁开了眼睛。 随着他的贪心, 继承舟平静, 无神的眼睛逐渐失控, 一缕缕克制的隐忍和怒气撕裂开来, 形成一股害人的风暴。 可他泄露情绪的眼睛, 并没让身上的女人有半分收敛, 反而愈发得寸进尺。 继承舟额头青筋秃秃直跳, 忍无可忍, 他抬手握住桑浅在他身上作乱的手, 嗓音低沉染了克制的怒气和不知名的暗哑, 你在干什么? 一手腕上传来剧烈的疼痛, 桑浅神志清醒了些许, 这才发现继承舟又睁开了眼睛。 不过这次, 他眼中不再平静, 而像翻滚着凶猛海浪的水面, 正怒不可恶地盯着他。 他心神一震, 目光落在自己手腕上, 那里握着一只求静有力的大手。 还有刚才他隐约听见有人问他在干什么? 啊! 桑浅大叫一声, 痴溜一下从继承舟身上起来, 眼滚带爬来到床下, 满脸震惊, 语无伦刺道, 你, 你, 你怎么醒了? 我醒了, 你很失望? 说话了, 真的说话了? 不是幻觉。 继承舟醒了。 桑浅惊恶一瞬, 鞋子都顾不得穿转身朝楼下跑去, 跑到门口才想起来可以打电话, 忙拿出手机拨通了陈秋荣的电话, 奶奶, 记承舟醒了, 真的醒了, 她握了我的手, 还和我说话了, 陈秋荣急匆匆赶来, 见桑浅等在门口, 承舟真的醒了。 桑浅点头, 陈秋荣担心又是空欢喜一场, 强行压下内心的激动, 快步进了别墅。 上楼, 来到卧室门口, 看见坐在床上的继承舟, 陈秋荣激动得险心没站稳, 她扶着门框, 颤声喊, 成舟。 继承舟闻声脸去眼中的思虑, 转头, 奶奶, 真的醒了。 陈秋荣瞬间热泪盈眶, 快步进屋, 紧紧握住继承舟的手, 你总算醒了, 佛祖保佑, 佛祖保佑啊。 继承舟深邃视线, 落在随后进来的桑浅身上, 疑惑问, 她是谁? 陈秋荣抹去眼角的泪, 回头看了一眼桑浅, 她是, 你在昏迷期间, 我给你娶的妻子。 几成粥醋眉, 眉眼间都是抗拒, 我不需要。 曾有一位高僧告诉我, 给你娶一个妻子冲喜, 或许你能苏醒, 现在你醒了, 她功不可没, 怎么能说不需要呢? 陈秋荣知道, 孙子不尽女色, 之前为了让她娶妻, 她没少在她面前唠叨。 现在好不容易趁着她昏迷, 给她娶了一个妻子, 而且对于这个孙媳妇, 她也很满意, 怕她说出什么让桑浅难堪的话来, 陈秋荣忙对桑浅说, 你去给黎医生打电话, 就说成粥醒了, 让她赶紧过来。 好。 桑浅转身出了卧室, 打完电话后, 她没再进去, 而是下楼了。 一来不想打扰他们祖孙俩说话, 二来, 刚对继承粥做了那样的事, 她实在没脸面对她。 她今晚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 而且, 她现在浑身还是很不舒服, 那种燥热感和身体的空虚感愈发强烈。 之前她迷迷糊糊思绪混沌, 现在人很清醒, 思绪也清明起来。 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这样。 她想起了陈秋荣晚上过分的热情, 还有给她盛的那碗鸡汤, 她就是喝了那碗鸡汤后, 身体开始出现异常的。 那鸡汤气味也有些怪怪的。 难道陈秋荣在鸡汤里加了东西? 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丧浅突然又想起了下午离休节去找陈秋荣的事, 还故意支开她, 莫不是她将继承粥恢复男性功能的事告诉了陈秋荣。 陈秋荣想让她给继承粥生个孩子才这么做的。 桑浅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心中瞬间升起一股无名火,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她? 她转身朝楼上走, 想去找陈秋荣问清楚, 只是走了几步, 又停住了脚步。 她是继承粥的妻子, 给她生孩子天经地义, 又有什么立场去质问? 如今纪承粥醒了, 且明显她不喜欢她, 如果她再因为这件事去闹, 惹得陈秋荣也厌烦了她, 那纪家她只怕待不下去了。 她的仇还没报, 不能离开。 不如借着这件事让陈秋荣对她再多几分愧疚, 这样即便纪承粥不喜欢她, 有陈秋荣给她撑腰, 她也不至于被赶出纪家。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纪承粥怎么就醒了呢? 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和一个植物人相处非常简单, 可和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相处就难多了。 丧浅有些头疼地捏了捏额脚。 没多久, 屋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应该是黎修杰来了。 很快她就进屋了, 看见她焦急询问, 成舟真的醒了。 嗯, 奶奶在楼上和她说话。 真醒了? 完了, 完大了。 我去看看。 黎修杰快步朝楼上走。 黎医生。 桑浅叫住她, 我感觉浑身不舒服, 你说, 我是不是病了? 黎修杰脚步猛然顿住, 她怎么忘了, 继承粥既然醒了, 桑浅肯定没得逞。 她转头看向桑浅, 见她脸色潮红, 眼里泛着血丝, 心里暗道糟糕, 这可怎么办? 黎医生。 黎修杰回神, 有些心虚地说, 你看着脸色不太好, 可能是病了。 桑浅见黎修杰, 目光有些闪躲, 知道自己猜对了, 那黎医生这里有药吗? 听说继承粥醒了, 她吓得快吓死了, 哪里还记得桑浅? 我这就打电话, 让人送药过来。 楼上, 陈秋荣正和己承粥在说话, 见她突然看向门口, 也跟着看了过去, 看见黎修杰, 立刻道, 黎医生承粥醒了, 你快给她检查检查身体怎么样。 好, 黎修杰进入房间, 感受到己承粥冷若寒霜的视线, 几倍有些发寒, 恭喜, 你总算醒了。 己承粥别有深意道, 都是黎医生的功劳。 黎修杰觉得, 继承粥的眼神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不敢再看她的眼睛, 转头看向陈秋荣, 老夫人, 您去看看桑小姐吧, 她要姓梅姐, 情况不太好。 陈秋荣煞实明白, 养人这事还没开始, 孙子就醒了, 那怎么办? 我已经打电话让人送药过来, 挂了水就没事了。 那就好。 陈秋荣点点头, 看向继承粥, 今晚桑浅会那么对你, 全是我的安排, 她事先完全不知情, 你可别因为这是迁怒她。 继承粥是上过当的人, 岂会不知桑浅今晚不正常, 知道了。 陈秋荣这才起身出了房间, 来到楼下, 见桑浅满脸通红, 蜷缩着靠在沙发上, 似乎很痛苦的样子,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要的事, 浅浅, 你怎么坐在这里? 奶奶, 承粥好像很不喜欢我, 我不敢上去, 免得她见了我不高兴, 她刚醒, 不宜情绪波动过大, 陈秋荣见桑浅自己都这样了, 还一心记挂记成舟, 愧疚得更加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真是个好孩子。 奶奶, 桑浅顿了一下, 我身体很不舒服, 今晚的鸡汤, 你是不是放了别的东西? 陈秋荣没想到, 桑浅问得这么直白, 正了一下, 随即又觉得, 她会猜到,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毕竟身体反应太过明显。 下午黎医生告诉我成舟恢复了男性功能, 我不想她后继无人, 所以, 果然是这样。 桑浅洋装一脸受伤地说, 奶奶应该直接告诉我的, 我也不是那么不通情理的人, 你这样, 让我很难堪。 陈秋荣语气愧疚, 是奶奶不对, 奶奶只顾着想要增孙, 忽略了你的感受。 桑浅垂着眼帘, 模样温顺, 延续香火, 是长辈的希望, 奶奶这么做, 我能理解。 陈秋荣见桑浅如此善解人意, 心里愈发愧疚。 沉默一瞬, 桑浅担忧道, 只是成舟好像很生气, 她只怕不会原谅我。 这是我已经告诉成舟了, 她不会怯怒你的。 说了就好, 碾得她背锅, 我经济家没经过成舟的同意, 她会不会将我赶走? 不会的, 有奶奶在, 她不敢。 谢谢奶奶。 没多久, 有人送来真迹, 恰好黎修杰也从楼上下来, 她一边配药一边说, 成舟身体已无大碍, 但之前的车祸, 对她腿部骨骼损伤太大, 她暂时只能坐轮椅。 陈秋荣盲问, 那以后还能站起来吗? 好好调理, 假以时日便可痊愈。 陈秋荣满脸欣喜, 又双手合十, 感谢佛祖。 桑浅实在是身体难受得厉害, 挂上点滴后, 就闭上眼睛, 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陈秋荣将她唤醒的时候, 点滴已经打完了, 黎修杰正在收拾医药箱。 去床上睡吧, 在这里睡容易着凉。 桑浅点点头。 陈秋荣又说, 身体感觉怎么样? 桑浅这才发觉身体里的燥热感没有了, 空虚感也消失了, 只是人还是有些发软, 好多了。 睡一觉, 明天就没事了。 黎修杰说, 桑浅点头。 陈秋荣又宽慰了桑浅几句, 才起身离开。 黎修杰也跟着一起走了。 整栋别墅煞时只剩桑浅和继承舟。 夜已深, 周围寂静无声。 桑浅抬眸盯着楼上主卧看了片刻, 才起身上楼, 来到卧室门口, 建计成舟坐在轮椅上, 靠着窗边, 望着窗外, 不知道在想什么。 之前见到的, 他一直是沉睡的样子, 突然要面对活过来的他, 桑浅一时竟有些无措。 尤其他醒来时,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又是在那样尴尬的情况下。 正在桑浅站在门口思考该说什么开场白时, 一道低沉的嗓音从窗边传来, 你睡客房。 他抬眸, 建计成舟正望着他。 男人眸光漆黑深邃, 有一种凉薄淡漠一切的压迫感, 与之前安静沉睡的模样, 迥然不同。 好,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做的吗? 继承舟望着门口模样温顺乖巧, 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 眼底划过一抹淡淡的机窍。 倒是挺会装。 面对宋时景时, 却是那般牙尖嘴利。 一杯温水? 我这就去到。 桑浅转身下楼, 去厨房倒了一杯温水, 来到卧室的时候, 建计成舟坐在床上看书, 微微震了一下。 他能自己上床? 我只是腿脚不变, 不是瘫痪。 桑浅回神, 撞进男人漆黑深邃的眸子里, 瞬间无比窘迫。 他的疑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我, 我不是, 搁着吧。 好。 桑浅将水杯放在床头柜上。 看向灯光下认真看书的男人, 我就睡在隔壁, 你有什么需要? 随时喊我。 男人淡淡嗡了一声, 眉眼都眉抬一下。 桑浅想解释一下之前自己的行为, 但继承舟态度太过冷漠,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转身欲走之际, 却听男人问, 像这种轻薄之事, 你做过几回? 之前从未有过, 今晚我也是被要迷了心智, 才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 桑浅急急地解释, 继承舟目光从书中缓缓抬起, 从未有过。 桑浅斩钉截铁, 从未有过。 继承舟下巴微抬, 那我这嘴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桑浅, 几秒后, 你去睡吧。 见他不追问, 桑浅煞时, 松了一口气, 转身刚走了两步, 听见身后的男人说, 明天我问问沈明。 沈明是继承舟的护工? 桑浅身子猛然一僵, 那天在健身房, 他与继承舟的嘴都刻破了, 沈明是知道的, 还问了他。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并没解释。 若继承舟去问沈明, 得到的答案肯定是被他吻的。 他慌忙转身, 你别问沈大哥, 我知道是怎么伤的。 继承舟只是看着他, 并未言语, 明显在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桑浅身侧的手指全紧了一下, 咽了咽干涩的喉管, 开口, 是我带你去健身房运动四肢的时候磕的。 磕哪儿了? 磕, 磕我嘴上了。 桑浅捶着眼帘, 不敢看继承舟。 继承舟看着桑浅这尴尬 窘迫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嘴角不自觉勾了勾, 磕挺准。 这话在桑浅听来就是不信任, 他忙抬头解释, 你差点从健身器材上摔下来, 我情急之下抱住了你, 你翻下来压在我身上, 我俩的唇就磕到一起了, 真的, 我没骗你。 继承舟脑中浮现那天的画面, 莫名有些口干舌燥, 你去睡吧。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又不是变态, 怎么可能对一个植物人产生任何龌龊的心思。 桑浅后知后觉自己用词有些不当, 忙改口, 我的意思是我绝不敢对你有任何非分之想。 我要休息了。 哦。 桑浅转身朝门口走, 走了几步又回头, 你要相信, 把门关上。 好。 桑浅来到隔壁客房, 房间干净整洁, 他铺了床就可以睡。 大概是吃了药的原因, 他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而且睡得很沉, 醒来天已经大量。 他起床去主卧拿洗漱用品, 发现主卧没人, 继承舟已经起床了, 他迅速洗漱下楼, 见继承舟坐在轮椅上看报纸, 温生打招呼, 早上好。 他抬眸淡淡看了他一眼, 又继续看报纸。 这时餐厅那边传来小柱的声音, 大少爷, 大少奶奶可以吃早餐了。 好。 桑浅走到继承舟轮椅旁, 我推你过去。 继承舟合上报纸, 微微弯腰搁在茶几上, 走吧。 桑浅将继承舟推到餐桌旁, 之后在他身旁坐下, 有小柱在一旁伺候, 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便低头安静用餐。 没吃几口, 门口传来门铃声。 小柱忙去开门, 进来的是纪远航。 纪远航将手里的补品递给小柱, 来到餐厅, 目光在继承舟身上, 快速扫了一圈, 才微笑着说, 大哥, 恭喜你, 终于醒了, 我给你带了些补品, 你昏迷了半年, 一定要多多调养, 争取早日康复。 继承舟垂谋喝粥, 动作没有任何停顿, 仿佛没看见纪远航, 更没听见他说话。 纪远航神情微僵, 眼中快速闪过一抹寒意, 很快又不动声色脸去, 既然你在用餐, 那我就不打扰了。 纪承舟仍旧没有任何回应。 纪远航转身朝外走, 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 爸得知你醒了, 很高兴, 乘坐了上午最早的航班, 下午到家。 说完转身走了, 桑浅默默低头吃早餐, 谋中透着思量, 从纪远航和苏妙桐 想尽办法赶他走, 他就知道纪承舟和纪远航兄弟俩 感情肯定不咋地, 但没想到这么冷淡。 不过看样子, 纪远航表面功夫 还是做得很到位, 倒是纪承舟表现得过于淡漠, 连应付都不屑。 这样也好, 若是他们兄有弟公, 他报仇难度会更大, 现在这个情况, 反倒有利于他行事。 不过, 刚才纪远航说他们的父亲下午会到家, 他和纪承舟的婚礼, 他都没参加, 他以为他是不在意纪承舟的, 可现在他刚醒, 他又赶回来了, 好像又很重视这个儿子。 一时之间, 桑浅也屡不清纪承舟和父亲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罢了, 下午他就回来了, 见了面就知道了。 桑浅刚吃完早餐, 门口就传来女儿软糯的小乃音, 妈咪, 我回来了。 下一瞬, 一抹粉色的小身影就哒哒跑了进来。 桑浅起身迎过去, 晚晚一把抱住桑浅, 在他颈握蹭了蹭, 妈咪, 我好想你。 桑浅心头一暖, 嘴角张开柔软的笑, 才一晚没见, 就想我了。 嗯, 晚晚突然想到什么, 放开桑浅的脖子, 奶奶说帅叔叔醒了, 是真的吗? 晚晚第一次见记成舟的时候就说, 这个睡觉的叔叔好帅, 之后每次去看他, 都喊他帅叔叔。 桑浅点头, 回头见小猪正推着记成舟从餐厅过来, 转头看向女儿, 叔叔刚醒, 你安静点别吵他。 好。 晚晚点了点小脑袋, 离开桑浅, 跑到记成舟面前, 圆圆的眼睛盯着他看, 一点也不认生, 还一脸新奇的样子, 帅叔叔, 你睡了这么久, 有没有做好多好多梦? 记成舟望着面前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心里莫名涌起一抹气热感。 大概是之前他装昏迷的时候, 小女孩时常在他床边和他说话的缘故。 他薄唇微起, 没有。 桑浅以为记成舟不会搭理女儿, 刚才他可是连一个眼角余光都没给记远航的, 对他, 态度也是相当淡漠, 倒是没想到, 他会回答女儿的问题。 或许他喜欢小孩, 不然也不会去领养记桑鱼。 想到这里, 桑浅看向记桑鱼, 他以为记成舟醒了, 他一定会欢天喜地地跑过去喊爸爸, 没想到他只是远远地站着, 眼巴巴地看着记成舟, 小手捏着身侧的衣服, 似乎有些紧张和拘紧, 眼神里好像还透着一丝惧怕。 桑浅走过去, 摸摸记桑鱼的头, 你怎么不过去? 若是往常记桑鱼肯定会扬起脑袋, 乃兄乃兄地让他别碰他, 可今天, 他只是将小身板往旁边挪了挪。 随后进来的陈秋荣 在记桑鱼小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去吧。 记桑鱼仰起小脑袋看向陈秋荣, 陈秋荣四股立斑朝他温和笑笑, 他这才迈着小短腿慢慢走到记成舟面前, 只看了他一眼, 盲低下头, 小声喊, 爸爸。 记成舟淡淡应了一声, 嗯。 之后父子俩再无交流, 桑浅, 怎么感觉他们父子俩一点也不亲热? 难道记成舟以前在记桑鱼面前是炎父的形象? 陈秋荣询问了记成舟的身体状况, 之后又吩咐小柱饮食上多注意营养, 之后看了桑浅一眼, 起身朝门口走。 桑浅知道陈秋荣有话要说, 过去扶着他, 一起朝门口走。 来到门外, 陈秋荣握住桑浅的手, 温生问, 你昨晚睡在客房? 桑浅, 嗯, 委屈你了。 陈秋荣轻轻拍了拍桑浅的手背, 成舟母亲去世得早, 所以性格淡漠了些, 但他心肠不坏, 奶奶知道你温顺乖巧, 给他一些时间, 他一定会看见你的好, 真心接受你的。 桑浅点点头, 接不接受得无所谓, 暂时不赶他走就行。 本来周末桑浅还打算带季桑鱼和晚晚出去玩的, 但下午季承舟的父亲要回来, 他便没带孩子出门。 只是等了一整天, 也没见季承舟的父亲过来, 倒是下午陈秋荣那边打来电话, 让他们一家去他那边吃晚饭, 给季承舟的父亲接风洗尘。 即使见长辈, 桑浅觉得理应提前到, 不能让长辈等, 只是季承舟一直待在书房没出来。 五点的时候, 他去书房催了一回, 他只懒懒抬眸, 淡淡扫了他一眼, 又继续看书。 他都不急, 他急什么? 桑浅出了书房后, 就去儿童房陪孩子们玩了, 直到陈秋荣那边打电话来催, 季承舟这才从楼上下来。 桑浅推着季承舟朝陈秋荣那边走, 晚晚蹦蹦跳跳跟在一旁, 看见路边的花就问起桑鱼, 哥哥这是什么花? 好漂亮。 若是平时, 季桑鱼肯定一脸嫌弃地说, 笨死了, 一点见识都没有。 可今天, 他规规矩矩回答, 月季花。 桑浅转头看向季桑鱼, 他乖巧跟在一旁, 没有一点平时顽皮捣蛋的样子, 似乎在季承舟面前他便会很拘谨, 很安静。 而季承舟对这个儿子也很冷淡, 按理说昏迷半年, 醒来和孩子应该很亲热, 可一整天, 他和孩子竟毫无交流, 明显他并不喜欢这个孩子。 可如果不喜欢, 当初为什么要领养呢? 这时, 桑浅的手机响了一下, 进来一条消息, 正推着轮椅, 他便没有查看。 没多久, 几人来到陈秋荣住处。 进入大厅, 桑浅见一个美妇人正和陈秋荣在说话, 女人40岁左右的年纪, 保养极好, 脸上竟无一丝皱纹, 徐娘半老, 风韵犹存。 她是季承舟的继母, 也就是季远航的母亲, 沈青云。 季承舟的父母是商业联姻, 两人没什么感情基础, 季承舟母亲病逝后, 她的父亲就将沈青云取进了门。 传言沈青云是季承舟父亲成婚前的新上人, 季承舟八岁时母亲才病逝, 可季远航却只比季承舟小两岁。 不管传言数不数实, 季承舟的父亲婚内出轨是事实。 沈青云听见动静, 起身过来迎接, 看见季承舟神情激动道,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之后看向桑浅, 你就是承舟的妻子吧。 桑浅点点头, 季承舟并没和沈青云打招呼, 一时之间, 她也不知道该叫她什么, 只微笑着说, 你好。 沈青云走过去, 亲密地拉着桑浅的手, 妈说你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 我一见你也喜欢, 这段时间谢谢你照顾承舟和桑浴。 说话间, 她将手腕上的玉琢子退下来, 戴在桑浅手上,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里。 玉琢雪白晶莹剔透, 一看就是上好的和田玉, 价值不菲。 桑浅自然不敢接受, 将手镯还回去,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沈青云洋装生气道, 你可是不愿认我这个吗? 这, 桑浅低头, 去看轮椅上的继承舟, 她垂眸摸索着手腕上的表盘, 不给她一点提示, 明显也没有帮她解围的打算。 这时陈秋荣走了过来, 拿着吧, 长辈的一片心意, 带着若是喜欢, 回头奶奶带你去旗下公司再挑几样。 言外之意, 这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她想要, 随时可以去挑。 实际上是在告诉她, 这个镯子没有别的深意, 不接受, 反而服了长辈的面子。 于是桑浅听话将镯子收下, 正要向沈青云道谢, 楼梯那边传来脚步声。 她抬头, 见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和纪远航, 从二楼下来。 男人见眉心目, 五官俊朗, 眼角有几缕细纹, 不显老, 反而带着成熟男人的韵味, 身上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场。 她是继承舟的父亲, 几致渊。 承舟和她的妻子来了, 我瞧着两人甚是般配, 那条孙媳妇的眼光真不错。 沈青云望着几致渊微笑道。 几致渊面色沉静, 威严的目光扫向继承舟和桑浅, 让长辈等你们吃饭, 真是好大的面子。 继承舟抬头看向几致渊, 诞声道, 腿脚不变, 自然慢了些。 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也没让你等。 本来听见前半句几致渊冷峻的脸缓和了些, 听见后半句后, 怒火蹭的一下窜了起来, 你怠慢长辈还有理了? 你不是我的长辈。 几致渊瞬间脸色铁青, 蜜子。 沈青云走过去挽住几致渊的手臂, 有什么话好好说, 别动气, 对身体不好。 几致渊指着继承舟, 怒道, 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他这分明是想气死我。 沈青云帮几致渊顺了几下胸口, 之后, 看向继承舟, 语重心尝道, 承舟, 你爸心脏不好, 饭还吃吗? 继承舟诞声打断沈青云。 一见面就吵, 承舟刚醒, 身体弱着呢, 你这个做父亲的, 就不能让着他点。 陈秋荣吃了儿子一句, 几致渊拧眉, 妈, 就是因为你太纵容他, 他才如此目无尊长。 你不疼他, 还不允许我向着他。 妈, 吃饭。 陈秋荣转身朝餐厅走, 几人陆续进入餐厅, 落座。 饭桌上, 气氛压抑沉闷, 没有一个人说话, 只偶有汤勺碰到此晚的声音。 一顿饭接近尾声的时候, 沈青云问纪远航, 药桶怎么没来? 是公司太忙了吗? 纪远航看了陈秋荣一眼, 才回答。 尿桶顶撞了奶奶, 自知犯了错, 不敢来山庄惹奶奶不开心。 纪远渊开口, 知道错了就行, 让他过来给你奶奶道个歉。 陈秋荣沉声道, 不必了, 看了碍眼。 沈青云盛了一碗汤放在陈秋荣面前, 微笑道, 妈, 尿桶惹您不开心, 自然应该过来道歉, 您不是常说家和万事兴吗? 陈秋荣眸光威临, 怎么?我现在说话不管用。 沈青云嘴角的笑微僵, 随即又若无其事道, 妈这是说的什么话, 您的话在记家就是圣旨, 定然是妙同做事太没分寸, 不来也好, 省得惹您老人家不快。 陈秋荣话里有话地敲打, 让她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不是她的东西, 别肖想, 野心太大, 没好处。 沈青云尴尬扯了扯唇角, 点头说是。 己知渊适时替老婆解围, 转眸看向季承舟, 转移话题, 你如今刚醒, 身体还需多调养, 公司的事就先别管了, 有远航在, 不会有问题。 季承舟抬眸, 只是己知渊的眼睛, 我只是腿脚不变, 脑子并没问题。 承舟, 你爸也是担心你的身体, 我们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 季承舟冷冷看向沈青云, 沈青云脸色, 煞是一阵轻一阵白。 季承舟一掌拍在桌面上, 放肆。 有你这么和长辈说话的吗? 季承舟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你都不是我的长辈, 他算哪根葱? 你,够了。 陈秋荣大喝一声, 面色通红, 胸口起伏剧烈, 显然气得不轻, 一起安安静静吃顿饭, 就这么难。 季承舟看了陈秋荣一眼, 眼底的冷意收敛了几分, 低头吃饭。 桑浅算是看明白了, 在季家, 除了陈秋荣, 季承舟不畏惧任何人, 和家人的关系也不和睦。 吃完饭, 陈秋荣让大家到偏听茶室喝茶, 季承舟说身子乏了, 要回去。 陈秋荣知道, 季承舟能过来吃饭, 已经是很大的退步。 虽然他很想修复儿子和孙子的父子关系, 但也知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事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便没强留。 桑浅走到继承舟轮以后, 郑宇推他回去, 听见几只渊吩咐, 明叔, 你送他回去。 他转头看向几只渊, 他正望着他, 你留下。 桑浅点头, 这时女儿一把抱住他的腿, 妈咪。 他轻轻摸了摸女儿的头, 你和叔叔, 哥哥先回去, 妈咪一会儿就回来。 婉婉警惕朝四周看了看, 之后又看向桑浅, 摇了摇小脑袋, 婉婉要和妈咪在一起。 桑浅知道, 定然是刚才饭桌上的气氛, 吓着女儿了, 女儿担心有人欺负他, 所以不肯走。 他弯腰扶在女儿耳边, 小声说, 他们不是妈咪的对手, 可你留下, 会给妈咪拖后腿哟。 婉婉歪着脑袋看了桑浅一瞬, 拧着小嘴点头, 一步桑回头跟着, 继承舟他们走了。 书房? 几支渊坐在沙发上点了一只雪茄, 才看向站在一旁的桑浅, 你是自愿嫁进继家的。 桑浅低头回答, 是。 目的是什么? 不带桑浅回答, 几支渊又说, 你签了婚前财产协议, 也承诺不参与继家的任何财产争夺, 别告诉我你看上了我那个之前 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儿子。 我女儿需要上学? 上学只要走些关系, 就不成问题, 何须你搭上一辈子? 我在同城没有人脉。 桑浅说着, 抬头看向季智渊, 或许在您心中有比亲情更重要的东西, 但在我心中, 没有什么比我女儿更重要, 为了她, 我可以牺牲一切, 包括婚姻。 几支渊抽烟的动作一顿, 冷里目光落在桑浅面上。 桑浅不卑不亢, 直视她的眼睛。 虚愈后, 几支渊收回视线, 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嫁进季家, 但既然已经嫁进来了, 就安分手挤地过日子。 显然她并不相信桑浅的说辞, 且她嘴角微勾的弧度, 明显染了嘲讽的意味。 桑浅, 是。 季家已经多养了一个孩子, 也不在乎再多养一个, 但是, 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上季家的族谱。 他们? 所以, 季桑浅也没上季家族谱。 几支渊见桑浅不说话, 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怎么, 你还有别的想法? 桑浅回神, 没有, 孩子随我姓, 这辈子都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与季家毫无瓜葛。 几支渊眉头这才舒展开来, 但愿你说到做到, 在季家, 对待被信弃义之人, 远比法律严厉得多。 桑浅知道, 几支渊这是在告诉他, 既加胜过法律, 他若背信弃义, 不会有好下场, 知道了。 几支渊挥挥手, 回去吧。 桑浅点头, 转身出了书房, 回去的路上, 他看了一下手机, 之前给他发信息的是文兰, 让他在方便的时候, 给他回电话。 他拨通文兰的电话, 文姐什么事? 你让我查的是有眉目了, 季桑于是, 季城州在阳光孤儿院领养的。 领养时三岁, 但有一点很奇怪, 季桑于先天身体孱弱, 三岁之前几乎在医院度过, 我查过了, 一年的治疗费近百万, 三年就是三百万, 一个孤儿院如何承担这么昂贵的医疗费? 桑浅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你怎么想的? 应该是有人在背后支持, 但我目前查不出背后之人是谁。 桑浅在意的却不是这个, 你说他有没有, 可能是我的孩子? 如果你当初生下的那个孩子没死, 你从楼上滚下来, 他肯定受到了损伤, 之后又被扔进海里, 定然是九死一生, 身体孱弱这一点倒是符合, 可是,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他眉眼又和婉婉相像, 他肯定是我的孩子, 桑浅, 你冷静一点, 你让我怎么冷静? 我的孩子没死, 他是五月出生的。 文兰再次打断言语激动的桑浅, 桑浅沸腾的心猛然沉寂下来, 五月? 怎么会是五月呢? 婉婉可是二月出生的, 他应该也是二月的, 孤儿院的记录不一定准确, 或许他是出生三个月后, 才被人送到孤儿院。 孤儿院档案上记载, 孩子送到孤儿院的时候, 肚子上的臍带还有血丝, 且档案上有孩子的照片, 却是刚出生无疑。 桑浅的心像, 瞬间被人掏空了般, 给人希望, 又让人失望的感觉, 太难受了。 你没事吧? 文兰担忧的嗓音, 从电话那端传来。 我没事, 人就是我异想天开了。 文兰沉默一瞬, 问, 那还需要继续查吗? 既然不是他的孩子, 查了有什么用? 算了吧。 好, 我让你查宋石井五年前那晚的行踪, 查得怎么样了? 只查到他那天不在京都, 具体在哪还没查到? 嗯, 如今既成周醒了, 你还要应付宋石井, 处境将会更艰难。 杀父杀子的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无论多难, 我都不会放弃。 文兰叹息一声, 你自己多加小心。 嗯。 桑浅挂了电话, 回到别墅, 先陪女儿玩了会儿, 之后才带她去洗澡。 既桑宇很独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刷牙洗澡穿衣, 都不需要别人操心。 想着她比女儿还小三个月, 桑浅心里不免有些心疼, 若她有妈妈, 肯定也像女儿一样, 还在妈妈怀里撒娇。 之前她也说过要帮她洗澡, 她竟然害羞了, 红着脸将门关的震天响, 斩钉截铁地拒绝。 看着两孩子入睡了, 桑浅才回到客房, 上午趁着季承舟在书房, 她已经将自己的东西都从主卧搬过来了。 她拿了睡衣去洗澡, 洗完澡出来, 见季承舟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她房间, 她吓得差点叫出了声。 已经立下, 天气逐渐变热, 她身上穿的是一条吊带睡裙, 她习惯不穿内衣睡觉, 所以裙子底下现在是真空的。 以前季承舟是植物人, 她无需避讳, 现在两人分房睡, 她更没在意, 谁知道她会突然来她房间。 你, 你, 你来干什么? 女人皮肤白皙, 被热气熏得白里透红, 四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红纱, 薄梗线条修长流畅, 两根锁骨深凹性感, 最惹眼的还是裙子底下那双笔直匀称的大长腿, 白得有些黄眼。 季承舟也没料到会撞见这一幕, 深邃眼底闪过一抹闷红, 很快又不动声色脸去, 她别开头, 转动轮椅侧对着她, 但声道, 找你谈点事。 人家那么淡定, 她也不好表现得太慌张, 桑浅强装淡定地说, 稍等。 然后转身去衣橱里, 拿了一套睡衣, 进了卫浴间。 关上门, 靠在门板上, 她才敢肆无忌惮地喘气, 按着不断起伏的胸口, 桑浅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真是的, 过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 吓死她了。 换好衣服, 稳定好情绪, 桑浅从未预见出来, 来到季承舟面前, 你找我什么事? 季承舟从腿上拿了一份文件递给桑浅。 桑浅疑惑结果, 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你要和我离婚? 等于嗯? 我不同意。 季承舟深邃视线, 指了一下桑浅手中的文件, 先看看再说。 桑浅想说, 看了她也不会同意, 她嫁进季家是为了报仇, 仇还没报, 怎么可能离开? 但为了不让季承舟起疑, 她耐着性子往下看。 一千万补偿金, 一套黄金地段的房产, 这么大手笔, 难怪让她先看。 我不同意。 季承舟眉梢稍微挑, 嫌少。 桑浅摇头, 不管你给我多少补偿, 我都不会离婚的。 理由? 桑浅垂谋, 我既然已经嫁给你了, 就一辈子都是你的妻子。 你觉得这个借口能打动我? 沉默一瞬, 季承舟又说, 或者换个问法, 你进入季家的意图是什么? 桑浅捏着文件的手指紧了紧, 几只冤问她目的, 季承舟问她意图, 看来他们都不信任她。 我只是想给我女儿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最好的成长环境是原生家庭, 你应该去陆家, 而不是季家。 桑浅猛然抬眸看向季承舟, 他不是才行吗? 竟然就已经知道了桑浅和陆慈安的关系, 这个男人比他想象中难应付。 我和陆家早已没了任何关系, 孩子也不是陆家的血脉。 季承舟眉心微醋, 他知道桑浅既然有孩子, 定然有过男人, 他以为那个男人会是陆慈安, 没想到, 所以不止一个陆慈安。 桑浅, 这让他怎么回答? 他是苏样, 不是桑浅, 陆慈安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桑浅的沉默在季承舟看来就是默认, 他抬手捏了捏骨骼雅致的眉心, 他睡过的女人, 在他之前竟然睡过不止一个男人。 好一会儿, 季承舟才将心中那股想掐死桑浅的冲动压下去,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孩子的父亲是谁? 桑浅摇头, 不知道。 季承舟唇脚勾起一抹淡淡的鸡翘, 想让我给你养孩子, 却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说, 我看着这么像冤大头。 我真的不知道, 孩子, 桑浅微顿, 声音小了下来, 是我喝醉酒意外得来的。 所以是一夜情。 季承舟简直要被桑浅给气笑了, 你的生活可真多姿多彩。 桑浅微正, 这话怎么有点耳熟? 之前宋石井好像也这么说他。 若是让季承舟知道还有一个宋石井, 不敢想。 沉默在空气中蔓延。 桑浅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摆出扶堤做小的姿态, 低头站着, 一声不哼。 好一会儿才听见季承舟说, 你是奶奶取进门的, 看在她的面子上, 你可以留下, 但也只是有名无实。 桑浅盲表态, 你放心, 我一定做好我的分内之事, 绝不生出任何不该有的心思。 你既不愿离婚, 那就做好你的季家大少奶奶, 若是让我听见任何有损季家颜面的传言, 我定不轻饶。 知道了。 桑浅有些心虚地咽了一下喉管, 宋石井上次当着哥哥的面, 都不愿表露身份, 定然不会将他们的事往外转的吧。 星号星号, 周一, 桑浅来到公司, 因为她的设计, 地组不用解散, 地组的同事已改之前懒散的态度, 对她非常热情, 不仅给她买好了早餐, 连她首席设计师的新办公室, 都给她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未在一起说要请她吃饭。 王姐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上班了, 都散了吧, 吃饭以后多的是机会。 大家纷纷出了桑浅的办公室。 王姐走进去, 对桑浅说, 你设计的那套旗袍, 公司已经赶制出来, 送过去给向山士穿了, 她十分满意, 不久后, 她的新剧就要开拍了, 你得在新剧开拍之前, 将她需要的所有旗袍都设计出来, 最近你要辛苦了。 桑浅笑笑, 应该的。 我将吕嘉峻拨给你当助手, 有什么需要你找她? 谢谢王姐。 桑浅在公司忙了一上午, 中午她打算回去陪季成舟吃饭, 只是刚到山庄门口, 陈冰就打来电话, 说宋时景要见她。 我吃了饭就去。 宋总给你点了餐, 让你立刻过去, 还是老地方。 桑浅, 需要我安排司机去接你吗? 还接她?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和宋时景有瓜葛。 桑浅美好气道, 不需要。 那我在尊典等你。 知道了。 桑浅挂了电话后, 给小柱打了一个电话, 说公司有事走不开, 她不回家吃饭了, 又问了一下继承舟的情况。 大少爷一直在书房没出来, 午餐已经吩咐过了, 让沈大哥搬去书房吃。 刚醒就这么拼, 也不怕身体吃不消。 桑浅又问候了几句, 便挂了电话, 来到尊典, 陈冰果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餐业点好了, 只是并没看见宋时景的人。 不是让他陪他办公吗? 你们宋总人呢? 陈冰, 宋总在开会, 晚点过来。 桑浅, 既然在开会, 这么着急忙慌, 让他过来干什么? 有病。 不过来都来了, 他也懒得去, 计较这么多, 直到, 不管他来没来, 两个小时从我进尊典开始算, 时间一到我就走。 陈冰点头, 吃完饭, 桑浅靠在沙发上看剧本, 他得了解剧本, 才能设计出更符合要求的服装。 离两个小时还有十来分钟的时候, 宋时景才姗姗来迟。 桑浅和尚剧本, 笑盈盈起身, 望着体态, 奇长信步走进客厅的男人说, 宋总日理万机, 不如我们两个小时的约定作废, 您也省得跑这一趟不是。 宋时景接过陈冰递过来的水, 喝了几口, 才诗诗然看向桑浅, 我乐意。 桑浅身侧的手攥紧了一下, 继续笑着说, 不知宋总有没有听说, 继承舟已经醒了。 这么大的事, 同城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他不信他不知道。 和我有关系? 他淡淡反问。 桑浅被他问得一言, 和你自是没什么关系, 但和我有关系, 他是我老公。 那又如何? 桑浅真想撕了宋时景那张淡定从容的脸, 我老公醒了, 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交往, 好吗? 宋时景垂眸思虑几秒, 好像不太好。 对吗? 桑浅煞事松了一口气, 你能想明白最好了, 那从今往后, 我们就不要见面, 见不见面, 我说了算。 桑浅压着心里的火, 继续好言好语地说, 你刚不是也说不太好。 对你来说不太好, 毕竟老公醒了, 还成天在外面私会男人, 确实不像样, 但对我来说, 毫无影响。 忍无可忍, 你, 还是你希望我将你心灰夜做的事, 告诉你老公? 桑浅感觉他心里的小宇宙, 都快爆炸了, 既然谈不妥, 自然没必要再给他好脸色, 冷冷到, 不知宋总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兔子急了, 也会咬人。 宋时景双手插在裤带里, 淡淡望着桑浅, 你想说什么? 两个小时, 我可以陪, 但如果宋总将我们的事传出去, 我不介意和你与死网破。 现在担心事情败露, 那晚你态度怎么没有这么坚决? 这个男人, 得了便宜还卖乖, 简直可恶至极。 桑浅咬牙切齿道, 那晚我是被你逼的。 我放你走了, 你没走。 你威胁我, 我怎么走? 宋时景记得他当时说的事, 有他在, 他想做的任何事都无法成功, 而他之所以主动接近他, 是为了说服他, 让他不要和纪远航合作, 你进记家是为了纪远航。 桑浅心头一跳,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宋时景并没打算放过他, 他怎么得罪你了? 为了他, 你不惜陪上自己的婚姻, 搭上自己的清白。 桑浅按捺住心头的慌乱, 洋装若无其事地笑了, 宋总可真会说笑, 我和姬二少压根不熟, 哪里来得得罪? 宋时景见桑浅咬死不承认, 便没再逼问, 直到, 是不是说笑, 日后自现分晓。 桑浅看了一眼时间, 两个小时到了, 我走了。 宋时景这个人太惊了, 他一分钟都不想和他多待。 直到出了遵典, 桑浅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这才发觉手心全是汗。 下午, 桑浅在家里陪继承舟, 其实也不能算陪, 因为继承舟一整个下午都在书房没出来。 他也乐得自在, 可以做自己的事。 大概五点的时候, 沈明过来, 大少奶奶, 大少爷让你准备一下, 六点出门。 桑浅疑惑, 马上孩子们就要放学了, 该吃晚饭了, 这个点出门干什么? 去哪儿? 二爷请大少爷吃饭。 二爷不就是继执渊的弟弟锦宁渊吗? 是继承舟的小叔。 婚礼那天桑浅见过他, 挺和善温后的一个长辈, 是唯一一个送了他新婚礼物的人, 不过他腿脚好像不好, 坐着轮椅。 昨晚和几支渊吃饭, 继承舟迟迟不愿过去, 现在却提前通知让他准备。 想来, 继承舟和他小叔的关系应该不错。 我知道了。 桑浅收拾好设计稿, 挑了一套米白色长裙换上, 之后来到书房, 敲了敲门。 进! 男人低沉的嗓音从屋内传出。 桑浅推门进去, 见继承舟坐在轮椅上看书, 白色衬衫干净挺阔, 低头看书的样子认真专注, 我需要准备礼物吗? 继承舟抬眸, 视线里女人一袭米白色长裙, 气质温婉, 亭亭玉丽, 打扮肃静, 又不失稳重, 看着就乖巧可人。 他倒是挺会用衣着来装点自己的人设。 不需要。 桑浅将手里一个长方形小礼盒递过去, 这是我们结婚那天, 小沈送我的。 他打开看过, 是一条钻石项链。 继承舟和尚书, 送你, 你就拿着。 好。 继承舟视线指了一下盒子, 项链? 嗯? 戴上吧。 桑浅愣了一下, 昨天沈青云送他手镯, 他一声不哼, 小沈送的项链, 却让他戴着, 区别对待可真明显, 亲书力鉴分明。 他打开礼盒, 拿出项链, 反手戴了半天也没戴好, 想让继承舟帮忙, 又觉得两人的关系, 好像没亲近到这一步。 他正打算下楼让小柱帮忙, 继承舟低沉的嗓音响起, 过来。 他乖乖走过去, 将项链递给他, 谢谢。 继承舟神色淡淡, 蹲下。 桑浅辈对着他, 在他面前蹲下, 将头发捋到一边尖头。 女人脖子细长白皙, 犹如一条优美的天鹅颈, 皮肤娇嫩得像刚刚从水里出来的脸藕, 尤其乌黑的头发和雪白的皮肤 形成极强的视觉冲击, 让人忍不住心神危荡。 肩甲线条线瘦流畅, 往下是被裙子收住的 盈盈一握的细腰。 继承舟脑中不自觉浮现新荤叶那晚, 他握着这抹细腰时销魂的手感, 眸色不自觉伸了伸。 桑浅见身后之人迟迟没有动作, 回头, 怎么了? 继承舟垂眸眼去眼底的溢色, 将项链给他戴上, 指尖无意间碰到他光滑细腻的肌肤, 身体煞时涌起一抹无名的燥热。 他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因为长期不尽女色, 突然有一个可以碰的女人, 身体太过敏感? 锦明渊也住在郊区, 不过和明月山庄不是同一个方向, 一个在南, 一个在北。 车子途径市区一家糕点店时, 继承舟让沈明停车。 桑浅推着继承舟下车, 来到糕点店门口, 轮椅进不去, 他正想问继承舟想买什么, 他已经转头吩咐沈明了, 雪花酥, 马蹄高。 是。 沈明点头, 进店之前, 目光朝四周不动声色扫了一圈。 初夏早晚温差大, 晚风吹在身上, 还有一些凉意。 桑浅弯腰问继承舟, 要不我推你, 去车上等吧。 继承舟沉默了片刻, 才将眼角余光从某处收回, 走吧。 糕点店在马路左边, 车子停在马路右边。 桑浅推着继承舟过马路的时候, 突然一辆黑色摩托车, 从一旁的小巷子里窜了出来。 车上的男人伸手推了一下桑浅的肩膀, 他猝不及防, 样呛了一下, 手从轮椅上脱离, 人跌倒在马路上。 刚好这段马路有些坡度, 轮椅没了人掌控, 又受了摩托车的冲击力, 在马路上快速朝下滚动。 下边是一座桥, 若是仍有轮椅滚下去, 撞在栏杆上, 肯定连人带轮椅一起翻下桥, 掉进河里。 桑浅大惊,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朝继承舟追一边喊, 快刹车。 虽然刹车, 由于惯性继承舟会从轮椅里摔出来, 但总比掉河里强。 只是继承舟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怎么的, 并没按刹车, 游着轮椅快速朝马路下跑。 桑浅心急如焚, 继承舟若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出事, 他如何向继家交代? 到时候别说报仇了, 他自己只怕得先交代了。 偏偏这个时候, 身后又驶来一辆大卡车, 这车开过去, 继承舟不得碾压成渣。 情急之下, 桑浅也顾不得隐藏伸手了, 使劲浑身力气, 加快了速度, 一个起跳, 飞跃起来。 人像一只矫健的松鼠, 在花坛和电线杆几个点上起落, 最后落到继承舟面前, 双手握住轮椅的两边扶手, 一个旋转, 连人带轮椅一起搬到了旁边的人行道上。 桑浅有些脱力, 人朝一旁倒去。 继承舟眼疾手快, 一只脚落地, 轻伸过去, 伸手将人捞了过来。 桑浅落入一个温热的怀抱, 视线里, 大卡车正好从刚才继承舟轮椅滑过的地方呼啸而过。 若是再慢几秒, 继承舟就成了车下亡魂了。 好险。 沈明神色匆匆赶过来, 大少爷, 你没事吧? 继承舟望着远去的卡车, 眉眼笼上一层寒霜。 有肃杀之气在眼底翻腾, 但转瞬又恢复平静, 但声道, 没事。 桑浅惊魂未定, 没好气道, 怎么没事? 命差点都没了, 我刚让你刹车, 你没听见吗? 继承舟垂眸看着怀里因为剧烈运动, 脸颊微微放红的女人, 听见了。 听见了你不刹车? 我当时, 我当时慌了神。 一旁的沈明, 枪林弹雨里过来的人遇见这点小场面会慌神。 老大, 你可真敢说? 桑浅一时有些哑口无言。 是啊, 正常人遇见这种情况肯定会慌的, 更何况养尊除幽的具家大少爷, 而且他昏迷才苏醒, 身体各项机能还没完全恢复, 他没吓得尖叫出声已经算很镇定的了。 此时, 桑浅也后知后觉自己刚才态度有点过分, 说话带了情绪, 努力勾了一下唇角, 挤出一抹笑, 对不起, 我刚才太着急了, 你没事就好。 嗯。 顿了一下, 继承舟, 我腿有点麻。 腿怎么会麻? 刚才撞, 桑浅说着朝继承舟腿上看去, 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坐在他腿上, 脸痴溜一下烧了起来, 手忙脚乱地从他身上下来, 那个, 我, 我不知道, 怎么, 继承舟目光落在桑浅手掌上, 眉心微醋, 你受伤了。 啊? 桑浅顺着继承舟的目光看向自己的手, 掌心刺掉了一块皮, 此时正往外冒着血丝, 应该是被摩托车撞得跌到地上时伤的。 本是小伤, 无关紧要。 但作为一个柔弱的女人, 此时她应该是怕疼的, 她皱着眉头低声道, 难怪这么疼, 原来是受伤了。 说完, 她偷偷看了继承舟一眼, 没从她脸上看见什么不该有的情绪, 悄悄松了一口气。 刚才她坐在轮椅上, 背对着她, 情况又那般紧急, 吓得快吓傻了, 应该没注意到她的动作吧。 继承舟转头看向沈明。 沈明瞬间领略到了她的意思, 我先送你回车上, 再去药店买药。 继承舟点头。 沈明将继承舟安置好后, 去附近药店买药了。 桑浅安静坐在继承舟身旁, 盯着自己手上的伤出神。 刚才那个开摩托车的人, 明显是故意推她的, 这或许不是意外。 她又想到事实出现的, 那辆大卡车, 按理说, 看见前方道路上有人, 应该减速的。 可是那辆大卡车压根没减速, 似乎是冲着继承舟去的。 摩托车将它撞开, 让继承舟的轮椅失控, 然后掉进河里, 若是没按照预定的来, 再来一辆卡车, 无意上了双保险, 撞上去, 人必死无疑。 想到此, 桑浅一阵心惊, 若一切都是早有预谋, 那背后之人也太狠心了, 分明是想置继承舟于死地。 他才行, 第一次出门就遇见这样的事。 到底是谁? 这般容不吓他。 桑浅偷偷朝继承舟看去, 他抿唇望着窗外, 不知道在想什么, 面色沉浸, 神情一片淡漠, 完全没有刚经历生死危险的余计。 或许他知道, 刚才那不是意外? 突然继承舟转过头来, 两人四目相对, 一直看着我干什么? 他后脑勺长眼睛了。 桑浅尴尬扯了扯唇角, 担心你。 继承舟没从他眼里看见担忧, 反倒捕捉到了一抹来不及散去的怜悯, 他在可怜他。 他没揭穿他的口是心非, 我没事, 今晚, 谢谢你。 若非没有他, 他只怕要暴露腿, 以好的事实。 不客气, 我们是夫妻, 你有危险, 我自然要义无反顾地救你。 桑浅不放过任何一个表现的机会。 只有得到继承舟的认可, 他才能安心待在继家。 继远航现在是继氏集团总裁, 大权在握, 想对付他并不简单, 想让他身败名裂, 一无所有, 更是难上加难, 若是能和继承舟成为盟友, 胜算倒是更大一些。 所以和继承舟搞好关系是他的必修课。 继承舟深深看了桑浅一眼, 没再说什么。 片刻后, 沈明买要回来。 继承舟接过药带, 拧开消毒水的瓶盖, 看向桑浅, 手。 我自己来就行了。 继承舟微微醋眉看着桑浅, 眼神透着坚持, 引有一丝不耐。 桑浅不敢忤逆他, 乖乖将手伸了过去, 他用棉签沾了消毒水, 开始给他清理伤口。 嘶。 继承舟动作微顿, 疼。 还好两个字到了嘴边, 又被桑浅咽了回去, 此时不妆柔弱博同情, 什么时候妆。 他眨了眨眼睛, 轻轻点头。 继承舟正了一下, 你忍一忍。 好, 你轻一点。 嗯。 嘶。 桑浅又轻声呻吟了一声。 继承舟转眸, 见桑浅眉心促着, 一副怕疼又强行忍着的样子, 不似作假, 他伸手不错, 但总归是女孩子。 妈妈说过, 女孩子无论外表多强悍, 内心总有柔软的一脚。 或许他是真的怕疼。 继承舟手上的力道又轻了几分, 边清理还边朝他受伤的地方轻轻吹气。 温热的气体浮洒在掌心, 如电流滑过, 带起一阵酥麻感, 桑浅忍不住缩了缩手。 别动。 男人低沉的嗓音在车内响起。 桑浅轻轻嗷了一声, 又乖乖将手伸了过去, 目光不自觉落在继承舟面上。 他薄唇微泥, 垂眸处理他的伤口, 神情专注认真, 五官被车内灯光笼罩, 更显深邃立体。 不得不说, 他长得真的很好看。 好了。 桑浅闻声才发现自己, 竟然盯着他的脸看了许久, 有些心慌地一开视线, 谢谢。 继承舟收拾好东西, 将药袋放在储物柜里。 沈明鉴处理好了, 启动车子, 车子很快驶入车流, 他透过后视镜, 朝后看了一眼, 大少奶奶, 你是不是学过功夫? 桑浅心里猛然咯噔一下。 难道刚才被沈明看见了? 季承舟本来打算靠在椅背上养晦而神, 闻言睁开眼睛, 眸光一转落在桑浅身上。 他神情看似平静, 只是颤动的睫毛和放在腿上无意识全紧的手指, 彰显了他的不安和慌乱。 他收回视线, 重新合上眼睛, 好好开车。 是, 大少爷。 沈明目视前方, 认真开车, 不再多言。 桑浅悄悄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季承舟刚才似乎在给他解围。 他偷偷看向身旁的男人, 他闭着眼睛, 似乎睡着了。 如果他真的帮他解围, 岂不是说明他也看见了他的动作, 知道他有伸手。 若是知道他有伸手, 不可能不好奇, 不过问吧。 一定是他想多了, 应该只是巧合。 他想睡觉, 觉得沈明说话太吵了, 所以让他好好开车, 嗯, 应该是这样。 车子到达目的地已经七点了。 桑浅远远的就看见季明渊坐在门口, 他的妻子宋念霜站在一旁, 明显在等他们。 车子停稳, 他将季承舟从车上推下来, 宋念霜正好也推着季明渊到了车前。 宋念霜看见季承舟, 眉眼间都是欣喜和激动, 眼睛瞬间红了, 眼泪落了下来, 真好。 几名冤回头, 看着妻子无奈笑了, 哭什么, 承舟醒了是喜事。 宋念双芒, 开掉眼角的泪, 我是高兴。 随即目光一转, 看见桑浅脖子上的项链, 嘴角露出笑容, 你带着很漂亮。 是小沈眼光好。 季承舟温声道。 桑浅有些意外, 季承舟竟然还有如此温润的一面, 看来他猜得果然没错, 他与小叔一家感情真的很好。 他乖巧叫人, 小叔, 小沈。 季明渊点点头, 嗓音温和, 都进去吧, 饭菜都好了, 就等你们了。 几人进入别墅, 别墅干净整洁, 装修雅致, 处处透着温馨, 没有像明月山庄一样, 到处都是庸人, 只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在餐厅忙着端菜。 见人进来, 妇人微笑着打招呼, 大少爷来了, 今晚的菜都是妇人亲手做的, 你可要多吃点。 季承舟含笑点头。 桑浅刚落座, 就听宋念双问, 你的手怎么回事? 抬眸对上他担忧的目光, 桑浅笑笑, 不小心摔了一跤, 只是破了点皮, 没事。 上过药了吗? 上了。 这几天别吃辛辣, 一会儿有酱油的菜也别吃, 免得留疤。 一点小伤, 其实真没这么严重, 但对上宋念双关心的眼神, 桑浅心头不油的一暖, 温顺点头, 好。 宋念双看向正在盛汤的妇人, 桑浅手受伤了, 拿筷子只怕不方便, 你给他拿个勺子吧。 妇人点头, 转身进了厨房。 桑浅伤的是右手, 包扎之后, 确实不太灵活, 用勺子都有些笨拙, 他便只是在面前的菜盘里, 挽了几下菜。 低头吃饭的时候, 突然一块牛肉放在碗里, 他抬头见祭成粥, 正收回筷子。 他挣了证, 谢谢。 他并未言语, 又给他加了不少菜才放下公块, 自己吃饭。 宋念双看见这一幕, 却忍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 祭成粥性子淡漠, 对女人向来不上心, 第一次见他这样关心女人, 想来这个妻子, 应该是和他心意的。 饭桌上, 几名渊询问祭成粥的身体状况, 之后两人又聊起了同城局势。 宋念双怕桑浅无聊, 也主动挑起话题, 聊一些护肤、美容、购物的生活琐事。 有说有笑, 气氛十分融洽。 桑浅觉得, 这才是一家人应该有的样子, 可这份温情祭成粥, 却不适合自己的父亲, 而适合自己的小叔。 吃完饭, 祭成粥去陪几名渊下棋。 桑浅被宋念双拉着去了楼上画室, 有意境幽远, 颜色鲜艳的山水风景画, 也有笔蕴深厚, 细腻逼真的素描。 看着琳琅满目的画作, 桑浅有些不可思议, 这些都是您画的吗? 宋念双点头, 无聊时地消遣罢了。 桑浅是学设计的, 对绘画也比较了解, 这样的比例绝不是消遣那么简单, 说这些是大家之作也无不可。 画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 宋念双的画给人一种宁静致远的感觉, 可以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内心极为平和的人。 桑浅看得有些心旷神仪, 想私藏, 小沈, 你的画卖吗? 宋念双笑了, 有喜欢的? 桑浅真诚点头。 你挑一幅, 我送你。 真的? 嗯。 桑浅将画室里的画都观赏了一遍, 最后视线落在角落里, 一张盖了白布的画架上, 这幅画为什么盖住了? 宋念双眼底染上一抹忧伤, 缓步走过去, 轻轻揭开那层白布, 是一张人物肖像画。 一个女子, 戴着卡其色鱼肤帽, 站在草丛里, 闭着眼睛, 仰望天空, 嘴角微勾地笑, 在阳光下一场美丽耀眼, 看得出她当时很开心。 桑浅觉得, 美眼和宋念双有几分相似, 这是小沈年轻时候的样子吗? 宋念双摇摇头, 缓缓道, 这是我姐姐。 原来是姐妹, 难怪美眼相似。 只是宋念双接下来的话, 让桑浅惊到了。 她说, 也是承州的母亲。 宋念双的姐姐, 是继承州的母亲, 那宋念双岂不是继承州的小姨? 现在她又是继承州的小沈, 所以是两姐妹嫁给了两兄弟。 我自小体弱多病, 是外婆在乡下将我养大, 长大后我就出国了, 同城鲜少有人知道我的存在。 我与明渊在国外相识, 相知, 相恋, 打算成婚时, 大哥向我姐姐求婚了, 姐姐不放心我, 担心我在季家被人欺负, 便同意了, 跟着我一起嫁进了季家。 不过我和明渊是真心相爱, 而姐姐和大哥只是商业联姻罢了。 说到这里, 宋念双顿了一下, 眼中满是悔恨和疼痛的水光, 我应该阻止姐姐的, 我若是阻止了, 姐姐也不至于被感情伤得那么深, 最后郁郁而终。 宋念双声音里有哽咽, 眼泪不受控滞流了出来, 但很快又被她抹去。 她走到桑浅面前, 握住她的手, 你和我之前见的那些女人不一样, 我看得出来, 你不是为了季家的权势而嫁给承州, 我也看得出来, 承州带你, 与别人不同, 她自小失去母亲, 不受父亲喜欢, 又失踪多年, 受了很多苦, 我希望你能真心带她。 桑浅煞实明白, 宋念双带她来画室, 不是为了赏画, 而是为了借机将继承州托付给她。 只是她嫁给继承州, 虽不是为了全事, 却也不是想真心和她过日子, 她注定会辜负宋念双的托付。 桑浅只能违心地说, 我会的。 宋念双瞬间破涕微笑, 转头望着画上的女子, 姐姐, 听见了吗? 承州有人照顾了, 你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心了。 从画室出来, 桑浅觉得心情有些沉重, 自从嫁进季家后, 表里不一的话, 她说过不少, 却没有哪一次像今晚, 充满了负罪感。 宋念双让季承州和桑浅留宿, 桑浅不敢发表意见, 全听季承州的, 她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宋念双眼眶一红, 说季承州都不和她亲了, 她就妥协了。 桑浅算是看明白了, 季承州最怕的不是陈秋荣, 而是宋念双。 其实也不是怕, 而是在意, 只有在意一个人, 才会顾及那个人的情绪和感受。 陈秋荣对季承州是纵容,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大概就是隔代亲的缘故, 而宋念双对季承州 更多的是一份期望, 期望她过得好, 过得幸福, 像妈妈。 宋念双将季承州和桑浅送到房间。 季承州促眉问, 沈明呢? 宋念双道, 我已经安排她睡下了, 你找她有事? 没事。 那就早点睡吧, 洗漱用品我都放在卫浴间了。 桑浅送宋念双离开, 关上门, 望着轮椅上气质金贵的男人, 是探问, 要我帮你洗漱吗? 她刚问沈明, 肯定是因为这个, 平时都是沈明伺候她。 季承州诞生拒绝, 不用。 那, 你先还是我先? 你先。 桑浅点头, 进了卫浴间, 简单冲了个澡, 穿着浴袍出来实践季承州握着手机, 坐在窗边打电话。 她似乎听见动静, 转头看了她一眼, 之后就结束了通话。 我洗好了, 你去吧。 季承州点头, 驱动轮椅进了卫浴间。 大概是因为静明渊也坐轮椅的缘故, 别墅里所有房间的门口都是平的, 非常方便轮椅行走。 桑浅有些不放心, 担心继承州摔跤或者滑倒, 虽然刷着手机, 眼睛却时不时朝卫浴间的方向看。 突然卫浴间传来碰的一声响, 她立刻丢了手机, 跑到卫浴间门口, 怎么了?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 嗓音鸣显染了克制的痛苦。 桑浅觉得, 季承州肯定摔跤了, 但碍于男人的面子, 便拒绝她的帮助, 她才苏醒, 右手脚不便, 摔倒了, 自己肯定爬不起来。 你别逞强, 我进来了。 桑浅刚说完, 卫浴间又传来碰的一声响, 想着才答应了宋念霜会好好照顾季承州, 便没再犹豫, 伸手拉开了门。 以为会看见季承州狼狈摔在地上的场景, 没想到入墓地是她精瘦挺拔的背影。 给她擦身子的时候, 她就知道, 她身材很好, 只是侧躺和站立的视觉效果完全不一样。 宽肩, 窄腰, 翘臀, 大长腿, 身上没有一丝坠肉, 难磨的身材也比不上她。 季承州扯过玉筋围在腰上, 转头, 嗓音冷若冰霜, 出去。 桑浅慌忙转身, 回到房间床边坐下, 心怦怦直跳, 像打鼓似的, 让她无法安宁, 脑中来回闪动季承州白皙挺拔的背影, 身体里的血向煮沸了, 浪潮似的, 一股股往脑门冲。 淡定淡定。 一个裸碑而已, 又不是没见过男人, 他还生过孩子呢,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 五年前那晚, 他醉的人是不行, 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更别提对方什么身材了。 新婚夜那晚, 又是被宋施警抢破, 他光顾着生气了, 还黑灯瞎火的, 他真没怎么注意他的身体。 他从没这样直观地看过男人的身体, 这视觉冲击太大了, 还真有点难以消化。 直到季承州穿着睡袍从未遇见出来, 丧浅的情绪才勉强平复下来, 只是看见他坐着轮椅, 他猛然想到一个事。 刚才未遇见时, 他是站着的。 他能站起来了? 腿好了? 桑浅想一问究竟, 但问这个问题, 势必又会让季承州想起刚才那一幕, 太尴尬, 算了, 还是不问了。 反正与医生说了, 他站起来只是迟早的事, 给我去拿个冰袋过来。 季承州的嗓音突然响起, 拉回了桑浅的思绪, 他转身出了房间, 没多久, 拿着冰袋进来递给他。 季承州将冰袋往额头上按, 桑浅这才发现, 他额头上鼓了一个大包, 你的额头怎么回事? 吹风机砸的。 吹风机? 桑浅眼中闪过一抹心虚, 他本来打算洗头的, 但洗的时候才想起来, 手上有伤, 便没洗, 将找出来的吹风机, 随手放在放睡袍的架子上。 所以, 季承州刚才是去拿睡袍, 没注意上面有吹风机, 所以被吹风机砸了。 难怪他问他需不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声音有些痛苦。 那么大个吹风机砸头上, 能不疼吗? 真是作孽。 出于愧疚, 桑浅轻声问, 要不要我帮你? 季承州冷冷扫了桑浅一眼。 一字一顿道, 不, 需要。 好吧, 他生气了。 刚才他也说了不需要, 但他还是打开了未遇间的门, 所以这次他才将这三个字咬得这么重。 桑浅尴尬扯了一下唇角,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干什么, 只好低头扣手指。 好一会儿, 听见床对面有动静, 他用眼角余光扫了一眼, 见季承州正双手撑着轮椅扶手, 吃力地从轮椅上站起来, 好像是想上床, 要不要我帮你? 几个字到了嘴边, 又被桑浅咽了回去, 这句话再问就是今晚的第三次了, 事不过三, 他懂的。 季承州若是想让他帮忙, 早喊他了。 桑浅偷偷关注着床那头的动静, 直到季承州躺下, 他才收回视线, 然后自己也挨着床檐躺下, 被子都没敢去扯。 李医生说过, 季承州不喜欢被女人碰触, 在家里, 他让他睡客房, 现在, 碍于送面霜, 他没说什么, 但心里, 对他, 肯定是抗拒的。 他就不去惹他闲了。 一日, 桑浅是被季承州喊醒的,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入目的是, 季承州眉心欲结的俊脸, 大早上的, 谁惹他不高兴了? 季承州眸光微垂, 冷冷到, 还不拿开? 拿开什么? 桑浅迷茫眨了眨眼睛, 昨晚他明明挨着床延睡的, 现在怎么离季承州这么近? 一低头, 才发现他竟然像只巴爪鱼一样, 靠在季承州身上, 手抱着他紧窄的腰, 一条腿曲起横搭在他小腹上, 混沌的思绪煞时清明, 他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怎, 怎么会这样? 季承州冷冷目光扫了过去, 你问我, 我, 一定是昨晚太冷了, 我没被子, 所以不由自主地往你那边靠, 之前你昏迷的时候, 我们也都一起睡的, 我从来没这样抱着你睡过, 听起来, 你似乎很遗憾, 他是这个意思吗?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不是故意的, 桑浅能感觉到季承州生气了, 他都不让他碰他的轮椅了, 他几次主动和他说话, 他也不理会, 宋念双也发现了他们之间不对劲, 离开的时候, 拉着桑浅问, 你和承州是不是闹别扭了? 看了他, 抱了他, 他生气了, 这算闹别扭吗? 男人生气, 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桑浅求之若渴地看着宋念双, 怎么解决? 红? 红? 对, 其实不止女人生气, 需要男人哄, 其实男人生气, 也需要女人哄, 而且, 男人比女人好哄多了, 因为男人不矫情, 你只要哄到点上了, 他一准就消气了, 怎么哄到点上? 投其所好, 这可难倒桑浅了, 他哪里知道纪承州喜欢什么, 他只知道, 他不喜欢女人, 宋念双见桑浅一脸愁容, 笑着给他支招, 承州喜欢吃草莓蛋糕, 桑浅不可置信, 不会吧? 他一个大男人喜欢吃甜食? 还草莓味的? 真的, 我姐姐想生一个女孩, 结果生了承州, 于是姐姐将她当女孩子养, 无论衣着还是口味, 都是按照女孩子的喜好来的, 小时候, 姐姐还给承州穿过裙子呢。 纪承州穿裙子, 桑浅忍不住笑出了声, 前面, 正在和纪明渊说话的纪承州, 听见桑浅的笑声, 回头朝他看了过来, 桑浅目光正大辣辣地, 放在纪承州身上, 想象他穿裙子的样子, 突然对上他深邃漆黑的视线, 他忙捂住嘴, 将笑憋了回去。 宋念双凑到桑浅耳边小声说, 这些他不让我往外说的, 我告诉你了, 你可得帮他保密, 他现在是大男人了, 要面子的。 好, 不过承州不喜欢吃牛奶, 蛋糕里你别放牛奶和奶油。 不放牛奶和奶油, 这还叫蛋糕吗? 宋念双见桑浅, 似乎很未聚集承州的样子, 又说, 你别怕他, 他和他妈妈一样, 外冷内热,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你若能和他交心就会知道, 他有一颗多么炙热的心。 炙热? 桑浅想说他只感受到了冰冷, 他在他面前, 够伏地做小的了, 试试顺着他, 迁就他, 整天笑脸相迎。 他从小到大的温顺乖巧, 都用在他身上了, 也没见他给他几分好脸色。 好不容易昨天救他一命, 让他对他态度好点了, 他不仅亲自给他上了药, 还给他加了菜。 以为两人之后的关系会有所改善, 没想到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不都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吗? 他不过不小心看了一眼他的身子, 抱了他一下, 他就翻脸, 也太小心眼了。 回到家, 继承舟进了书房。 桑浅回房间忙工作, 向山新剧的旗袍他得尽快设计出来。 忙起来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一转眼一天过去了。 四点的时候, 桑浅下楼进入厨房开始做蛋糕, 他打算亲手做一个草莓蛋糕来哄继承舟。 加面粉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加了一点牛奶。 继承舟腿部骨骼还没好, 需要多吃牛奶补钙, 不能因为不喜欢就不吃。 但桑浅加的量很少, 怕他闻到奶香味不吃。 蛋糕完成的时候, 女儿和继承舟正好放学回来。 晚晚进门就闻到了蛋糕香味, 得知桑浅做了草莓蛋糕, 高兴坏了, 闹闹着马上要吃。 桑浅先提前给继承舟留了一份, 剩下的端到餐厅让女儿和继承舟一起吃。 吃晚饭的时候, 两孩子被蛋糕吃饱了, 一人喝了一碗汤就下桌了, 小柱陪着去花园玩了。 桑浅将蛋糕端给继承舟, 为了维护他男人的面子, 特意说是晚晚想吃草莓蛋糕, 他做多了, 让他也尝一尝。 继承舟目光在没有奶油的蛋糕上扫了一眼, 诞生道, 我不吃甜食。 桑浅见继承舟拒绝得这么干脆, 不禁有些怀疑, 送面霜不会骗他吧? 但已经做了, 还是再试试吧。 我们都吃过了, 你不吃就得丢掉, 让孩子看见我们浪费粮食不好。 继承舟沉默一瞬, 问, 放牛奶了吗? 没有。 继承舟谈谋看向桑浅, 他正满眼期待, 讨好地望着他。 没放奶油, 没放牛奶, 一般的蛋糕可不是这样做的, 明显这个蛋糕是特意为他做的, 想来是小沈告诉了他, 他的喜好。 男人喜欢吃草莓蛋糕, 他也觉得别扭, 但这口味是从小被妈妈养出来的, 他也很无奈。 继承舟有些不自在清了清嗓子, 想着桑浅为了让他吃蛋糕, 不仅找女儿当借口, 还打着不能浪费粮食的旗号, 薄唇隐隐勾了勾。 他拿起叉子吃了一口, 味道还不错, 虽然不是记忆中那个味道, 但口感软糯酸甜, 倒是很开胃。 桑浅见继承舟将一整块草莓蛋糕都吃完了, 有点想鄙视他, 既然爱吃, 矫情什么? 宋念双还说男人不矫情, 看来继承舟是个例外。 继承舟吃完蛋糕, 打算喝碗汤姐姐腻, 只是汤才喝了一半, 就感觉浑身不对劲, 他解开袖口, 摇起袖子, 见手臂上已染起了红疹, 眸光煞时冷沉下来, 抬眸, 看向桑浅, 你在蛋糕里加了牛奶。 我眉, 桑浅下意识想狡辩, 看见继承舟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红疹子, 吓得不清, 你的手怎么了? 继承舟眉间笼上浓浓的阴霾, 眼底似有火光在涌动, 嗓音却冷若冰锥, 拜你所赐。 桑浅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你不是不喜欢喝牛奶, 是对牛奶过敏。 S继承舟修长手直扯开两颗衬衫扭扣, 仿佛这样呼吸才能顺畅些, 拿出手机拨通了黎修杰的电话, 我吃了牛奶, 你现在过来。 挂了电话, 他起身一边朝楼上走, 一边轻挠着扫痒的手臂。 桑浅跟了过去, 不能挠。 继承舟猛然转身, 神情英质, 别跟过来, 否则我不敢保证不掐死你。 桑浅站在原地, 看着继承舟怒气磅礴的背影, 很快消失在视线里,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想让他补盖而已。 好心办错事, 大概说的就是他了。 本来想哄他的, 现在好了, 人没哄好, 关系也雪上加霜。 哎, 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啊。 突然, 他想起一个事, 宋石井告诉过他, 他也对牛奶过敏, 这两人体质竟然这么像? 难道有钱人的体质都这么特殊? 没多久, 黎修杰就来了, 他急匆匆上楼了。 桑浅心里虽然着急, 却也没敢跟上去,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 才见黎修杰下来, 他忙走过去, 他怎么样了? 差点休克? 这么严重? 桑浅满脸愧疚, 小沈只说他不喜欢喝牛奶, 我不知道他对牛奶过敏, 我只是想着他骨骼有伤, 需要补盖, 就哄骗他吃一点。 你们出门时, 成舟差点出事是不是? 话题转变得太快, 桑浅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黎修杰在说什么? 是的。 黎修杰面色严峻, 那不是意外, 是有人想要成舟的命。 桑浅虽然怀疑不是意外, 但轻耳听见黎修杰说出来, 还是有些吃惊, 是谁? 不知道。 黎修杰摇头, 我和你说, 这些是想告诉你, 若是让有些人知道, 成舟对牛奶过敏, 那他们就无需今天这样, 废事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将成舟置于死地。 桑浅煞时, 明白了黎修杰的用意, 大概这也是继承舟让他传达的意思吧。 你放心我嘴很严的, 我与他是夫妻,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道理, 我懂, 若没有他, 我在继家毫无立足之地。 黎修杰见桑浅想得这么通透, 脸上严肃的神情, 才逐渐退去。 桑浅见气氛缓和下来, 望着才几天不见, 却黑瘦不少的黎修杰问, 黎医生最近工作很忙吗? 黎修杰怎么会不知道桑浅什么意思? 上次他让陈秋荣给桑浅下药, 继承舟生气, 送他去部队操练, 他又不是继承舟, 在部队待过, 他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医生, 哪里吃得了部队的苦? 这不, 晒得黑不溜秋不说, 还瘦了不少。 偏偏记承舟还用他说过的话, 赌得他无话可说。 他说, 我给桑浅下药, 是为了给你治病, 是为了你好。 结果记承舟来一句, 我送你去部队, 是为了让你强身健体, 也是为了你好。 他还能说什么呢?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啊。 黎修杰叹息一声, 忙, 都快将自己忙死了, 不说了, 说多了都是累。 然后摆摆手, 我走了, 承舟那里, 你多费心。 费心? 就是因为太费心了, 才弄巧成桌好吗? 之后, 桑浅没事, 不敢再往继承舟面前凑, 一心忙工作, 有空就陪陪孩子。 转眼一个月过去, 向山新剧需要的旗袍他也设计完成了。 明天他就要, 随着向山进剧组, 负责服装的相关事宜, 这个项目算彻底落实了。 罗宇棠说, 拿下这个项目, 他功不可没, 今晚要给他补办一个欢迎晚会。 他一直在等一个公开罗宇棠和苏妙彤是亲生妇女的机会, 既然他主动送上门, 他岂有拒绝的道理。 晚上, 桑浅来到宴会现场才发现宴会上不仅只有薄微服饰的人, 还有不少同城权贵, 甚至娱乐圈也来了不少人。 真以为罗书会为了你这么个新人举办这么大的宴会。 一道满是嘲讽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桑浅转头, 是苏妙彤。 苏妙彤踩着十公分的恨天高, 穿一身宝蓝色抹胸丸礼服, 如一只骄傲的白天鹅般走到桑浅面前。 罗书是以你为油透, 广妖贵客, 结交人脉, 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公司的大功臣了? 为你举办宴会? 你也配! 原来是这样! 真是无间不伤! 不过正合他意, 人越多越好, 这样消息爆出来时才更热闹。 桑浅淡淡勾了一下唇角, 办得这么热闹, 回头我得好好谢谢罗总。 苏妙彤醋眉, 你听不懂人话吗? 宴会不是为你办的,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为谁办得很重要吗? 热闹就行。 苏妙彤以为桑浅会觉得没面子, 会生气, 没想到他竟是这反应。 难怪未婚生子也敢舔着脸架禁忌家, 简直厚颜无耻。 不过, 今晚他安排了一场大戏, 等会儿好戏开场, 看桑浅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淡定。 敢让他无法踏进明月山庄, 今晚他就让桑浅再也没脸见人。 正想着, 远远地见一个穿着鹅黄色晚礼服, 身姿妙慢的女人进了宴会厅。 总算来了。 苏妙彤眼底闪过一抹算计, 随即亲密地挽住桑浅的手臂, 大嫂, 走, 我带你去认识一个人。 是出反常币有妖。 桑浅可不认为苏妙彤会这么好心, 他下意识想将手抽出来, 只是苏妙彤挽得很紧, 完全没有放开的意思。 两人都穿的礼服, 动作太大, 容易摔跤, 这样的场合, 摔跤绝对出洋相。 罢了, 不就是见个人吗? 还能将他吃了不成? 他倒要看看苏妙彤想搞什么幺蛾子。 蒋小姐, 没想到你也能来, 欢迎欢迎。 苏妙彤走上去热情打招呼。 蒋依然微笑回应, 苏总邀请, 怎敢不来? 谢谢蒋小姐赏脸。 苏妙彤仿佛才想起来身旁的桑浅, 看我, 光顾着说话,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是我大嫂桑浅。 蒋依然嘴角的笑煞时凝固, 充满敌意的目光在桑浅身上打量, 你就是桑浅。 就知道苏妙彤没安好心。 但桑浅看着面前, 这张陌生的面孔还是有些疑惑, 我是, 请问你是? 他? 空气中响起一道清脆的巴掌声。 事出突然, 对方速度又快, 桑浅完全猝不及防, 莫名其妙就挨了一巴掌, 脸色煞时冷了下来, 你我素不相识, 你为什么突然出手打人? 大嫂, 她是陆慈安的未婚妻。 苏妙彤说完, 一脸担忧看向蒋依然, 眼中快速划过, 一抹幸灾乐祸, 蒋小姐,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 这么多人呢, 平白让人看了笑话。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她是一个怎样恬不知耻的女人。 蒋依然拔高音量, 看向四周, 五年前, 桑浅收了陆夫人的钱, 离开了同城, 现在钱花光了, 又带着一个不知道和谁生的野种, 跑回来做了技家的冲喜新娘, 还暗地里勾引我未婚夫, 如此浪荡的女人, 竟然还有脸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也不怕脏了这里的空气。 四周的人煞时围了过来, 开始对桑浅指指点点。 只知道几家新曲进门的掌席是一个带孩子的女人, 没想到行为这么不检点。 先收陆家的钱, 后嫁给纪大少, 不甘寂寞, 又暗地里勾搭陆公子, 为了钱, 他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也太不要脸了。 他这样的人, 只管脸财, 还要什么脸? 不过如今纪大少醒了, 他的如意算盘定然要落空了, 纪家他怕是待不下去了。 原来在这里等着他。 毁他生育, 让他在纪家待不下去, 这就是苏妙彤的算计。 桑浅冷冷扫了苏妙彤一眼, 而后挺直几倍, 不卑不亢看向大家, 我从没收过陆家的钱, 也没有勾搭过陆慈安。 还在这里狡辩, 你若没勾搭陆慈安, 他怎会突然推迟婚期, 还整天买醉, 喝醉了口口声声都喊着你的名字, 我今晚非得撕烂你, 这张狐媚子的脸, 看你以后还怎么勾引男人。 蒋夷然说着满脸愤然, 走到桑浅面前, 伸手就要去挠他的脸。 桑浅擒住蒋夷然的手腕, 眸光一片冷然, 他推迟婚约你不去找他, 在我面前撒什么泼。 蒋夷然被桑浅清冷的目光, 看得心中一触。 大嫂, 你快放开蒋小姐, 她可是我今天邀请的客人, 你怎么能对客人动手呢? 苏妙彤上前拉扯, 摆出一副合适佬的姿态, 可说的话, 却勾矩, 都是在责备桑浅。 到底是谁对谁动手? 桑浅甩开蒋夷然的手, 冷冷看向苏妙彤, 你这眼睛该去致致了, 黑的都看成白的了。 苏妙彤脸色猛然一白, 随即垂下眼帘, 一脸受伤的模样, 大嫂,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今晚我特意为你举办这场欢迎晚会, 就是为了让你在众人面前露露脸, 以后不管在公司, 还是在外面, 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我只是觉得, 我们是主人, 对客人不能这么无礼。 我这般为你着想, 你却, 你将她当大嫂, 她可没将你当弟妹, 一个贱人, 你何必这样, 为她打算? 有人替苏妙彤鸣不平, 立刻有人附和, 就是, 我还以为被SS称赞的设计师能有多厉害, 原来是这负德性,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平白污了我的眼睛。 苏妙彤微垂的眼中闪过笑意, 柔声道, 你们别这么说她, 她是真的有才华的。 品行不端, 连人都不会做, 有才华又有什么用? 有人义愤填膺道, 苏总, 她如此对你, 你竟还维护她, 这样只会让她更蹬鼻子上脸。 不得不说, 演戏还是苏妙彤在行。 桑浅自愧不如, 就是不知道一会儿她安排的戏, 苏妙彤会怎么接演。 突然有点期待了。 桑浅没再理会她们, 抬脚朝洗手间走去。 蒋依然伸手挡住桑浅。 不许走, 你今晚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我绝不罢休。 桑浅赞同班点点头, 确实该给你一个交代。 话落, 抬手给了她一耳光。 蒋依然捂着被打的脸, 不可置信看着桑浅, 你竟然敢打我。 你不是要交代吗? 礼尚往来, 还你了。 我跟你拼了。 蒋依然朝桑浅扑了过去。 桑浅敏捷躲开, 顺便伸脚拌了一下蒋依然。 蒋依然扑空, 样呛一下, 直接朝地上扑去, 摔了个狗啃泥。 大嫂你怎么, 桑浅诞生, 打断苏妙桐, 你现在应该先去扶她, 而不是找我的茶。 苏妙桐脸色微变, 快步朝蒋依然走去。 这时门口, 传来一阵骚动。 桑浅下意识朝门口看去, 看见来人, 眼中浮现惊讶, 她怎么来了? 身旁有人议论, 这人是谁啊? 我怎么从未见过? 不认识, 不过, 她好帅啊, 五官立体, 气场强大, 还有那逆天的大长腿, 行走间沉稳的男性张力, 啊啊, 完全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她手上的腕表, 一看就价值不菲, 此人非富极贵。 人群中正在与宾客交谈的纪远航, 看见门口进来的人, 眼中立刻浮上惊喜, 抬脚快步迎了上去, 语气恭敬客气, 不知宋总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宋时景微微汗手, 并未言语。 纪远航其实有点畏惧, 这位传闻中的商界传奇人物。 一直以来都是纪承州和宋时景谈合作, 自从纪承州出世后, 宋时景就终止了景盛集团 和纪氏集团的一切合作。 这对纪氏集团来说, 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纪远航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多次约宋时景, 想和他继续谈合作, 都被拒了。 纪承州和桑浅成婚那晚, 好不容易约上, 他特意弄了个油雾, 想讨好宋时景, 还偷偷在他酒里下了要助兴。 没想到这位爷发现不对劲, 当场向他要了要当着他的面下在酒里, 让包厢里的公主敬他喝, 那晚, 他差点死在床上。 他以为从此和景盛集团 再无合作的可能, 没想到向来不再公开场合露面的宋时景, 今晚竟然会来参加这次晚宴。 看来, 他回头地好好问问罗宇棠, 是怎样搭上这尊大佛的。 桑浅远远地见宋时景, 如众星捧月般被大家围着, 大家的注意力被转移了, 他也乐得清静, 抬脚朝洗手间走去。 他在洗手间玩了一局游戏, 算着时间差不多了, 才起身出去。 刚走出卫生间, 却看见宋时景站在走廊抽烟。 一身黑色西装勾勒出男人奇场挺拔的身躯, 他一手插兜, 一手加烟往薄唇边送, 举手投足间说不出的慵懒和金贵。 他不在外面当他的聚光灯, 跑这里来抽什么烟。 桑浅捋了一下耳边的碎发, 抬脚走了过去, 宋总怎么有空来这种场合。 景盛集团总裁可是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 是谁请动了他? 纪远航, 苏妙童, 还是罗宇棠? 无论是谁, 这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宋时景缓缓吐出一口烟, 深邃目光隔着鸟鸟烟雾落在桑浅身上。 急怀晚礼服将他妙慢的身姿包裹得恰到好处, 更显得他身段高挑纤细, 尤其那小蛮腰, 真细, 仿佛一掐就断。 五官精致, 妆容素雅, 无论皮像还是身材, 他都是女人中的佼佼者。 怎么说, 我们也是一周四个小时的关系, 你的欢迎晚会, 我自然要来捧场。 桑浅微正, 怎么也没想到他竟是为他而来。 不过他这话说得也太过暧昧。 什么叫他们是一周四个小时的关系? 他有些心虚地看了看四周, 还好没人, 宋总觉得威胁人的事说出来很光荣。 宋石井见桑浅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宝纯隐隐勾了勾, 我说错了。 桑浅被他噎了一下, 我只是提醒宋总说话要注意措辞, 毕竟我可是一个有夫之妇, 毁了宋总的名声就不好了。 你是担心毁了你的名声吧? 知道还问。 宋石井偏头朝一旁的烟灰同点了点烟灰, 不过, 陆公子的未婚妻今晚这么一闹, 你还有名声吗? 看来外面关于他的话题还没平息。 桑浅也没料到, 苏妙彤会来这一招, 毕竟他如今可是薄微服饰的人, 他名声臭了, 对公司百害无利, 苏妙彤无异于再砸自己的场子。 看来女人和男人格局还是有差异的。 这事罗宇棠就做不出来。 桑浅间不远处有人过来, 这事就不劳宋总操心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说完, 抬脚朝前走。 与宋石井擦身而过的时候, 手腕突然被他握住。 桑浅煞食慌了, 压低嗓音说, 你干什么? 有人过来了。 宋石井妖唇笑了, 你这反应, 搞得我们像在偷情。 桑浅脸颊一阵发热, 谁和你偷情? 我只是提醒你, 今天周一, 两个小时别忘了。 知道了。 桑浅朝宋石井识眼色, 是以他人过来了, 让他松手。 他却像没看懂他的暗示, 你自己过去, 还是我等你? 桑浅见过来, 那人脚步明显顿了一下, 看他的目光, 也煞时变得比移起来, 默默在心里骂了宋石井一句, 狗男人。 宋石井适时松手。 桑浅退开两步, 微笑着说, 感谢宋总看得起我, 但我如今已经签约薄微服饰, 您等也没用, 我不能被信弃义, 跳槽去你那儿工作。 宋石井深邃眼底, 扶上一缕薄笑, 倒是挺机灵。 桑浅间那人进了卫生间, 脸上的笑煞时退去, 语气不善, 宋总觉得, 这样很好玩吗? 宋石井眉稍微挑, 还行。 桑浅气得脸都红了, 有病? 你有药? 桑浅懒得搭理他, 抬脚走了。 宋石井看着桑浅怒腾腾的背影, 无声笑了下,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以这个身份见他, 他总想看他, 被气得亮出爪子, 牙尖嘴利, 浑身是刺的样子。 与在继承舟面前, 温顺乖巧, 伏地作小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这种反差感, 让他愉悦。 而且, 上次他让他牛奶过敏, 他不得报复一下。 桑浅来到燕客厅, 罗宇棠正在台上讲话, 与翠叔一袭浅绿色旗袍站在他身旁, 高贵典雅, 好一副夫妻恩爱的画面。 他们背后巨大的夜经显示屏上正, 播放着薄微服饰的辉煌历史。 一番商业寒暄过后, 罗宇棠, 不陌生, 他可是被国际设计大师SS亲口赞扬过的。 台下有人窃窃私语, 说的都是刚才桑浅与蒋依然发生的那场闹剧。 桑浅无视大家一样的目光, 在心里默默倒数, 5、4、3、2、1。 显示屏上的画面突然一变, 换上了一张亲子鉴定报告。 台下瞬间一片沸腾。 哪来的亲子鉴定报告? 罗宇棠和苏妙同DNA相似度竟然高达99%, 惊天大瓜呀! 没想到, 他俩竟然是亲生父女。 不是说罗宇棠帮兄弟苏博文照顾妻儿吗? 怎么兄弟的女儿成了他的了? 如果这份鉴定报告是真的, 岂不是说明罗宇棠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和于翠叔搞到一起了? 两人竟然给苏博文戴了一顶这么大的绿帽子。 他们还好意思立一波云天, 情深义重的人设, 这分明就是难道女娼, 先连寡耻。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罗宇棠听见大家的议论, 转头看向身后的电子显示屏, 脸霎时一片霎白。 一旁的于翠叔满脸无措, 身子都有些站不稳, 有些摇摇欲坠。 罗宇棠毕竟是混迹商场的人, 很快稳住心神, 扶住于翠叔, 朝台下道, 不知道谁伪造了这份鉴定报告, 让大家见笑了。 桑浅望着屏幕, 肆疑或低难, 鉴定部门的张也能伪造吗? 身旁的人听见, 立刻朝台上喊, 罗总, 报告上盖张了, 怎会有假? 罗宇棠被问得哑口无言, 只能强行道, 我不知道谁要这般针对我, 但请大家放心, 这事我一定严查, 我夫人不舒服, 我先扶他下去休息。 说完搀扶着腿软的于翠叔, 快速下了台。 台下苏妙彤正挽着纪远航的手臂, 享受大家对他的恭维和赞美, 享受属于他季家二少奶奶的无上荣光。 还有大家一口一个苏总, 虽然自从苏博文去世后, 这个称呼, 他已经听了五年了, 可每每听见大家这么喊他, 他还是觉得无比舒畅, 有种高高在上, 一切都在他脚下的感觉。 突然台上出现那张亲子鉴定报告, 所有人的目光, 煞时从羡慕变成了嫌弃。 之前还传闻他是小三之子, 没想到这都是高看他了。 他竟然是罗宇棠和于翠叔背着苏博文狗且留下的种。 这种人竟然还成了纪家二少奶奶, 纪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 苏妙彤听着大家的议论, 脸一阵红一阵白, 他慌忙看相机远航, 老公, 你别听他们胡说。 纪远航眼中透着震惊和被人欺瞒的愤怒, 你真的是罗宇棠的女儿。 我, 苏妙彤满脸无措, 老公, 不论我是谁的女儿, 我都是你的妻子。 纪远航活了二十几年, 还从没面对过这么难堪的局面, 推开苏妙彤的手, 转身快不出了艳客厅。 苏妙彤红着眼睛追了出去。 桑前怎么舍得错过这么好看的戏, 也偷偷跟了出去。 远远地见苏妙彤, 紧紧抱着纪远航, 哭着说, 老公别丢下我。 纪远航掰开苏妙彤的手, 当年我为什么娶你, 你心知肚明。 苏妙彤当然知道。 当年苏妙性格保守, 虽然与纪远航交往, 两人却一直没在一起。 他极恨苏妙能得纪迦二少爷的青睐, 于是在苏妙生日那天, 设法将苏妙和纪远航都灌醉, 然后将苏妙送到一个陌生男人的房间, 自己趁机爬上了纪远航的床。 醒来, 苏妙脏了, 她成了纪远航的女人。 她骗苏妙, 说那晚的男人是纪远航, 那个傻子竟然信了。 在纪远航面前, 她又说自己喝多了, 不知道怎么就和她在一起了, 姐姐也和别人睡了, 但这一切都是误会, 她不想破坏他们的感情, 春宵一夜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还祈求她不要告诉姐姐, 姐姐那么爱她, 若知道自己醉酒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 定然无法接受。 在她的哀求和哭泣中, 纪远航才勉强答应了她。 只是发生过的事, 又怎能当作没发生? 她知道纪远航有洁癖, 素养脏了, 她不会再碰, 而她, 是清白之深根的她。 每次她和姐姐相处的时候, 她表现出情不自禁的羡慕和黯然神伤, 然后又制造几次意外的身体接触, 那时纪远航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一来二往, 两人就理所当然地在一起了。 但纪远航从没说过会娶她, 她知道, 她是嫌弃她的出身。 那时, 坊间传言, 她是于翠叔趁苏样的母亲病重, 苏博文悲伤醉酒之际, 爬上苏博文的床, 生下的她。 小三之子自然配不上高高在上的纪家二少爷。 可苏样却是苏家堂堂正正的千金小姐, 苏博文的掌上明珠, 虽然脏了, 但对纪远航的事业有帮助, 她就不会放弃她。 苏妙彤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才没在和纪远航发生关系后, 要求和她光明正大在一起。 后来, 她设计毁了苏样的脸, 没了美貌, 身子又脏了。 纪远航才会彻底嫌弃苏样。 可她低估了纪远航对于事业的野心, 她想成为纪市集团掌权人, 她需要苏家的帮助。 为了这个, 她竟然可以忍受苏样毁容, 不竭, 甚至怀上别人的孩子。 她伤心极了, 以为这辈子都无法取代苏样。 这时, 苏伯文发现了她妈妈和罗宇棠的事, 气急攻心病倒了, 她知道她的机会来了。 她找到纪远航, 承诺, 只要她帮她除掉苏样, 让她成为苏伯文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苏家将为她所用。 所以他们一起杀了苏样, 她名正言顺地, 接手了柏威服事。 可现在竟然爆出她, 不是苏伯文的女儿, 而是罗宇棠的女儿, 公司定然会被搅得天翻地覆。 苏妙彤也被这个消息打得措手不及, 她又拉住纪远航的手, 哭着说, 不管我是不是苏伯文的女儿, 如今苏样死了, 公司除了我, 再也无人继承。 而且我和罗书掌管公司五年, 早已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岂是一个亲子鉴定报告, 就能打垮的。 纪远航眉目有所松动。 苏妙彤忙又说, 老公,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 苏家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纪远航眼底划过一抹不屑, 一个小小的服装公司而已, 怎能成为她的后盾。 她现在可是既是集团总裁, 不是当年那个需要苏家资金维持人脉的纪远航了。 不过, 现在纪承舟醒了, 她掌权人的位置又受到了威胁, 苏妙彤还没成为一颗废奇浅, 倒是可以先留着。 一番衡量, 纪远航态度缓和下来, 你好好处理吧, 我有事先走了。 苏妙彤知道, 纪远航这是原谅她了, 煞时松了一口气, 看着纪远航走远才转身进了艳客厅。 艳客厅早已乱作一团, 该看的戏已经看完了, 丧钱懒得再回去, 正要离开, 转身, 差点撞上一堵肉墙。 她抬眸, 怎么又是你? 真是阴魂不散。 宋时景双手插兜, 姿态闲散, 似笑非笑看着桑浅, 从里面追到外面, 原来桑小姐这么喜欢看戏。 桑浅醋眉, 你跟踪我? 我不过也恰好喜欢看戏而已。 突然宋时景画风一转, 今晚这场戏该不会是你导演的吧? 桑浅心里咯噔一下, 狗男人, 要不要这么精明, 面上却不动声色, 宋总可真会开玩笑, 我导致出戏对我有什么好处? 先收拾苏妙彤, 再收拾纪远航。 看来在宋时景心里已经认定她和纪远航有仇了, 不过她认定又如何? 她现在不是苏样, 只要她不承认, 她也没招, 宋总越说越离谱了, 我怎么会知道苏妙彤和罗宇棠是亲生妇女? 我又不是神仙? 宋时景看了桑浅一瞬, 没再跑根问底, 下巴微抬, 指了一下出口, 一起走。 虽然现在大家都在宴客厅看热闹, 但这毕竟是公共场合, 难免会碰见人。 宋时景又是发光体一般的存在, 和她一起走, 是生怕别人不误会吗? 桑浅拒绝, 你先走, 我还有点事。 宋时景自然知道桑浅是怕别人说闲话, 没再说什么, 抬脚走了。 去遵典的路上, 桑浅拨通了文蓝的电话, 文姐, 准备好两个账户, 明天博微服饰股票肯定大跌, 你趁机大量购买股票。 好。 顿了一下, 文蓝说, 对了, 你让我查的事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卡车司机和那个开摩托车的男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找不到半点踪迹, 车牌号也都是伪装过的, 找不到车主。 这更加说明那晚不是一场意外。 桑浅沉音一瞬, 知道了, 辛苦了。 还有一个是, 宋时景在找你。 找我? 确切地说是在找SS。 他找SS干什么? 他应该是想找你合作, 锦盛集团在服装这一块并不是很强势, 他估计想将这一块搞起来, 他不知道从哪得知你回国来了同城的消息, 现在到处找你。 甭搭理他。 好。 桑浅来到尊典会所, 宋时景在书房办公, 他去报了个道, 就回到客厅看电视。 往常他过来陪他, 都会带工作过来, 他在书房办公, 他在客厅画设计稿, 互不干扰。 但是现在象山的旗袍已经设计完成, 暂时没有工作, 今晚可以轻松一下。 看了一会儿电影, 桑浅觉得有点饿, 今晚在晚宴上他什么都没吃, 肚子这会空荡荡的。 他拿出手机点外卖, 买了烧烤, 卤味和炸鸡, 然后起身去酒柜那儿挑了一瓶红酒, 开了先醒着。 想着晚宴上苏妙彤那一家子惨白的脸, 心情就格外舒畅, 必须喝点小酒庆祝一下。 还有一个原因, 宋时景酒柜里收藏的酒, 他馋很久了, 他问过他, 这里的酒他能喝吗? 他说让他随意, 免费的名贵好酒, 不喝白不喝。 没多久, 外卖就到了。 给他送外卖的, 不是外卖小哥, 而是尊典会所的服务员。 这里外卖小哥进不来。 桑浅拿东西的时候, 看见了服务员眼底一闪而过的嫌弃, 是了, 住总统套房的人, 谁会吃烧烤, 卤味和炸鸡, 太降身份。 不过他不在意, 自己喜欢就好。 看着电影, 吃着小吃, 喝着红酒,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他自从回国计划复仇开始, 神经一直是紧绷的, 这会儿竟有种走上了人生巅峰的感觉。 宋时景处理完工作, 从书房出来, 满屋子烧烤炸鸡的味道, 让他忍不住猝起了眉头。 来到客厅, 见桑浅靠在沙发上看电视, 一手捏着一只鸡腿, 一手端着一杯红酒。 集怀完礼服, 被他撩到膝盖处打了一个截, 露出一截白皙笔直的小腿, 双腿交叠懒散搁在茶几上。 银白的脚丫子在灯光下惬意地舒展着, 自在又随意。 谁允许你在这里吃这些东西的? 桑浅闻声, 回头, 见宋时景不知何时来到了客厅, 眉头醋着, 显然不高兴, 你吃吗? 宋时景见桑浅目光有些迷离, 脸颊也染上了酒后的红韵, 明显有些醉了, 视线一转, 见茶几上一瓶红酒已经见底了, 眉头又拧紧了几分, 几步走过去, 拿走他手里的酒杯,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桑浅起身就要去抢酒杯, 起得太猛, 又喝了酒, 一阵头昏眼花, 重新跌回了沙发上。 怎么回事? 他明明是两瓶红酒的量, 这才一瓶怎么这么晕? 你这是不是假酒? 宋时景看来醉得不轻。 桑浅找到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快十点了, 他几点过来的来着? 两个小时到了吗? 不管了, 回家。 他起身, 晃晃悠悠朝旋关那边走。 宋时景簇眉跟在他身后, 我让陈冰送你回去。 桑浅从鞋柜里拿出自己的银白色高跟鞋换上, 想说不用, 刚转身, 没站稳, 身子朝一旁倒去。 宋时景眼疾手快, 揽住他的腰。 桑浅一头, 撞进宋时景怀里, 感觉像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他摸着顿痛的鼻子, 仰头, 眸光迷离, 因为疼痛, 染上了泪光, 疼。 嗓音四染了哭腔, 很软, 尾音又拐着弯地上扬, 有股撒娇的意味。 宋时景头皮一阵发麻, 身体里无端涌起一股燥热, 手从他腰上离开, 握住他的双臂, 远离他柔弱无骨的身子, 活该, 站好。 凶什么凶? 桑浅哼唧一声, 推开宋时景的手, 别想趁机占我便宜。 宋时景, 我告诉你, 我是有老公的, 别打我的主意。 宋时景无奈捏了捏眉心, 我没打你的主意。 瞎说, 你到处在找我, 以为我不知道? 宋时景挑眉, 我找你? 对。 桑浅指着宋时景的鼻子, 你找我? 我找你干什么? 嘘。 桑浅时直抵在宋时景唇上, 这是秘密, 不能告诉你。 宋时景身子猛然僵住, 眸光微垂, 视线落在桑浅白葱般纤细的食指上, 他的指腹很软, 还散发着炸鸡的味道。 是他刚吃了鸡腿的。 他从不吃这些垃圾食品, 也讨厌这个味道, 可这一刻, 他竟然觉得香, 鬼使神差的, 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桑浅醋眉, 你舔我手指干什么? 宋时景后之后觉, 自己做了什么, 眼底快速闪过一抹羞涩, 但很快, 又被他不动声色脸去, 一本正经地说, 你手指上有炸鸡的味道。 桑浅闻了闻自己的手指, 好香, 他将手指放进嘴里, 砸吧损了损。 宋时景心口猛然戒了一下, 只觉有一股燥热, 从小复处直窜天灵盖, 你, 确实有炸鸡的味道。 桑浅笑笑, 将手指从嘴里拔了出来, 又伸到宋时景面前, 你要不要再尝尝? 宋时景看着面前泛着水光的手指, 喉结微滚, 眼波健身, 嗓衣按哑, 桑浅,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不吃拉倒, 我还舍不得给你吃呢。 宋时景握住桑浅就要收回去的手, 低头, 惩罚般咬住。 手指传来疼痛, 桑浅醋眉就要将手指抽回, 他咬得很紧抽不出来, 你咬我干什么? 疼。 又是那副发软撒娇般的嗓子, 眸光炼焰润润着水光, 委屈又柔若可欺的模样。 宋时景眸色又伸了一个肚, 长臂一伸, 将人捞了过来, 拦住他的腰, 低头, 稳住他的唇。 桑浅嗯嗯挣扎。 宋时景大手扣住他后脑勺, 紧固他的脑袋, 防止他挣脱。 桑浅被人夺了呼吸, 本就晕呼的脑袋更是糊成了一锅粥, 腿软得有些站不稳, 身子往下滑。 宋时景大手扣紧他的细腰, 一个旋转将他抵在玄关柜上, 撬开他的唇齿, 他口腔里有淡淡的酒香, 清甜可口, 让人迷醉。 空气中热度狂飙。 酒香四溢, 欲念横生, 满是一米。 突然一阵突兀的铃声响起。 宋时景犹如被人当头一棒, 猛然清醒。 放开桑浅, 他已经软如一滩水, 站都站不稳, 全靠他握在他腰间的那只手支撑。 深邃眼中浮上一抹懊恼, 他什么时候自制力这么差了? 竟然趁人之危? 一手揽着他的腰, 一手接通电话, 沈明的声音通过电流传了过来, 老大, 消失一个月的人出现了, 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您要不要过来一趟? 黑色宾利在一栋别墅前停下。 宋时景从车上下来。 沈明迎过去, 老大, 两人嘴硬, 什么都没招。 宋时景面色沉静, 敏唇朝别墅走去。 你要换装吗? 沈明问。 宋时景点头。 从房间出来, 宋时景已经成了坐在轮椅上的继承粥。 沈明推着他乘坐电梯来到地下酒窖。 酒窖很大, 空气中散发着醇厚的酒香, 一眼望去, 全是酒柜, 每一个酒柜上都摆满了酒, 红酒, 白酒, 鸡尾酒, 威士忌, 品种齐全, 应有尽有。 市场上各种珍品在这里随处可见, 随便一瓶都是六位数以上的价格。 轮椅在一处酒柜旁停下, 纪承粥随手拿了一瓶酒在手里把玩, 将它们带过来。 是。 沈明转身吩咐人去办。 很快, 两个鼻青脸肿的男人被滴溜了过来, 跪在地上, 看见纪承粥, 两人神色煞时变得慌张起来。 纪承粥目光从酒瓶上一开, 看向两人, 英俊硬朗的眉宇间染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冷意。 他只是看着他们, 心理战术, 气势上的绝对碾压, 一言不发的静默, 是积压着汹涌狂力的肃杀之气。 没几分钟, 两人满头大汗。 纪承粥驱动轮椅, 来到两人面前, 不说。 淡淡的两个字, 十足的压迫感。 我骑摩托车从巷子里出来, 没注意, 不小心碰到了你, 那, 那只是一个意外。 另一个人附和, 对, 意外, 是意外。 呱, 纪承粥一酒瓶, 砸在其中一个男人的脑袋上, 酒瓶碎裂, 酒水浑着血水流了那人一脸, 那人摇晃一下倒在地上。 另一个人满脸骇然, 身子筛糠式地抖了起来, 眼里全是恐惧。 我, 我, 我说, 纪承粥接过沈明帝过来的手帕, 轻轻擦拭着修长的手指, 说吧。 呱, 有人让我们制造一场意外, 要你的命, 先给我们打了一笔定金, 说事成后再付尾款, 但我们只是电话联系, 而且, 那人还开了变阴器, 我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 纪承粥挑眉, 就这样。 事后没成功, 那人照理还是给我们打了尾款, 但前提是让我离开同城, 不许再出现, 我们钱输光了, 以为风声过了, 就, 就回来了。 那人说完不停地朝地上磕头, 我知道的都说了, 求求你饶了我。 纪承粥垂谋沉吟片刻, 吩咐审明, 明晚将人送去明月山庄。 好。 信号信号, 一日, 丧浅醒来发现自己在宋施景的床上, 魂差点下磨了。 他怎么睡在这里? 为什么没回家? 他揉了揉有些沉闷的额头, 昨晚的记忆渐渐浮现, 他点了外卖, 开了一瓶红酒, 好像喝多了。 然后宋施景出来了, 不仅咬了他的手指, 还吻了他。 不不不, 这一定不是真的。 桑浅慌忙查看自己的手, 右手食指上有一圈咬痕。 他瞬间如遭雷劈。 是真的? 竟然是真的? 他忙又揭开被子, 还好, 身上的衣服没换, 还是穿着昨晚的礼服,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他夜不归宿, 记家那边, 他该怎么交代? 不知道陈秋荣发现没有? 桑浅拿出手机, 昨晚他去晚宴的时候, 将手机静音了, 这会儿, 上面好几通未接来电, 都是小柱的。 回播了一个过去, 那边很快就接了, 小柱焦急的嗓音传了过来, 大少奶奶, 您去哪儿了? 怎么一晚上没回来? 我昨晚在晚宴上, 被几个同事拉着出去庆祝, 太晚了, 我怕打扰, 你们休息就没回去, 在酒店开了一间房, 奶奶没生气吧? 老夫人昨晚没过来, 不知道你没回家, 但是大少爷问了你, 继承舟? 自从上次牛奶过敏事件后, 这一个月以来, 他从未主动和他说过话, 晚上吃了晚饭就去书房, 之后就直接回房睡觉。 所以晚饭上见了面后, 两人几乎不会打照面。 昨晚的欢迎晚宴, 他提前和继承舟说过, 正常来讲,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或者是否回来, 他不会去关注。 这次怎么主动过问? 桑浅煞时变得紧张起来, 他怎么会突然问起我? 问什么了? 昨晚你出门后, 没多久, 大少爷和沈大哥也出门了, 回来的时候挺晚了, 应该快十二点了, 他问你回来没有? 你怎么回的? 桑浅迫不及待地问。 我骗他说你回来了, 睡下了, 桑浅瞬间松了一口气, 只是小猪接下来的话, 让他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 可大少爷好像找你有事, 去了你的房间, 然后发现你不在, 我, 我瞒不住了, 只好实话实说你去参加晚宴还没回来。 完了, 竟然被继承舟发现, 他夜不归宿, 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 没有。 那他生气了吗? 不知道, 大少爷一句话都没说, 喜怒不形于色, 我看不出来, 大少奶奶, 你现在回来吗? 马上回来。 桑浅回家的路上, 接到了王姐的电话, 王姐问他, 怎么还没去公司? 他这才想起来, 今天要随向山一起进剧组。 他只好撒谎说, 肚子有点不舒服, 晚一点到。 回到山庄, 桑浅有种做了错事, 不敢见家长的记事感, 来到别墅门口, 有点不敢进去。 小猪出来看见桑浅, 大少奶奶你回来了? 嗯。 桑浅装作在看天气的样子, 今天太阳挺大呀。 嗯, 天气预报说, 今天三十度呢。 小猪一脸单纯地说, 桑浅朝别墅走, 继承州在干嘛? 大少爷在书房。 桑浅脚步一顿, 他还以为继承州会等在客厅兴师问罪, 既然在书房, 那就不会碰面, 昨晚的事, 晚上再和他解释好了。 他知道,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但能躲一时是一时。 他脚步轻盈上楼, 视线一直盯着书房, 生怕继承州听见声响出来。 回房间, 换好衣服出来, 书房的门还关着, 桑浅麻溜出了别墅, 走之前和小柱说, 公司有急事, 我先去公司了。 来到博威福市, 公司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窃窃私语, 谈论的都是苏妙彤和罗宇棠是亲生妇女这件事。 桑浅听着大家或不可思议, 或鄙夷的语气, 本来被继承州发现他夜不归宿, 心情不好的, 突然心情愉悦起来。 这只是一个开始, 罗宇棠他们一家人欠下的血债, 他会一点一点慢慢讨回来。 王姐办公室, 你是象山的个人服装师, 只需全心全意负责好他一个人的服装的放置, 储存和维护, 虽然工作量不大, 但耗时长, 只要他在剧组, 你就得在剧组, 直到他的戏份结束。 这个我之前和你说过, 让你和家里调配好时间, 没问题吧? 王姐问桑浅, 没问题。 现在继承州已经醒了, 不需要他全天照顾和陪伴了。 这件事, 他也征得了陈秋荣的同意, 和继承州也打过招呼了。 你以后可以直接去剧组, 那边收工你就下班, 不需要再特意来公司了。 好的。 好好干, 象山这部剧若是火了, 你也前途无量, 这是你接手的第一个项目, 有不懂得随时来问我。 好的。 你去吧, 让吕家俊送你, 服装都在车上了, 剧组那边我给你请过假了。 谢谢王姐。 吕家俊将桑浅送到剧组就离开了。 象山那边安排助理杨碧凡过来和桑浅对接服装。 杨碧凡脸色很不好, 语气也冲, 第一天进组就迟到, 还让象姐等你, 脸可真大。 桑浅自知自己理亏, 没哼声, 对照排成将今天向山派定装照需要穿的几套衣服挑出来, 用挂烫机开始熨烫。 杨碧凡见桑浅不说话, 欲发的礼不饶人, 本来象姐是找SS设计她的服装的, 但SS不在国内, 所以才让你捡了这个大便宜, 你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人家挤破脑袋都得不到这样的机会, 你倒好, 得到了还不好好珍惜, 既然迟到, 你知道象姐的时间多宝贵吗? 明明是她拒绝了象山的合作请求, 怎么又变成她不在国内了? 桑浅懒得去揭穿她的谎言, 只淡淡回了一句, 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一个靠冲喜嫁进季家的女人, 能见过什么世面? 杨碧凡语气轻蔑。 我可告诉你, 你现在跟着象姐做事, 行为简点些, 那些不入流的狐媚手段可别在这里使, 免得连累象姐。 桑浅眉心微醋, 杨碧凡见桑浅又不说话了, 不耐烦推了一下她的手臂, 你听见没有? 桑浅手里的挂烫机在旗袍上撕了一下, 她转头, 冷冷道, 所有的旗袍都只有一件, 弄坏了, 你担当得起吗? 杨碧凡吓得脸都白了, 象姐那边还等着旗袍拍定妆照呢, 若是弄坏了, 那还了得? 她慌忙去查看, 见旗袍完好无损, 瞬间又硬气起来, 你吓唬谁呢?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没见过世面? 赶紧的, 你还想让象姐等你多久? 片刻后, 桑浅将熨烫好的衣服地给杨碧凡。 给我干什么? 你自己送过去。 杨碧凡神情巨傲, 说完转身就走。 桑浅没说什么, 拎着衣服跟了上去, 没多久, 来到象山的独立化妆室, 看见正和象山说笑的女人, 她威正。 蒋宜然, 她怎么在这里? 蒋宜然也看见了桑浅, 立刻冷嘲热讽道, 哟, 这不是季家大少奶奶吗? 怎么来剧组了? 该不会来打杂的吧? 她为象山设计旗袍的事都上热搜了, 桑浅不信蒋依然不知道, 懒得理会她的冷嘲热讽。 桑浅走到象山面前, 象小姐, 衣服挂哪? 象山指了一下旁边的衣帽架, 辛苦了, 挂那儿吧。 桑浅走过去, 将衣服一件件挂好。 象山挑了一件, 看向杨碧凡, 陪我去换衣服。 两人朝里边的换衣肩走去。 桑浅转身朝门口走。 蒋依然, 起身挡住桑浅的去路, 我和你说话, 你聋了? 桑浅眸色清冷, 嗓音淡淡, 看来昨晚蒋小姐还没摔怕。 蒋依然瞬间怒火中烧, 昨晚摔的膝盖现在还隐隐作痛, 还有那一耳光, 贱人, 你还敢提昨晚,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说完转头朝门口喊, 进来。 话落两个身形魁梧的男人出现在门口。 蒋依然朝旁边退开几步, 给他点教训, 让他知道, 抢我蒋依然的男人是什么下场。 是, 小姐。 两个男人进入房间, 将门烹的一身关上。 原来, 是早有预谋。 第一天来剧组上班, 就动手打人, 不太好, 桑浅还是想稀释宁人, 他看向蒋依然, 蒋小姐, 这里是剧组,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私下解决, 没必要闹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现在想求饶? 晚了。 蒋依然冷哼一声, 昨晚你让我在大众面前出丑, 今天我也让你在剧组出出风头, 你说的, 礼尚往来, 不是吗? 昨晚是你非要往我跟前凑。 言外之意, 他让他出丑, 是他活该。 你, 蒋依然气得脸色通红, 转头怒腾腾看着那两个男人, 愣着干什么? 给我狠狠地打, 出了事我担着。 是。 两个男人朝桑浅逼近, 桑浅往后退了两步, 试图劝蒋依然停止这场闹剧, 蒋小姐, 我对陆慈安没有任何想法, 你真没必要将我当成假想敌,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有丈夫, 有孩子, 根本不会成为你们俩的阻碍。 蒋依然文言更生气, 桑浅都结婚了, 有孩子有丈夫了, 杜慈安却还对他念念不忘, 他哪里不如这个贱女人了? 答, 我要他死。 两个男人听令, 开始朝桑浅发起进攻。 看来, 今天这场架是免不了了, 他已经人之意尽了, 既然他们, 非要送给他当人肉沙包, 他也只能笑纳了。 桑浅站在原地没动, 带男人的拳头挥到他眼前, 他才伸手握住对方的拳头, 一个巧劲。 咔嚓! 旺骨断裂。 男人惨叫一声, 抱着手疼得直跳脚。 另一个正要进攻的男人见此, 脸上伸出几分畏惧, 迟出着不敢上前。 上啊, 你一个男人怕他一个女人干什么? 蒋依然短暂地惊讶过后, 在一旁催促。 男人目光在桑浅身上打量, 刚才一定是意外, 这么瘦弱的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他不再犹豫, 打起十二分精神, 朝桑浅进攻。 刚才是他们轻敌, 桑浅才能一招制胜, 这会儿, 桑浅倒是和这个男人过了几招, 才将他打倒在地。 蒋依然看着被打得嗷嗷叫的两个男人, 满脸震惊。 咦, 你竟然会武功? 桑浅拍了拍手, 会些防身术而已。 这时, 向山换好衣服从里边出来, 看见屋内的情景, 吓一跳, 怎么了这是? 蒋依然收敛好情绪, 微笑道, 没事, 我们看他俩切磋呢。 说完转头看向桑浅, 是吧, 技嘉大少奶奶? H下话线反斜杠U0003桑浅 不知道向山到底是真的不知情, 还是装作不知情, 但这件事不宜闹大, 他有伸手这事, 可不想闹得人尽皆知, 于是配合点头。 向山松了一口气, 看着蒋依然说, 蒋小姐, 这里是剧组, 新剧刚开拍, 多少媒体盯着这里, 这种消遣以后还是别玩了, 传出去不知道那些媒体会怎么写。 知道了。 蒋依然点头, 我去化妆了, 一会儿还要拍定妆照呢。 好。 蒋依然转身朝门口走, 经过桑浅的时候, 脚步顿了一下, 低声说, 咱们走着瞧。 桑浅看着蒋依然离开的背影, 眉头猝了起来, 听他们刚才的谈话, 蒋依然也是演员。 也在这个剧组。 蒋小姐怎么这样, 带两个保镖来你这里玩闹, 若被媒体拍到了, 岂不又要连累你? 杨碧凡埋怨道。 向山笑笑, 罢了, 她什么性子你不知道? 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带资进组, 生生将之前的女儿换掉, 刚进组就这么闹, 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 向姐, 你还是离她远点吧。 少说两句。 杨碧凡知道, 向山这是提醒她, 这里还有外人在, 她转头看向桑浅,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小杨, 怎么说话呢? 向山腻了杨碧凡意, 而后看向桑浅, 桑小姐, 你设计的旗袍我很喜欢, 谢谢。 应该的, 我先下去了, 有事你喊我。 好。 桑浅从房间出来才想起来, 还有一些穿搭上的小细节, 没和向山沟通, 转身回去, 来到门口听见里面的说话声, 顿住脚步。 向姐, 她不过是一个冲喜新娘而已, 你和她那么客气干什么? 只要打上了技家的标签, 即便是一条狗, 咱们也别得罪。 桑浅没再往下听, 转身神色淡漠离开了。 剧组拍完定装照才三点, 之后没安排工作, 让大家准备晚上聚餐, 明天正式开拍。 桑浅没去凑热闹, 收工后就去了商场, 她打算给继承舟买个礼物。 到了商场, 桑浅才发现, 继承舟的东西不好买, 太贵, 她舍不得, 太便宜, 配不上她技家大少爷的身份。 最后, 桑浅挑了一条领带, 大几千, 虽然有点肉疼, 但相对手表和皮带来说, 便宜太多了。 回到家, 桑浅泡了一杯茶, 拎着装着领带的小购物带上楼, 来到书房门口, 敲了敲门。 进来, 男人低沉的嗓音从屋内传出。 桑浅轻轻呼出一口气, 推开门, 进屋, 季承舟坐在办公桌旁看文件, 抬头扫了她一眼, 又继续工作。 她走过去, 忙了一天了, 喝杯茶休息一下吧。 季承舟修长手指捏着纸张翻了一页, 继续看。 对于男人的爱达不理, 桑浅早已习惯, 她将茶杯搁在办公桌上, 从购物袋里, 将小礼盒拿出来, 放到季承舟面前, 送你的。 季承舟目光顿了一下, 这才合上文件, 看向桑浅, 无视线殷勤, 飞奸即盗。 这人,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桑浅扯唇笑笑, 没有。 季承舟目光, 在包装精美的礼盒上扫了一眼, 还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觉得对不住我, 想弥补。 桑浅脑中突然闪过, 昨晚和宋时景接吻的画面, 心脏猛然跳了一下, 难道季承舟知道, 她昨晚和宋时景在一起? 不不不, 绝不可能。 她又没有和宋时景一起进出, 而且, 如果她真知道了什么, 不可能这么冷静。 淡定。 千万不能自乱阵脚。 你想多了, 我就是单纯地, 想给你送个礼物, 如果说非要有私心的话, 那也是为了讨你开心。 季承舟修长手指拨了玻璃盒上包装的丝带, 说说吧, 昨晚夜不归宿, 去哪儿了? 开始兴师问罪了。 桑浅将之前与小柱的那套说辞搬出来, 昨晚我在晚宴上, 被几个同事拉着出去庆祝, 玩得有点晚, 怕打扰你休息, 就在酒店睡了。 季承舟深邃视线, 落在桑浅面上, 瞎话张口就来, 还挺镇定, 和同事。 桑浅被季承舟盯得心里直发毛, 但她知道, 这个时候不能怂, 越紧张越容易露线, 她努力让自己表现得若无其事, 嗯? 睡在酒店? 嗯? 哪家酒店? 桑浅垂在身侧的手, 微微蜷缩了一下, 她若是说出酒店的名字, 季承舟肯定会去查, 没有登记记录, 她的谎话就拆穿了, 若不说酒店名字, 明显就是心虚。 说, 不说, 都是错。 好像是一家快捷酒店, 我没太注意名字, 回头我问问同事。 桑浅担心季承舟问酒店地址, 忙转移话题, 你看看, 我给你买的礼物喜不喜欢? 季承舟看着桑浅明明心慌, 却还强装镇定的样子, 眼底闪过一丝瑕促的笑, 解开丝带, 打开盒子, 是一条黑色花纹领带, 眼光不错。 是吧, 我看你喜欢穿白衬衫, 就觉得这条领带一定很适合你。 虽然知道桑浅讨好她别有用心, 但季承舟还是觉得很受用, 你有心了, 你喜欢就好。 桑浅说着, 将查往季承舟那边推了推, 别太累了, 喝杯茶休息一下。 季承舟顺从地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茶。 那你慢慢喝, 我就不打扰你了。 桑浅转身朝外走, 走了几步, 听季承舟说, 晚饭后你随我去一趟主屋。 主屋是季执渊的住处。 她不是不愿见季执渊吗? 上次陈秋荣给季执半街封宴, 她迟迟都不愿过去, 这次怎么主动过去? 桑浅虽然心中疑惑, 但有些话是不能搬到明面上来说的, 直到好。 从书房出来, 手心都是汗。 她缓缓呼出一口气, 紧绷的神经才逐渐松弛。 人果然还是不能做亏心事, 这种心弦在嗓子眼的感觉, 太难受了。 吃过晚饭, 桑浅主动问季承舟, 现在去主屋吗? 嗯。 桑浅朝四周看了看, 没看见沈明, 好像她回来就一直没看见她。 自从牛奶过敏事件后, 季承舟就没让她碰过她的轮椅。 这会儿, 她也不敢自作主张, 试探性问, 我推你过去。 季承舟朝桑浅撇去一个淡淡的眼梢, 那眼神仿佛在说, 废话, 除了你, 这里还有别人吗? 桑浅, 她这不是怕惹她不高兴吗? 主屋, 几支渊正坐在客厅喝茶, 庸人进来, 老爷, 大少爷来了。 他来干什么? 语气明显不悦。 庸人自然没敢搭话。 沈青云和吉远航对视一眼, 随即看相机之渊, 笑着说, 难得承舟主动过来, 你应该高兴, 怎么还皱着眉头? 几支渊冷哼一声, 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哪回过来, 不是将我这里闹得鸡飞狗跳? 吉远航说, 昨晚罗宇棠和妙桐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 今天博威服侍股票大跌, 联机市集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大哥该不会是关心公司, 所以过来询问情况的吧。 几支渊文言更生气了, 将茶杯重重搁在茶几上, 他会有这么好心? 我看他就是过来幸灾乐祸的。 支渊, 你别这样。 沈青云宽慰一句, 看向庸人, 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迎大少爷进屋? 是。 庸人转身出去。 屋外, 桑浅看着庸人将木板放在台阶上, 又在别墅门槛处放纸板垫屏, 之后再铺上一层木板。 这才想起来, 上次去陈秋荣那边吃饭的时候, 外面台阶处造了斜坡, 门槛也没了。 有没有用心, 一笔就知道。 这种事, 明明只要几只冤一句话, 底下的人就会做好, 可他连吩咐一句都不愿意, 可见在他心里, 季承舟这个儿子真的没什么分量。 桑浅看了一眼季承舟, 他面色沉静, 毫无波澜, 对于这种事, 似乎毫不在意。 他推着他进屋, 这才发现, 季远航也在, 握着推手的手, 不自觉攥紧了几分。 承舟和小桑来了, 你们吃过饭了吗? 沈青云热情打招呼。 桑浅看了一眼季承舟, 见他没有接话的打算, 只好答话, 吃过了。 随后看向几只渊, 喊了一声, 爸。 几只渊本就簇着的眉头, 又拧紧了几分, 语气不耐, 过来什么事? 这话桑浅不知道该怎么接, 因为他也不知道, 季承舟要过来干什么。 季承舟抬眸, 不急不缓开口。 一个月前, 在龙岩陆江文桥路段, 我差点遭人谋杀。 什么? 谋杀? 沈青云吓得脸都白了, 那你没事吧? 季承舟深邃视线, 不动声色打亮着季智渊和季远航, 好一会儿才是诗然看向沈青云, 我若有事, 还能出现在这里? 还是你希望我有事? 沈青云神情危僵, 我只是担心你。 那你可真嫌, 自己的儿子不担心, 担心别人的儿子。 你说话, 夹枪带棍什么意思? 己知渊怒视季承舟, 你欲嫌跑到我这里来闹, 是觉得这件事与我们有关。 有没有关, 季承舟视线扫过季承舟和季远航, 你们心知肚明。 己知渊气得脸色通红, 藤地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手指着季承舟, 你个逆子。 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我是你父亲, 远航是你弟弟, 我们能害你。 你们害我还少? 你, 系直渊气的胸口起伏剧烈, 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 如此目无尊长, 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说完转头吩咐庸人, 拿家法来。 很快庸人, 拿了一根打磨光滑的木棍过来。 桑浅见己知渊拿着木棍走了过来, 挤不挡到季承舟前面, 他身体虚弱, 禁不住你打。 己知渊怒吓, 让开。 桑浅看着眼神愤怒狠辣的己知渊, 有些心惊, 他看得出来他是真的要打季承舟。 他们可是血脉相连的父子, 他眼中竟没半点是独知情, 作为父亲, 得知儿子遇险, 第一反应应该是关心他的安全, 找出想要谋害他的人, 可你第一反应竟然觉得他是在闹, 那往我就在他身边, 亲眼所见, 情况十分危险, 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和你闹? 己知渊不可置信看着桑浅, 你这是在教训我? 我是在和你评理, 父亲不应该是你这么当的。 你还想教我做人? 己知渊气的额头青筋都抱出来了, 怒己反笑, 好啊, 果然是什么样的, 锅配什么样的盖, 我再说一遍, 让开。 桑浅纹丝不动, 你不能打他。 己知渊抬手一棍, 打在桑浅手臂上, 让开。 桑浅脸色微白, 被打的那只手, 手指蜷缩了一下, 他脊背挺得笔直, 直视己知渊的眼睛, 他是你儿子, 不是你的仇人,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心狠的父亲。 一个冲喜嫁进来的女人, 也敢和他叫嚣, 简直无法无天。 己知渊抬手又要打桑浅。 桑浅只觉腰间一紧, 下一秒人坐到了继承舟腿上。 棍子挥空, 己知渊怒不可遏, 一个两个的, 反了天了, 今天他不好好教训他们, 他们眼里还有他这个父亲吗? 他又抬手朝轮椅上的两人打去。 桑浅下意识反身抱住继承舟, 想替他挡住这一棍。 继承舟抬手握住挥过来的木棍, 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说着, 将棍子拉过去, 对在自己脑袋上, 朝这儿打。 你疯了! 桑浅想要起身去推开木棍。 继承舟握在他腰间的手, 加大了力道, 禁锢得他动弹不得, 不过他的视线一直望着继执渊。 继执渊双眸暴争。 两人四目相对, 仿佛在用眼神厮杀, 空气中似有火光炸裂。 僵持间, 沈青云走过来拉住继执渊的手, 继执渊, 你这是干什么? 都是一家人, 有话好好说。 继执渊透过继承舟这双眼睛, 仿佛看见了前妻离世前愤怒倔强的眼神, 心中一震, 顺着沈青云的拉扯, 松了手劲。 沈青云拿掉继执渊手里的木棍, 转身交给庸人, 然后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 轻轻扶着他起伏不定的胸口, 气大伤身, 消消气。 桑浅见危机解除, 这要从继承舟身上下来, 听他说, 那晚对我动手的人, 已经被我抓到了。 抓到了? 他让文蓝找了一个月都没任何消息, 他是怎么抓到的? 桑浅转头看向继承舟, 他正眸光沉沉看着纪远航。 纪远航抬眸对上纪承舟的视线, 大哥既然抓到人了, 直接送警察局, 就是, 何必跑来这里惹罢生气? 我行动多有不便, 不如此事交由你来办。 纪远航危证, 没想到纪承舟会将人交给他。 大哥既然信得过我, 我一定办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希望你能帮我抓到幕后之人。 我尽力。 纪承舟搭在桑浅腰间的手轻轻捏了一下他的软肉, 回去了。 腰是桑浅的敏感地带, 他只觉得腰眼一阵发麻, 差点软在纪承舟怀里, 后知后觉, 自己一直坐在他身上, 脸瞬间烧了起来, 手忙脚乱地从他身上下来, 推着他出了别墅。 走了一段路, 桑浅心绪才平静下来, 望着轮椅上沉默不语的男人, 觉得他其实挺可怜的。 虽是纪家大少爷, 身份金贵, 却从小失去母亲, 又不得父亲喜爱, 他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了, 几只冤对他, 说打就打, 毫不手软。 他现在手臂还隐隐作痛, 若是这一棍落在纪承舟身上, 他一个在床上躺了半年的人, 哪里受得住? 纪承舟本想问桑浅手怎么样了, 回头, 捕捉到他眼里浓浓的怜悯, 眉头猝了起来, 出口的话也变了味, 刚才谁准许你挡在我面前的? 我只是担心, 以后我的事, 你别插手。 纪承舟说完转回头, 留给他一个清冷的后脑勺。 桑浅, 什么意思? 他帮他, 他非但不感激, 还生气? 这也太不是好歹了吧? 或许是刚和纪执渊吵了一架, 心情不好。 罢了, 谁让他善解人意呢, 就不和他计较了。 知道了。 回到别墅。 晚晚哒哒哒跑到桑浅面前, 仰着小脑袋问, 妈咪, 你忙完了吗? 可以陪我玩了吗? 桑浅吃饭的时候, 答应忙完陪女儿, 可以, 你想玩什么? 今天老师教我拍首歌了, 快来, 我教你。 晚晚拉着桑浅的手, 朝沙发那边走。 桑浅回头看季承舟, 你现在要上楼吗? 季承舟没搭理他, 驱动轮椅朝厨房去了。 桑浅, 这是又要和他冷战了? 几千一条的领带一天都管不住吗? 这才好了几个小时啊? 一个男人, 心眼怎么这么小? 小猪也看得出来, 最近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关系不融洽, 这会儿忙说, 少奶奶你在这里陪小少爷和晚晚, 我去照顾大少爷。 桑浅点头, 挤桑浅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 见桑浅和晚晚过来, 盘腿在沙发上对坐, 一脸嫌弃地说, 幼稚, 你要不要来玩? 桑浅问, 季桑浅高冷地将头转了回去, 才不要。 晚晚凑到桑浅耳边, 小手挡在嘴边, 小声说, 妈咪, 哥哥在学校不交朋友, 拍首歌他也不学, 肯定不会, 你别叫他, 他会觉得没面子的。 桑浅醋眉, 挤桑浅在学校不交朋友。 搞什么? 和他爸一样装高冷。 妈咪, 来, 我教你, 像我这样拍手。 女儿软糯的小乃音拉回了桑浅的思绪, 她学着女儿的样子拍掌, 刚使点力, 手臂传来一阵顿痛。 你拍一, 我拍一, 妈咪, 该伸左手了。 晚晚见桑浅迟迟不出左手, 歪着脑袋提醒他。 桑浅左臂被几只鸢打得, 一动就疼得厉害, 他抿了抿唇, 艰难将左手伸了出去。 晚晚高兴地将奶乎乎的小手拍在桑浅掌心, 你拍一, 我拍一, 一修哥, 你拍二, 我拍二, 妈咪, 左手, 你还没学会捏? 晚晚, 突然一道低沉的嗓音从旁边传来。 桑浅转头见济成舟, 不知何时从厨房出来了, 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晚晚圆圆的眼睛看着季承舟, 帅叔叔, 你找我有事吗? 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季承舟望着粉雕浊的小女娃, 不自觉放软了音调。 好啊。 晚晚眉眼一弯, 笑了, 扭了扭小屁股从沙发上滑下去, 跑到季承舟面前, 看着他的轮椅, 犯难了, 可是你太高了, 我拍不到你的手。 季承舟将手里的茶地给小柱, 弯腰掐住婉婉的戈支窝, 稍稍用力, 将她抱起来, 放在她腿上, 两人面对面, 这样可以吗? 婉婉脑袋点的小鸡灼米似的, 眼睛笑成了小月牙, 可以。 桑浅看见女儿, 坐在季承舟腿上, 突然想到那个地方, 她刚也坐过,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 她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 你的腿可以吗? 你的手可以? 季承舟不打反问。 桑浅这才明白, 季承舟是看出了她手疼, 在帮她, 心里煞时划过一抹暖流, 还挺细心。 不是在生气, 要和她冷战吗? 怎么又帮她? 真是一个别扭的男人。 桑浅坐在沙发上, 陪季桑鱼看动画片, 不时朝季承舟那边看一眼, 灯光下, 男人面容温和, 非常有耐心地陪女儿玩拍手游戏。 女儿眼睛都快笑成月牙了, 眼里四撒了一把星子, 闪闪发光, 看得出来她很开心。 桑浅忍不住叹息, 女儿一直渴望父爱, 她对她再好, 也无法弥补女儿在这方面的缺失, 所以, 她才不放过任何寻找女儿爸爸的机会, 想着, 如果对方没结婚, 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她也可以尝试和那个男人组建一个家庭, 哪怕只是名义上的。 没多久, 沈明从外面进来, 看见季承舟和婉婉在玩幼稚的拍手游戏,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是她出现了幻觉吗? 他们冷漠严谨的老大, 竟然陪一个五岁小孩在玩。 季承舟淡淡扫了沈明一眼, 人送给季远航了。 沈明点头, 送了。 桑浅听着两人的对话才知道, 原来沈明在处理这件事, 难怪一直没看见她的人。 她担心季承舟还有事, 走过去, 晚晚, 不玩了好不好? 晚晚小身板一扭, 撒娇, 不好, 我还要玩。 然后顶着那张奶蒙奶蒙的小脸, 看向季承舟。 帅叔叔, 你累了吗? 妈咪说过, 帅叔叔身体很虚弱, 她不能缠着她, 所以, 她一直很乖, 都不去打扰帅叔叔。 现在帅叔叔好不容易主动陪她玩, 她很开心, 不想和帅叔叔分开。 季承舟摇摇头, 不累。 晚晚撅着小嘴看向桑浅, 你看, 帅叔叔不累, 妈咪笨, 学不会, 帅叔叔可聪明了, 很会玩的。 季承舟被晚晚的小马屁拍得心情愉悦起来, 抬手轻轻在她小鼻尖上刮了一下, 再来。 好耶好耶。 晚晚高兴地手舞足蹈。 你无需这样迁就她, 太笨的人别说话。 季承舟打断桑浅的话, 继续和晚晚玩拍手游戏。 桑浅, 她哪里笨了? 小孩的话也当真, 她只是受伤了好吗? 不远处寄桑浅看着那边开心的一家三口, 眼中浮现羡慕的光芒, 爸爸从没陪她玩过游戏, 也从没对她那么温柔的笑过, 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和她多说。 她问过太奶奶, 爸爸是不是不喜欢她? 太奶奶说不是的, 说爸爸性格内敛, 不善表达, 其实内心是很喜欢她的。 她信了。 可直到今天她才知道, 原来爸爸也可以这么温柔, 只是那份温柔, 不是对她。 她垂下眼帘, 小手扣着手里的遥控器, 小叔说得没错, 后妈真的不好, 带来的小妹妹会分走她的宠爱。 虽然小妹妹很乖, 很可爱, 但她会抢她的爸爸, 她不想喜欢她了。 眼睛里浮上一层水雾, 她慌忙偷偷用手被擦了。 她不能哭, 爸爸不喜欢哭的孩子, 她要听话, 要乖, 爸爸才会喜欢她。 挤桑浅将眼泪又憋了回去, 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看电视。 晚九点, 桑浅洗好澡, 从未遇见出来, 见黎修杰站在房门口, 黎医生, 你怎么来了? 承州身体不舒服? 没有黎修杰拎着医药箱抬脚进屋, 承州说你受伤了, 让我过来给你看看。 桑浅危症, 继承州会这么好心。 黎修杰仔细检查了一下桑浅的手臂, 给了她一些跌打损伤的特效药, 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就去了继承州房间, 看过了。 继承州放下手中的书, 抬眸看向黎修杰, 怎么样? 你爸的手劲, 你又不是没领略过, 虽然没伤到骨头, 但胳膊轻子了一大片, 伤势不清, 短时间无法负重, 还好伤的是左手, 不然明天筷子都握不住。 继承州眸中浮现冷意, 我觉得桑浅人不错, 关键时刻还知道挺身而出护着你, 你爸发脾气的时候, 模样挺吓人的, 我都有点怕, 他竟然敢和你爸正面刚, 勇气可嘉。 继承州垂眸, 看着腿上的书, 脑中闪过桑浅挺直几倍站在他面前的画面, 明明那么纤细瘦弱的一个人, 胆子竟然那么大, 他也很意外。 纯。 黎修杰醋眉, 他这样护着你, 你怎么还骂他? 继承州挑眉, 谁让他护了? 他不护着你, 以你现在展现在人前的状态, 今天这一顿打你跑得了。 黎修杰见继承州不支声, 与气调侃道, 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不如你以身相许吧。 继承州递给黎修杰一个冷冷的眼烧, 锻炼的还不够。 黎修杰想到部队的艰苦岁月, 瞬间耸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言归正传, 你明知道你爸不待见你, 你没事往他蹲前凑什么。 那晚的事若是他做的, 他就会心虚, 今晚便不会对我动手。 你是在试探他? 继承州不置可否。 既然不是他, 那是继远航。 继承州眸光深谙不明, 或许吧。 不管是不是他, 你也不该将抓到的人给他, 若那晚的事是他指使的, 岂不是放虎归山? 问不出有用的信息留着也无用, 人给他, 他才会放松警惕, 再次出手。 黎修杰面露担忧, 你坐轮椅示弱, 裹不出你所料, 立刻有人对你下手, 现在你还示弱, 你就不怕下次对方手段更狠啦。 你觉得我会怕? 黎修杰被继承州的话噎了一下, 是, 你不怕, 我怕, 我怕总行了吧? 我现在梦里还时常出现你满身是血, 躺在山崖下的画面。 半年前, 继承州在盘山公路出了车祸, 他赶到的时候, 继承州真的是奄奄一息, 在床上, 躺了三个月才醒来。 你放心, 这样的事, 我不会再让他发生了。 就怕你防不胜防。 我不是弱, 就能防备。 黎修杰瞬间哑口无言, 不示弱, 继承州手握重拳, 处在风口浪尖, 处境只会更凶险。 继家关系盘根错节, 人心复杂, 利益之下, 不乏心狠手辣之人。 只是那场车祸半年过去了, 至今还没查到半点线索, 可见背后之人不仅心思深沉, 形势也极为缜密。 新好新好, 桑浅涂好药, 想到什么? 起身出了房间, 来到审明房门口, 扣响了房门。 沈明打开门, 有些意外, 大少奶奶, 有事吗? 进去说。 桑浅进屋。 沈明神情有些不自然, 大晚上的,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不好, 她挠了挠后脑勺, 将房门完全打开, 这才转身进去。 桑浅见沈明远远在她对面站着, 又看了一眼大开的门, 忍不住笑了, 心还挺细, 我有点是想问你。 好, 您问。 那晚那个摩托车手和卡车司机是你找到的? 沈明想起客厅继承舟说这事时, 并没瞒着桑浅, 便点头。 你怎么找到的? 我脱了一些关系, 朋友帮忙找到的。 什么关系? 她可是让文蓝找了一个月, 都没任何线索的, 她实在太好奇了, 难道沈明的人脉还能比文蓝强? 沈明想了想说, 我是一名军医, 托部队的朋友帮忙找的。 桑浅有些意外, 她知道能给继承舟当护工, 肯定懂一些要理, 但怎么也没想到, 沈明竟然是一名军医。 继承舟每次出门都带着她, 而且她看起来, 也不是那种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弱人。 相反身形挺拔, 看着肌肉皆是有力感, 想来是有些伸手的。 原来是在部队待过。 军医退役待遇很好的, 你怎么会愿意给人当护工? 桑浅纯属好奇才问。 沈明却有些犯难,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没事, 我就随口问问, 你不愿说就算了。 也不是不愿说, 老大在部队待过也不是什么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 应该能说吧, 思虑一瞬, 沈明说, 其实我和大少爷是战友。 战友? 这下桑浅更好奇了, 继承州当过兵? 嗯。 桑浅还以为有钱人家的阔少爷 都是金枝玉叶, 食指不沾阳春水, 没想到继承州还能去部队受这份罪。 难怪他身材那么好, 原来是练出来的。 那他在部队表现怎么样? 这个, 沈明挠了挠头, 你还是自己去问大少爷吧。 老大军嫌很高的, 这个可没几个人知道, 他不敢说。 桑浅却以为沈明不愿说, 是在给继承州留面子, 养尊处优的阔少爷去了部队, 不得脱层皮, 指不定哭爹喊娘呢。 不用问了, 我知道了, 你早点休息。 桑浅起身出了房间。 沈明, 他什么都没说, 他怎么就知道了? 星号星号, 一日。 桑浅送女儿上车去学校的时候, 女儿朝他招手, 一副有秘密要告诉他的模样, 他蹲下身子, 将耳朵凑过去。 晚晚看了一眼已经上车的季桑鱼, 这才用小手挡着小嘴小声说, 妈咪, 哥哥好像不开心。 你怎么知道? 他都不理我。 桑浅想说, 他什么时候理过你, 不一直都是你黏着他吗? 这么一想, 他突然觉得自己和女儿的处境很像。 继承舟对他也爱大不理, 一直是他伏地做小地讨好他。 这父子俩, 虽不是亲生的, 脾气倒是一模一样。 没关系, 你理他就好了, 你可是妈咪的无敌小可爱, 魅力四射, 没人能拒绝你的靠近。 晚晚朝车那边看了一眼, 好吧。 真乖, 走。 上车。 桑浅目送车子离开, 这才回去收拾东西去上班。 来到剧组, 桑浅将向山津天的戏服都挑了出来, 确认尺寸, 检查细节, 熨烫, 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做好, 他便没事了。 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 拿出手机, 刚看了会时尚新闻, 一道强势的声音从头顶飘了下来, 我想喝冰美事, 你去给我买。 桑浅抬头, 是蒋宜然, 你在和我说话。 蒋宜然挑眉, 这里除了你, 还有别人。 他特意选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这里确实只有他, 不去。 你现在是我的临时助理,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必须干什么。 桑浅醋眉, 我什么时候成你助理了? 我助理不舒服, 请假了, 全剧组就你最闲, 我跟导演说了, 让你做我的临时助理, 导演答应了, 你虽然是向山的个人服装师, 但也是这个剧组的人, 必须听从导演的安排。 蒋宜然一脸得意, 命令道, 我想喝冰美事, 你现在, 立刻, 马上给我去买。 桑浅还是那两个字, 不去。 蒋宜然没想到, 他将导演搬出来了, 桑浅还敢拒绝, 冷哼一声, 你给我等着。 然后转身走了。 没多久, 导演亲自过来了, 小桑, 看手机呢。 桑浅起身, 导演。 导演温和笑笑, 我想请你帮个忙,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导演想让我给蒋宜然当助理。 导演点点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临时的, 就今天一天, 我知道这样有些为难你, 但是蒋小姐亲自点名要你, 我也没办法。 我虽然是这部剧的导演, 但没有投资方出资, 一部剧也很难开机, 你就当帮我个忙, 回头我请你吃饭, 行不行? 桑浅想起, 昨天杨碧凡说, 蒋宜然带资金组换掉女儿, 瞬间明白, 是蒋宜然在为难导演, 他能屈尊将跪来找他, 必然也是实在没办法。 想了想, 他点头, 好。 导演煞事松了一口气, 还是你懂事, 那我走了, 你好好干。 导演刚走, 蒋宜然就只高气昂地过来了, 怎么样? 胳膊能拧过大腿吗? 桑浅没理会他, 转身朝外走。 你去哪儿? 桑浅停住脚步, 回头看他, 你不是要喝冰美式? 蒋宜然瞬间笑了, 双手抱毙,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算你识相, 还有半个小时, 就是我的戏了, 我必须喝咖啡提神才有状态, 别叫外卖, 外卖香容易篡位, 我不喜欢。 知道了。 桑浅在手机地图上, 找了一下附近的咖啡店, 不远, 不行过去不要十分钟。 不过今天太阳大, 有点晒。 但打车不划算, 一脚油门就到了。 桑浅快不出了片场, 买了冰美式回来, 已经是十五分钟后了。 蒋宜然坐在遮阳伞下, 手里握着小电风扇, 舒服又惬意。 他看着面前满头大汗, 脸都晒红了的桑浅, 这几天积压在心里的玉气, 瞬间消散不少, 接过咖啡, 喝了一口, 立刻皱起了眉头, 你没加糖? 冰美式的特点就是纯粹, 叫天然, 叫低卡, 一般人喝冰美式都不会添加别的东西。 桑浅直觉, 蒋宜然又要做妖, 没加。 蒋宜然将咖啡放在一旁的小桌上, 没加糖我不喝, 你给我重新去买。 果然。 桑浅耐着性子说, 你的戏快开始了, 现在去买也来不及, 不如你先拍戏, 晚点我再给你去买。 蒋宜然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十三分钟到我, 你刚十五分钟就回来了, 你跑一下, 怎么来不及? 桑浅看出来, 他不肯罢休, 想着导演, 他忍下了, 加多少糖? 要不要加奶? 有什么要求一次说清楚? 这才像一个助理的样子, 早问清楚就不用跑两趟了。 蒋宜然丢给桑浅一个蠢死了的眼神, 半糖半奶。 桑浅提前在手机上下单, 几乎一路小跑到店里, 提了就走, 回到片场, 一共只花了十分钟。 蒋宜然看着桑浅, 额浅碎发, 都被汗水湿透, 衣服也汗湿了, 心里别提多舒坦了, 既家大少奶奶又怎么样? 还不是被他当下人使欢? 就知道他是个眉骨头的, 五年前为了前离开陆慈安, 现在为了工作, 任他差遣, 可真贱。 蒋宜然悠悠然从糖椅上起来, 速度这么慢, 我突然又不想喝了, 你去给我买份芒果味的冰沙, 一会儿我拍完了回来喝, 记住, 不许点外卖。 桑浅敏唇没说话。 和你说话呢? 你聋了? 还是哑巴啦? 桑浅弯腰抽了几张纸, 擦拭额头的汗, 你就只会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 蒋宜然的怒火, 瞬间被挑了起来, 你再说一遍。 桑浅将手里的纸巾捏成一团, 准确无误投入七八米外的垃圾桶里, 而后转头, 目光清冷看着蒋宜然, 怎么? 又想打架? 蒋宜然见他手法如此准, 想起他昨天轻松撂倒他的两个保镖, 再生气也不敢硬碰硬, 冷哼一声, 粗鄙, 下戏后我要吃冰沙, 然后气冲冲走了。 没一会儿过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你好, 我是姜涛, 导演让我过来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看来导演也知道蒋宜然会惹麻烦, 特意私下安排人过来, 一方面是安慰他, 另一方面也是怕他和蒋宜然起冲突吧。 桑浅也没客气, 蒋宜然想吃芒果味的冰沙, 说不吃外卖原送的, 会篡胃。 我这就开车去买, 你休息一下。 好。 没多久, 姜涛买了两份冰沙回来, 芒果味的是蒋宜然的, 草莓味的是你的。 桑浅没想到还有他的份, 多少钱, 我扫你。 不用, 导演让我买的, 可以报销。 桑浅心里瞬间没了负担, 他帮导演的忙伺候蒋宜然, 导演请他吃一份冰沙, 不过分。 我是剧组的产物, 我们加个微信吧, 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姜涛拿出手机, 调出二维码, 却见桑浅没有动, 以为他不愿意, 忙道, 我不是搭讪, 真的只是工作, 我拿着两份冰沙, 你让我怎么加。 姜涛笑了, 接过冰沙, 两人互加好友。 姜涛走后, 桑浅坐下准备吃冰沙, 看见里面的草莓, 想起继承舟喜欢吃草莓味蛋糕, 不知道草莓味冰沙他吃不吃。 他用手机对着冰沙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继承舟, 之后又编辑一条信息发了过去。 天气变热了, 我回去的时候给你带一份吧。 草莓味的。 等了一会儿那边没回, 桑浅便放下手机, 开始吃冰沙, 吃完又给继承舟发了一条信息, 我亲自尝过了, 味道不错, 健康又爽口,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这次那边倒是回了, 你很闲。 桑浅几乎可以想象, 继承舟现在肯定一脸嫌弃和不耐, 反正他现在确实很闲, 好不容易他回信息了, 趁机和他聊聊天, 打发一下时间也不错。 嗯, 快发霉了, 你在干什么? 那边没回。 桑浅想了想, 又戳了一条信息过去, 我今天在剧组被人欺负了, 大热天的, 被折腾的来来回回在路上跑, 都快中暑了, 季家大少奶奶的头衔好像不顶用, 是不是因为你没掌管季氏集团的缘故? 所以, 没人将我放在眼里。 这条信息发过去, 桑浅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他承认, 他发这条信息带了私心, 他想让季承舟去征季家长权人的位置, 将季远航搞下来。 虽然他知道, 季承舟绝不可能因为他几句话就去争, 但他还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他刚苏醒在陈秋荣那里吃饭的时候, 季志渊提过一次, 意思是让季承舟养身体, 公司交给季远航。 季承舟虽然当时说了一句, 他只是腿脚不便, 不是脑子有问题, 表示了反对, 但之后并没什么实质性的动作。 他担心, 他丧失了斗志。 突然他看见屏幕上方出现对方正在输入几个字, 心情更加紧张, 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手机屏幕。 最后季承舟只发过来两个字, 附件。 桑浅看了好一会儿才明白, 他是在回答他上一个问题。 什么吗? 害他紧张等了半天? 明显他不想回答他后面那条信息, 回答上一个问题, 是在告诉他, 他发的信息他都看见了。 桑浅戳了一个字过去, 哦? 这边, 几成舟在健身房附件, 当然只是做给外人看的, 实际上, 关上门, 他就开始办公了。 黎修杰作为几成舟的私人医生, 自然陪伴在侧, 突然他听见几成舟的手机传来消息提示音。 一连两条。 他从手机屏幕上一开视线, 见认真办公的男人正看着手机, 嘴角还勾着抹似有若无的笑, 忍不住问, 谁发来的消息。 继承舟只是抬谋看了黎修杰一眼, 没回答他, 放下手机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儿, 又传来消息提示音。 黎修杰再次抬谋, 见继承舟眉心微醋, 竟然开始在手机上打字, 他只见过继承舟用手机打电话。 开视频, 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有耐心地发文字信息。 好奇心作祟, 他朝继承舟走去, 途中又听见消息提示音, 来到他身旁, 他已经关了手机屏幕, 谁啊? 继承舟继续看文件, 没谁。 黎修杰想了想, 想到一个人, 猜测, 该不会是木一摇吧? 继承舟促眉丢给他一个冷眼。 黎修杰知道自己不该提这个人, 耸耸肩, 我开玩笑的。 这时继承舟手机又响了。 黎修杰忙将脑袋凑了过去, 继承舟斜眼看他, 他也不走, 他必须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让继承舟打字回消息。 继承舟见黎修杰脸皮后, 赖着不走, 懒得搭理他, 打开手机看消息。 原来是你老婆啊。 黎修杰看见聊天栏上的人名, 煞时恍然。 老婆两个字入耳, 几承舟目光顿了一下, 看见信息, 眉头猝了起来。 黎修杰扫完信息, 他这是向你诉苦还是撒娇啊? 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继承舟沉默一瞬, 开口, 查一下向山的新剧有哪些人参演。 导演, 工作人员名单我都要。 你这是要替他撑腰? 黎修杰有点无法淡定了, 他什么时候见过继承舟管过女人的事了? 你刚不是说他是我老婆? 所以, 你见不得他受委屈? 你对他上心了? 你喜欢上他了? 继承舟丢给黎修杰一记冷眼, 我的威严不容任何人挑衅。 因为桑浅是继承舟的老婆, 欺负他, 就是挑衅他的威严。 就这么简单。 没有私情? 没有。 继承舟语气不耐, 低头给桑浅回了两个字, 附件。 黎修杰失望叹息一声, 低头给他哥发了一条消息, 找他要向山新剧的演员表, 和剧组的工作人员名单。 向山是他哥公司旗下的一名艺人, 问他哥, 又快又准确。 消息刚发出去, 他哥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又看上向山了? 我跟你说, 他不行, 他是公司新捧的艺人, 正赚钱, 你给我收连点, 不然我告诉老爷子。 黎修杰瞬间乍毛, 谁看上他了? 我是帮承舟问的。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肥了, 都敢拿承舟当挡剑牌了? 黎修杰无语一瞬, 气恼将手机递给继承舟, 你自己和他说。 继承舟见黎修杰气急败坏, 忍不住勾了勾唇脚, 接过手机, 是我。 真是你要那些资料。 嗯。 行, 我这就发你邮箱。 谢了。 我们之间说谢就见外了, 有空一起聚聚吧, 好久没见了。 好。 带上你那个新婚妻子。 继承舟沉默一瞬, 好。 之后将手机还给黎修杰。 黎修杰立刻朝电话那端, 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 承舟才是你亲兄弟吧。 我是捡来的是不是? 是, 垃圾堆里捡的。 你, 嘟嘟嘟。 那端没给黎修杰发泄的机会, 直接将电话挂了。 没多久继承舟就收到了黎修杰大哥发来的资料, 他将人员都过了一遍, 视线最后落在女二的表演者名字上, 陆慈安的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蒋怡然, 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黎修杰疑惑朝电脑屏幕看去, 在演员表看见了蒋怡然的名字, 你的意思是他欺负了你老婆。 继承舟淡淡嗯了一声, 拿出手机拨通了陈冰的电话, 蒋家最近是不是想和我们合资建商场? 是, 蒋建成亲自来找过我好几回了, 出手阔绰得很, 豪车, 豪宅, 往我这里送了好几趟了。 以后不管他送什么, 你都收下。 宋总的意思是要和蒋家合作。 嗯, 前妻自接让他们先投。 好。 黎修杰见记成舟挂了电话, 疑惑问,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 蒋怡然欺负你老婆, 你还和他爸合作? 合作不能违约? 违约可是要付违约金的。 豪车, 豪宅付违约金够不够? 黎修杰瞬间明白过来, 用蒋建成送的东西付违约金, 你毫发无损, 合作停止。 蒋建成那边却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相当于打了水漂, 你这招, 够狠。 顿了一下, 不过,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蒋怡然欺负了你老婆? 万一不是他, 岂不误杀良民了? 既成舟语气淡淡, 这次没有, 那就还上次的债。 博微服饰办的那场晚宴, 可谓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 最热门话题, 当然是罗宇棠和苏妙桐是亲生妇女这条消息。 另外一个被人谈论的就是, 桑浅和旧情人的未婚妻蒋宜然在晚宴上大打出手。 黎修杰忍不住在心中暗匪, 得罪谁也别得罪继承舟, 他这个人牙字必报, 心眼极小。 抱起仇来, 又亲不认。 他在部队操练一个月就是写的教训。 不过, 继承舟给桑浅撑腰, 真的只是男人的面子问题, 无关风月。 他怎么有点不信呢? 星号星号, 周四。 剧组因为拍了两场夜戏, 收工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蒋宜然大方帝说, 要请大家去上座吃宵夜。 上座人均一千多, 大家满脸高兴, 纷纷朝蒋宜然说感谢恭维话。 谢谢宜然姐。 多亏了宜然姐, 我们才能大饱口福。 宜然姐不仅人美, 心更美。 蒋宜然的助理骄傲开口, 蒋家即将和景盛集团合作, 宜然姐高兴, 请大家吃一顿不算什么。 和景盛集团? 我的天啦, 那可是传闻中的商业帝国呀, 都说只要能搭上景盛集团这条大船, 躺在家里也能赚大钱。 宜然姐, 蒋家要飞黄腾达了, 将来你大红大紫可别忘了我们呀。 蒋依然心里美滋滋的, 脸上难掩得意之色, 却见桑浅在收拾东西, 明显是要走, 心里的气瞬间不打一出来。 昨天她想让导演继续安排桑浅给她当助理, 她好, 接着折磨那个贱人, 可导演竟然拒绝了, 还说让她将心思放在演技上。 贱人, 不知道使了什么妖媚邪术, 连导演都向着她。 听说景盛集团近来也一直想和景盛集团恢复合作关系, 只是一直难以得见宋总, 桑小姐, 不如我给你引荐一下。 桑浅收拾的动作顿住, 抬头看向蒋依然, 她眼中全是高高在上的轻蔑, 明显又在找茬, 谢蒋小姐美意, 不过公司的事, 我从不插手。 蒋依然语气嘲讽, 是季家不让你插手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桑浅继续收拾东西, 不想和蒋依然拉扯。 可蒋依然却不想轻易放过她, 虽然你只是一个冲喜新娘, 但好歹也靠季家养着, 你怎么能如此自私, 有机会帮季家, 却不愿帮忙呢? 大家瞬间开始窃窃私语, 听说她还有一个女儿, 母女俩在季家白吃白喝, 怎么好意思? 她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她嫁进季家不就是为了捞钱吗? 白吃白喝算什么? 这也太浪心狗肺了吧。 蒋依然满意地听着大家对桑浅的羞辱, 见时机差不多了, 大发慈悲开口, 这样吧, 今晚你与我们一起去吃宵夜, 我就答应你, 我们家和景盛集团签合同的时候, 让你也跟过去, 怎么样? 桑浅看着大家向她投来她若再不去, 就是食恶不赦的眼神, 知道蒋依然这是想道德绑架她。 突然她想起一个事, 上午的时候, 陈冰给她打过电话, 问她有没有时间, 她那时正在剧组, 自然说不得空。 今天周四, 又该陪宋石井了。 只要一想到上次她喝多了, 宋石井吻了她, 她就有些心烦意乱。 虽然她很生气, 她趁人之危。 可那晚的是, 她也有责任, 是她喝多了, 是她将手指递给她, 问她要不要再尝尝。 想想就丢人,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白天没见面, 晚上肯定得去, 不如和蒋依然她们去吃宵夜, 或许可以逃过一劫。 这样想着, 桑浅答应了, 好, 我去。 蒋依然眼中划过一抹笔遗, 就知道桑浅是个软骨头, 为了讨好季家, 留在季家, 肯定会去。 之前还扭扭捏捏要走, 哼, 见人就是矫情。 大家准备走的时候, 向山说身体有点不舒服, 不去了。 蒋依然自然不肯, 浅笑着说, 向姐, 大家都去, 赌你不去, 多扫兴啊, 知道的人说你不舒服,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和我关系不好呢? 向山神情危僵, 蒋小姐既然这样说了, 那我就陪大家一起去坐坐吧。 保姆车上, 杨碧凡忍不住抱怨, 向姐, 蒋依然不过一个女二, 排场这么大, 还非得逼你一起去, 我看她就是想压你一头, 你怎么还游着她呢? 向山靠在椅背上, 轻轻按压太阳穴, 不去明天, 媒体还不知道怎么写我, 她已经花钱再给自己营销了, 新剧刚开拍, 她就话题不断, 若是再传出, 我以前被芝姿排挤晚辈, 或者与她不合的新闻, 她的风头就要盖过我了。 哼, 她不就是张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吗? 凭演技, 她连演你的丫鬟都不配, 杨碧凡一脸义愤填膺, 难道我们就由着她这般造词? 急什么, 这个圈子可没她想得那么好混。 可她, 好了, 我要休息了。 向山合上眼睛, 地目养神。 去上座的路上, 桑前给继承舟发了一条消息报备, 剧组有同事请吃宵夜, 盛情难却, 我晚点回家, 你早点休息。 继承舟正在书房看文件, 看见消息, 眉心微醋, 和同事一起肯定地喝酒, 可桑前那个酒量, 脑中浮现周一那晚桑前喝多了, 让她尝她手指的画面, 心头涌起一股燥热, 眉头又拧紧了几分, 修长手指, 开始在手机上打字。 你什么酒量, 心里没点数? 还敢去, 突然她手指顿住, 那晚是宋施景, 现在她是继承舟, 继承舟并不知道桑前的酒量。 她又将编辑一半的信息删了, 拨通了陈冰的电话, 让你找桑前谈, 谈过了? 没有, 上午给她打电话, 她没空, 我打算明天再, 不用了, 让她现在去遵典等我。 啊? 你不是说现在她不常在家, 不影响你出门, 让我和她谈, 以后周一, 周四的陪伴暂时取消吗? 现在打电话? 好的。 继承舟挂了电话, 没多久, 陈冰电话又打了过来, 宋总, 桑小姐说她今晚陪同事在聚餐, 抽不开身。 很好, 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敢违背她的旨意。 查一下她在哪里聚餐。 好的。 上座这边, 包厢里, 大家正纷纷在敬蒋宜然的酒, 感谢她请大家吃大餐。 蒋宜然很享受这种重心捧月的感觉, 端着果汁与大家应酬, 一转眸, 却见桑浅坐在角落里埋头看手机, 故意拔高音量, 桑小姐, 一起喝一杯。 桑浅在心里默默翻了一个白眼, 找茬的又来了, 不过她现在也算摸清了一点蒋宜然的脾气, 她越腻着她, 她越起劲, 她顺着她, 她反而老实。 于是她关了手机, 端起桌上的果汁, 起身, 朝蒋宜然举杯, 谢谢蒋小姐的大餐。 蒋宜然微正, 没想到桑浅这么听话, 可转念一想, 桑浅还求着她引荐送石井, 听话也正常。 不过她既然让她来了这里, 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她。 等一下, 桑小姐喝果汁是不是太没诚意了? 桑浅朝嘴边递杯子的动作顿住, 目光落在蒋宜然手里的杯子上, 蒋小姐喝的不也是果汁吗? 这么多人敬我酒, 我若喝酒, 不得喝出味出血。 蒋宜然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 仿佛被这么多人敬酒, 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 桑小姐怎么能和我比呢? 立刻有人附和, 是啊, 你怎么好意思和怡然姐比? 怡然姐请你吃饭, 还帮你引荐送走, 你这人也太不是好歹了, 还不赶紧给怡然姐敬酒。 就你这种勾搭人未婚夫的女人, 换作我, 见一次打一次, 怡然姐大人有大量, 不和你计较, 还愿意帮你, 你怎么不知道感恩戴德? 桑浅看着大家义愤填膺讨伐她的嘴脸, 眼底划过一抹审笑, 果然痴人嘴短, 一个个都化身成正义的勇士了, 自以为是的,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帮着蒋宜然审判她。 看来不喝酒, 他们是不会放过她了。 罢了, 一杯酒而已, 懒得和他们废口舌。 桑浅放下手中的果汁, 端起一杯酒, 一口喝了, 然后朝蒋宜然晾空了的酒杯, 可以了吗? 蒋宜然笑, 就喝一杯。 看来桑小姐是不想让我帮忙引剑宋总了。 三她现在躲宋石井还来不及, 谁稀罕蒋宜然引剑? 桑浅放下酒杯, 那就不麻烦蒋小姐了。 蒋宜然以为她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 不麻烦蒋小姐引剑。 桑浅一字一顿, 咬字清晰。 蒋宜然被服了面子, 眼色煞时沉了下来, 桑浅, 你别不识好歹。 不接受你的施舌, 就是不识好歹。 你, 宜然姐, 我敬你。 姜涛适时出来打圆场。 蒋宜然正在气头上, 立刻将枪口对准了姜涛, 你为什么帮她? 你是不是也被她这个狐狸精迷惑了? 姜涛脸色一红, 面露尴尬, 宜然姐, 你误会了, 都在一个剧组工作, 是, 都在一个剧组工作, 你怎么只对她特别关照? 还给她买冰沙, 你还说你不是被她迷惑了? 别忘了, 她可是一个有夫之妇。 姜涛从未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人, 气得脸都快绿了。 是我让她关照桑浅的。 导演说, 她毕竟第一次来剧组工作, 你那天让她当你的助理, 我担心她做不好, 便让姜涛从旁提点一二。 蒋宜然没想到, 导演也站出来帮桑浅说话, 即便再生气, 也不敢对导演发脾气。 今天人多, 该让桑浅出的仇也出了, 今晚她就暂时放过她, 回头带她去见宋施景的时候, 私下里, 她想怎么收拾, 她就怎么收拾她。 这样一想, 蒋宜然又换上笑脸, 看着桑浅说, 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引荐宋总的事, 我既说出口了, 定然说话算话。 戏真多, 桑浅懒得搭理她, 若不是担心陈冰再打电话来催她去遵典, 她真想现在就离开这里。 她刚坐下, 门口传来敲门声。 吓一秒, 包厢的门被服务员推开, 抱歉, 打扰一下, 这位宋先生想找一个人。 随着服务员话落, 宋施景出现在门口。 不会吧, 她竟然找到这里来了。 桑浅吓得不轻, 第一反应是急忙坐下, 手挡在额前, 尽量减少存在感。 她是谁啊? 好帅啊! 有人发出惊叹。 宋施景除了上次桑浅的欢迎晚宴, 几乎没在公开场合露过面, 包厢里的人大都不认识她。 蒋宜然上次见过, 自然认识, 而且最近爸爸和她说, 既然陆慈安不想和她结婚, 她现在有机会见到宋施景这样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让她换个人嫁。 若是能嫁给宋施景, 蒋家肯定能躋身顶级豪门, 她也能成为人人羡慕的宋太太。 她当时没松口, 她心里对陆慈安还是有感情的。 但爸爸说了, 会找个机会让她和宋施景见一面, 让她见了面再做决定。 她当时没拒绝, 上次在晚宴上, 她见过宋施景的风姿, 撇开她的身份不谈, 就她的样貌和气质也是男人中的极品。 如果宋施景真的对她有益, 她也不是一定非如此安不可。 现在她突然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爸爸安排的? 蒋依然满心雀跃, 看向四周, 她就是景圣集团宋总。 她就是宋施景。 我以为能将景圣集团经营成商业帝国的男人, 一定是一个阅历丰富, 年过半百的男人, 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 是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吧。 高富帅这个词, 形容宋总太肤浅了。 不知道她结婚了没有? 宜然姐竟然认识这样优秀的男人, 太羡慕了。 蒋依然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 朝门口走去, 看着门口五官出众, 气质卓绝的男人, 心怦怦直跳。 走到门口, 语气温柔地询问, 宋总, 您是来找我的吗? 宋施景正在屋内寻找桑浅的身影, 突然被蒋依然挡住了视线, 眉心微醋, 收回目光, 看向面前搅柔造作的女人, 嗓音清冷, 你挡住我的视线了。 蒋依然嘴角的笑容煞食凝固, 眼中闪过一抹难堪, 却还不死心, 微笑着说, 宋总, 我是蒋建成的女儿蒋, 让开。 宋施景微醋的眉心染了一抹不耐。 蒋依然脸色微白, 努力维持着嘴角的笑, 身子往一旁挪开几步, 宋总找谁? 不如告诉我, 我帮你找。 当所有的人都站着, 目光都投向他的时候, 那个唯一坐着的人, 反而比较显艳。 宋施景深邃目光落在某处, 还不过来? 大家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小声议论。 宋总找的, 该不会是桑浅吧? 不可能, 如果桑浅认识宋总, 又怎么可能让夷然解引荐? 说的是, 那宋总看的是谁? 大家目光略过桑浅, 看向他身后的向山, 难道是向姐? 肯定是, 向姐人红, 见识广, 认识宋总很正常。 大晚上的, 宋总主动来找向姐, 难道他们, 主角在场, 剩下的话, 他们没敢往下说。 向山内心汹涌澎湃, 受宠若惊, 不知什么时候, 得了宋石井, 这样的大人物的亲眼, 面上却努力保持镇定, 不过眼底掩饰不住的喜悦, 还是泄露了他的情绪。 他微微一笑, 语气恭敬有礼, 不知宋总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向山是离修杰大哥公司新捧的艺人, 看在离家的面子上, 宋石井朝向山微微汗手, 致意, 找人。 宋总对宜然姐爱达不礼, 对向姐却彬彬有礼, 她果然是来找向姐的。 向姐命也太好了吧? 向姐红, 自然认识贵人, 咱们羡慕不来的。 向山听着大家的议论, 感受着四面八方羡慕极度的目光, 几倍都挺直了几分, 觉得今晚被蒋宜然抢去的风头, 这一刻全都抢回来了。 一旁杨碧凡十分解气地看了一眼, 站在门旁脸色发白的蒋宜然, 而后特意拔高嗓音, 语气炫耀地说, 向姐, 既然宋总找你, 你就去吧, 别让宋总久等了, 这里有我在就行了。 向山朝杨碧凡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抬脚正要往门口走, 听见宋施景说, 我不找他。 抬起来的脚, 生生僵在空中, 还好大家注意力都在宋施景身上, 没人注意他的脚。 向山忙不动声色, 将脚收了回来, 身侧的手用力攥紧, 再松开, 羞耻感已经压下, 转头, 看着杨碧凡语气责背道, 下次可别胡乱揣夺宋总的意思。 杨碧凡没想到,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脸一阵青一阵白, 对不起, 向姐, 你该向宋总道歉。 向山出言打断, 杨碧凡忙看向宋施景, 朝他鞠躬, 宋总, 对不起, 是我失言了。 宋施景语气淡淡, 无妨。 宋总, 我的人不懂事, 冒犯了您, 宋施景抬手制止了向山的场面画, 见某人还在当梭头乌龟, 抬脚朝包厢走去。 众人纷纷让开一条路, 视线随着宋施景的身影移动。 桑浅, 从指缝里见宋施景朝他走来, 知道躲不掉了, 绝望地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 拿开手, 起身笑着打招呼, 宋总, 您怎么来了? 暗地里朝他识眼色, 宋施景却仿佛没看懂他的暗示, 在他面前站定, 找你。 狗男人, 瞎说什么大实话? 气得心口疼。 桑浅努力维持着脸上的微笑, 是我老公让你帮忙来找我的吗? 怕宋施景不配合, 不带他说什么, 他又说, 他也真是的, 我都说了和同事聚餐, 他腿脚不便不用来接, 他竟然大晚上麻烦您? 脑子倒是转得挺快, 知道给自己解围。 宋施景感受到, 他眼底乞求的眼神, 没配合他, 却也没再为难他, 只问, 走吗? 不走等着他拆他的台吗? 走。 桑浅脚下声风般, 快步朝门口走。 两人的身影刚消失在门口, 包厢立刻热闹起来。 原来宋总是替季总来接桑浅的。 早就听闻景盛集团的宋总和济氏集团的济总关系匪浅, 没想到关系这么好, 宋总竟然愿意淤尊将贵给济总跑腿。 蒋宜然当众丢了面子, 这会说话格外难听, 闭着眼睛也想得到, 桑浅怎么可能认识宋总这样的大人物, 还不是借着济家攀附贵人, 你看他那副迫不及待离开的样子, 铁定想趁机勾搭宋总, 不要脸的狐狸精, 见了男人就发骚。 蒋宜然的助理冷哼一声, 附贺,宋总神底一样的男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桑浅这样浪荡不堪的女人? 上杆子往上贴, 恶心。 蒋宜然重新回到座位上坐下, 别让他扫了我们的心, 大家今晚敞开了吃, 我买单。 众人又开始说恭维话, 绝口不提, 刚才蒋宜然上杆子往宋石井跟前凑, 人家压根不搭理他这事。 桑浅从上座出来, 见路边停了一辆兵力, 陈冰坐在驾驶座上, 拉开车门上车。 宋石井随后上车。 陈冰启动车子。 原来桑小姐不仅喜欢看戏, 也喜欢演戏。 男人低沉染了戏谑的嗓音, 在车内响起。 桑浅知道宋石井是在说 他刚才在包厢的那番说辞, 不说还说, 说起来他就来气, 你怎么能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去找我? 你是嫌我, 名声还不够臭吗? 你不去, 我只好来找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有聚餐, 走不开。 你在躲我? 我没有。 桑浅视线飘忽, 明显有些心虚。 因为你吻了我, 所以不敢见我。 明明是你吻的我。 桑浅下意识反驳。 所以, 你承认你是在躲我? 这个男人故意给他挖坑。 桑浅捋了一下耳边的碎发, 既然他主动谈到这个问题, 他也没必要扭扭捏捏, 摊开说清楚也好, 那晚酒后失态是我不对, 但你也不该趁人之威。 宋石井挑眉, 我哪里趁人之威了? 你趁我喝多了吻我。 桑浅脸有些热。 宋石井一本正经的甩锅, 是你勾引我在先。 桑浅醋眉, 我哪里勾引你了? 你将吸过的手指, 桑浅盲伸手捂住宋石井的嘴, 不许说。 女人的手软软的, 有一股与她身上一样的淡淡的清香。 宋石井脑中闪过那碗她舔她手指的画面, 喉结微滚, 拿开。 桑浅后知后觉自己做了什么, 慌忙将手撤了回来。 宋石井修长手指, 解开衬衣领口的两颗扣子, 缓解身体里的燥热, 你又喝酒了。 她刚凑近, 她闻到了淡淡的酒香。 喝了一点点。 你什么酒量, 你心里没数。 宋石井脸色微沉, 嗓音也冷了下来, 又想耍酒疯。 什么叫哟? 说得好像那碗她是故意喝多勾饮她的一样。 她是酒后失态了, 但她趁机吻她, 就没有错。 我酒量没那么差, 我不知道你那里的酒后劲那么厉害, 我若知道, 一定不会喝。 以后不许喝酒。 命令室的口吻, 强势又霸道。 宋总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桑浅心里憋了火, 冷冷对了回去。 宋石井拧眉目光黑沉沉地凝着桑浅, 车内气压仿佛瞬间降至零点。 高高在上的男人大概习惯了别人的言听计从, 突然遇见一个违抗的, 就不高兴了。 但他既不是他的下属, 又不是他什么人, 他凭什么听他的? 他才不惯着他。 桑浅往车门那边坐了坐, 转头看向窗外, 摆出疏离不退步的姿态。 咻! 车内响起一声打火机的声音。 桑浅眸光微瞥, 余光里, 男人点了一支烟, 指尖星火明灭, 烟雾生疼, 趁得那张深邃的脸庞更加冷峻。 很快, 密闭的车内被浓郁的烟味弥漫。 桑浅喉头发痒, 轻微咳嗽了两声。 下一瞬, 宋石井那边的车窗降了下来, 外边裹了热气的风灌进来, 冲散了裹着烟味的冷气。 沉默在车内蔓延。 突然, 不知怎滴, 车子来了一个急刹车。 桑浅身子由于惯性, 朝前冲, 在头即将撞到前面的座椅时, 突然一只大手横在他身前, 将他压了回去。 沉冰忙看向车后, 宋总没事吧。 桑浅见蓝在他身前的大手食指和中指尖加的香烟变了形, 新红的烟头被挤压落在了男人宽大的手背上。 随着车停, 手收了回去。 宋石井若无其事, 朝车窗外抖了一下手背上的烟灰, 问陈冰, 怎么回事? 刚才蹿过去一只猫。 你的手是不是烫伤了? 桑浅担忧问。 男人将手搁在降下的车窗上, 距离有些远, 又是晚上, 桑浅看不见他手背的伤势。 宋石井没回答, 而是吩咐陈冰, 靠边停车。 陈冰启动车子, 调转方向盘, 将车靠边停下。 下车。 桑浅没想到, 宋石井会在这个时候让他下车, 他望了一眼窗外, 这里不是主干的, 大晚上的, 四周没看见一个人, 往来的车辆也不多, 这里不好打车, 你, 下车? 男人看都没看他, 侧脸线条深邃流畅, 透着淡漠和冷情, 桑浅没在说什么, 点了点头, 下车就下车, 谁稀罕坐他的车? 他转身推开车门, 下车的时候, 又顿住, 不放心看向他, 搁在车窗上的手。 怎么? 舍不得? 桑浅怎么会听不出宋石井话语里的戏血, 心中因为他在紧要关头, 护着他产生的那点感激, 彻底被他败得干干净净。 他没在犹豫, 下车, 走到人行道上, 转过身来的时候, 车子已经驶入车流, 后座车窗上的那只手, 也收了回去, 红色车尾灯, 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桑浅打车回到家, 已经是四十分钟之后了, 晚晚和季桑宇已经睡了, 他见书房的灯还亮着, 在楼梯口站了几秒, 还是抬脚走了过去。 门没关, 是虚掩着的。 他轻轻推开门, 屋内灯光明亮, 却没看见人。 他疑惑去了主卧, 主卧一片漆黑, 开灯, 床上被子折叠整齐, 没有躺过的痕迹。 大晚上的, 继承舟人呢? 桑浅转身快不朝 沈明的房间走去, 这要敲门, 门从里面开了, 你看见继承舟了吗? 沈明攥了一下手中的手机, 大少爷在书房。 没有, 我刚去看了。 或许在楼下? 可是楼下只有客厅的灯开着, 我刚上来的时候, 没看见他。 你别着急, 我下楼找找, 要不你去健身房看看吧, 兴许大少爷在那里附件。 桑浅点头, 两人一起下楼。 沈明见桑浅进了健身房, 忙将手机放置耳边, 压低声音说, 他正到处找你, 怎么办? 我快到了, 你再拖延几分钟。 沈明真是要急死了, 这让他怎么拖延? 但他知道老大没及时赶回来, 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只能咬牙答应, 好。 桑浅从健身房出来, 没有, 你那边怎么样? 沈明摇摇头, 或许大少爷出门了? 不可能, 平时我怎么劝他都不出门, 这大晚上的, 他更不可能出去, 更何况他知道自己处境危险, 即便要出门, 也不可能单独出去。 好像有道理。 小猪也被吵醒了, 得知继承舟不见了, 吓得脸都白了。 我想起来了。 沈明一惊一乍。 小猪胆子小, 吓得一个哆嗦, 想起什么了? 大少爷前两天种了一盆下锦, 格外喜欢, 一天要去花园看几次, 莫不是去花园看花了? 桑浅醋眉, 大晚上看花? 那, 那我们赶紧去花园找找。 小猪像只无头苍蝇, 闻言慌忙往外跑。 桑浅也快不走了出去。 沈明偷偷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跟了过去。 三人来到花园, 将花园找遍了, 还是没找到人。 小猪都快急哭了, 好好的, 大少爷怎么会不见了呢? 要不要告诉老夫人? 桑浅虽然也着急, 但还不至于乱了分寸, 告诉陈秋荣也无济于事, 反而会让他老人家担心, 我们报警吧。 啊? 沈明有点慌, 这就闹得有点大了, 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调查, 我们现在报警也没用, 不如我们再找找吧。 桑浅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突然他想起来, 他在客厅安装了监控, 忙拿出手机看监控, 根本没看见继承舟出门, 最后见他上楼进了书房, 就没再出来。 我们去书房找。 桑浅率先进入别墅, 沈明落后几步, 偷偷发了一条信息给继承舟, 老大, 我拖不住了, 他去书房了。 桑浅一步两个台阶上楼, 来到书房, 见继承舟坐在轮椅上看书, 你怎么在这里? 继承舟抬眸, 面色沉静, 我一直在这里。 可我之前明明没看见你。 继承舟转头, 下巴微台指了一下书架后面, 我刚在里面找书。 桑浅朝书架那边看去, 虽然那边是有点挡势线, 但继承舟坐轮椅, 这么大一个目标, 他不应该看不见吧? 突然一阵风吹了过来, 风中有股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 桑浅转头, 见窗户大开, 抬脚就要去关窗, 沈明先一步走了过去, 将窗户关上。 继承舟见几人神色匆匆, 疑惑问, 怎么了? 我们以为你不见了, 吓坏了, 到处找。 回话的是小柱。 继承舟眉心微醋, 大晚上的, 我能去哪? 说完低头若无其事, 继续看书。 沈明, 不愧是老大, 说起谎来, 脸不红心不跳, 跟真的是的。 桑浅仔细秀了秀, 不是错觉, 怎么有股消毒水的味道。 沈明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没注意, 被桑浅这么一说, 也闻到了, 担忧的目光立刻朝继承舟看去。 继承舟薄唇微泯, 不急不缓将盖在书下的手拿了出来, 下楼倒水的时候, 不小心烫伤了。 桑浅看着继承舟被纱布包扎的右手, 莫名地想到了宋石井被烟烫伤的手, 好像也是右手。 大少爷, 你想要什么喊我一声便是, 怎么能自己动手呢? 小柱满脸自责。 继承舟嗓音淡淡, 小伤, 沈明已经帮我处理过了。 是的, 没有大碍。 沈明配合道, 继承舟和尚书, 不早了, 都去休息吧。 桑浅, 你也早点休息。 嗯。 小柱和沈明率先出去。 桑浅最后一个出去, 走到门口, 他又回头看了一眼书架, 和继承舟受伤的手。 眉心微醋。 难道真的是他大意了, 没注意书架后面有人? 宋石井的手被烟烫伤了, 继承舟的手被水烫伤了, 怎么这要巧? 桑浅回房后, 沈明又偷偷进了书房, 老大, 你的手怎么了? 烫伤。 沈明皱眉, 对我你就没必要撒谎了吧。 继承舟无奈笑了一下, 真的是烫伤, 烟烫的, 去处理了, 所以回来耽搁了。 他还以为老大又遇见了什么凶险的暗杀。 烫伤的时候, 桑浅在场。 沈明刚放下去的心, 立刻又提了起来, 你是宋石井的身份烫伤的。 嗯, 那他不会起疑吗? 继承舟想起桑浅离开前疑惑的眼神, 伸手捏了捏眉心, 或许有一点。 那怎么办?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你会想到, 宋石井和几承舟是同一个人吗? 沈明摇头, 瞬间明白了几承舟的意思, 即便桑浅怀疑什么, 也绝不会想到, 两个样貌和身份完全不同的人会是同一个人。 一日清晨, 餐桌上。 桑浅视线似有若无地, 朝几承舟绑了纱布的右手上瓢。 并不妨碍用餐。 男人低沉的嗓音突然响起。 桑浅茫然朝他看去, 他深邃视线正望着他。 你一直盯着我右手看, 难道不是担心我? 还真不是。 他只是疑惑, 怎么会这样巧, 想知道他烫伤的具体位置, 是不是和宋石井一样? 桑浅尴尬扯了扯唇角, 也不否认, 你没事就好。 今天几点下班? 继承舟转移话题。 桑浅微正, 他以前可从不关心他的工作, 安排成应该是五点, 但有时候演员发挥不好, 会重拍, 所以时间上不确定。 嗯,下班给我发信息。 好。 桑浅顿了一下, 试探问, 晚上你是有什么安排吗? 一起去见个朋友。 继承舟自从苏醒成天待在家里, 周末孩子们放假, 桑浅劝过几次, 让他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散散心。 他都拒绝了。 他觉得他应该是因为腿脚不便, 自卑, 所以不愿见人, 便没再勉强。 没想到, 现在他主动想去见朋友, 这是一个好兆头, 见了朋友, 心情好了, 不颓废了, 就会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了, 有了斗志, 才能将济世集团掌权人的位置, 从济远航手里夺回来。 好, 我尽量早点回家。 嗯。 桑浅突然想起, 宋石井和几成洲也是朋友, 忙问, 晚上要见的那个朋友,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性别符合。 桑浅压下心中的忐忑, 又问, 你们以前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嗯。 完了, 又对上了, 他是不是姓宋? 继承舟喝粥的动作一顿, 瞬间明白桑浅在担心什么, 抬眸, 似笑非笑道,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桑浅后之后决心急之下, 自己问得太过直接, 这么多姓, 他偏偏问宋, 自然容易让人疑惑。 他装作猜测的样子, 难道姓李? 还是姓赵? 继承舟看着桑浅强装镇定在他面前表演的样子, 有些忍俊不禁, 他垂眸, 将浮现得薄笑掩于眼底, 你没见过。 在继承舟的认知里, 他也没见过宋石井。 他这个回答等于没答。 但桑浅也不敢再问, 太过纠结这个问题, 容易让人多想。 来到剧组, 桑浅有些心不在焉, 满脑子想的都是晚上要见的人是谁? 是不是宋石井? 如果是宋石井, 他该怎么办? 桑浅。 尖头一重, 桑浅回神, 转头见江涛, 不知何时来到了他身旁。 想什么这么出神? 我喊你好几声你都没反应。 桑浅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大概是昨晚没睡好吧。 你别太放在心上, 嘴掌在别人身上, 我们做好自己就行。 桑浅有一瞬间的茫然, 但很快反应过来, 江涛说的是, 剧组里的人, 背后议论他的那些难听的话。 嗯, 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 桑浅有些意外, 江涛会这般信任他, 谢谢, 你找我有事。 向杰的五涕受伤了, 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合适的五涕, 说到这里, 江涛顿了一下。 江涛说你有些伸手, 向导演推荐你, 去当向杰的五涕, 导演让我先过来问问你的意见, 几分钟的镜头, 不露脸, 薪资五百。 桑浅醋眉, 他并不想在人前展露伸手, 而且, 只要和江涛沾边, 他总觉得没什么好事, 我手里的工作还没做完。 江涛知道, 桑浅这是拒绝了, 没事, 你忙吧。 中午, 桑浅去拿盒饭, 中途被杨毕凡挡住了去路, 这是向姐让我给你的。 桑浅看向杨毕凡递过来的饭菜, 不是剧组的配餐, 餐盒上打着川玉楼的logo。 川玉楼是同城一家比较有名气的酒楼, 价格不便宜。 他没接, 无功不受禄。 向姐的五涕受伤了, 临时很难找到合适的, 你和向姐身形差不多, 向姐希望你帮他这个忙。 这个忙我帮不了。 若不是蒋小姐说你有些伸手, 你以为这么好的事能 落在你头上? 杨毕凡一副别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眼神, 看着桑浅。 那你们去找别人吧。 杨毕凡被桑浅噎的脸都白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如果不是向姐同意, 你给他设计旗袍, 你能拿下这么好的项目吗? 还得到了国际设计大师SS的赞扬, 这都是向姐给你的机会, 现在不过让你帮忙当个五涕你都不愿意,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没良心的人。 桑浅沉默一顺, 那我就还他这个人情, 以后我们两清。 这还差不多。 杨毕凡知道, 桑浅这是答应了, 将手里的饭菜递给他, 拿着吧。 不必了。 桑浅绕过他, 朝领盒饭的地方走去。 杨毕凡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痴, 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女人, 装什么轻告。 蒋毕凡看着桑浅走远, 从暗处走了出来, 还是杨助理有能力, 场务解决不了的事, 你几句话就搞定了, 我的助理要是像你这么有能力, 那我就省心了。 杨毕凡一脸沾沾自喜, 这得多亏了, 你给我出这个主意, 还有你买的盒饭, 他没要, 还给你。 杨助理辛苦了, 你吃吧, 我还有事要安排, 先走了。 杨毕凡本来不喜欢蒋毕凡, 毕竟他一直在抢相姐的风头, 但上午蒋毕然来找他, 说昨晚桑浅明明认识宋石井, 却不说话, 让他和相姐在众人面前都失了面子, 要不要一起整整他。 他听了他的计划, 觉得可行, 便同意了, 敢欺负相姐, 确实应该给点教训。 吃了饭没多久, 姜涛过来找桑浅, 你答应给相姐当武剃了? 嗯。 导演让我来给你讲明情况。 好。 向山在距离演的是一个气质清冷的千金小姐, 暗地里还有一个身份是极具爱国情怀的地下党员, 她漂亮, 睿智, 有身手, 你要替演的是一场打戏, 她被两个出身军营的国民党跟踪, 她发现了, 三人大打出手, 时间不长, 大概两分钟, 基本都是远镜头, 有近镜头的地方, 后期也会剪辑换成相姐的脸。 嗯。 江涛见桑浅一脸淡然, 忍不住说, 虽然我们会提前对好戏, 但男人力气大, 万一没把握好力道, 伤了你就不好了, 你如果不愿意, 就别勉强。 桑浅看出来, 江涛是为她考虑, 剧组里的人要么八戒向山, 要么讨好蒋宜然, 平时没什么人愿意和她接近, 即便有, 也是冷嘲热讽, 话里带刺。 江涛的友好, 是她工作上少有的温暖。 她知道五涕的事, 是江涛在处理, 五涕好找吗? 江涛苦笑摇头, 要懂功夫, 还要身量体型相似, 短时间内, 哪那么容易找到? 那我符合条件吗? 身量体型基本符合, 但你真的有身手吗? 桑浅笑, 又不是真打不是吗? 这倒是, 可万一, 就这样吧, 我再看看剧本。 江涛见桑浅心意已定, 就没再说什么。 开拍前, 杨碧凡带了造型师过来给桑浅做造型, 虽然桑浅只是一个五涕, 但在屏幕上他代表的可是象山, 浮化造不能马虎。 桑浅化妆的时候, 听见外面闹哄哄的。 不多时, 有工作人员提了几杯奶茶进来, 蒋小姐的未婚夫过来探班了, 请大家喝奶茶, 人人有份, 你们的我放桌上了。 显摆什么, 不是还没结婚吗? 杨碧凡撇撇嘴, 秀恩爱, 死得快。 桑浅眉心微醋, 蒋宜然的未婚夫不就是陆慈安吗? 他可不想和他碰面, 但愿等他化完妆, 他就离开了。 事情总是事与愿违。 当桑浅一身米白色旗袍出现在片场的时候,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陆慈安。 他的身形较向山稍稍风雨一些, 向山太瘦了, 镜头里看漂亮, 现场看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 不像桑浅, 胸挺, 臀翘, 腰细, 向山的旗袍穿在他身上略显紧致, 可就是这份紧致, 更玲珑有致, 也更有风韵。 平时桑浅都是穿休闲装, 大家没想到他身材这么好, 尤其配上民国时期的妆容, 简直太惊艳了。 杨碧凡是绝不会承认桑浅比向山漂亮的, 想挑个毛病, 出来踩一踩, 挑了半天, 没挑到, 憋出三个字。 狐狸精。 蒋依然见陆慈安, 看得眼睛都直了, 眼中闪过阴狠寒忙。 等着吧, 好戏在后头。 今天他缠着让陆慈安过来探班, 就是想让他亲眼看看桑浅被打的狼狈, 让他知道, 他是多么的高高在上, 而桑浅是多么的低贱, 人人可欺。 他要让陆慈安明白, 桑浅和他完全没有可比性, 他娶他是高攀。 星号导演已经给桑浅讲过戏了, 见人都到位了, 他又问了一下第一次拍摄的桑浅, 确定他没问题, 才正式开拍。 桑浅手里拿着珍珠小包, 走在极具民国风味的街道上, 察觉有人跟踪, 他加快脚步, 在拐角处一闪, 不见了。 带两个男人跑过来, 他突然出现, 找我吗? 两个男人对看一眼, 知道暴露了, 便开始朝桑浅发起进攻。 刚交手桑浅, 就察觉了不对劲, 这两个男人和之前对戏时打法完全不一样, 虽然招式没变, 但力道却完全不一样。 对戏的时候, 是你来我往的花架子, 现在招招下狠手, 根本不像演员, 更像身手敏捷的恋家子。 围观的人没看出门道, 只觉得桑浅的打戏是真不错, 英姿飒爽, 干脆利落, 比真正的舞踢还好, 像真打。 关键他体态和气质也特别好, 还有脸部表情, 尤其眼睛, 很有戏, 将打架的撒狠, 利落, 展现得淋漓尽致, 女主清冷的气质, 更像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 这演技一点也不输给象山。 导演在镜头后面看得异常激动, 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表演的好苗子, 眼睛开始放光。 只有陆慈安神经紧绷, 担忧桑浅受伤。 蒋宜然挽着陆慈安的手臂, 眼中闪过一抹阴狠的笑, 他就不信, 桑浅一个女人, 能打得过道上身经百战的两个男人。 他已经和那两个人说好了, 抓着机会下狠手, 最好能打断桑浅几根骨头, 否则难解他心头之恨。 桑浅额头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心中有些兴奋。 自从嫁进技甲, 他只能偷偷锻炼, 好久没找真人陪练了。 不过他右手之前被几名冤打了一棍, 还没完全恢复, 还有身上这身旗袍, 有些束手束脚, 不然打起来更尽兴。 像山面带微笑在一旁观看, 似乎对桑浅的表现很满意, 只是目光偶尔朝三人打斗的上方扫一眼。 陆慈安突然发现桑浅上方的招牌有些松动, 风吹过的时候有些晃, 他正要找导演让他停止拍摄, 却见招牌突然往下掉了一截。 现场也有人发现了, 尖叫了一声。 陆慈安想都没想, 甩开蒋依然的手, 朝桑浅跑去, 浅浅, 小心。 桑浅正打得过瘾, 突然见陆慈安朝他奔来, 眉头猝了起来, 他来添什么乱。 在招牌即将掉下来的时候, 陆慈安猛然朝桑浅扑了过去。 桑浅不知道陆慈安突然发什么疯,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扑了过来, 他一个闪身, 躲开了他。 陆慈安扑空, 身体落地, 下一秒, 上方的招牌框的一下落下来, 砸在陆慈安背上。 桑浅眼眸猛然躺大, 满脸震惊抬头, 上方的招牌已经没了, 空荡荡的。 如果没有陆慈安, 那块招牌应该正好砸在他脑袋上, 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他是来救他的。 他几步走过去, 蹲在陆慈安身旁, 你怎么样了? 陆慈安趴在地上, 缓缓抬起头, 你没, 没, 话还没说完, 一口血涌了出来, 脑袋跌回去, 人晕了过去。 蒋依然跑过来, 一掌推开桑浅, 拍着陆慈安的肩膀, 焦急喊, 慈安, 你怎么了? 你醒醒。 现场煞食乱作一团。 半个小时后, 陆慈安被推进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关上。 蒋依然转身, 眼眸心红, 冲到桑浅面前, 抬手打了他一耳光, 都是你, 他若有个三长两短, 我和你拼命。 桑浅看着蒋依然, 身侧的手拳紧了一下, 但很快又松开。 蒋依然见桑浅没还手, 抬手又要打他。 桑浅擒住他的手腕, 冷冷道, 刚那一巴掌, 我是看在陆慈安的面子上, 瘦了, 你真以为你在片长使的手段我看不明白。 蒋依然眼底闪过一抹心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桑浅甩开蒋依然的手, 你最好祈祷他平安无事, 否则不用你和我拼命, 我也不会放过你。 若不是为了救你, 他会变成这样吗?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 桑浅眼底都是冷意, 你敢说广告牌掉下来, 和你没有关系。 蒋依然愤怒咆哮, 你血口喷人。 蒋小姐, 你冷静一点。 姜涛过来打圆场, 这里是医院, 你未婚夫在里面动手术, 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一切等他手术结束再说行不行。 蒋依然狠狠瞪了桑浅一眼, 回到手术室门口等候。 桑浅走到一旁的等待以上坐下, 脑中反复闪过陆慈安冲上来, 扑向他的那一幕。 心中有些震撼。 没想到陆慈安既然可以为了桑浅连命都不要, 他应该是真心爱着桑浅的吧。 桑浅说, 桑浅被逼着和陆慈安分手后, 郁郁寡欢, 得了忧郁症, 最后想不开, 自杀了, 所以, 他也是真心爱陆慈安的吧。 两个真心相爱的人, 因为长辈的阻止, 最后阴阳相隔, 真遗憾。 两个小时后,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 桑浅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远远地看着蒋依然, 焦急询问医生陆慈安的情况。 医生, 病人脊椎骨折, 已经做过手术了。 他会瘫痪吗? 目前, 看没有影响神经传递, 应该不会导致瘫痪, 具体要看他后面的恢复情况, 恢复不好, 即便不瘫痪, 也可能站不起来。 桑浅从医院, 初来天已经黑了。 他这才想起来, 晚上要陪季承舟去见朋友。 他拿出手机, 给季承舟发了一条信息, 我现在回家。 那边很快回了, 等着。 桑浅疑惑, 你来接我? 嗯。 不用了, 我不在剧组。 地址。 桑浅猜应该是太晚了, 季承舟过来, 接他直接去见朋友, 只是他身上还穿着戏服, 必须回家一趟, 我得回去换衣服, 我自己打车回去。 等了片刻, 那端回了一个字, 嗯。 桑浅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家, 进入别墅, 见季承舟在客厅陪两孩子看电视。 晚晚看见桑浅, 眼睛瞬间亮了, 妈咪, 你好漂亮啊。 季承舟转头看向玄关, 目光顿住, 女人一身旗袍, 身段窈窕, 装发军事民国风, 更显得她气质高雅, 犹如画里走出来的女神。 晚晚哒哒哒跑到桑浅面前, 养着小脑袋, 伸手要抱抱。 桑浅弯腰抱起女儿, 吃饭了吗? 吃了。 晚晚小短手抱着桑浅的脖子, 突然发现什么? 小手指着她的脸, 妈咪, 你的脸怎么肿了? 还红红的。 没事, 妈咪不小心摔胶磕的。 桑浅将女儿的小手包裹在掌心, 妈咪今晚要陪叔叔去见一个朋友, 你和哥哥在家要乖乖听小柱姐姐的话, 知道吗? 好。 真乖, 去看电视吧。 桑浅亲了女儿一口, 放她下来, 正要上楼, 听见继承舟说, 推我上楼。 她走过去, 推着轮椅进了电梯。 继承舟目光看着前方镜面里的桑浅, 谁打的? 桑浅知道, 继承舟问的是她的脸, 不小心摔,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桑浅摸了摸鼻子, 低声嘀咕, 往往五岁, 不是三岁小孩。 电梯开, 两人出来。 继承舟又问, 谁打的? 桑浅没想到她这么执着, 想了想, 说, 小事, 我自己能处理。 继承舟见桑浅不愿说, 没再问, 只是去了书房后, 就拨通了陈冰的电话, 去查一下, 今天桑浅在剧组和谁发生了冲突? 好的。 桑浅回房间换了衣服, 又重新给自己上了妆, 脸上的红印遮住了, 她又放了几缕头发在脸侧,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脸肿。 收拾好, 她准备去书房找继承舟, 文蓝的电话在这个时候打了过来, 今天片场发生意外, 那个穿旗袍的女人是不是你? 桑浅微正, 这件事你怎么知道? 有人在微博上发了短视频, 这么快就传到网上去了? 完了? 先这样, 我去看一下。 桑浅忙挂了电话, 进入微博, 首先查看热搜榜, 前十没有。 她松了一口气, 接着往下看, 热榜28发现了一条标题是, 向删片厂发生意外的微博。 后面是一个红色上升的箭头, 说明热度还在上升。 她点进去, 是一个长度近一分钟的视频, 配文只有一句话, 吓死宝宝了, 看来演员也是一个高危职业。 视频拍下了广告牌掉下来, 陆慈安上来救人的全部过程, 不过镜头有些远, 像素也不是很清晰, 看不太亲人的脸。 评论里有人质疑, 视频里的人不是象山。 也有人说看服装似的, 因为之前路透照里象山穿过这套旗袍。 然后是各种猜测视频里男人的身份, 不顾危险上去救象山, 可见两人关系匪浅。 是不是象山的男朋友? 象山没事吧? 男朋友伤得重不重? 有人在评论里透露, 男人不是象山的男朋友, 视频里的女人也不是象山, 这拍的是一场打戏, 用得替身。 然后, 又是各种八男人是谁, 替身是谁的评论。 桑浅看得心惊胆战, 索性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透露陆慈安和他的名字, 但是片场那么多人, 谁也不能保证, 什么时候就有人说出实情了。 这条新闻若是被记家的人看见, 他与陆慈安的关系, 只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忙退出微博, 给文兰打电话, 文姐, 你想办法将热搜压下去? 真的是你? 咳, 你不是服装师吗? 怎么去镜头前演戏了? 这是我回头再和你说, 你先将热搜压下去。 行, 再问一句, 就你的男人是谁? 陆慈安? 我这就去处理。 文兰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立刻挂了电话。 桑浅平复好心情来到书房, 见记程舟握着手机在讲电话, 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他只是安静听着, 眸光微垂, 看不出喜怒, 另一只手搭在轮椅扶手上, 修长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敲击着扶手。 桑浅安静站在门口, 待他结束通话才开口, 我准备好了, 可以走了吗? 继承舟抬眸, 目光在桑浅脸上停留了两秒, 移开, 走吧。 路上, 桑浅视线看着窗外不断掠过的霓虹, 脑子里响的都是微博上的事。 今天工作顺利吗? 继承舟低沉的嗓音突然传来, 桑浅正了一下, 他怎么突然关心他的工作? 难道他知道什么了? 应该不会吧, 继承舟看着, 不像喜欢看娱乐新闻的人, 而且新闻又没在热搜榜前面, 曝光率并不高。 这样想着, 桑浅转头, 若无其事道, 还行。 沉默几秒, 男人淡淡嗡了一声。 车内没开灯, 外面你红偶尔从他脸上晃过, 一闪即逝, 看不清他的神情。 没多久, 车子在同城有名的休闲娱乐场所倡议门口停下。 门童过来接了车钥匙去停车。 沈明推着继承舟朝门口走, 桑浅跟在一侧。 三人来到包厢门口, 沈明敲了敲门。 片刻, 门开了。 一个气质温雅的男人出现在门口。 他看见继承舟, 眼底浮现薄笑, 语气熟忍, 来了。 继承舟微微汗手。 男人目光在桑浅身上打量, 这位就是嫂子吧。 桑浅有些尴尬, 他只是在继承舟昏迷的时候, 以冲喜的名义嫁给他的, 担不起嫂子的名号, 只微笑回应。 男人朝桑浅伸出手, 黎静言。 这个名字, 桑浅听说过, 娱乐界的大佬, 离世旗下娱乐公司遍布全国, 传说只有他不想捧的人, 没有他捧不红的人。 原来继承舟今晚要见的朋友是他, 只要不是宋石井, 谁都行。 他正准备去握手, 继承舟推开黎静言的手, 进去吧。 桑浅愣了一下, 看向继承舟, 他是觉得他不配和他的朋友握手吗? 还是从心底里不承认他是他的妻子。 黎静言眼底的笑意伸了几分, 手都不让握, 真小气。 几人穿过一扇紫坛木雕屏风, 进入大厅, 沙发上坐了七八个人, 有的在聊天, 有的在玩扑克牌。 桑浅在人群中, 看见了两个鼠脸, 向山, 影帝临京行。 大家见继承舟进来, 纷纷起身, 恭敬喊, 诚哥。 继承舟微微醋眉看向黎静言, 显然在问,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兄弟们听闻你要来, 不请自来, 大家这么久没见, 一起聚聚也好, 否则都生疏了。 有人附和, 是啊, 诚哥, 听闻你醒了, 我们可高兴坏了, 知道你喜静, 不敢上门打扰, 你既然出来, 我们哪有不来见你的道理? 黎静言目光扫了一眼桑浅, 之后看向众人, 还不见过嫂子。 大家齐刷刷的目光看向桑浅, 有惊奇, 有疑惑, 也有打量, 之后一起喊, 嫂子好。 桑浅有些不自在, 抬手捋了一下耳边的碎法, 大家好。 先吃饭, 一会儿再玩。 黎静言招呼一声, 大家一起朝里边走。 包厢很大, 前边是大厅, 有沙发茶几, 还有棋牌桌, 侧边是一个茶室, 里边是餐厅, 再往里, 还有两间卧房。 落座的时候, 向山坐在桑浅身旁, 主动打招呼, 我今晚过来, 可是有任务的。 桑浅疑惑望着向山, 今晚来的都是男人, 李总怕你一个人无聊, 知道我们在一个剧组工作, 互相熟悉, 特意让我过来, 陪你说说话。 向山笑笑, 看了一眼桑浅身旁的继承舟, 向好朋友说, 悄悄话般, 凑过去压低声音问, 季总对你好吗? 挺好的。 他能带你来见他的朋友, 应该是认可了你这个妻子吧。 桑浅不太喜欢向山这种打探的语气, 模棱两可道, 或许吧。 他的腿恢复得怎么样了? 桑浅沉默一瞬, 打趣的语气, 你似乎对我老公的事很关心。 句句不离季成舟。 向山神情微僵, 随即笑笑, 你别多想, 传言记总不尽女色, 突然结婚了, 我只是好奇而已。 桑浅点了下头, 不再言语。 吃饭的时候, 桑浅才知道, 黎静言竟然是黎修杰的哥哥, 能成为继承舟的私人医生, 医术定然不一般。 他以为黎修杰会是医药世家的公子哥, 没想到他哥哥竟然是个商人, 这有点出人意料。 饭桌上, 男人们聊的话题, 桑浅插不上嘴, 又不想和向山说话, 也不好一直低头干饭, 见桌上有虾, 闲来无事, 便戴上一次性手套, 开始包虾。 不知不觉包了一叠。 嫂子这是给成哥包的吧, 嫂子对成哥可真好。 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 桑浅包虾的手顿住, 抬眸箭桌上的人几乎都看着他。 他, 真不是给继承舟播的。 可这么多人看着, 不是也只能试了。 但继承舟平日里连话都不愿和他多说, 而且小柱说, 他有洁癖, 他包的虾, 他会吃吗? 桑浅转头看向继承舟, 男人穿着干净挺阔的白衬衫, 大戴和朋友聚会比较随意, 他领口扣子解开了两颗, 露出两痕凹凸有致的锁骨, 袖子卷起, 随意推在手肘处, 空气中的小臂紧致结实。 他仿佛没听见那人的话, 握着筷子, 正加了一块牛肉, 慢条丝里的蘸着酱汁。 桑浅将放着虾仁的碟子, 往继承舟那边推了推, 吃虾。 他偏头看他。 对上他漆黑深邃的视线, 桑浅心跳莫名有些加快, 总感觉他今晚情绪有点不对劲, 可具体哪里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他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拒绝他吧? 他淡淡嗯了一声。 桑浅悄悄松了一口气, 总算给他留了点面子。 陆慈安没事吧? 项山的话突然在身旁响起。 桑浅心里咯噔一下, 下一时去看季承舟, 他仿佛没听见项山的话, 偏头和一旁的人在说话。 陆慈安怎么了? 有人问。 陆家是做建材生意的, 虽然不是什么大家族, 但在同城也有些名气, 有人知道他很正常。 今天下午, 片场出了点意外, 陆慈安为了救桑小姐, 被广告牌砸伤了。 你说他救了嫂子? 向山点头, 下一秒似乎意识到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盲看了几成舟一眼, 之后低头吃饭不支声了。 虽然在座的有人知道陆慈安, 但并不知道他和桑浅的往事, 不过, 一个男人不顾自身安危, 去救一个女人, 这意味着什么? 不用说, 大家也能猜出一二。 餐厅煞时安静下来, 大家视线似有若无地朝季承舟身上贴, 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僵硬。 桑浅不敢去看季承舟, 低头脱手上的一次性手套。 吃完饭玩牌吗? 黎静言问季承舟。 黎静言起头打破沉默, 明显是在原场, 立刻有人接枪, 成哥, 好久没一起玩了, 玩几局? 季承舟诞生开口。 手生了? 手生才好, 不然我们哪是你的对手, 之前你不知道赢了我们多少, 也该让我们赢点回来了。 季承舟懒懒抬了一下眼皮, 就怕你们没那个本事。 大家知道, 季承舟这是同意了, 开始你一句, 我一句地聊了起来。 桌上的气氛, 煞食又活跃起来。 吃完饭, 大家嫌包厢有菜味, 又在隔壁开了一间一模一样的包厢, 转到隔壁开始打麻将。 季承舟和黎静言都上了桌, 没打的就围在桌旁看牌。 桑浅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就去了大厅, 刚在沙发上坐下, 向山过来了。 抱歉, 我就是想到下午的事有些心有余悸, 没想那么多就开口了, 你不会怪我吧? 怪你有用吗? 向山噎了一下。 我去透透气。 桑浅起身去了阳台, 不管向山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都不太喜欢和他相处。 刚才饭桌上季承舟好像没生气, 但他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 桑浅也摸不准他是真不生气, 还是将所以情绪压在心里。 他转身, 背靠着栏杆, 这个角度正好能看见季承舟的侧脸。 他摸了一张牌, 没看, 只是大拇指在牌面上抹撒了一下, 就将牌打了出去, 显然他知道那是一张什么, 且自己不需要。 眉目淡然沉静, 一身气度, 从容不迫。 桑浅发现他打牌就像他做事一样, 有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感觉。 愣神的功夫, 他又胡牌了。 大家起哄说着什么, 突然有人朝他喊, 嫂子, 诚哥找你。 桑浅微正, 就见季承舟转头, 朝他看了过来。 他以为他真的找他, 抬脚进屋, 来到牌桌旁才知道, 是大家觉得, 季承舟牌记太好, 疏惨了, 想让他来打, 输点钱给他们。 桑浅白手拒绝, 我不会打。 他之前在这里看了, 他们玩得很大, 桌上没有现金, 都是筹码, 一会儿功夫就是好几万的进出。 他可不敢打, 不会打才好, 会打就不叫你了。 就是, 你再不帮忙, 我们输得连裤衩都没了。 众人笑。 说话没个把门的, 嫂子在, 你们收连点。 离近眼胆了胆烟灰, 看向对面的季承舟, 让嫂子上。 季承舟看向站在人群外的桑浅, 过来。 桑浅摇头, 我真的不会。 季承舟驱动轮椅, 退到一旁, 立刻有人搬了一把椅子过来。 嫂子来吧, 可怜可怜我们, 我们也不想赢成哥的钱, 你将他赢的, 数一半出来就行。 椅子摆好了, 季承舟也退位了, 话又说到了这个份上, 桑浅只好硬着头皮上。 第一把就点炮了。 桑浅转头看向季承舟, 想说他真的不行, 让他来。 但他低头在看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快速飞跃, 很忙的样子, 他便没打扰。 有人看出了桑浅的退缩, 笑着说, 嫂子, 你这才输了一把就想下去, 那可不行, 来来来, 继续继续。 桑浅只好继续打。 几圈下来, 不是点炮, 就是别人自摸, 几乎把把出钱, 桌上的筹码, 转眼就快输光了。 桑浅输得手, 都是抖的, 偏偏季承舟在他打第二把牌的时候, 就去接电话了, 这边太吵, 他去了茶室。 有人见桑浅频频朝茶室那边看, 安抚道, 嫂子, 成哥多的就是钱, 就我们这个打法, 你即便输个通宵, 对成哥来说, 也只是九牛一毛。 桑浅心说, 季承舟随便怎么输都行, 可他不行, 这不是他的钱, 他和季承舟之所以还维持这段婚姻, 是因为他想报仇, 而季承舟是不想违背陈秋荣的意愿, 仅此而已。 财产共享对他们来说, 不存在的。 他真的担心, 回去后, 季承舟找他要输的钱。 又打了几把, 桑浅见季承舟总算从茶室出来, 就像见到了旧星, 老公快来, 我快输光了。 季承舟心口微微记了一下, 这是他第一次听桑浅喊他老公, 声线自然清脆, 有种直扣心扉的魔力, 仿佛他们是恩爱多年的老夫老妻。 诚哥, 你可以教嫂子, 但我拒绝你上桌。 有人见季承舟过来忙道, 我也拒绝。 立刻有人附和, 说完转头看向黎静言, 言哥, 表个态。 黎静言笑着将烟从嘴角拿下来, 拒绝。 四个人打牌, 三个人不同意换人。 桑浅有点想哭, 人都快疏傻了, 脑袋都是猛的, 桌子底下的腿也在发抖, 老公, 他们何其火来欺负我? 神情交集, 还带着点可怜, 语调微微上扬, 似乎在朝他撒娇。 尤其看他的眼神, 委屈, 信任, 楚楚可怜的娇媚, 或人而不自知。 一声声的老公, 更是喊得继承周头皮发麻, 压下心底的异样, 下巴微抬示意他, 摸牌。 桑浅叔的脸都红了, 真不是他怂, 他本来就没怎么打过牌, 跟几个常在娱乐场所混的公子哥打牌, 无形中的压力, 就让他心慌, 加上筹码流水式的往外出, 太考验心态了。 和他们打牌, 他宁愿和他们打架。 我真的不行, 有人打断桑浅, 嫂子, 你可冤枉我们了, 我们哪敢欺负你, 摸牌摸牌, 我保证这把你打得我不胡。 桑浅真不愿意打了, 太折磨人了, 心急之下拉住继承周的手, 你来吧。 继承周身子微僵, 女人的手很软, 手心汗津津的, 看来真的慌神了, 抬手轻轻在他手背上拍了拍, 有我在, 别怕, 摸牌。 桑浅咬了咬唇, 不情不愿转过身摸牌。 七条 男人低沉的嗓音在身旁响起。 桑浅手忙脚乱地将七条打了出去, 有人骄, 心里那根紧绷得咸松了, 脑子就有点不灵光了, 牌都不知道该往哪插了。 继承周俯身点了一下, 放这里。 哦! 很快又轮到他摸牌, 他摸了一张, 看着牌问继承周, 打什么? 九万! 九万丢出去, 桑浅捏着手里刚摸的牌, 这里放一下, 那里放一下, 一手牌被他弄得歪七扭八。 继承周实在看不过去, 上手给他捋, 一手撑在他身后的椅背上支撑身子, 一手整理牌, 呈半包围的姿势, 将桑浅还在怀里。 对面黎靳妍看见这一幕, 眼底浮上丝丝缕缕的笑, 看来继承周这个不愿靠近女人的毛病, 也挑人。 糊了! 男人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 桑浅有点猛, 糊了吗? 继承周见桑浅一脸茫然, 无奈摇了摇头, 就这牌记, 不输他输谁。 身子再凑过去几分, 将牌给他调整了一下, 一句一句, 一目了然。 桑浅这才看明白, 高兴坏了, 到牌, 你太立, 转头, 不知道继承周离他这么近, 唇擦到他脸上, 脸疼的一下红了, 慌忙将头转了回去。 这下不止手抖, 脚抖, 心都在抖了。 他靠他这么近, 他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继承周也正了一下, 不过到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男人, 心底再如何不平静, 面上还是不险山不露水, 他将身子撤了回去, 不早了, 散了吧。 黎静岩意味深长地看着继承周, 将烟碾灭在烟灰缸里, 散了。 两位老大都发话了, 大家自然不会说什么。 今晚赢得最多的那位说, 诚哥和嫂子要不在这里住下。 我去给你们开房。 继承周诞生道, 不了, 回去。 赵卓, 你这是赢了钱揣怀里烧得慌是不是? 非要花掉, 回头请我们去碧落泡温泉怎么样? 好啊, 那就下周末。 赵卓说完看向继承周, 诚哥, 你和嫂子也一起来吧, 正好下周六我生日, 兄弟们一起热闹热闹。 季承周本来是不想去的, 但赵卓生日, 也不好服了他的面子。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大家下周末两天, 就别安排别的活动了, 我来安排。 有人问, 能带女朋友吗? 若是以前, 他们肯定不会这么问, 继承周不喜欢女人, 他们都知道, 每次出来玩, 没人敢带女人。 但现在不一样了, 继承周有老婆了。 赵卓看向继承周, 诚哥, 能带吗? 继承周知道, 大家一直迁就他, 这次就没扫大家的心, 随你们。 桑前脸有些烧得慌, 虽然他们闭口不提刚才的事, 但他知道, 他刚才亲继承周的脸, 他们肯定看见了。 因为, 他嘴唇从继承周脸上擦过的时候, 热闹的包厢, 煞时安静了下来。 见他们还在说话, 桑前去了洗手间, 平复了一会儿, 脸上的热度才逐渐降了下去, 他抽空拿出手机, 想看看那条微博压下去了没有。 结果一看, 到了热搜榜第九。 文姐不是在处理吗? 怎么不退反进? 桑前疑惑点了进去。 原来是向山的助理杨碧凡, 在那条微博下评论了, 视频里的人不是向姐, 是临时找的五T, 请大家停止不时地揣测, 多多关注向姐的作品。 在大家眼中她无疑是向山的代表, 本来只是一条路人假发的微博, 蹭了向山的流量, 现在有了明星本人的加持, 热度迅速飙升。 难怪文姐压不下来。 杨碧凡的那条评论已经被顶到了第一, 回复量惊人。 桑前点进那条评论, 这才发现陆慈安和她的名字已经被人爆出来了, 还有陆慈安是蒋宜然的未婚夫, 与她有过一段旧情, 这些都被网友扒出来了。 大家正津津乐道, 谈论着陆慈安到底爱谁, 新欢, 还是旧爱? 甚至有人在评论区打赌。 有人赌陆慈安爱的是蒋宜然, 说蒋宜然是明星, 传言她有后台, 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 而桑前只不过是一个被国际大师SS赞扬过一次的蒙新设计师, 无论名气还是身家, 和蒋宜然完全没有可比性。 也有人赌陆慈安爱的是桑前, 说桑前的旗袍装惊艳绝伦, 比蒋宜然长得漂亮。 还说爱情讲究的是感情, 而非物质和身份, 更主要的是陆慈安不顾生命危险去救桑前, 足以说明他心里爱的是谁。 桑前看的头都快大了, 这些人真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 继承舟现在已经知道了陆慈安救他的事, 他觉得他之所以当时没动怒, 应该是不想当众处理这件事。 毕竟不管他和谁传绯闻, 丢的都是他的人。 若是再让他看见这些评论, 桑前不敢想象后果会是什么样。 一时之间,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直到上车,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和继承舟说这个事。 你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 男人低沉的嗓音突然从身旁传来。 该来的还是来了。 桑前转头看向季承舟, 男人面色沉浸, 看不出喜怒, 如果我说我和陆慈安是清白的, 你信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不信。 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不是他有自知之明, 而是这时若是换个角度想, 如果有女人奋不顾身救济成舟, 然后这个女人还是他以前的女朋友, 他也会认为两人还有情。 可他不是真正的桑前, 他对陆慈安真的没有半分感情, 偏偏这个原因他又不能说, 真是急死个人。 桑前叹息一声, 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 我给过你机会。 桑前微正, 想到什么, 你问我今天工作是否顺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继承舟不置可否。 原来, 他在等他主动坦白, 所以我错过了最佳时机对吗? 继承舟深邃目光凝着桑前, 好一会儿。 才开枪, 你似乎很平静。 因为我问心无愧。 好一个问心无愧。 继承舟唇脚勾起一抹淡淡, 但的嘲讽, 他为了你, 连命都不要了, 你心里就没有一点波澜。 有波澜的。 他知道路慈安要结婚的时候, 以为他对桑前不过儿耳, 可见他不过安危救他的时候, 他震撼了。 患难见真情, 紧要关头最能检验出一个人的感情。 原来路慈安是真的爱着桑前的。 原来爱一个人可以这么浓烈, 即便五年过去, 那份爱竟然还在。 可为什么他那么爱及远航, 甚至为了他和父亲决裂, 得到的却是背叛杀害和家破人亡。 人与人的差别可真大。 那一刻, 他其实是有些羡慕桑前的。 至少桑前爱对了人。 桑前的沉默, 在继承舟看来就是对路慈安的余情未了, 脸煞石沉了下来, 你还爱着他? 没有。 继承舟从鼻腔里发出一声轻痴, 显然不信。 桑前一时之间也找不出什么理由能说服继承舟, 便沉默了下来。 继承舟修长手指搭在美股上捏了捏, 片刻后, 离婚吧。 不离。 桑前接话迅速又坚决。 近日来博威服饰股票一跌再跌, 公司内部已经闹翻了天, 为了挽回公司的形象, 股东们提议撤去罗宇棠执行总裁的职务。 罗宇棠一直在强称, 不过按现在这个局势下去, 他撑不了多久了。 他也想办法通知了奶奶, 就是苏博文的母亲王燕玉, 将苏妙同不是他孙女的消息传递给了他。 王燕玉已经从老家来了同城, 这几天闹得厉害, 已经开始走司法程序, 想夺回儿子的财产。 当初于翠叔挺着大肚子, 逼苏博文娶他, 苏博文不同意, 于是于翠叔就去找了王燕玉, 骗他肚子里怀的是男孩。 王燕玉重男轻女, 一心想要一个孙子, 便以死相逼。 苏博文的父亲早顾, 是母亲含辛茹苦, 将他拉扯大, 所以他对母亲很孝顺, 怎么可能看着母亲死在自己面前, 不得已只能娶了于翠叔? 其实苏博文有这样悲惨的结局, 王燕玉功不可没, 是他引狼入室。 但说到底, 王燕玉也只是想要一个孙子而已, 并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事先也不知道于翠叔的狼子野心。 而且, 他是桑浅除了女儿以外唯一的亲人, 桑浅虽然怨他, 却不恨他。 他如今顶着桑浅的身份, 不能接手爸爸的公司, 只能先让奶奶接手。 他急着在公司站稳脚跟, 以及私下购买公司的股票, 也是想, 之后有能力和话语权, 私下帮奶奶管理公司。 现在他的复仇大忌已出见成效, 罗宇棠一家即将一无所有, 接下来, 他要对付的就是纪远航,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婚, 离开纪家? 绝不可能。 纪承舟眉间落下寒霜, 我容你留在纪家, 是看在奶奶的面子上, 你以为你和陆慈安这件事, 还能瞒多久? 桑浅知道纪承舟的意思是, 陈秋荣知道了这件事, 便不会再替他撑腰, 到时候, 他不想离婚也无用。 他没了顾忌, 完全可以走司法程序。 桑浅直到这一刻才明白, 要想留在纪家, 陈秋荣根本靠不住, 眼前这个男人才是关键。 即便不出路慈安这件事, 只要他稍微行差他错, 做了一点有损纪家颜面的事, 陈秋荣都不会护着他。 可如果纪承舟不愿意和他离婚, 即便他十恶不赦, 也没人能将他从纪家赶出去。 是他醒悟得太晚了。 两人一路无话。 回到家, 桑浅洗好澡刚上床, 又接到了文蓝的电话, 蒋依然发微博了, 事情愈演愈烈, 我压不住。 桑浅立刻打开微博, 很快就看见了蒋依然的微博, 五年前你收了钱离开了他, 五年后, 你以冲洗新娘的身份嫁进豪门, 私下里却又来勾引他, 如今他变成这样, 你满意了? 评论里全是骂他的言论, 不要脸, 狐狸精, 拜金女, 为了钱不择手段, 怎么不砸死你, 等不堪入耳又恶毒的话。 好一会儿, 电话那端传来文蓝关心的声音, 你还好吧? 看见这样的评论, 谁也没办法若无其事吧? 桑浅退出微博, 重新将手机放至耳边, 神情一片冷然, 你去查一下今天片场和我对打的那两个演员, 他们有些伸手, 你小心些, 多带几个人, 让他们说出幕后主使。 你的意思是, 今天的事不是意外? 嗯, 还有现场广告牌, 你查一下不知场景的人是谁, 拍摄之前又有什么人接近过那里, 这个不难查, 片场都有监控, 你花钱买通相关负责人就行。 好。 查出来后, 将结果全部交给警方。 桑浅眸光一片冰冷, 先是打手, 之后是掉落的广告牌, 现在又来网报。 本来蒋宜然之前在他面前耍的那些小把戏, 他不想计较, 不然显得他多在一路慈安似的。 可蒋宜然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他, 老虎不发威, 真当他是病猫。 既然想完, 行, 他奉陪到底。 看看最后玩不起的, 到底是谁? 好, 我会尽快去处理的, 不过事情闹得这么大, 技家那边只怕瞒不住了。 继承舟已经知道了。 那你有解决的办法吗? 刚才洗澡的时候, 他倒是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就是, 我再考虑考虑。 文兰以为, 桑浅已经有了决策, 只是需要再思虑周全一点,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开口。 如果真的用那个法子, 谁都不能帮他, 只能他自己上。 桑浅一大早就起来做早餐, 中式的, 西式的, 都做了。 小柱将挤桑鱼和婉婉从楼上带下来, 看着满桌的早餐。 惊得眼睛都圆了, 大少奶奶, 你好厉害。 我妈咪本来就很厉害。 婉婉一脸骄傲, 做饭超好吃的, 以前开过饭店的。 小柱忙不叠点头, 他之前见过桑浅给挤桑鱼做饭, 加上现在的早餐, 对于婉婉的话深信不疑。 挤桑鱼冷哼一声, 有什么了不起的。 明明看着桌上的吃的, 眼睛都亮了, 语气却透着嫌弃, 真是个口贤体正直的孩子。 桑浅忍不住勾起了唇角, 这时电梯那边传来动静, 转头, 见沈明推着继承粥从电梯里出来。 他凑到小柱身旁, 小声说, 一会儿你照顾孩子, 承粥我来伺候。 小柱知道, 桑浅这桌早餐是为继承粥做的, 桑浅漂亮, 又会做饭, 脾气也好, 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这么好的大少奶奶, 他很喜欢。 可大少爷对大少奶奶, 似乎总是冷冷淡淡的, 他希望大少爷能看见大少奶奶的好, 也能喜欢大少奶奶。 所以, 能撮合两人, 小柱十分开心, 忙不迭点头, 好。 沈明将继承粥推到餐桌旁后, 就在一旁坐下, 见桑浅朝继承粥走来, 微微有些诧异, 往日都是小柱伺候继承粥, 桑浅照顾两孩子, 今天怎么化了? 但他也只是疑惑, 并没多化。 你想吃什么? 中餐还是西餐? 继承粥望着微微躬身在他身旁和颜月色的女人, 微微醋眉, 你喷香水了? 何止喷香水, 他今天也化了淡妆好吗? 想要讨好她, 他自然要下些功夫的。 桑浅点头, 嗯, 好闻吗? 刺鼻。 桑浅表情微僵, 随即又笑道, 你不喜欢, 那我以后不喷了。 继承粥淡淡扫了桑浅一眼, 视线转向餐桌, 早餐比往日丰盛。 大少爷这些早餐, 都是大少奶奶做的, 天还没亮, 她就起来了呢, 我想帮忙她都不让, 说想让你尝尝她的手艺。 小柱适时开口, 继承粥有些意外, 又看了桑浅一眼。 桑浅在心里给小柱点赞, 又问继承粥, 你想吃什么? 粥, 锅贴, 鸡蛋。 好。 桑浅一边给继承粥拿早餐, 一边在心里默默记下, 她喜欢吃中餐, 早餐在她面前摆好后, 又细心地问, 锅贴要蘸酱吗? 继承粥轻轻搅拌着碗里的黑米粥, 香醋。 好的。 桑浅将锅贴一个一个蘸好香醋, 摆放在碟子里。 妈咪, 你对帅叔叔这么好, 是因为喜欢他吗? 晚晚歪着脑袋问桑浅, 小嘴上有一圈喝了牛奶留下的白白的奶渍, 奶蒙奶蒙的, 可爱极了。 桑浅动作微顿, 之后将筷子放在桌上, 将蘸好香醋的锅贴放到继承粥面前, 对, 喜欢。 然后偷偷观察继承粥的表情。 男人慢条思理地喝粥,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哪怕动作稍微地停滞都没有。 他的表白对他来说, 这么没有影响力吗? 桑浅有些挫败。 那你会不会喜欢帅叔叔, 就不喜欢晚晚了? 晚晚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担忧。 不会, 快吃, 一会上学要迟到了。 好的。 得到满意的答案, 晚晚乖乖埋头吃早餐。 继承粥吃完早餐就上楼了。 桑浅送寄桑鱼, 和晚晚上了明书的车, 才回别墅吃早餐, 吃到一半主屋那边来人了。 大少奶奶, 老爷请你过去。 桑浅隐约能猜到几只鸢找他干什么, 八成是为了网上的事, 经过一晚上的发酵, 蒋宜然和之前那条短视频的微博都进了热搜前五。 他现在可成了网络红人了, 不过是黑红。 好, 我一会儿就去。 桑浅也没心情吃早餐了, 擦了擦嘴, 起身上楼, 来到书房, 爸让我过去。 继承舟看着手上的书, 头也不抬, 淡淡恩了一声, 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桑浅抿了抿唇, 你去吗? 继承舟缓缓抬头, 疑惑看着他, 似乎在说, 我去干什么? 桑浅觉得继承舟在装傻, 他当然是让他去给他撑场子了, 网上新闻传承那样, 几只冤让他过去能有好事? 不过他装傻, 他也没办法, 只能说明他今天早上的讨好没效果。 你看书, 我不打扰你了。 桑浅明白了他的态度, 拾去转身离开。 继承舟看着桑浅纤细背影, 直到他身影消失在门口才收回视线, 之后低头继续看书, 只是看了好一会儿也没翻页。 片刻后, 他抬手捏了捏眉心, 拿出手机拨通了陈秋荣的电话, 奶奶。 承舟啊, 吃早餐了吗? 嗓音温和, 透着惊喜和愉悦。 嗯, 找奶奶有事? 借承舟垂眸看着腿上的书, 你多久没去你儿子那里了。 他隔三差五就来我这里问安, 我去他那里干什么? 你别成天闷在屋子里, 要多出去走走。 那端沉默片刻, 那我去你爸那走走。 随您, 我要看书了。 好。 那端陈秋荣挂了电话, 疑惑看向一旁的老庸人, 你说承舟一般不给我打电话, 这突然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制约那里是什么意思? 老庸人也不懂, 思虑几秒, 猜测, 或许大少爷想通了, 想和老爷亲近。 但又落步, 会吗? 陈秋荣觉得有点悬, 这么多年, 父子俩形同仇人, 会突然和好。 毕竟是父子, 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过去的事总是要过去, 总不能记恨一辈子。 但愿吧。 陈秋荣缓缓起身, 走吧, 过去一趟。 这边桑浅来到主屋, 进入别墅就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几只渊坐在沙发上, 手里端着一杯茶, 皱着眉头, 脸色很难看。 沈青云坐在她身旁, 顺着她的后背。 低声和她说着什么? 纪远航也在, 衬衫西裤, 面容清俊, 与五年前爱穿休闲装的样子 有些不一样, 成熟了, 稳重了, 也多了几分上位者的气场, 她坐在单人沙发上, 低头在看手机。 桑浅走过去, 爸, 你找我。 记者渊冷冷, 看向桑浅, 你和陆慈安到底什么关系? 果然是为了这事。 桑浅垂站一旁, 没关系。 没关系, 她舍命救你。 几之渊眼底怒气翻滚, 你嫁进季家才多久, 就给我惹出这样丢人现眼的事来。 你消消气。 沈青云宽慰季致渊一句, 之后看向桑浅, 与众心肠道, 小桑, 你当知道, 季家与别的门户不一样, 家事越显赫, 受到的关注就越多, 多少双眼睛盯着这里, 我们一言一行都要注意, 因为我们代表的不是自己, 而是整个季家, 有损颜面的事万万不能做, 否则你让季家如何在同城立足? 桑浅低眉顺眼, 我知道, 但我和陆慈安真的是清白的。 事情都发展成这样了, 你还好意思说你们是清白的? 几之渊没想到, 桑浅到现在还狡辩, 气得脸色铁青, 你以为你咬死不承认, 这事就可以当没发生过。 桑浅抬头, 望着几之渊, 我没做过的事, 为什么要承认? 几之渊气得疼的一下,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额头青筋一股一股的, 死鸭子嘴硬, 做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来, 竟然还如此理直气壮。 季远航看着桑浅说, 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的事让季家颜面受损是事实, 本来你未婚生子嫁进季家, 就惹来颇多非议, 现在又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 这事完全将季家的脸面踩在脚下, 季家乃同城大族, 岂能容你这般羞辱。 明知道几只渊在生气, 又故意将他未婚生子的事扯出来说, 明显在火上浇油。 他为了全是背叛他, 甚至杀死他的孩子, 这样的人渣, 有什么资格对他评头论足? 桑浅冷冷直视季远航的眼睛, 如果说我侮辱季家门眉, 那你老婆呢? 他可是小三侄子, 他父母的事闹得满城风雨, 他作为季家二少奶奶, 难道就不丢季家的脸了? 季远航没想到, 桑浅会突然扯出苏妙桶, 气得脸色发红, 却又无话反驳。 沈青云促眉, 小桑, 我们现在说你的事, 你攀咬别人干什么? 攀咬? 桑浅嘴角勾起一抹沈笑, 我说的是事实, 亲子鉴定报告都公诸于众了, 怎么是攀咬呢? 沈青云被堵得脸色发白, 你少给我转移话题, 几只冤沉着脸, 一家之主的架子端得很足, 你既然不能安分手挤地和成舟过日子, 那就离婚, 离开季家。 我不离婚。 桑浅挺直了几倍, 如果我离婚, 不就是变相地承认, 我和陆慈安有关系吗? 这种事我绝不会做。 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竟然还想赖在季家不走, 这事由不得你。 桑浅毫不时弱对了回去, 这是我和成舟的事, 也容不得您做主。 放肆。 继致冤气急, 砸了手里的茶杯。 随着砰的一声响, 杯子碎裂, 瓷片溅到桑浅脖子上, 刺痛一下, 她抬手去摸, 指尖都是血。 刚到门口的陈秋荣, 听见声响加快了脚步, 进来见桑浅脖子冒血, 转头怒瞪向儿子, 你这是在干什么? 几只鸳压了压心里的火气, 您怎么来了? 我问你在干什么? 什么是值得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沈青云起身过去扶住陈秋荣, 妈, 小桑做错事了。 不管做错什么, 也不能动手。 陈秋荣转头看向屋内的庸人, 还不快去拿医药箱来? 庸人转身, 去拿医药箱。 桑浅走到陈秋荣另一边, 软着声音喊, 奶奶。 陈秋荣握住桑浅的手, 疼不疼? 桑浅点头。 陈秋荣又逆了儿子一眼, 见庸人拿了医药箱过来, 让桑浅坐到一边去, 让庸人帮忙处理伤口。 桑浅听话过去。 陈秋荣这才走到沙发上坐下, 到底怎么回事? 都是你找的好孙媳妇, 我现在都没脸出去见人了。 季明渊黑着脸坐下, 气急了, 不愿多说。 沈青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和陈秋荣说了一遍。 陈秋荣听着听着, 脸色也难看起来。 桑浅这边简单处理好伤口, 沈青云那边差不多也说完了。 她走过去, 一脸真诚看着陈秋荣, 奶奶您说过, 以后有人欺负我, 您会给我撑腰, 现在我被别人污蔑泼脏水, 您不管了吗? 陈秋荣语气为难, 不是奶奶不管, 这是闹得这么大, 季家确实脸上无光。 桑浅委屈的眼睛泛红, 我承认之前和她是有过一段感情, 但那都是懵懂无知的年纪谈的朋友, 自从五年前, 我和她分手, 就再无任何瓜葛, 她救我, 我也很意外, 但我对天发誓, 我和她清清白白, 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 陈秋荣不免有些心软, 即便奶奶相信你, 也难堵住这悠悠众口,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 但是我不想和成州离婚,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奶奶, 你让爸别拆散我们好不好? 桑浅偷偷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眼泪瞬间涌了上来, 要掉不掉的在眼眶里蓄着, 别提多可怜了, 陈秋荣转头看向几志渊, 你要让她和成州离婚? 不离婚, 难道等着她让季家名誉扫地吗? 季志渊眉头皱得紧紧的, 她可以不要脸面, 但我要, 这婚必须离, 志渊, 妈这是你别管,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季家百年轻遇, 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几志渊说完看向陈秋荣一起过来的老庸人, 你扶我妈回去, 别让这些个肮脏事扰了她老人家清修, 老庸人走过去来搀扶陈秋荣, 陈秋荣起身, 走了两步, 又回头看向几志渊, 你不可再伤她, 否则我饶不了你, 知道了, 刚才也只是意外, 这是你怎么处置, 我可以不管, 但她是成州的妻子, 你需得经过成州的同意, 不可一意孤行, 知道了, 您回吧, 陈秋荣路过桑前的时候, 停住脚步, 看了她一眼, 之后叹息一声, 随着老庸人的搀扶出了别墅, 桑前知道, 陈秋荣这是不打算管了, 在季家生育和她之间, 陈秋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这是她早就预料到的, 她刚才那般哭诉, 也不过是抱有一丝侥幸罢了, 我给你一天时间, 自己主动和成州去将婚礼了, 然后收拾东西离开季家, 若明天这个时候, 你还在山庄, 就休怪我不客气, 季志渊面容冷峻宣布处理结果, 看来, 要想留在季家, 只能依靠季城州了, 昨晚想的那个法子, 非用不可了, 晚上孩子在家, 她心里总有顾忌, 季志渊只给她一天时间, 那就只能今天中午了, 桑前从主屋出来, 先给王杰打了一个电话, 让她帮忙向剧组请假, 王杰以为, 她是因为网上的事心情不好, 让她好好调整心情, 剧组那边她会去打招呼, 听王杰的语气, 桑前感觉得到, 她多半也是相信网上那些传言的, 这也正常, 他们交往不多, 互相并不太了解, 陆慈安不顾安危就她是事实, 事实摆在眼前, 王杰肯定不会相信她, 不说王杰, 只怕除了文蓝, 没人会相信她和陆慈安是清白的, 不过, 她也不在意, 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桑前挂了电话, 就去了超市, 挑选了几样新鲜食材, 回到别墅, 告诉小柱, 午餐她来做, 并给她放假半天, 明天来上班, 支开小柱, 桑前又去找沈明, 说她今天休息, 继承舟她来照顾, 沈明正好有事要办, 当即就离开了, 别墅, 煞时只剩桑前和继承舟了, 桑前做好午饭, 想起继承舟说她身上的香水刺鼻, 又回房间洗了个澡, 未免太刻意, 她没化妆, 不过衣服她仔细挑选了, 穿了一条吊带长裙, 外面搭配一个小开衫, 休闲又不失性感, 一切准备好, 桑前端上精心准备的午餐, 来到书房门口, 敲门, 进, 男人低沉的嗓音, 从屋内传来, 心里有算计, 听见这四平八稳的声音, 桑前竟然有些心跳加快, 她平复了一下呼吸才推门进去, 继承舟坐在办公桌前看电脑, 戴了一副无边框眼镜, 桑前还是第一次见她戴眼镜, 深邃立体的五官如雕如灼, 深目挺敌, 轮廓现象是一笔一笔倾注心血构成, 配上眼镜, 软化了灵力线条, 多了几分书卷气, 透着斯文, 刚毅, 柔和, 浑然天成, 桑前脑中闪过四个字, 人间角色, 本来有些犹豫的心, 突然坚定下来, 撇开复仇不谈, 如此角色, 睡了不亏, 继承舟听见动静, 抬眸见是桑前, 眉间染上疑惑, 怎么是你? 桑前端着午餐, 朝一旁的小圆桌走去, 我今天休息, 小住友是回家了, 午餐我做的, 我见你一直没下楼, 想着你应该很忙, 便将饭菜端上来了, 继承舟关了电脑页面, 取下眼镜, 修长手指, 捏了捏有些疲惫的眉心, 要不要我给你按摩放松一下? 桑前放下餐盘走了过去, 继承舟诞生拒绝, 不用, 一抬头, 看见桑前脖子上一道红色的划痕, 眉头猝了起来, 他伤了你, 桑前知道, 继承舟口中的他是只记致冤, 茶杯碎瓷片意外见伤的, 怎么没上药? 之前庸人给他上过了, 但他刚才洗澡拆掉了, 他见没流血了, 就懒得管他, 不过这会儿继承舟问, 他突然又有了别的想法, 我自己看不见, 要不你帮我上药? 继承舟看着桑前不说话, 桑前已退为进, 算了吧, 小伤不碍事, 还是不麻烦你了, 拿医药香过来, 真的没事, 继承舟望着他, 眉间染上一抹不耐, 那先吃饭吧, 吃完饭再上药, 不然饭菜就凉了, 桑前妥协, 征寻的目光看着继承舟, 嗯, 桑前推寄承舟来到桌边, 我知道你口味清淡, 食材是我亲自去超市买的, 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的口味, 清炒杏仁鸡丁, 清蒸三文鱼, 鸡蛋果豆腐, 清炒上海青, 山药芙蓉汤, 每样菜分量不多, 却足够精致, 可见, 他是花了心思的, 只是, 寄承舟看见一旁开着的红酒, 和两个高脚杯, 疑惑看向桑前, 桑前在寄承舟身旁坐下, 拿起酒瓶一边倒酒一边说, 你和我一起喝, 寄承舟醋没, 我不喝酒, 桑前放了一杯酒, 在寄承舟面前, 望着他, 爸让我们离婚, 且今天必须离, 寄承舟没稍微挑, 所以, 桑前垂眸看着桌上的菜, 嘴角勾起一抹苦涩, 算火饭, 不应该喝点酒吗? 寄承舟有些意外, 你同意离婚? 桑前抬眸看他, 不打反问, 我有反对的权利吗? 寄承舟沉默和他对视, 如今陈秋荣放弃了他, 几致冤逼他离开, 他也提出了离婚, 他确实没有反对的权利, 不过, 他之前那么斩钉截铁地说不离婚, 这么轻易妥协, 他有点意外, 我早上说喜欢你, 不是随口说的, 寄承舟微微震了一下, 随机嘴角勾起一抹似是而非的笑, 喜欢我什么? 桑前没想到, 寄承舟会这么问, 一时之间没想到措辞, 喜欢我让你大少奶奶的身份有名无实, 还是喜欢我对你疏远冷淡? 桑前, 怎么不说话? 不是说, 不是随口说说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你越对我冷淡, 我越想得到你, 如果非要问我喜欢你什么? 桑前顿了一下, 轻身朝继承舟凑近几分, 目光一瞬不瞬盯着他的眼睛, 喜欢你这张颠倒众生的脸盒, 目光下矣, 在他身上扫了一圈, 又回到他脸上, 伪暗挺拔的身躯, 继承舟促眉, 女人身上淡淡的体香太过祸人, 她微微后退, 将身子靠在椅背上, 那你的喜欢可真肤浅, 我们认识两个月都不到, 我若说爱你爱得死去活来, 别说你不信, 我自己也不信, 但是见色起意, 难道不是爱一个人的开始吗? 如果你是想用几句甜言蜜语, 让我改变主意, 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不可能, 我知道, 我只是想在分开前, 将我的心意告诉你而已, 桑浅举起酒杯, 能和我喝个交杯酒吗? 算是我离开之前, 一个小小的要求, 继承舟看了桑浅一瞬, 端起酒杯, 抿了一口, 桑浅有些失望道, 行吧, 就这么喝也行, 但你只喝一口, 是不是太没诚意了, 莫不是你其实不想和我丧活? 你心里其实也是有一点舍不得, 继承舟不带桑浅把话说完, 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桑浅眼底快速闪过一抹 计谋得逞的金光, 面上却装作很伤心地叹了一口气, 你可真绝情, 之后, 他将饭和筷子放到继承舟面前, 尝尝我的手艺,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以后想吃也没了, 继承舟沉默吃饭, 桑浅不时用公筷给他夹菜, 还不动声色打量他的状态, 一顿饭吃完, 桑浅简单收拾了一下, 之后拿了医药箱过来, 递给继承舟, 麻烦你了, 继承舟将医药箱放在桌上, 打开, 拿了点符和棉签, 看向桑浅, 过来, 好, 桑浅等的就是这句话, 走过去, 俯身, 凑到继承舟面前, 仰头, 将白如玉色的脖子亮给他, 女人离得很近, 持平的视线里, 是他修长的天鹅颈, 视线微微下矣, 是他穿着吊带衫的胸脯, 因为轻身的缘故, 领口有些松, 沟壑分明, 甚至能看见他黑色蕾丝边的胸衣, 继承舟不是没碰过他, 看见这番景象, 难免想到新荤叶那晚, 他那处的饱满和柔软, 呼吸不自觉中了几分, 他几乎有些急切地别开视线, 专注于他脖子上的伤口, 消毒, 上药, 贴纱布贴, 极为简单的处理, 继承舟第一次觉得漫长又煎熬, 白皙的皮肤, 清淡的体香, 妙慢的身姿, 无疑不在一点点冲击他的视线, 考验他的自制力, 好了, 桑浅听见这两个字, 起身, 然后又直接跌到他怀里, 对不起, 腰弯得有点酸, 没站稳, 继承舟身体里压制的燥热在桑浅压到, 他身上的那一刻, 有种挣脱束缚, 破龙而出的感觉, 汹涌, 猛烈, 有点难以收拾, 他哑着声音, 起来, 桑浅靠在他怀里没动, 仰头, 望着他线条流畅的下颌, 不知道是不是喝醉了, 我好像有点头晕, 起不来, 继承舟喉结微滚, 双手握住他的双肩, 想将他从他身上扶起来, 却发觉双手使不上进, 眸光微转, 瞬间明白了什么, 颜色冷了下来, 你在酒里放了什么, 桑浅一脸迷茫, 酒里当然是酒啊, 还能放什么, 继承舟又握了一下手, 确定使不上进, 但除了全身无力, 并没有别的症状, 他冷冷看着桑浅, 起来, 桑浅摇摇头, 一副痴迷的样子看着他,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继承舟眉目逐渐被寒霜笼罩, 我最讨厌女人使手段, 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桑浅装傻, 手指隔着单薄的衬衣, 在继承舟胸口画圈圈,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继承舟握住在他胸口作乱的那只手, 几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桑浅, 桑浅看着他暗沉沉的, 冷的, 不见情绪的目光, 心口瑟缩了一下, 但他没有退路, 要想留在继家, 他必须, 也只能这么做, 第一次听你喊我的名字, 真好听, 桑浅轻易挣脱他的手, 从他怀里起来, 跨坐在他腿上, 双手攀上他的脖子, 面对着他, 继承舟, 继承舟眸光凌冽看着他, 身体里的躁动, 却因为他这放肆的姿势, 愈发凶猛, 在身体里横冲直撞, 难以克制, 继承舟, 桑浅凑近几分, 再次轻换他的名字, 你的心怎么这么硬? 你回应一下我的喜欢不行吗? 女人温热的气息浮洒在脸上, 继承舟只觉得头皮阵阵发麻, 头微微往后痒了痒, 桑浅索性, 将他压在椅背上, 让他避无可避, 在他即将要说什么的时候, 以吻风间, 继承舟眼阔猛然扩大, 手掐住了他的腰, 桑浅腰眼一麻, 身子微颤, 狗男人掐他腰干什么, 不知道他那里最敏感吗? 站立过后, 他缠在他脖子上的手, 改为捧住他的脸, 在他唇上撕膜, 女人的吻, 毫无技术含量, 可就是这声色懵懂的感觉, 最要人命。 继承舟闭上眼睛, 在脑中天人交战, 桑浅吻了一会儿, 感觉腿上个得慌, 明白那是什么, 有些惊讶地看着继承舟, 你真的对我有反应。 继承舟真想掐死这个女人, 她睁开眼睛, 眸光暗卓忧身, 怕了, 硬度, 尺寸, 是有点吓人, 还不滚下去, 桑浅摇头, 既然上来了, 她怎么可能下去, 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哪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豁出去了, 她脱掉小开衫, 露出圆润银白的双肩, 细细的两根带子挂在肩上, 衬着雪白的肌肤, 极致地勾人, 她伸手去解继承舟的衬衫扣子, 继承舟真是要被这个胆大妄为的女人逼疯了, 不后悔, 不后悔, 继承舟眸光微锤, 女人纤细手指微微发抖, 一颗扣子解了半天, 也没解开, 不后悔你抖什么? 桑浅, 她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好吗? 心里兵荒马乱得厉害, 全被她压着, 情绪勉强可以控制, 可身体不听话, 她有什么办法? 下去? 不! 桑浅语气坚决执拗, 见扣子解不开, 索性不解了, 拽着她的衣襟, 用力一扯, 扣子都崩掉了, 衬衫敞开, 露出男人白皙的肌肤和壁垒分明的胸膛, 继承舟太阳穴秃突直跳, 桑浅, 你, 桑浅红唇压下去, 堵住她的唇, 一手毫无张法地在她胸口乱摸, 另一只手来到她小腹处, 捏住了她的皮带扣, 摸索着怎么解开? 继承舟浑身血脉喷张, 自制力一寸寸瓦解, 李志在这刻被欲念吞噬, 由着她作乱, 跟着一起沉沦, 跌入无边的情海, 只是女人的技术实在太过声色笨拙, 一番折腾下来, 她身体里的欲念没有减退, 反而愈发高涨, 想化被动为主动, 身体又使不上力, 这种感觉太过煎熬和折磨, 直到她出了一身汗, 身体里的力量才逐渐复苏, 拖住她的臀起身朝一旁临时休息的小她走去, 桑浅身体突然悬空, 吓得不轻, 双手下意识抱住继承舟的脖子, 瞪大眼睛, 满脸震惊地看着她, 你的腿, 能走路了? 不对, 她不是喝下那杯酒了吗? 怎么还有力气抱她? 这个问题桑浅没敢问, 憋在肚子里, 继承舟将桑浅放到床上, 身体压了下去, 放出身体里的野性, 狠狠撞了上去, 敢算计我, 嗯? 桑浅被撞得头昏眼花, 我, 我没有, 又是狠狠地一撞, 还狡辩。 桑浅觉得满脑子都是星星, 破碎地说不出一句话, 接二连三地冲击, 让她一下子飞上了云端。 只是这力道,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还有这紧窄腰身的手感, 男性和耳蒙爆棚的气味, 都有些似曾相识。 来不及想更多, 在男人带着惩罚意味的驰骋下, 桑浅很快脑子一片空白, 像大海里的一叶偏周, 游着凶猛的浪潮一波一波地涌向她。 她无力反抗, 只能承受, 在男人编织的浪潮里浮浮沉沉, 每次她快要溺斃的时候, 她又放缓动作, 让她喘口气, 之后又是一轮更猛烈的进攻。 如此周而复始, 桑浅快被她折磨死了。 早知道没开过婚的男人这么勇猛, 她, 她还是会招惹的吧。 一场酣畅淋漓的情势过后, 桑浅犹如一条搁浅的鱼,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身后抱着她的男人应该也累了, 彻底安静了下来, 耳边是她略显粗重的喘息, 慢慢地趋于平稳。 桑浅目光所及是男人皆是有力的手臂, 被她枕在脖子下, 突然她看见她手背上的伤。 AI之前一直爆炸着, 这会儿大概是刚才折腾的时候, 不小心将纱布扯落了, 伤口完全暴露出来, 手背硬臂大小的一块伤疤, 不太像开水烫伤的。 如果是水不小心泼到手背, 烫伤面积应该不止那一点, 而且水会流, 烫伤面积也不应该那么规则。 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 桑浅起身想凑近看, 只是身子太过酸软, 手肘才撑在榻上, 人又软了下去。 继承舟从身后看见了她的动作, 搭在她腰上的手掐了一下她的软肉, 别动。 桑浅忍不住嘀嘀地叫了一声。 继承舟深邃眼底, 浮上一抹薄笑, 嗓音也鱼, 这么敏感。 桑浅闭上眼睛, 装死, 只是脸悄然红透。 累了就睡会儿。 桑浅确实很累, 本来因为网上那些破事, 她昨晚就没睡好, 一大早又起来给继承舟做早餐, 现在又被她这般狠狠折腾, 眼睛才闭上, 一阵阵困意袭来。 睡过去之前, 她想, 既然继承舟后面主动, 是不是说明, 她对她还是有些吸引力的。 继家, 她应该可以继续待着吧。 继承舟听着怀里女人均匀绵长的呼吸, 知道, 她已经熟睡, 轻轻撑着她的脑袋, 将手臂从她脖子下拿了出来。 看了一眼手背上的伤, 微微醋眉。 起身, 下榻, 捡起地上凌乱的衣服穿上, 出了书房。 桑前醒来, 天已经黑了, 晚晚和挤桑鱼肯定已经放学了, 她吓得藤地一下, 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才看见继承舟坐在办公桌旁看文件。 灯光勾勒出她深邃流畅的侧脸线条, 薄唇微敏, 神情专注, 白衬衫, 黑袭裤, 沉静淡然, 一丝不苟, 仿佛之前的激情只是她的一场春梦。 她垂眸, 入墓地是满身青子痕迹, 她慌忙扯过滑落的宝贝将自己裹住, 这也告诉她, 一切都是真的, 不是梦。 醒啦。 男人低沉雌性的嗓音传来, 桑前抬眸, 对上她深邃如潭的视线, 压下四目相对的慌乱, 努力让自己表现平静, 桑于何晚晚呢? 我让明叔直接带去奶奶那里了。 桑前煞时松了一口气, 孩子最是纯洁无瑕, 她不希望晚晚和挤桑于感受这里的任何气息, 或者看见她事后的模样。 为了报仇她可以不顾一切, 但孩子是她的底线。 季承舟转动真皮座椅, 面向着桑前, 我们谈谈。 桑前视线先在空着的轮椅上挣了两秒, 之后微微躺大眼睛看向季承舟。 你的腿, 不能久站。 所以, 是能走, 能站了, 只是还没完全恢复, 不能久站。 桑前有些吃惊, 她恢复得这么好, 她竟然一点都没看出来。 除了黎修杰, 你是第一个知道我恢复情况的, 明里暗里不少人盯着我, 若是让别人知道我已经恢复, 我的处境不仅危险, 还会十分被动。 桑前煞时, 明白了季承舟的意思, 你让我帮你隐瞒你的恢复情况。 嗯, 奶奶也不能说。 不能。 桑前突然有些高兴, 她这算是握住了季承舟一个把柄吧, 那离婚的事, 好, 但是爸让我们离婚, 我若离开了季家, 你就不担心, 我不小心将你的秘密说出去。 你不会。 你怎么这么肯定? 你不是喜欢我? 桑前, 既然喜欢我, 会将我置身险境? 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然索性坦白, 告诉她, 她睡她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不想离婚, 然后用她腿恢复这时威胁她, 不许离婚。 万一她不受她胁迫怎么办? 挑明了, 那就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而且, 即便她受她胁迫, 一她遭她算计, 就反过来狠狠折腾她的性格, 肯定怀恨在心, 等她腿急无需隐瞒的时候, 必然疯狂报复她。 权衡过后, 桑浅觉得, 还是继续喜欢她比较稳妥, 于是笑着说, 当然不会, 不过你看我这么喜欢你, 之前我们有名无实, 现在有名有实, 这婚咱能不离吗? 继承舟视线落在桑浅脖子上, 簇眉, 过来。 说离婚的事呢, 让她过去干什么? 而且, 她现在什么都没穿, 被子下是真空的, 怎么过去? 不过她才对她霸王硬上弓, 这会儿和她计较这些, 显得太过矫情。 桑浅裹了裹身上的宝贝, 下床朝她走去, 虽然休息了一会儿, 但折腾很了, 走起路来腿脚还是有些发软。 继承舟打开医药箱, 拿出棉签和点符, 看向桌对面的桑浅, 脖子处理一下。 桑浅下意识抬手摸了一下脖子, 撕, 疼, 原来纱布贴墨了, 绕过桌子走到她面前, 弯腰, 仰头。 季承舟视线落在她留有痕迹的脖梗上, 眸光微顿, 她皮肤很白, 一点痕迹便特别明显。 想到这些是自己留下的, 眼底划过一抹不自然。 女人捏着薄背, 乖乖站着任她处理伤口, 倒是特别乖巧, 和之前变着法赖在她身上, 完全不同。 好了。 桑浅站着身子, 谢谢。 继承舟拧着点幅瓶盖, 腰弯得不酸了。 桑浅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她是在取笑她, 之前她给她处理伤口的时候, 她故意跌到她身上, 找的借口是腰弯得酸了没站稳。 她这是故意想让她难为情, 她偏不如她的意。 桑浅身子软软, 靠在办公桌上, 被子里的手揉了揉腰, 酸, 不过不是弯的, 是滚的。 继承舟手上的动作顿住, 抬眸看向桑浅, 她正眼神忧怨地望着她, 可眼底分明擒着脚匣的笑意。 她真是低估了她的脸皮。 你以前的乖巧懂事, 都是装的。 桑浅神情微僵, 继承舟这是在说, 她现在, 和以前性格不一样。 以前她在她面前谨小慎微, 伏低作小, 说话也是温声细语, 对她更是百依百顺, 哪敢说这样大逆不到的话来反驳她。 糟糕, 一不小心, 差点暴露了本性。 怎么会呢? 桑浅规规矩矩站好, 我这是在向你撒娇呢, 你一点也不知道怜香西域, 弄得人家腰真的好酸吗? 继承舟, 细精。 不过她既然喜欢眼, 她陪她玩玩, 也未尝不可。 长臂一身, 将她捞入怀中, 大手搭在她腰上, 我给你揉揉。 桑浅脸色瞬间变了, 慌张道, 不用。 她的腰最敏感, 让她揉, 她还活不活了? 继承舟没理会她, 自顾自地问, 哪里酸? 不酸了, 不酸了。 这里, 还是这里? 啊, 男人的手捏得丧浅腰眼, 头皮都是麻的, 她忍不住叫了出来, 双手也下意识去抓她的手。 身上的宝贝没了束缚, 瞬间散开, 玲珑有致, 不满暧昧痕迹的身子一览无余地暴露在空气中。 两人双双愣住。 视觉冲击太大, 继承舟身体里沉寂的火苗仿佛体温计丢到了开水里, 直接爆表。 桑浅手忙脚乱地去扯被子, 刚扯住一个脚, 感觉身下个得慌, 明白那是什么, 她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这个男人反应也太快了吧。 这是一阵敲门声响起。 桑浅吓得脸都白了, 慌得不行, 越慌越乱, 被子怎么也裹不住, 抓这边, 掉那边。 继承舟将桑浅抱进怀里, 三两下将她纤细的身子裹在了被子里, 确定连脚趾头都盖住了, 这才看向门口, 进来。 沈明提着酒店打包的饭菜进来, 看见面前的场景, 惊得愣在了原地。 她看见了什么? 老大, 竟然抱着一个女人? 难道是她眼花了? 不见女色的老大怎么可能会在书房这么庄重严谨的地方和女人搂搂抱抱呢? 沈明抬手揉了一下眼睛, 再看, 还是那幅香艳的画面, 心灵受到了暴击。 继承舟看着沈明愚蠢的动作, 眉心微醋, 放下, 出去。 沈明反应过来, 忙将饭菜放在小圆桌上, 然后一阵风湿地出去了, 还不忘带上门。 继承舟低头, 见怀里的女人鸵鸟似的整个躲在被子里, 只露出乌黑的发顶, 忍不住勾起了唇角, 都敢对她霸王硬上弓, 这会儿脸皮倒是薄了。 人走了。 桑浅慢慢探出脑袋, 确定沈明走了。 才将整个脸露了出来, 然后捏紧身上的被子, 从继承舟身上下来。 我, 我回房穿衣服。 嗯, 记得过来吃饭。 桑浅胡乱点头, 转身飞快出了书房, 回到房间, 关上门, 后背靠在门板上, 心口砰砰直跳, 仿佛里头揣了只兔子, 眼也烧得厉害, 耳根脖子都是红的。 丢死人了。 好一会儿, 他呼吸才平稳下来, 进入浴室, 他一边洗澡, 一边瓦记成舟, 狗男人, 掐他腰干什么? 也不知道轻点, 弄得他浑身都不敢用力碰, 一碰就疼。 禽兽! 桑浅洗好澡, 有点不太好意思去吃饭, 只要一想到刚才那个画面, 他脚趾头都蜷缩起来了, 太尴尬, 太羞耻了, 但体力消耗太大, 这会儿他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在房间里迟除了一会儿, 他呼出一口气, 挺直了几倍, 朝书房走去。 心里一直默念, 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 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他, 来到书房, 见继承舟坐在小圆桌旁看书, 饭菜都从包装袋里拿出来, 摆在了桌上。 继承舟见桑浅来了, 和尚书, 吃饭。 他刚刚是在等他吗? 这个男人床上没轻重, 生活上倒是挺有涵养的。 桑浅在椅子上坐下, 埋头吃饭, 肚子甜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偷偷瞅了继承舟一眼, 他吃相优雅, 举手投足间都透着高门大户 叫养出来的沉稳和优雅。 他抿了抿唇, 试探性开口, 婚还离吗? 继承舟咀嚼下嘴里的饭菜, 才转头看向桑浅, 明知故问, 你主动是因为不想离婚? 桑浅眨了一下眼睛, 瞬间明白这个问题的坑点在哪里, 斩钉截铁地说, 当然不是。 见继承舟望着他, 明显是想听他继续往下说, 又道, 我主动是因为喜欢你, 因为喜欢你, 所以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自然就不想和你离婚。 女人眼神看似真诚, 可眼底深处却透着冷漠, 并无半分浅犬和爱意, 继承舟回过头继续吃饭。 不说话什么意思? 桑浅不死心, 能不离吗? 男人还是没有回应, 自顾吃着饭。 桑浅用公块加了一块鱼, 将刺挑干净, 鱼肉放进继承舟碗里, 不离好不好。 继承舟瞥了桑浅一眼, 女人歪着脑袋满脸讨好期待地看着他, 明亮的眼里是他缩小的倒影, 沉默一瞬, 嗯。 桑浅瞬间眉开眼笑, 你真好。 然后又殷勤地给他夹菜, 这个好吃, 多吃点。 吃完饭, 桑浅问继承舟, 要出去转转吗? 平时晚餐过后, 沈明会推他去健身房或者花园。 去健身房? 好。 桑浅推着继承舟去了健身房, 看着他从轮椅上站起来, 扶着气泻慢慢行走。 第一次这么认真看他站起来, 才发现他真的很高, 目测一。 85左右, 身形挺拔, 肩宽腰窄, 大长腿, 想到这, 桑浅突然又想起来他腰的手感, 以及身上的气息, 还有占有踏实的力道, 真的和宋石井很像, 和五年前与他有过一夜欢好的男人也很像。 之前他还怀疑宋石井是五年前的那个男人, 现在他糊涂了。 总不可能继承舟也是五年前的那个男人吧。 或许他们三个人身形都差不多, 男人在床上都是一个德性, 发力也差不多,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应该是这样, 否则解释不通。 在想什么? 男人低沉的嗓音响起, 桑浅回神, 见继承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他面前, 没什么。 继承舟看了他一眼, 在轮椅上坐下, 去书房。 桑浅将继承舟送去书房, 离婚的事解决了, 他自然不会留下打扰他。 只是当他走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之前他和继承舟是有名无实, 所以分开睡, 现在两人已经在一起了, 还需要分开睡吗? 他当然是希望分开睡的。 但是, 作为一个喜欢他, 喜欢的对他霸王硬上功的妻子, 应该是想时时刻刻和他在一起的吧。 可如果一起睡, 孤男寡女难免不擦枪走火, 难不成以后, 他还要和他做那没修没造的事。 明天祭致渊肯定会找他, 他需要继承舟和他一起面对, 无论如何, 今晚的一起睡, 他折腾了大半个下午, 晚上肯定不会动他。 等过了明天祭致渊, 那关他在找借口和他分开睡。 祭成舟在书房忙完工作, 来到卧室, 见房里的灯亮着, 疑惑醋眉, 推开门, 见桑浅睡在他床上, 微正。 他从轮椅上起来, 走到床边。 女人睡着了, 长长的睫毛在眼底头下一道重重的阴影, 挺立的鼻子下, 烟红的小嘴自然微抿着。 睡相如此安静乖巧, 却满肚子算计。 现身, 陪睡, 他可真豁得出去。 不过, 他费尽心机留在季家, 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值得他, 牺牲自己, 也要留下来? 继承舟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 床头柜上的手机, 屏幕亮了。 继承舟下一时看了过去, 他手机静音了, 屏幕上显示, 有消息进来。 发信人, 文姐。 两人已抓, 送去了警察局, 广告牌掉落, 通知栏弹出的消息, 只能看见这些内容, 剩下的得点开短信才能看见。 从显示的内容不难看出, 这条信息说的是 昨天片场发生的那场事故。 他让人在私下查这件事, 说明那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有人刻意为之, 目标是他。 那陆慈安的舍身相救, 网上的流言蜚语, 这一系列的事, 是意外还是早有预谋? 这些, 他在他面前知自未提。 继承舟沉默一瞬, 没有点开短信, 这种偷看人隐私的事, 他不懈去做, 他想知道什么会自己去查。 一日, 丧浅醒来, 床上只有他一个人, 环顾四周没看见继承舟的人影, 他昨晚到底有没有回房? 起床伸了个懒腰, 习惯性拿过手机, 有文姐的信息。 点开, 两人已抓, 送去了警察局, 广告牌掉落的是没那么简单, 有空回电话戏说。 他回到自己房间, 进入卫浴间, 才拨通文栏的电话, 文姐, 广告牌的是怎么了? 广告牌被不仅工作人员动过, 但工作人员说是接到了厂屋的电话, 厂屋说剧情需要, 让他去松动广告牌让现场打戏更精彩, 事故发生后, 他也吓得不轻。 厂屋? 江涛? 对, 是他。 这事怎么和他也扯上关系了? 桑浅觉得, 事情只怕没他想得那么简单, 他看得出来, 江涛看不惯蒋宜然的为人, 绝不可能与蒋宜然联手害他, 而且他也没有伤害他的理由。 江涛那边需要我去查吗? 文栏问。 不用, 你是SS设计师名念上的负责人, 不宜接触与我熟悉的人, 江涛那边我自己去查。 好, 那两个和我对打的男演员怎么交代的? 他们确实是受蒋宜然指使, 收钱办事, 目的是打伤你, 让你在人前出丑。 既然蒋宜然想打伤他, 让他在人前出丑, 为什么又安排后面那出? 广告牌杂伤可不是出丑那么简单, 一不小心是会要人命的。 如果蒋宜然真的想要他的命, 又怎么会让陆慈安上去救他? 事发时, 他不够冷静, 现在想来, 处处都是疑点。 或许安排打手和广告牌掉落不是同一个人设计的。 可除了蒋宜然, 还有谁会这么讨厌他, 甚至想让他去死? 桑浅想起了杨碧凡, 是杨碧凡和蒋宜然一起促成他去当武器的。 可杨碧凡虽然看他不顺眼, 说话也难听, 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他不至于要杀了他。 苏妙彤可能性比较大, 但他最近被公司和王燕玉两方面施压, 自顾不暇, 根本没时间来对付他。 桑浅直到洗漱好换好衣服, 也没想出什么可疑的人来。 餐厅, 沈明安静坐在餐桌旁, 不说话, 也不发出声响, 只时不时偷偷瞅季成舟和桑浅一眼, 仿佛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他, 昨晚看见的那一幕是事实。 桑浅喝了一口牛奶, 看向季成舟, 你昨晚没回房睡吗? 季成舟并没回答他的问题, 以后睡你自己的房间。 他正想着今晚该找个什么借口, 和他分开睡, 没想到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了。 桑浅心里偷着乐, 面上却摆出一副受伤的神情, 我们是夫妻, 一起睡天经地义。 季成舟捕捉到了女人眼底一闪而过的光, 明明求之不得, 却还要装腔做事, 一起睡天经地义? 什么意思, 不会他一句话, 他就要改变主意吧? 那可不行。 不一起睡也行, 你高兴就好。 桑浅一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都听你的的乖巧模样。 低头喝粥的沈明, 眼中满是震惊, 不止抱, 还一起睡了。 一旁伺候的小柱却很高兴, 原来大少奶奶, 昨晚是在大少爷房间睡的, 真好, 两人感情总算有进展了。 这时主屋那边有人进来, 大少奶奶, 老爷让你过去, 还真是守时。 昨天这个时候, 将他叫过去, 现在又掐着点过来, 记着冤, 这是一直在盯着他吗? 我吃完早餐就过去, 老爷让你立刻过去。 说一天就是一天, 多一顿饭的时间都不给他, 真小气。 桑浅看向身旁 漫条丝里喝粥的男人, 软声问, 现在过去吗? 吃你的。 好。 桑浅看向主屋那边过来的庸人, 递给他一个你看, 是他让我吃的, 我也没办法。 的眼神。 庸人有些为难地看向继承舟, 大少爷, 老爷发话, 下去。 继承舟云淡风轻, 打断庸人的话, 嗓音淡淡, 却有很强的压迫感。 庸人有些诚惶诚恐, 还想说什么? 继承舟一个眼神扫过去, 立刻战战兢兢退了下去。 桑浅看继承舟的眼神, 透着一丝欣赏, 不愧是曾经的继世集团掌权人, 尚未折得威严气场这一块, 拿捏得死死的。 无需大吼, 更无需表露情绪, 仅仅一个眼神, 就能让人望而生畏。 还不吃? 男人低沉的嗓音响起, 桑浅才发觉自己, 竟看着他出神了, 不自在捋了一下耳边的碎法, 吃, 这就吃。 吃完早餐, 桑浅才推着继承舟去了主屋。 佣人已经将情况秉拟了几支渊, 他这会儿, 见继承舟也过来了, 心里的怒火更省, 你现在翅膀硬了, 连我的话也敢为你。 继承舟抬眸对上继承舟的视线, 我什么时候听过你的话吗? 这话够呛人。 桑浅在心里疯狂为继承舟点赞, 整个技家也就他敢这么顶撞继执渊, 他找的这个靠山, 牛逼, 靠谱。 桑浅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气得脸色通红, 怒吼,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大逆不道的逆子。 继承舟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嘲讽, 如果可以, 我愿意换掉我这一身血。 言外之意, 是他压根不屑做他的儿子。 桑浅气得身子都在发抖, 脸色由红转白。 沈青云忙伸手去顺他的后背, 想让几承舟少说两句, 对上他的视线, 又将道口的话咽了回去, 只能劝几支渊, 你和自己的儿子这么叫真, 干什么? 他这是, 这是想气死我。 几支渊手捂着胸口, 大口喘气。 你不是找小桑的吗? 和承舟治什么气? 沈青云不动声色, 将偏了的话题拉回来。 几支渊反应过来, 看见这个逆子, 他就气昏了头, 平缓了一会儿情绪, 他看向桑浅, 你怎么还没走? 桑浅站在轮椅后, 将手轻轻搭在继承舟肩膀上, 我的丈夫在这里, 我能去哪儿? 继承舟微微偏头, 视线里是女人纤细白葱般的手指, 除了昨天的主动, 平时他从未这般亲近过他。 需要他的时候, 他倒是毫不犹豫地利用。 几支渊眼中浮现差异, 他这个儿子不尽女色, 他是知道的, 二十八了, 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 之前继承舟在公司担任总裁的时候, 他身边的秘书和助理都是男人, 即便出去应酬, 也绝不让女人沾边。 记得有一次, 有个合作商想促成合作, 带了个女人去讨好他, 那个女人就是趁着敬酒的时候, 蹭了一下他的胳膊。 他竟当场摔了酒杯。 离场, 让对方颜面尽失, 也彻底拒绝了合作。 这是当时传开, 圈子里甚至有了继承舟不行和性取向有问题的传言。 几支渊也信了那个传言。 可现在桑浅碰他, 他竟然不动怒, 有点不可思议。 同样惊讶的还有沈青云, 视线扫到桑浅的脖子, 眼中的惊讶更深。 那些痕迹, 他是过来人, 知道是男女情势后留下的。 他们竟然在一起了? 继承舟可以碰女人。 一直以来, 因为继承舟不能碰女人这件事, 家族内部有诸多意见。 他还是继世集团总裁的时候, 在家族大会上, 就有人多次提出, 他不能碰女人, 没有后代传承, 不能作为继世集团继承人。 但他手段很辣强势, 即便诸多意义, 也一直稳坐总裁之位。 直到他出车祸, 他儿子才有了机会上位。 如果继承舟能碰女人的事, 被大家知道, 他重新掌权, 又将少一层阻力, 他儿子的总裁之位, 就多了一分威胁。 之前他觉得桑浅微不足道, 没想到是他小瞧他了, 一个未婚生子的女人, 竟然能攻下继承舟这座不尽女色的冰山。 沈青云感受到了浓浓的危机, 他必须趁这次的机会将桑浅赶出技家, 否则后患无穷。 你既然知道他是你的丈夫, 又为什么和陆慈安牵扯不清? 沈青云醋没到, 现在网上的形势愈演愈烈, 再这样下去, 不止技家颜面受损, 技士集团的股票只怕也会受到影响。 明显在威严耸听, 他一个技家娶进来冲喜的女人, 能影响技士集团的股票。 桑浅没趣和他掰扯这个, 只再次澄清, 我和陆慈安毫无关系。 我懒得听你狡辩。 几只渊一副不愿和桑浅多说的样子, 我昨天给过你机会了, 既然你不愿体念离开, 那就只能我动手了, 我会让律师出一份离婚协议, 在网上公布, 正式将你从技家除名, 你立刻带着孩子滚。 我说过, 离婚是我和成州的事, 您无权做主。 我是他父亲, 他的事, 我的事与你无关。 既成州冷冷打断几只渊的话, 说完转头, 吩咐桑浅, 回去。 好。 桑浅转动轮椅就要走, 几只渊几步走过去, 挡住去路, 压制怒火看着既成州, 我知道你是故意和我作对, 才不离婚, 但是关季家生育, 你能不能理性一点? 既成州望着季志渊的眼睛, 你当年背叛我妈的时候, 想过季家生育吗? 啪! 一巴掌落下, 既成州脸偏向一边, 舌尖抵了底被打的那边脸, 他回过头来, 眼底浮现嘲讽的笑意, 恼羞成怒了? 既志渊抬手又要打他, 桑浅眼疾手快握住既志渊的手腕, 刚那一巴掌实在是太过突然, 他没防备, 这次怎么可能再让他得手? 他是你儿子, 你怎么能动不动就打他? 滚开! 既志渊额头青筋突突直跳, 反手甩了这个胆大包天, 敢阻止他的女人一巴掌。 力道太大, 桑浅亮呛后退了一步, 嘴里煞时泛上一股血腥味。 既成州眉间拢上寒霜, 握住既志渊再次挥过来的手, 嗓音冰冷, 你不该打他。 一个胆大望违的小背, 我打就打, 既志渊话还没说完, 手腕上传来一阵剧痛, 你松手。 既成州非但不松手, 还加重了力道, 脑海里闪过一幅久远的画面。 他也是这样一巴掌打在他母亲的脸上。 既志渊疼得脸色煞白, 他早就知道他这个儿子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只是没想到他竟然敢对他动手。 而且, 他不是在床上躺了半年吗? 怎么力气还如此之大? 沈青云也被这个场面吓着了, 他们父子俩向来不睦, 可一直以来都是既志渊对既成州动手, 既成州虽口上不服软, 却从未对几只渊动过手。 他跑过去拉既成州的手, 成州, 他是你父亲, 你快松手。 既成州谋色黑沉, 有某些一直被他压制的情绪, 似乎要撕裂开来, 他不配。 桑浅缓过神来, 来到既成州身侧, 见他情绪有些不对劲, 弯腰, 握住他另一只手, 我们回去吧。 既成州转头看向桑浅, 两人四目相对。 桑浅握着他的手紧了紧, 软声说, 回去好不好。 既成州从年绸的往事中回神, 松了手, 几只冤腾的身子都弯了下去。 沈青云盲朝一旁喊, 快给家庭医生打电话。 桑浅推着既成州从主屋出来, 目光落在他修剪整齐的后脑勺上。 刚才他的眼神真的很吓人, 眼底似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仿佛下一秒, 骇人的风暴就会席卷而来。 他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桑浅第一次见他这样失控。 他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 既成州是为了他才这样, 因为他刚才从他眼中看见了痛苦和狠狠, 恨意,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好的过往, 所以情绪才会这样失控。 父子俩就像仇人一样, 一见面就满是火药味。 刚才继承州提到了他的母亲, 但桑浅总觉得, 应该不仅仅是继之冤背叛了他母亲, 就让他们父子俩关系如此水火不容。 两人回到别墅。 小猪看见两人红肿的脸, 急得不行, 但两人从老爷那边过来, 他也不敢多问, 赶忙进了厨房。 沈明跟过去拿冰袋, 来到厨房见小猪站在冰箱前抹眼泪, 你哭什么? 我没哭。 小猪忙将眼泪擦了, 拿了冰袋递给沈明。 沈明看着小姑娘水润通红的眼睛, 不禁感慨, 女人真是水做的, 虽然他也担心老大, 但这点伤, 真不算什么, 哪里值得哭。 他从兜里掏了掏, 眉纸, 视线一转, 看见厨房挂的小方巾, 扯过来递给他。 擦擦, 这是洗碗布。 小猪关上冰箱, 转身出去。 沈明挠了挠头, 将布挂了回去, 也跟着出去了。 桑浅正冰敷着脸门口传来女儿软糯的小奶音, 妈咪。 抬眸就见陈秋荣, 跟在两孩子后面进来。 弯弯跑到桑浅面前, 看看他, 又看看继承舟, 妈咪, 你和帅叔叔打架了吗? 桑浅, 笨死了, 继桑于还想说什么, 突然意识到继承舟在, 立刻将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走过去拉住婉婉的小手, 你不是要学拼装吗? 走, 我教你。 真的吗? 哥哥你真好。 婉婉求继桑于好久了, 他说他太笨, 不肯教, 这会主动教他, 他高兴坏了, 立刻跟着继桑于走。 走了几步, 才想起来桑浅和继承舟的事, 回头看向陈秋荣, 奶奶, 你要看住他们, 让他们不可以再打架哦。 见陈秋荣点头答应, 他才放心地跟着继桑于走了。 哎, 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 真让人操心。 陈秋荣看着两人脸上的伤, 想起电话里, 沈青云说几只冤手腕韧带受伤了, 心里刀割斑腾。 一边是儿子, 一边是孙子, 手心手背都是肉, 明明是血脉相容的父子, 怎么就非得这样? 他按了按发胀的眼角, 平复了一下情绪, 才看向继承舟, 你不愿离婚? 继承舟将冰带丢给沈明, 淡淡应了一声, 嗯。 陈秋荣转头看向桑浅, 郑浴说什么, 看见他脖子上的痕迹, 微微正主, 下一秒反应过来, 心中的忧愁, 瞬间被这个发现驱散。 他笑着点头, 不理好, 不理好。 然后吩咐小柱和沈明, 你们照顾好他们。 之后又看向桑浅, 我要回去了, 浅浅, 你送送我。 桑浅点头, 起身将手里的冰带给系承舟, 再敷一会儿, 还肿着呢。 陈秋荣见桑浅这么关心孙子, 心里更加高兴。 两人来到屋外, 陈秋荣拉着桑浅的手问, 你昨晚和承舟同房了? 桑浅猜到陈秋荣有话和他说, 但没想到是这样的话, 见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脖子看, 瞬间明白了过来, 有些不自在地拉了拉一巾, 羞涩点头, 嗯。 得到确定, 陈秋荣立刻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我孙子总算开婚了, 寄送两家的血脉传承有望了。 寄, 送, 不应该是寄, 桑吗? 桑浅突然想起了送念双, 瞬间明白了过来, 寄成舟的母亲和送念双是姐妹, 所以她母亲也姓宋, 她是寄, 宋两家血脉的传承, 她的后代自然也是。 看来陈秋荣对寄成舟的母亲应该是极满意的。 臭小子, 真是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 陈秋荣嘴里这样说, 眼里却都是笑, 哪有半分责备的意味, 浅浅, 你多担待, 成舟她快三十了才碰女人, 难免梦浪了些, 回头我说说她, 让她下次克制点。 桑浅, 这种话拿到台面上说, 真的好吗? 她很尴尬的好不好? 而且, 依陈秋荣这幅急着想要寄送传承的样子, 她会劝记成舟克制点。 只怕巴布的她, 赶紧造个后代出来吧。 再说了, 谁要和她有下次? 累坏了吧, 回去好好休息, 我会给小柱打电话, 让她炖鸡汤, 给你好好补补, 补一补元气就回来了。 桑浅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笑着点头。 你安心, 待在成舟身边, 谁也不敢将你赶走。 早说这话, 她至于对继承舟现身吗? 不过, 她也知道, 她不现身, 陈秋荣不会有这个态度。 在陈秋荣心里, 她不如继家声誉, 但继家声誉, 又不如继承舟。 好了, 你进去吧, 我回去了。 陈秋荣白白手走了, 脸上容光焕发, 脚下都似乎生了风。 她得去和她那些老姐妹说说这个好消息。 之前大家一直说她大孙子不行, 兴趣向有问题, 她每次听见这些话, 只能默默在心里叹气, 现在她要去给她大孙子证明。 她大孙子是真男人, 喜欢的是女人, 瞧瞧浅浅脖子上那些痕迹, 不是真男人, 没这么狠。 桑浅回屋后, 换了一件雪纺衬衫, 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将脖子上的痕迹全都遮住。 脸上被打的痕迹及时冰敷, 擦了药, 已经消了肿, 化了妆基本不鲜。 中午吃过饭后, 她去了剧组。 昨晚文蓝将那两个打手男演员送去了警察局。 今天上午, 警察就去陆慈安的病房将蒋怡然带走了。 蒋怡然是公众人物, 又是在公开场合被带走的, 当时就有人将她被带走的视频放到了网上。 大家纷纷猜测蒋怡然被带走的原因。 刚开始, 大家都是往她的事业方面猜, 是不是偷税漏水, 是不是为了资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后来在文蓝的操作下, 大家知道了, 和桑浅在片场对打的那两个男演员, 竟然不是真正的演员, 而是被蒋怡然收买去打桑浅的打手。 蒋怡然被捕的新闻瞬间窜上了热搜。 之前所有人都帮着蒋怡然讨伐桑浅, 现在风向有了一些变化, 虽然还是有不少人说桑浅不该结婚了还去勾引陆慈安, 但也有人开始给桑浅打抱不平。 视频上看是陆慈安主动过去救桑浅的, 而且陆慈安扑过去的时候, 桑浅躲开了, 说明他不想和陆慈安有任何瓜葛。 勾引只是蒋怡然的片面之词, 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蒋怡然雇人打桑浅, 且还借着工作之便, 这完全是小人行径, 若不是警察叔叔明察秋毫, 桑浅被打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还以为是演戏。 蒋怡然人品不行, 他说的话不可信。 或许桑浅早就和陆慈安没关系了, 只是蒋怡然心胸狭隘, 抓着不放。 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开始在网上出现。 所以, 桑浅来到剧组的时候, 不少人围过来打探。 网上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两个男人, 真的是被蒋怡然收买来打你的吗? 你和他们俩是真打啊, 我还以为是演戏, 你身手那么好, 是学过功夫吗? 一堆问题朝桑浅砸来, 他有些头疼地捏了捏额脚。 最后还是姜涛过来解围, 桑浅才算摆脱了他们的追问。 两人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桑浅问姜涛剧组这两天的情况。 姜涛告诉他, 前天片场出事后, 剧组停工了一天, 不过昨天开工了。 因为蒋怡然一直待在医院, 所以他的戏份暂时搁置, 现在他被抓了, 女二的角色肯定要换, 导演组正在挑选合适的人选。 他还笑着说, 女二是国民党特务, 你身手好, 符合角色需求, 你要不要去试境女二。 桑浅摇头, 姜涛见他想也不想地拒绝, 不死心, 又说, 其实是导演让我来问你的, 他说, 你很有表演天赋, 而且, 你长得漂亮, 形体也很好, 出圈的机会很大, 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 你不要尝试一下吗? 桑浅有些意外, 导演会看中他, 不过, 谢谢, 我没有在娱乐圈发展的打算。 娱乐圈是个浮华名利的圈子, 一般很少有女人能拒绝这样的诱惑, 可桑浅却一点也不心动, 可见, 她是一个心智坚定且并不爱慕虚荣的女人。 姜涛欲发觉的, 网上那些留言纯属诬陷, 而蒋宜然的行为也着实过分, 你安心工作, 轻者自轻。 嗯, 最近女二还没选定, 导演会优先拍摄向姐的戏, 服装方面你多费心, 忙不过来, 可以来找我。 好。 桑浅顿了一下, 看了一眼四周见没人接着说, 其实广告牌掉落不是意外。 姜涛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私下找人查过了, 广告牌是被不仅工作人员提前松动了。 姜涛眉间染上震惊, 突然想起来, 这两天不仅工作人员小张, 看她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难道是小张? 嗯, 她说是, 接到了厂务的电话, 剧情需要, 为了现场打戏更精彩, 才去松动广告牌。 桑浅说这话的时候, 一瞬不瞬看着姜涛, 不想放过她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 虽然她觉得这件事应该和姜涛无关,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姜涛满脸骇然, 接到我的电话? 桑浅点头。 怎么可能? 我从未打过这样的电话。 姜涛急忙从兜里拿出手机, 当着桑浅的面翻看通话记录, 尤其前天发生事故的那天, 一条一条看得仔细。 因为震惊和慌乱, 手有些抖。 看完, 那天她根本没给小张打过电话, 我去和她当面对峙。 看姜涛坦荡的行为, 桑浅基本可以肯定她被人利用了, 事情还未明朗, 不宜兴师动众。 姜涛被这个消息震撼到了, 又气又急, 有些糊涂了, 差点忘了, 这里可是流言飞语最多的娱乐圈, 吻了吻自己的情绪才到, 我们一起私下去找小张。 好, 两人找到小张,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当面了解情况。 小张的手机上, 确实有姜涛给她打电话的记录。 姜涛猛了, 这, 这不可能。 相比刚得到消息慌乱不堪的姜涛, 桑浅十分冷静, 应该是有人偷拿了你的手机, 给小张打电话, 事后删除了通话记录。 说完看向小张, 你仔细回想一下, 当时和你说话的人的声音, 能不能想到可疑的人? 小张摇头, 片场人多, 又吵, 我分辨不出来。 姜涛在原地来回踱步, 走了几个来回, 语气坚定道,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 不是小事, 必须报警。 桑浅也想将这件事查明白, 揪出幕后黑手, 自然赞成。 姜涛当即报了警, 随着警察的到来, 这件事迅速传开, 在网上蔓延, 沸腾, 引起了轩然大波。 剧组也暂停了拍摄, 相关人员全都带去警察局配合调查。 事情出事是由五涕引起的, 如果桑浅没有去当这个五涕, 后面所有的事都不会发生。 警察从最开始捋线索, 蒋宜然已经被捕, 与蒋宜然一起促成桑浅当五涕的, 还有杨碧凡。 所以, 警察第一个询问的, 就是杨碧凡。 杨碧凡哪里见过这场面, 当场就吓哭了, 哭着交代, 是蒋宜然主动找他, 说要给桑浅一个教训, 但蒋宜然只说, 故两个人打桑浅一顿, 根本没说松动广告牌杂人这事, 如果他知道有这事, 人命关天, 一定不会听蒋宜然的。 还说, 给桑浅送的饭菜, 也是蒋宜然提供的, 且这件事, 他是瞒着象山做的, 象山从头到尾都不知情。 一切矛头, 又都指向了蒋宜然。 警察再次提审蒋宜然, 蒋宜然只承认, 故人打桑浅是他做的, 广告牌的事与他无关。 夏天衣衫单薄, 手机搁在身上不舒服, 姜涛手机时常没放在身上, 这给了人可乘之机。 片场人多眼杂, 监控也没拍到拿姜涛手机的人。 一时之间, 这个案子线索全断了。 桑浅觉得, 顾打手打他, 和安排广告牌掉落, 这两件事, 明显手段不一样。 前者直来直往没什么心机, 后者借工作人员和姜涛之手, 企图杀害他, 且没露出半点痕迹, 可见幕后之人, 心思极为缜密。 以这段时间, 桑浅对蒋宜然的了解, 顾打手打他是他会做的事, 但巧妙安排广告牌掉落, 只怕他没这个脑子。 桑浅想到继承舟继家长孙的身份, 以及曾经遇到的危险, 他作为继承舟的妻子, 或许也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 这件事若是和继家的人扯上了关系, 就有点棘手了。 继承舟上次遭遇危险, 以他的手段到现在还没查出谁做的, 他想查出来, 只怕不容易。 做笔录, 配合调查, 一整个下午, 桑浅都在警察局度过的, 回到家, 见小柱焦急站在门口张望。 小柱见桑浅总算回来了, 急忙迎了上去, 大少奶奶你手机怎么关机了? 昨天忙着睡即承舟, 今天上午忙着应付记职渊, 下午又去了警察局, 忘记给手机充电了。 没电了, 怎么了? 出大事了。 小柱视线指了一下屋内, 陆夫人来了。 桑浅一时没明白, 哪个陆夫人? 陆慈安的母亲。 小柱忧心冲冲道, 她先去找了老爷, 老爷, 想来不管大少爷的事, 直接将人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陆夫人刚来的时候, 又哭又闹, 还是大少爷下楼, 她才安静下来, 一直在客厅等你。 这两天是真多, 一件接着一件。 不过该来的躲不掉。 进去吧。 桑浅抬脚朝别墅走去。 陆夫人见桑浅进来, 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诚心躲着我是不是? 你将我儿子变成这样, 你以为你躲得掉? 我没躲, 你儿子受伤, 确实是因为我, 但我并没让他救我。 严格来说, 他会变成这样, 是他自己主观的选择。 陆慈安救他, 让他成了众人讨伐的对象, 名声臭了不说, 还差点离婚, 为了挽回局面, 他爬了继承舟的床。 对他和陆慈安来说,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如果有的选, 他并不希望陆慈安救他, 甚至宁愿躺在病床上的, 是他自己。 你的意思是他自找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儿子都被你害成这样了, 你竟然说出如此狼心狗肺的话来, 你还是人吗? 如果你是来这里撒泼的, 请你出去。 纪承舟低沉寡淡的嗓音在客厅响起。 反邪-U0017陆夫人看了一眼纪承舟, 男人面色沉静, 身上不怒自威的气场, 让他心生畏惧, 但想到儿子, 只能硬着头皮说, 我儿子为了救你妻子, 脊椎骨折卧病在床, 你们纪家总该给我个说法吧。 纪承舟诞生问, 你想要什么说法? 陆夫人咽了咽喉管, 壮着胆子说, 是已成定局, 我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如果纪家能和陆家合作, 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了。 桑浅算是明白了, 陆夫人来这里闹, 就是想捞些好处, 她以为她多在意陆慈安, 看来也不过如此。 也是, 当年陆夫人不同意桑浅和陆慈安在一起, 就是觉得桑浅门户低, 对她儿子前途无益。 陆家情况和纪家有一些相似, 陆老爷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是第一任妻子生的, 离婚后, 娶了现在的陆夫人, 生了陆慈安。 不同的是, 陆老爷更看重长子。 看来陆慈安在陆夫人眼中, 不过是他争权夺利的一枚棋子罢了。 你如果是想利用这件事, 为陆家谋得利益, 你这算盘只怕要落空了。 被人说忠心事, 陆夫人脸色微白, 却还嘴硬不承认, 你瞎说什么? 我儿子为你伤成这样, 陆家难道不该给个交代吗? 我只是陆家一个冲喜的工具人而已, 你凭什么认为陆家会为我的事买单? 桑浅顿了一下又说, 更何况如今掌管际氏集团的是陆家二少爷, 合作的是即便我们有心也无力。 桑浅说的这两点, 其实陆夫人也想到了, 所以, 她才会直接去找陆志渊。 可没想到她压根不管, 还说什么, 桑浅是继承舟的妻子, 有什么事让她去找继承舟, 她一力承担。 看来外界传言, 继执渊和继承舟父子俩不睦是真的。 可她既然来了, 就不可能空手而归, 不然她儿子岂不白伤了。 医生说了, 我儿子有可能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毁了我儿子, 休想推卸责任。 五百万够吗? 继承舟懒懒开口。 这不是钱的问题, 她, 一千万。 陆夫人挣了挣, 我说了这不是, 你想好了再说。 继承舟淡淡打断她的话, 太过贪心, 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别忘了是她一厢情愿救的人。 陆夫人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一个字, 思虑片刻, 我还有一个要求。 说。 慈安醒来后, 一直吵着要见桑浅, 完全不配合医生的治疗, 让桑浅今晚去医院见她一面。 继承舟没有硬承, 而是转谋看向桑浅, 明显询问她的意思。 桑浅想了想, 好。 继承舟眉心微不可查, 轻醋了一下, 转头看向一旁的沈明, 支票。 沈明立刻去书房拿了支票, 递给继承舟。 陆夫人微微探头, 瞅着继承舟签字。 沈明将签好字的支票, 送给陆夫人。 陆夫人看着手上的现金支票, 眼底有喜悦一闪而过, 将支票放进包里, 这才转头看向桑浅。 走吧, 跟我一起去医院。 桑浅看向继承舟, 本想打个招呼说她去去就来, 却见她驱动轮椅, 朝电梯那边去了。 其实这个时候, 她确实不宜, 去见陆慈安, 网上关于他们的传言, 刚刚有所好转, 若是被人看见她, 又去见她, 只怕会再起风波。 这对继承舟来说, 确实有损颜面, 她应该是因为这个不高兴吧。 但是她总觉得, 桑浅的死没那么简单, 不接近陆夫人和陆慈安, 她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而且, 白天巨人多眼杂, 晚上反而安全一点。 路上, 陆夫人对桑浅说, 我让你去见慈安, 并不代表我同意你们来往, 我只是让你, 去和她把话说清楚, 让她好好接受治疗, 你别想又趁机勾, 陆家比基家有钱吗? 桑浅打断陆夫人。 陆夫人不知道, 她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虽疑惑, 却还是如实回答, 自然没有。 这也没什么好丢人的, 记家在同城市顶级豪门, 谁能比得过记家? 那陆慈安比我老公帅? 桑浅又问, 继承舟无论样貌还是家事, 是同城都是翘楚, 私下里, 大家弄了一个同城女人最想嫁的男人排行榜, 继承舟就排第一。 可惜记承舟不尽女色, 甚至有传言, 她不行, 也有人说她性取向有问题。 虽然她比她儿子帅, 但是她儿子能给陆家传宗接代, 就这一点, 她觉得她儿子比记承舟强多了。 慈安是没你老公帅, 但是, 桑浅却不想听她的诞识, 既然记家比陆家有钱, 我老公又比你儿子帅,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放着好好的记家大少奶奶不到, 非要去和你儿子纠缠? 陆夫人反应过来桑浅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她, 瞬间觉得被羞辱了, 冷哼一声, 你显摆什么? 你不过是一个冲喜的工具人而已, 还真当自己是磕聪了。 顿了一下, 她又满脸鄙夷地说, 再说了, 你老公中看不中用, 你嫁给她, 不过守活寡罢了, 也好意思在这里炫耀。 谁说她中看不中用? 桑浅解开领口两颗扣子, 露出暧昧痕迹明显的脖子, 我老公不仅活好, 体力更是一级棒, 我觉得她比你儿子强多了。 陆夫人看见桑浅脖子上的痕迹, 眼睛膛大了几分, 难道传言是假的? 不, 你儿子和我老公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床上, 你儿子不太行。 桑浅一边慢条丝里地将扣子扣上, 一边故意用言语刺激陆夫人。 一方面希望, 她在愤怒之下说出一些五年前的往事来, 另一方面也是想用事实告诉她, 她对她儿子没有任何不该有的想法, 免得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觉得, 她对她儿子余情未了。 你胡说? 陆夫人气得脸色通红, 你和我儿子分手的时候, 还是个处, 怎么可能知道她在床上, 说到这里, 她猛然顿住, 似乎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桑浅盯着她的眼睛,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不是处? 慈安说过她没碰你。 陆夫人眼神有些闪躲, 明显有些心虚。 我曾经和她那么相爱, 早已护许终身, 感情那般深厚, 又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怎么可能没在一起? 桑浅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你休想污蔑我儿子。 陆夫人昂着头, 一脸不屑道, 像你这种身份卑贱的女人, 我儿子怎么可能碰你? 你如此笃定, 难道你亲自验证过? 我, 我不需要验证。 陆夫人语气有些吞吐, 我儿子什么样? 我知道, 你休想借机攀咬她, 像你这种肮脏破烂货, 送给我儿子, 我儿子都不要。 肮脏? 破烂? 桑浅总觉得陆夫人话里有话, 她凑过去捏住陆夫人的衣襟, 你给我说清楚, 我哪里肮脏了? 哪里破烂了? 你, 你想干什么? 陆夫人看着眸光冷冽的桑浅, 莫名几倍发寒, 以前的桑浅软弱可欺, 被她删了耳光也只会隐忍哭泣, 何曾这般凌厉过? 桑浅将陆夫人抵在后背座椅上, 当年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都忘记了吗? 陆夫人神色慌张, 你, 你不是桑浅。 一个人的容貌可以改变, 但是性情和眼神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不然何来的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桑浅心狠狠动了一下, 想起桑浅说过, 她妹妹是个温柔胆小的女孩, 大概是她表现得太过强势, 让陆夫人起疑了。 她将眼底凌厉的气势收敛几分, 与其愤怒道, 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任你侮辱打骂, 只知道哭不知道还手的桑浅吗? 陆夫人脸色发白, 心里刚生疼起来的疑心又降低几分。 桑浅知道, 再逼问下去也不会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和桑浅的差异。 不过, 从今天的对话中, 她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想, 当年陆夫人一定对桑浅做了什么, 不然陆夫人不会如此心虚。 你以后最好别惹我, 否则我心账就账和你一起算。 桑浅警告一句后松开了陆夫人。 陆夫人提起一口气, 想训斥几句找回场子, 但想到桑浅说的旧账, 咽了一下喉管, 又闭了嘴。 如今桑浅是己家的人, 虽然只是一个冲喜工具人的身份, 但看今天继承舟的态度, 只怕对这个女人还是有几分情义的。 桑浅若依靠己家对付陆家,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过她相信, 桑浅轻易不会这么做, 因为她一旦这么做, 就等于将自己当年和她儿子的那点, 是端到了明面上, 若是牵扯出那桩旧事, 己家就再也不会有桑浅的立足之地。 但是狗急了也会跳墙, 她若是过分了, 难免桑浅不会鱼死网破, 她还是忍一忍好了。 之后一路无话。 来到病房门口, 陆夫人停住脚步, 慈安需要好好休养, 今天季家发生的事, 你别在她面前说, 免得她思虑过多, 影响恢复。 明明是不希望陆慈安知道她找季家要了钱, 理由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桑浅突然觉得陆慈安有点可怜, 碰上个这么个唯利仕途的妈, 知道了。 陆夫人这才放心推门进去。 陆慈安见桑浅进来, 暗淡无光的眼睛瞬间亮了, 浅浅。 桑浅来到病床边, 床上的男人透着病态的苍白, 才几天不见, 整个人似乎瘦了一拳, 眼窝都深陷了, 听你妈说你不配合医生治疗。 陆慈安眼中浮上一丝无措, 我, 我只是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 治好了也没用。 怎么会没用? 桑浅醋眉, 难道你想一辈子躺在床上做一个废人? 你怎么说话的? 陆夫人不高兴了。 我是让你来开导她的, 不是让你来侮辱她的。 陆慈安对生活没了期待, 这是一种厌世的想法, 挺严重的, 好言好语的开导, 反而没有言辞犀利的剖析现实, 来得有用。 桑浅转头看向陆夫人, 我想和她单独聊聊行吗? 不行, 谁知道你, 妈, 你出去吧。 陆慈安打断陆夫人。 桑浅知道陆夫人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 不该说的,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 我的态度我已经向你表明了, 你如果还是不相信我, 那我现在就走。 浅浅, 你别走。 陆慈安想去拉桑浅的手, 稍稍动了一下身子, 几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 疼得她脸色煞白。 医生说了, 你不能动。 陆夫人又急又心疼, 我走, 你好好躺着。 说完转身出去了。 桑浅拿了一把椅子, 在床边坐下。 陆慈安缓过神来, 浅浅的目光落在桑浅面上, 我妈是不是又为难你了? 你妈为难我还少吗? 陆慈安一脸愧疚, 对不起, 桑浅并不想听这些, 五年前, 你妈怎么对我的, 你还记得吗? 陆慈安脸上的愧疚更甚,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他用钱侮辱你, 让你离开我, 对不起, 是我没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让你受委屈了。 只是用钱侮辱。 桑浅有些不幸, 想起车上路夫人的话, 他试探性问, 我们没在一起的事, 你和你妈说过。 陆慈安一时没听明白, 五年前你突然消失, 我们才分开, 但在我心里, 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说的是, 我们没睡过这件事。 陆慈安文言, 苍白的脸泛起一抹红韵, 眸光也有些羞涩, 这, 这种事我怎么可能随意对长辈说。 所以他没说过, 那陆夫人怎么那么, 肯定他和陆慈安分手的时候, 是个处。 要么, 陆夫人亲自查验过。 要么, 陆夫人亲眼见桑浅, 被人破了身。 不管是哪一种, 对桑浅来说, 都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桑浅了, 我有孩子了, 也结婚了, 你没必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陆慈安以为, 桑浅突然说到睡的问题, 是在告诉他, 他已经不干净了, 于是忙道, 我不在乎, 只要你心里有我, 我可以将你的孩子, 当成我的孩子, 我会,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桑浅你没打断他, 都过去了, 我早就放下了, 不然我也不会结婚, 我们不可能了。 不, 我不信, 你说过这辈子, 非我不嫁的。 陆慈安摇头, 瞬间红了眼眶, 你是见我订婚了生气了是不是, 我可以解释的, 我根本不喜欢蒋宜然, 婚事是我妈一个人的主意, 订婚宴我也没出席, 陆慈安。 桑浅拔高音量, 我不喜欢你了, 这次因为你擅作主张救我, 让我声名狼藉, 你的心意与我而言是负担, 是累赘, 请你放过我, 也放过你自己行吗? 陆慈安危政, 随即眼底涌起无尽的悲痛和难过, 他竟然说他的心意是负担是累赘, 曾经的海誓山盟都是假的吗? 桑浅见陆慈安脸色苍白如纸, 神情痛苦不堪, 知道自己话说重了, 但他不能心软, 更不能给他希望, 否则他更加难以从过去中走出来。 我说过我这张脸就是我重新开始的决心, 难道这还不够吗? 陆慈安闭上眼睛, 不想去看桑浅, 仿佛这样他就一直没变似的, 别说了。 桑浅起身, 如果你想当一个废人, 我会后悔曾经爱过你。 陆慈安眼皮颤了颤, 别让我觉得你是一个懦夫。 桑浅说完这句, 转身离开。 回到山庄快九点了。 小柱见桑浅回来忙进厨房, 将炖好的鸡汤端出来, 大少奶奶, 这是老夫人吩咐我炖给你补身子的。 为什么补, 桑浅自然知道, 不过他没吃晚饭, 这会儿正饿, 也就没有拒绝, 坐下吃了起来。 老夫人今天请了维修工过来 检修空调, 维修工说你, 房间的空调要换零件, 这零件是进口的, 暂时没货, 所以你房间的空调暂时不能用。 桑浅喝汤的手炖住, 空调好好的检修什么? 下一瞬, 立刻领略过来, 陈秋荣这是想让他去继承舟房里睡。 别墅其他空房间, 都检修过了, 都要换零件。 都要换? 小柱也觉得这个借口有点烂, 却还是硬着头皮点头, 然后直接说, 大少爷的房间我重新换上了干净的床单被套, 你和大少爷睡吧。 桑浅没去继承舟的房间, 他早上已经说了让他睡自己的房间, 好不容易他主动开了口, 他求之不得呢, 又怎么会再去他房间陪睡? 他回房先试了一下空调, 确实没冷气, 但这也不能阻止他不陪睡的决心。 不就是热一点吗? 他可以忍受。 洗好澡, 桑浅穿了一条凉快的吊带裙, 上床睡觉。 只是空调吹习惯了, 这突然不吹, 真的很难受, 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越翻越热, 越翻越烦躁。 他藤地一下坐起来, 去楼下冰箱拿了一瓶矿泉水, 喝完水, 身体里那股燥热感似乎降下去了一些, 再次躺下后, 他不再翻腾, 在心里默念心静自然凉。 没多久, 果然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只是没多久他又被热醒了, 醒来浑身是汗, 衣服都粘在身上了, 枕头都被汗水如湿了一大片。 没办法他起床去冲了个澡, 身上黏糊糊的感觉没了, 却是再也睡不着了。 折腾了三个小时, 桑浅实在受不了了, 眼皮困得直打架, 刚睡着, 一会儿功夫又热醒了, 如此反复, 他认输了。 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桑浅又去冲了个澡。 换上棉质的短袖长裤睡衣, 抱着空调背来到继承舟房门口, 敲了敲门。 快一点了, 他肯定睡了。 过了好一会儿, 门才开。 继承舟坐在轮椅上, 眉眼染了惺忪的睡衣, 眉心微微醋着, 显然被他吵醒, 有些不高兴。 什么事? 男人嗓音染了睡后的沙哑, 低沉极具雌性, 好听极了。 我房间的空调坏了, 我能在你这里, 不能。 继承舟不带他, 说完就打断了他。 太热了, 我实在睡不着, 我明天就让维修工来修, 你就收留我一晚。 桑浅可怜巴巴伸出一根纤细手指, 行吗? 继承舟慵懒视线落在桑浅面上, 被热的, 他脸颊像染了一层胭脂, 飞红。 很好看, 饱满的额头上有细细的汗珠, 医院有空调。 桑浅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继承舟的意思是他可以去医院睡, 就知道他为这是不高兴了。 他微笑着解释, 我只是去和陆慈安将话说清楚, 让他以后别缠着我了, 你放心我很小心的, 进医院后, 全程低着头, 而且, 网上我的照片模糊不清, 没人发现, 是我, 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困扰的。 继承舟垂下眼帘, 沉默几秒, 才开枪, 说清楚了。 嗯。 继承舟驱动轮椅, 掉头进了屋。 桑浅知道他这是默认他留下, 忙跟了进去, 清凉的冷空气迎面而来, 包裹着他燥热的身体, 那感觉太舒爽了, 他忍不住低难, 真舒服。 女人声音软软的, 透着由衷的自意和满足, 就仿佛在情势上身体极致舒服时发出的低吟。 继承舟只觉得小腹处突然生腾起一股燥热, 引有抬头的趣事, 眼中浮上懊恼, 懊恼自己竟然会因为他一句话有了反应。 懊恼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 在他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 桑浅折腾了几个小时, 又累又困, 抱着被子上了床, 却见继承舟还坐在轮椅上, 且眉目深邃地望着他, 怎么了? 继承舟看着大大咧咧, 没有一点男女脂肪的女人, 心里有些窝火, 谁准你睡床了? 桑浅眨巴了两下眼睛, 扫了一眼房间, 就一张床, 之前本来有沙发的, 但是自从继承舟醒来后, 为了方便他轮椅行走, 沙发搬走了, 你该不会想让我睡地板吧? 承舟不知可否, 谁知道你会不会趁机占我便宜? 怎么可能, 我, 嗯? 桑浅突然反应过来, 之前是他对他霸王硬上弓, 他会这么想很正常, 他似乎没有底气说太过强硬的话, 在他心中, 他大概是一个色女形象, 我虽然喜欢你, 也垂涎你的美色, 但我保证, 桑浅说着伸出三根纤细的手指, 信誓淡淡道, 以后你不同意, 我绝不碰你, 我若同意呢? 啊? 你想得美? 继承舟从轮椅上起来, 先被上床, 将床上的另一个枕头放在床中央, 而后看向桑浅, 意思不言而喻, 不许他超过这个枕头, 瞧不起谁呢? 真当他是色女啊? 侮辱, 赤裸裸的侮辱, 可他这算自取其辱吧? 桑浅咽下侮辱, 挤出一抹笑, 你放心, 我一定不超过这个枕头。 继承舟这才躺下, 转过身背对着桑浅。 什么意思? 这是怕他看见他帅气的脸, 会忍不住对他下手。 桑浅咬牙隔空, 对着男人的后背挠了几爪子, 太过分了。 长得帅了不起啊, 谁没有几分姿色似的, 他也是大美女好吧。 哼! 桑浅气呼呼躺下, 在空气凉爽的房间里, 他心里那点气很快消散了, 终于能好好睡觉了, 让他嘴上得点便宜, 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日, 继承舟的生物中是六点, 六点, 他准时睁开眼睛, 入目的是桑浅那张肃静的小脸。 他睡在他枕头上, 面对着他。 两人离得近, 他能感受到他温热的呼吸, 以及身上淡淡的清香, 或人, 有着难以拒绝的吸引力。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投射进来, 他能清晰看见他脸上浅浅的绒毛, 他皮肤很好, 几乎看不见毛孔。 脑中莫名闪过他昨晚说的那三个字, 真舒服。 身体里的躁动猝不及防声疼起来, 积攒了一晚上的精力, 到了清晨似乎格外旺盛, 小腹处有些蠢蠢欲动。 脑中不受控制地 闪过两人在书房纠缠的画面, 身体的躁动愈发明显。 视线定格在他自然微敏的红唇上。 眸色深了深。 侯杰微滚。 没有过多犹豫, 继承舟凑近几分, 碰了碰他的唇, 很软, 很香, 触点般, 苏玛感从嘴唇转瞬蔓延全身, 勾得他身体里的小火苗迅速燃烧。 他上瘾般, 碰了又碰, 身体里的预念像一张网, 将他笼罩, 让他有些失了理智。 直到看见他促起了眉头, 几成粥才恍然清醒, 撤开, 起身进了衣帽间。 丧浅醒来见自己睡在几成粥枕头上, 吓一跳, 而且他的身子完全倾斜了, 上半身睡在几成粥这边, 下半身睡在自己那边, 中间用来提防他的枕头, 孤零零地躺在床尾。 完了, 他色女的形象, 只怕要在几成粥心里, 根深蒂固了。 丧浅起床, 准备去自己房间洗漱, 刚到门口, 见有个陌生男人, 站在人字梯上, 仰着头在街头顶的中央空调排风板, 显然是准备维修。 一旁济成粥坐在轮椅上监工, 见他进来, 嗓音淡淡问, 醒了? 丧浅总觉得, 他淡漠的眼神里, 透着嘲讽, 他甘笑两声, 这么早就让人来修空调啊? 不修难道给你借口, 继续爬我的床? 你的保证呢? 我, 我只是习惯了枕枕头, 真不是故意蹭你枕头上去的。 继承粥不说话, 只用那双深邃轻易不表露情绪的眼睛, 静静地看着桑浅。 桑浅却觉得, 继承粥用眼神在表达, 你觉得我会信? 之前在宋念双家因为被子, 他蹭他身上去过, 之后, 他又对他霸王硬上弓, 现在又因为枕头, 他再次靠近他。 而且, 他还一再表白喜欢他。 好吧, 换成是他, 他也不会信。 事已至此, 桑浅索性破罐子破摔, 是, 我处心积虑地想要靠近你, 谁让我喜欢你呢? 以后你可千万不要低估了你对我的吸引力, 能离我多远就离我多远, 否则我可不敢保证霸王硬上弓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 哐当! 排风板掉落在地。 桑浅抬头, 剑围修公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脸痴溜一下红了, 怎么忘了这里还有一个外人呢? 要想不尴尬, 只能继续不要脸。 他醋眉, 装作不跃倒, 看什么看, 夫妻间的情趣没见过。 对, 对不起。 维修公芒转头看向头顶的空调, 认真排查故障原因, 眼角余光都不敢再往, 桑浅则若无其事般朝卫浴间走去。 继承舟看着女人的背影, 深邃眼底浮上浅薄的笑意。 借入卫浴间, 桑浅双手捂着脸, 想跺脚, 丢死人了。 明书过来, 接挤桑鱼和晚晚去学校的时候, 陈秋荣跟着一起过来了。 桑浅送两孩子上车后往别墅走, 来到门口, 听见里面的说话声, 脚步顿住。 我问过小柱和沈明了, 前天是浅浅将他们支开的, 所以你们原房是浅浅主动的对不对? 没听见继承舟的声音, 过了几秒, 只听陈秋荣又说, 人家都说十岁之位, 我想着你二十八才开婚, 肯定需求比较大, 又担心你性子孤傲, 我不开面去找浅浅, 特意给你制造机会, 让他主动去找你, 你倒好, 大早上就请人过来修空调, 女人对你来说, 就这么没有吸引力。 桑浅往门口挪进一步, 他也很想听听, 继承舟会怎么回答。 明明那天后来继承舟很主动, 很凶狠, 一点也不像排斥男女之势的样子, 怎么提了裤子又变了样? 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 等了好一会儿, 没等到继承舟的回答, 倒是陈秋荣又说话了。 别人家的晚辈都沉迷女色, 怎么到了你这里, 对女人就必如蛇蝎呢? 你倒是给奶奶争口气, 也沉迷一个给我看看啊。 桑浅, 这么教育晚辈, 真的好吗? 浅浅要样貌有样貌, 要身材有身材, 怎么就入不了你的眼了? 桑浅点头, 就是, 还是您老人家有眼光, 您孙子估计眼瞎? 大少奶奶, 你怎么站在门口? 小柱突然出现在眼前。 糟糕, 听墙角听得太入迷, 连有人过来都没发觉。 桑浅忙用食指抵唇, 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小柱迷忙点点头, 拎着垃圾袋出去了。 桑浅进入别墅, 乖巧喊, 奶奶, 孩子去上学了? 陈秋荣温声问。 桑浅点头, 陈秋荣轻轻拍了拍身旁的沙发, 到奶奶这儿来坐。 桑浅走到陈秋荣身旁坐下, 继承舟的轮椅就在陈秋荣对面, 两人瞬间四目相对, 男人眼中透着一抹浅薄的笑意。 并不是很明显, 应该是嘲笑, 嘲笑他听墙角。 那双窥不见情绪的眼睛就那么静静地与他对视, 给他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他一定是听见了小柱说的话。 桑浅有些心虚地错开了视线, 听见他低沉的嗓音在客厅响起, 这是您别操心了。 当着桑浅的面, 陈秋荣不好说什么, 直到, 你多上上心。 继承舟点头, 嗯。 大概是做贼心虚, 桑浅觉得, 他这个时候不说话, 似乎很怪, 随口问了一句, 奶奶, 你们聊什么呢? 想知道。 回话的是继承舟。 讨厌, 谁让他回答了? 问他了吗? 多嘴。 说不想, 和他的问话背道而驰。 说想, 万一继承舟真的将刚才陈秋荣的话说出来, 那场面可就太尴尬了。 桑浅努力扯出一抹笑, 我想知道你就会告诉我吗? 你猜? 我猜不会。 那你猜错了, 刚才奶奶, 就在桑浅准备打断继承舟的时候, 陈秋荣率先开了枪, 你们俩聊吧, 我回去了。 两个年轻人聊那种话题, 他这个长辈在场不合适, 万一他们估计他在场, 不能畅所欲言怎么办? 都是成年人了, 他希望他们说话能直白一点, 最好说着说着能回房交流交流就更好了。 这样, 他抱小曾孙就有希望了。 走了几步, 陈秋荣回身, 浅浅, 最近剧组没开工, 你在家多陪陪成舟, 增进增进夫妻感情。 桑浅乖巧点头, 好。 之后几天, 桑浅几乎足不出户。 白天关注罗宇棠和苏妙彤那边的情况, 还有警察局那边的进展。 由于股票一直跌, 没有回暖的趋势, 薄薇服势撤销罗宇棠执行总裁的呼声越来越高。 罗宇棠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 用文栏的话说就是在垂死挣扎, 蹦跋不了几天了。 苏妙彤那边, 刚开始说那只是谣言, 不承认自己和罗宇棠是亲子关系, 但是王燕玉又重新采集了样本做亲子鉴定, 结果和桑浅公布在屏幕上的一样。 铁证如山, 苏妙彤知道不承认也没用, 只好退而求其次, 厚颜无耻地说他也是受害者, 也是刚刚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在他心里, 苏博文就是他的父亲。 如今, 虽然血缘上不是妇女, 但他在苏文博西夏竟孝近二十年, 算他的养女, 即便不能继承他的全部遗产, 也能继承部分遗产。 王燕玉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戴了一顶这么大的绿帽子, 又怎么可能同意让苏妙彤继承部分遗产? 他现在恨不得将那一家子狼心狗肺的畜生扒皮抽筋。 双方争执不下, 官司还在继续中。 警察局那边, 蒋依然虽然雇人打人, 但因为桑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属于雇人打人未遂, 不构成刑事犯罪, 处居留五日和罚款。 而策划广告牌掉落的幕后之人至今还未查出来。 晚上, 桑浅就在家陪孩子。 日子过得倒也快。 转眼周四, 这天晚上, 桑浅哄睡孩子后刚回到房间, 陈冰的电话打了过来。 看见来电显示, 他微微醋眉, 他和宋石井还是上周四见了面底, 这个周一陈冰没打电话来。 他还以为因为上周四他惹恼了他, 他以后不会找他了。 这怎么又打电话来了? 他不想接的, 但想着上周四他以同事聚餐为由, 没去遵典。 结果宋石井竟然直接找去了包厢, 他和冀城州又是朋友, 陈冰也来过记家, 万一惹毛了他, 他找上门来就完了。 桑浅不情不愿接通了电话, 陈助理, 有事吗? 两今天周四, 宋总让你来遵典。 可是我已经睡了。 宋总说, 你不方便过来, 他去记家找你也行。 威胁他, 又威胁他。 啊啊, 最好别让他抓到机会, 否则, 他一定弄死他。 桑浅攥紧了手机, 有些咬牙切齿地说, 方便, 我这就起床, 一会儿见。 挂了电话, 桑浅平复了一下心情, 打开门, 做贼式地探出脑袋, 四下没人, 楼下客厅的大灯也关了, 看来小柱和沈明都睡了。 他这才打开门出来, 建书房的灯还亮着, 看来继承粥还没睡。 一天天的, 不知道在书房干什么, 又没去济世集团任职, 看书也能看这么晚。 桑浅放轻脚步下楼, 不时回头看一眼书房, 直到来到楼下看不见书房了, 他才松了一口气, 刚往门口走了几步, 身后传来小柱的声音。 大少奶奶, 你要出门吗? 桑浅慌忙转身, 食指底唇用力须, 还探过身子往楼上书房看, 还好门没打开。 小柱一脸疑惑, 大少奶奶今天怎么老是不让他说话? 现在是, 早上在门口也是, 感觉还鬼鬼祟祟的。 他压低声音问, 大少奶奶, 怎么了? 桑浅拉着小柱走到一旁角落, 小声说, 你家大少爷在看书呢, 别打扰他。 小柱眨眨眼, 他们在一楼说话影响不到二楼书房吧, 距离这么远呢。 不过大少奶奶如此关心大少爷, 挺好的。 他笑着点头, 那个, 我大姨妈来了, 对大姨妈来了, 没有卫生棉了, 我出门去买。 桑浅指了指门口, 我这里有, 你先用着, 明天我出门买菜的时候再给你买。 不了, 我习惯了自己用的牌子, 换别的不舒服。 哦, 我走了, 你别和别人说我出门了, 挺难为情的。 顿了一下, 桑浅又说, 万一你家大少爷找我, 你就如是说。 好。 桑浅打车的时候, 耽搁了一点时间, 来到尊典门口的时候, 正好看见宋石井从他那辆低调的黑色宾历上下来。 他也看见他了, 扫了他一眼, 抬脚率先朝会所走去。 桑浅捋了一下被夜风吹乱的碎发, 抬脚朝门口走去。 刚进入大厅, 见宋石井被一个女人拦住了去路。 女人妆容精致, 一身名牌, 手上胯的是香奈儿最新款限量版包包, 看来是个挺有钱的主。 女人和宋石井说着什么, 表情有些忧怨。 宋石井被对着丧浅, 他看不见他的表情,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有人赶拦宋石井的路, 出于好奇, 他走近了几步。 这才听见女人悠悠地说, 你是不是在这里有女人了? 没有。 宋石井的回答, 干脆利落。 那你为什么不回京都? 你都两个月没回去了, 我好想你。 我还有事。 你住哪里? 我去你的住处等你。 宋石井没说话, 抬眸寻找, 正好见陈斌从洗手间那边过来。 陈斌加快脚步过来, 看见女人有些意外, 乔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自然是来找石井的, 难不成找你? 陈斌被噎了一下。 宋石井吩咐, 给他订酒店, 带他去休息。 是, 宋总。 我不住酒店, 我要去你。 宋石井眸光淡淡扫了过去, 乔乐林立刻进了声, 随即嘟着小嘴说, 好吗? 我听话, 那你明天能陪我, 明天你回京都? 宋石井打断他的话, 之后看向陈斌, 给他订机票。 我不回去, 乔乐林委屈跺脚, 还是你希望, 我给你爸打电话? 乔乐林别了别嘴, 瞬间红了眼眶, 小心翼翼捏住宋石井一小片衣袖, 轻轻晃了晃, 石井, 我想你, 你别当我走好不好? 宋石井眼角余光, 瞥见站在一旁看戏的桑前, 眉心微醋, 朝陈斌交代一句, 安置好他, 然后抬脚朝电梯那边走去。 乔乐林眼巴巴看着宋石井离开的背影, 眼里蓄着泪, 却是不敢追上去。 乔小姐, 走吧。 乔乐林瞪了陈斌一眼, 我不走, 我就在这里等他。 说完, 踩着高跟鞋, 登登登朝一旁的待客区走去。 陈斌转身正要追过去, 看见桑前, 愣了一下, 随即像不认识他似的, 立刻一开了视线。 这感觉好像他多见不得人似的。 桑前不乐意了, 几步追上那个女人, 乔小姐你好。 乔乐林疑惑转头, 见是一张陌生面孔, 眉头错了起来, 你是谁啊? 陈斌急得不行, 提前结过话头, 他是宋总的合作伙伴。 桑前看了陈斌一眼, 见他急得脸都红了, 有些想笑, 顺着他的话点头, 对, 我今晚是和宋总来谈合作的。 乔乐林见是一个长相漂亮的女人, 大晚上和宋石井谈合作, 立刻戒备起来, 语气充满了敌意, 白天不能谈吗? 为什么非得晚上谈? 你到底是何居心? 桑前笑笑, 抬起左手, 让了亮无名纸上的戒指, 我已婚。 顿了一下觉得不够, 又加了一句, 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乔乐林这才将脸上的敌意收敛几分, 你找我干什么? 看你是宋总的人, 上来打个招呼, 拓展一下人脉。 乔乐林听见宋总的人四个字, 心里甜滋滋的, 脸上也展开了笑容, 对桑前态度也立刻变了, 主动伸出手, 乔乐林。 桑前轻轻握了一下, 桑前。 之后借机凑到他耳边, 小声说, 你想要的, 我帮你。 话落立刻撤了回来。 乔乐林没太明白, 你, 宋总还在等我谈工作, 我先走了。 桑前摆摆手, 朝电梯那边走去。 陈冰见人总算走了, 偷偷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这个桑小姐真是, 打什么招呼, 吓死他了。 若是让这位祖宗知道, 宋总和桑小姐有一腿, 那非得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桑前来到套房, 宋时景已经在书房开始办公了。 他已在门口, 望着办公桌旁买手签字的男人, 男人穿着挺阔的烟灰色衬衫, 立体轮廓在灯光勾勒下, 更显深邃。 他和继承舟不同, 继承舟多穿浅色系衬衫, 比如白色。 而他似乎喜欢深色系, 烟灰色, 黑色居多。 闲就去客厅睡觉, 别在这里当门神。 男人头也不抬地说。 桑前没动, 多漂亮的姑娘, 人家千里迢迢从京都来找你, 你竟然狠心丢下她, 来这里办公, 我刚看见你走了, 人家都哭了呢。 宋时景签完一份文件, 拿另一份的时候, 抬头扫了桑前一眼, 少管闲事。 桑前听话斑点点头, 话说你来同城挺久了吧, 景盛集团总部在京都, 你不在那里坐镇, 公司不会乱套吗? 宋时景瞬间明白了桑前的意图, 你是希望我赶紧回去, 以后不找你吧? 真是的, 说得这么直白干什么, 大家心知肚明不好吗? 桑前笑笑, 我也是为你着想。 你这么喜欢为别的男人操心, 你老公知道吗? 桑前脸上的笑瞬间将住。 狗男人, 又挤兑他。 你忙, 我不打扰你了。 桑前将书房的门关上, 去了卧室, 关上卧室的门, 他用座机拨通了前台的电话, 你好, 麻烦请让待客区的乔小姐接一下电话。 好的, 请稍等。 桑前握着话筒, 眼中透着算计的光芒, 威胁他, 挤兑他, 很厉害吗? 他说过, 别让他抓到机会, 否则一定不会放过宋石井。 乔勒林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很快乔勒林疑惑的声音响起, 谁啊? 我是桑前, 陈冰在你身旁吗? 他在待客区。 一会儿你说, 你去洗手间, 递开他的视线来1209房间, 我在这里等你。 你什么意思? 宋总也在这里, 我说过帮你的。 乔勒林嗓音透着雀跃, 好, 我一会儿就上来。 我在门口等你。 桑前挂了电话, 就出了卧室, 来到门口, 打开门, 站那里等。 没多久, 乔勒林就上来了。 桑小姐, 桑前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宋总在书房, 你小声点, 别让他听见了。 乔勒林疑惑, 你不是让我上来见他的吗? 他工作还没做完, 你现在去打扰他, 他肯定又像刚才那样将你赶走, 你想被他赶走。 乔勒林头摇得波浪鼓似的。 那你就听我的, 我让你今晚可以和他待一晚上。 乔勒林眼中立刻浮上惊喜的光芒, 好。 桑前往门外走了几步, 压低声音说, 一会儿你先躲在卧室别处来, 我和宋总谈完工作后, 我就离开, 他就住在这里, 等我走了, 你再想办法扑倒他。 扑倒? 乔勒林惊讶瞪大了眼睛。 怎么, 你不想睡他? 乔勒林脸上立刻浮现娇羞之态, 眼底都是情意。 我, 我当然想, 但是石井他向来对女人, 想就上, 顾及那么多干什么, 睡到手了才是你的。 桑前打断他。 乔勒林咬了咬唇半, 似乎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好。 桑前提点他, 衣柜里有睡袍, 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乔勒林想到, 今晚会和宋石井在一起, 又羞涩又期待, 一颗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 嗯, 机会给你了, 能不能把握就靠你自己了。 嗯。 乔勒林一脸感激地握住桑前的手, 谢谢你, 我如果成功了, 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桑前心想, 感谢不用, 你收了宋石井那个狗男人, 以后别让他再缠着我, 陪他办公就行。 嘴上说的是, 小事, 举手之劳而已, 以后我若是去京都, 你请我吃顿饭就行。 乔勒林忙不迭点头, 一定。 桑前这才带着乔勒林, 一起偷偷摸摸进了屋, 之后让他进了卧室, 关上卧室的门之前叮嘱, 我没走之前, 千万别出声。 好。 桑前这才放心关上门, 未免乔勒林怀疑, 他没待在客厅, 自然也不会去书房, 他现在看见宋石井那张脸, 心里就来气。 而是脚步轻盈地进了客房, 心情极好的玩起了游戏, 两个小时, 到了的时候, 他来到书房, 时间到了, 我要回去了。 宋石井头也不抬地看着手里的文件, 嗯。 桑前打完招呼, 朝门口走。 路过客厅的时候, 朝卧室那边喊了一句, 宋总, 那我走了。 书房里的宋石井微微醋眉, 什么时候这么懂礼貌了。 他合上文件, 抬手捏了捏疲惫的眉心, 之后又捏了捏有些酸痛的脖子, 拿出手机正准备给陈冰打电话, 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动静。 他明明听见关门声了, 人不是已经走了吗? 他有些警惕地起身, 这要出去查看, 就见乔乐玲穿着白色睡袍出现在门口, 你怎么在这里? 乔乐玲娇羞又拘紧, 双手紧紧捏着睡袍, 我今晚在这里陪你。 宋石井猝眉, 立刻将陈冰的电话拨了出去, 谁准许你让他上来的? 嗓音透着沉沉的冷意, 明显生气了。 那头陈冰一脸猛逼, 宋总是说乔小姐吗? 他之前说去洗手间, 之后人就不见了, 我正到处找他, 他去找你了吗? 宋石井明白, 他误会陈冰了, 不是陈冰, 那就只能是桑浅了, 不然乔乐玲进不来, 但桑浅是怎么和乔乐玲联系上的? 他是怎么认识桑浅的? 陈冰在那头将宋石井离开后发声的事说了一遍, 想到什么又说, 乔小姐去洗手间之前, 去前台那里接了一个电话。 宋石井多聪明的人, 立刻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桑浅竟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耍心眼, 他真是低估了他的胆量。 陈生道, 人在我这里, 你立刻上来将他带走。 乔乐玲闻言眉间染上交集, 我不走。 宋石井挂了电话, 望着乔乐玲, 尽量好言好语劝他, 你是高门大户教养出来的女孩子, 当知道孤男寡女共处一事, 有损你的清誉, 听话, 回京兜了我, 陪你吃饭。 乔乐玲知道, 宋石井答应陪他吃饭, 已经是在让步了, 若是平时, 他肯定高兴得一整晚睡不着觉。 可现在, 他觉得桑浅说得对, 他不应该顾及那么多, 睡到手了才是他的。 为了他, 他愿意厚着脸皮, 放下所有尊严, 主动一回。 今晚是难得的机会, 他不想错过。 想着陈冰马上就要上来了, 他咬了咬唇半, 鼓起勇气抱住宋石井, 石井, 我爱你, 让我做你的女人好不好? 宋石井抿着眉头, 去推乔乐玲。 乔乐玲紧紧抱着他紧窄的腰部松手, 石井, 不要推开我, 求你了。 宋石井捏住他手臂, 使了劲, 娇养的小姐哪里是他的对手, 轻易就将他拉开了, 你在胡闹, 我给你爸打电话了, 你又拿我爸爸威胁我。 乔乐玲红着眼眶看他, 绝强道, 我不管, 我今晚一定要成为你的女人。 说完不管不顾, 又朝宋石井靠了过去。 宋石井双手握住他鲜瘦的手臂, 轻易将他禁锢在原地, 嗓音冷沉, 乔乐玲。 乔乐玲第一次听他这样联名带姓喊他, 看着他忧尘如水的俊脸, 知道他动怒了, 吓得不敢动弹, 眼泪巴搭巴搭往下掉。 宋石井太阳瘦秃突直跳, 桑浅, 你给我等着。 出门后, 没有急着离开, 靠在走廊等着看戏的桑浅,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走廊那边传来脚步声, 他转头, 见陈冰急匆匆过来, 忙拦住他, 你干什么去? 陈冰此时也猜到乔乐玲上来, 肯定是桑浅在搞鬼, 桑小姐, 你不该这样算计送走。 桑浅装傻眨了眨眼睛, 陈助理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呢? 惹怒了宋总, 你自求多福吧? 陈冰没再多言, 绕开桑浅朝1209房间走。 桑浅追上去, 拉住陈冰正要说什么, 见不远处1209房间的门突然开了, 宋石井脸色阴沉地出现在门口。 嗯, 这么快就完事了? 他记得他上回挺持久的呀, 还是乔乐玲没成功? 思绪间见宋石井抬脚朝这边走来。 桑浅立刻松开陈冰, 转身朝电梯那边走, 没走几步, 手腕被一只大手握住。 他回头, 入目的是宋石井神情音质的脸, 笑眯眯开口, 宋总, 我回家呢, 你拉我干什么? 敢算计我? 桑浅继续装傻, 宋总说什么? 我, 宋石井一个用力扯住桑浅的手, 将他抵在一旁的墙壁上, 他的声音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戛然而止。 谁给你的胆子? 桑浅感觉他的手腕要被宋石井捏碎了, 你没到, 宋总, 你捏疼我了。 1209房门口乔乐灵追了出来, 陈冰及时走了过去, 乔小姐进去吧, 你今晚就在这里休息。 乔乐灵面露担忧, 可是桑浅他, 惹了宋总, 他就要承担后果。 陈冰面无表情道, 乔小姐, 你知道宋总的脾气, 还是别过去惹他不快了。 乔乐灵知道宋石井今晚真的动怒了, 也知道他过去非但帮不了桑浅, 可能还会火上浇油, 有些无奈地看了桑浅一眼, 乖乖跟着陈冰进屋了。 宋石井对桑浅的话充耳不闻, 手上的力道也没有松动半分, 现在他掐死这个女人的心都有。 竟然敢将自己的男人往别的女人怀里推。 没心没肺, 胆大包天, 罪无可恕。 还不承认? 桑浅疼得生离, 眼泪都快出来了, 马德, 老虎不发威当他是病猫啊, 他抬脚朝他下盘踢去。 宋石井身子后退两步, 避开他的攻击, 另一只手轻而易举擒住他踢过来的腿, 抬起, 让他单脚撑地, 身子逼近, 还敢动手。 桑浅觉得这个姿势太羞耻了。 双腿呈九十度张开, 他还严丝合缝地压在他身上。 但被他擒住一只手一条腿, 身体无法平衡, 他又不敢再轻举妄动。 打不过, 只好改变策略。 桑浅微笑道, 没有, 只是腿有点麻而已, 你松开我, 有话咱们好好说。 走廊上, 你对一个女士这样动手动脚, 有损你的身世风度。 新婚夜那晚你就应该知道, 我不是什么绅士。 桑浅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强迫威胁了别人, 还敢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很光荣吗? 很了不起吗? 乔勒玲怎么不扑死他? 敢往我房里塞女人,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宋时景只要一想到, 人是桑浅亲自带进去的, 心里的怒火, 就遏制不住地疯涨。 桑浅看着近在咫尺男人阴枝硬朗的脸, 知道, 大概这次是, 真的惹毛他了, 现在他又处于绝对的劣势, 好汉不吃眼钱亏。 他软声道, 我只是觉得, 乔小姐挺可怜的, 一个人在大厅哭, 我是想做点好事, 给你们签个线, 谁让你签了? 宋时景深邃眼底, 似有火光在跳跃。 好吗? 我错了, 不该多管闲事。 桑浅轻轻转了转, 被他捏得发麻的手腕, 以后不敢了, 求宋总高抬贵手放了我行吗? 宋时景和他相处, 也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了解了他的性子, 他此时的服软, 肯定只是嘴伤的。 他这次放过他, 他肯定不会长记性, 可能还会变本加厉。 必须得给他点惩罚, 让他下次不敢再犯。 视线里, 是女人低眉顺眼娇声讨饶的模样, 明知他是装的, 却还是很受用, 心里的怒火消下去不少。 冰冷的嗓音缓和几分, 犯了错, 就得受罚。 桑浅醋眉, 这不是错误没造成吗? 未遂不用受罚吧? 在我这里, 起了念头就得受罚, 更何况你还付诸行动了。 桑浅, 霸道。 他又动了动, 被他握在手里的腿, 你先放开我, 我领罚就是了。 领罚? 嗯。 宋石井放开桑浅的腿, 桑浅脚刚落地, 宋石井突然气劲,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的唇就落了下来。 他眼猛猛然堂大。 马德, 他竟然搞偷袭, 不对, 偷吻。 桑浅伸手就要推开他, 突然唇上传来一阵刺痛, 推他的手, 因为疼痛, 改为钻紧他的衣服。 宋石井松开他, 看着他唇上烟红的血, 心里那口郁气, 才算彻底发泄干净。 桑浅抬手擦了一下唇, 撕, 好疼, 手上沾上了烟红的血, 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你属狗的吗? 瞧, 刚才还服软认错, 这会儿本性就露出来了。 宋石井用手背擦掉自己嘴上沾染的血迹, 眸色淡淡望着如炸毛小兽般的桑浅, 这就是惩罚。 桑浅张了张嘴, 却发现无话反驳, 令罚他刚答应的, 气得一口气卡在喉咙, 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宋石井偏头, 视线微微一瞥, 身后的门立刻关上, 拿出手机拨通陈冰的电话, 有人偷拍, 处理一下。 之后挂了电话, 抬脚朝电梯那边走。 偷拍? 拿? 桑浅私下寻找, 一个人都没有, 鬼在偷拍吗? 吓唬谁呢? 桑浅看着宋石井渐行渐远的背影, 气得攥紧了拳头, 总有一天, 他要弄死他。 扒他的皮, 抽他的筋, 喝他的血, 正泄愤地幻想着, 前面的男人突然转身, 你再敢在我面前耍心眼, 我就去找你老公谈谈心。 桑浅秒变笑脸,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宋石井轻吃一声, 转身走了。 桑浅手压着胸口深呼吸, 自我调节情绪, 淡定, 风水轮流转, 总有一天, 他会落他手里的,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平复好情绪, 桑浅正要走, 见陈冰从1209出来。 陈冰看见桑浅嘴上的伤, 立刻转身将跟在后面出来的乔勒林挡了回去, 乔小姐, 宋总已经走了。 桑浅也反应过来, 若是嘴上的伤被乔勒林看见, 那误会就大了, 急忙转身往电梯那边走。 走到电梯间, 碰见好几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从电梯里出来, 身形挺拔, 面容冷峻, 身上的气场和行走间的张力, 一看就是有伸手的。 桑浅见他们走到陈冰面前停住了脚步, 距离有些远, 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他记得宋时景说过, 他是尊典会所幕后的老板, 所以, 这里的保安肯定会听从他的调遣。 难道刚才真的有人偷拍? 不会吧, 若是被人拍到刚才的画面, 勤手, 握腿, 亲吻, 那可比陆慈安不过安危, 就他还要爆炸。 桑浅转身又想折回去, 想起乔勒玲, 又顿住。 这里是宋时景的地盘, 既然他已经安排人再处理了, 应该不会有事。 虽然他一再用两人那晚发生关系来威胁他, 但他知道, 只要他不过分, 不逼急了他, 他肯定不会将两人的事说出去。 不然, 也不会这么久了, 外面没有半点两人的传言。 这样想着, 桑浅转身又进了电梯。 一路上他都在想这件事, 直到回到家门口, 他才想起来, 找借口买卫生棉的, 忘记买了, 还有嘴上的伤, 他该怎么解释? 他轻轻推开门, 客厅光线昏暗, 只开了几盏小洞灯, 应该是小柱给他留门的。 这么晚了, 大家肯定睡了。 桑浅动作轻缓进屋, 换鞋, 脚步轻盈上楼, 见书房的灯也关了, 一直提着的心, 煞石落回了肚子里, 看来继承粥也睡了。 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 他脚步轻快朝自己房间走去, 走到门口察觉不对劲。 门他离开前明明关上了, 此时竟然是虚掩的, 门缝里有光透出来。 屋里有人。 桑浅煞石蹲在了门口。 谁大晚上在他房间? 不会是继承粥吧? 刚落回肚子里的心, 又悬了起来。 他先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动静, 屋内很安静, 没有任何声响。 他又轻轻叫门推开一条缝, 透过缝隙, 看见小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原来是小柱, 吓死他了。 桑浅推门进去, 来到小柱面前,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柱, 醒醒。 小柱睁开睡意惺忪的眼睛, 大少奶奶你回来了。 嗯, 你怎么睡在这里? 你说丽嫁来了, 我怕你不舒服, 给你煮了生姜红糖水。 小柱弯腰端起茶几上的碗, 呀, 都凉了, 你稍等, 我去热一下。 桑浅心头一暖, 傻丫头, 他骗他的, 他竟然这么上心, 不用了, 你去睡吧, 你看你困的眼睛都震不开了。 小柱打了一个哈欠, 摇摇头, 来丽嫁的时候, 身体未寒, 喝生姜红糖水舒服, 你等着, 我很快的。 桑浅接过他手里的碗, 我自己去热, 你去睡吧。 小柱见桑浅坚持, 没再说什么, 突然看见桑浅嘴上的伤, 关心问, 大少奶奶, 你的嘴怎么了? 被狗咬的。 啊? 开玩笑的。 桑浅笑笑, 不小心摔的。 那你有没有摔到别的地方? 没有, 你快去睡吧。 哦。 小柱眨眨眼往外走, 只将嘴上磕了一小块, 这是怎么摔的呢? 一日。 桑浅以为几成粥会问他嘴上的伤怎么回事, 没想到他一个字都没问, 倒是女儿, 问他谁咬了他的嘴。 他心虚看向几成粥, 他慢条丝里喝着粥, 仿佛没听见女儿的问话。 他瞬间松了一口气, 妈咪不小心摔的。 小孩子和小柱一样单纯, 特别好骗, 立刻就信了, 女儿还贴心地说, 妈咪以后要小心一点。 我怎么看着, 像是被人咬的? 一直没说话的男人, 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吓得桑浅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 怎么可能? 继承粥师诗然抬眸, 是吗? 当然。 桑浅挺直了几倍, 让自己看上去非常可信, 顿了一下, 他退去满身紧张, 笑着说, 也有可能是你咬的。 继承粥眸光微顿, 半夜趁我睡着, 偷偷咬的。 桑浅凑过去, 在他耳边滴雨。 继承粥身体里生起来的戒备, 煞食消退, 偏头, 对上女人调侃的视线, 你昨晚做春梦了。 桑浅脸疼的一下红了, 我才没有。 那你大白天说梦话。 桑浅, 自从他和继承粥发生关系后, 他话变多了些, 他说话调戏他, 他竟然会接枪, 而且说起话来, 和宋时景有的一拼, 一样的气死人不偿命。 晚上, 桑浅正躺床上刷手机, 寄来一条短信, 寄承粥发来的。 让他收拾行李, 明天一早去A市。 他疑惑, 问去A市干什么? 他回了三个字, 泡温泉。 桑浅这才想起来, 上周寄承粥和他朋友见面的时候, 约了这周一起去碧落泡温泉。 碧落是华国出了名的自然温泉圣地, 地理位置就在黎同城两个多小时车程的A市。 他记得当时, 请他们泡温泉的赵卓说, 周六是他生日, 想了想, 他问, 要不要给你朋友准备生日礼物? 不用。 桑浅放下手机去收拾行李, 收拾完给继承粥发了一条短信, 你的行李需要我帮忙收拾吗? 好。 桑浅看着这个字愣住了, 他不过礼貌性问一下, 毕竟他是他丈夫, 而且他还得保持喜欢他的人设。 他以为他一定会拒绝, 没想到, 好想将消息撤回。 桑浅后悔了一阵, 来到主卧敲门。 继承粥直接走过来开门的。 桑浅目光落在他逆天的大长腿上, 老天爷对他可真好, 在床上躺了半年, 腿型还这么好, 你要带些什么? 继承粥坐到窗边的轮椅上, 拿起手机继续看邮件, 你看着收拾。 好。 桑浅去了衣帽间, 先找出行李箱, 然后开始收拾他的日常衣物, 衬衫, 西裤, 休闲装, 他一样拿了一套, 还拿了一套睡衣和一套泳衣。 最后只剩内裤了。 他拉开装内衣的专用抽屉, 看着一排排蛇叠整齐的内裤, 他突然觉得脸有点热。 虽然他的内衣也是这样摆放的, 但他天天看, 没觉得有什么, 可突然看见这么多男人贴身穿的内裤, 他竟然有点不敢直视。 别开头, 深呼吸了好一会儿, 他才弯腰随意拿了几条, 烫手山玉式的丢进行李箱里。 内裤散开, 正面一幅大雕的图案展现在眼前。 桑浅猛然顿住, 下一秒忍不住笑了起来, 蹲下身子, 拿起那条内裤完全展开, 目不转睛盯着上面的图案, 嗯, 这雕英姿勃发, 看着挺带劲的。 没想到表面高冷淡漠的继承粥, 竟然这么闷骚。 好看吗? 挺好看的。 桑浅笑着说, 下一秒, 豁然转头, 见继承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衣帽间门口, 忙将内裤丢进行李箱里, 那个, 我, 继承粥一幅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想到你喜欢我, 喜欢到这种地步。 真不是这样的。 他才没这么变态。 你误会了, 嗯? 桑浅见继承粥一幅看你如何狡辩的眼神望着他, 瞬间放弃了解释, 对, 太喜欢了, 只要是你的东西, 我都忍不住想接触。 继承粥抬手有些头疼般捏了捏额脚, 微垂的眼底却有忍俊不禁的笑意一闪而过, 在抬眸, 看向桑浅的时候, 眼底只剩一片淡然的沉静, 你收敛点。 我尽量。 内裤换唇色的, 这些是奶奶买的, 我没穿过。 继承粥丢下这句话, 转身走了。 原来是陈秋荣买的, 他希望继承粥身体强悍, 早日让他抱上小曾孙, 会买这样的内裤, 倒是非常符合他的作风。 一日, 桑浅他们到达A势必落度驾村的时候, 其他人都到了, 在酒店大厅等候, 见他们进来, 纷纷起身过来打招呼。 诚哥, 嫂子。 桑浅推着继承粥, 微笑点头示意, 这次人明显比上次多了很多, 男女都有, 男的面容俊朗, 女的滋容俏丽。 俊男美女扎堆, 很显眼, 引来不少游客的目光。 桑浅视线扫过人群, 突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许多画面如电影快镜头般从脑中闪过, 心口一阵热浪翻滚, 忍不住低呼, 喃喃。 坐在前面轮椅上的继承粥, 听见桑浅的低男, 回头, 见他目光惊喜激动地看着前方, 眼里引有泪光。 他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是影帝林金行的女儿林若男, 你认识他。 桑浅猛然回神, 他现在是桑浅, 不是苏杨, 他不应该认识林若男。 他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远去眼底不该有的情绪, 微笑着开口, 林影帝的女儿, 略有耳闻。 继承粥眉心微醋, 他刚才的表情显然是两人相识已久, 且有种故人意外重逢的激动和喜悦。 而且, 他喊得喃喃, 称呼上也很亲密, 绝不是略有耳闻那么简单。 人群中站在向山身旁的女人, 看见桑浅, 眼中浮现惊讶, 怎么是她? 向山看向白诗兰, 你认识她? 白诗兰又认真看了看桑浅, 这才凑到向山耳边小声嘀咕, 我手里有她和一个男人在尊典的亲密照片。 向山脸色微变,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我闺蜜发给我的。 向山见这里人多眼杂, 明显不是说话的地方, 一会儿你来我房间。 白诗兰是赵卓新娇的女朋友, 她攀上赵卓, 就是想长长见识, 融入有钱人的圈子, 这样, 她才有可能嫁入豪门。 而向山是娱乐圈顶流, 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见, 现在她主动邀请她, 她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很长脸的事, 忙点头, 好。 赵卓作为今天请客的主人和寿星, 先将这两天的安排说了一下。 一会儿大家先放行李, 半个小时后, 在三楼餐厅天字号包厢吃午饭。 下午泡温泉, 晚上烧烤派对。 明天上午顾念你们带了女朋友, 早上肯定起不来, 所以上午就不安排了, 下午去设机馆, 晚上回同城。 说完她看向继承舟和黎静言, 成哥, 言哥, 你看这样安排行吗? 两人点头。 两位老大同意了, 行程就这么定了下来。 大家拿行李的拿行李, 抱女人的抱女人, 三三两两说说笑笑, 一起朝电梯那边走。 桑浅推着继承舟, 视线时不时往凌若南那边看。 她跟在林金航身边, 林金航和黎静言说着什么, 她双手散漫插在裤兜里, 神情淡漠, 不与任何人交流, 仿佛这周遭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以前阳光开朗活泼, 笑起来像太阳一样, 很有感染力。 才五年不见, 她为什么性子完全变了? 五年前, 桑浅以为自己怀上了纪远航的孩子, 欢天喜地地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得到的却是她冰冷和嫌弃的目光。 她说没准备好, 让她将孩子打掉。 她不愿意, 为了这件事和纪远航大吵一架, 两人冷战了好几个月。 爸爸也因为纪远航的态度, 让她打掉孩子和她分手, 说她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 她怀了孩子, 她非但不计划娶她, 竟然还让她打胎, 明显是不想负责人, 这样的男人不值得她喜欢。 为了不让她未婚生子, 毁了人生, 爸爸甚至强行将她拽去医院打胎。 她那时候全心全意爱着纪远航, 怎么可能同意打掉孩子? 她当时不懂事, 觉得爸爸太强势, 一点也不理解她, 一气之下说出了让她不要管她, 从此就当没有她这个女儿的狠话。 她与父亲决裂后, 搬出了苏家。 她挺着大肚子去找纪远航, 纪远航却顾左右而言她, 不让她进门, 哄她去住酒店, 听她说和父亲吵架决裂后, 立刻大发雷霆。 她还清楚记得她的话。 她说,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怎么能和你父亲决裂? 你离开苏家, 你还有什么? 你将一无所有。 她当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以为纪远航是在训斥她, 不该惹长辈生气。 爸爸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她却还如此护着爸爸, 那时她觉得纪远航是一个很有孝心的男人。 她本来还生气, 她将她拒之门外, 立刻就原谅她了, 也相信了她不让她进门, 是为她声誉着想的鬼话。 之后乖乖去住了酒店, 还和她说, 等孩子生下来, 一切成了定局, 她就回家请求爸爸原谅。 可那之后, 纪远航再没去看过她, 她连见她一面都成了奢望。 她身上的钱用光了, 被酒店赶了出来, 爸爸那边她又不敢回去, 担心她要拉她去打胎。 她挺着大肚子, 站在酒店门口无助落泪, 林若南就是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她面前。 其实, 那时候她还在读书, 为了孩子, 她退学了, 林若南是她的同学, 但两人并没什么交情。 可她却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向她伸出了援手。 林若南带她住进了她名下的一处别墅, 给她请了保姆, 甚至提前联系好了生产的医院和月子中心。 她有空就会去看她, 还会将学校老师讲的内容, 做好笔记带给她看, 给她讲学校的趣事, 逗她开心。 陪她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 最彷徨, 最伤心的一段时光。 怀孕的时候最敏感, 也最容易胡思乱想。 那时候她与爸爸决裂, 纪远航又对她不闻不问, 她几乎对人生失去了希望, 如果不是林若南, 她或许无法坚强地挺过去。 可谁能想到, 更残忍的还在后面, 纪远航和苏妙童竟然趁着保姆出门去杀害她。 嫂子! 桑浅回神, 看向赵卓, 怎么了? 赵卓指了一下电梯, 你和诚哥先上, 我们坐下一趟。 桑浅这才发现, 大家都让开站在一边, 目光都落在她身上, 她有些不好意思的, 抱歉, 在想是没注意。 有人调侃, 嫂子一直盯着林金行看, 难道你也是她的粉丝? 她明明看的是林金行旁边的林若南好吗? 不过, 有人为她的失态找好了借口, 她乐得顺坡下驴。 桑浅扯纯笑笑, 我确实挺喜欢看林影帝的电影。 林金行文言, 温润笑笑, 能得计太太赏识, 是我的荣幸。 林若南谈谋看向桑浅。 桑浅和她目光交汇, 捕捉到了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嘲弄。 林若南是林金行的女儿, 她喜欢林金行的电影, 林若南应该与有荣烟, 骄傲高兴才对。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眼神? 难道是她看错了? 桑浅想细看, 林若南早已移开了视线, 她想, 趁机和林若南说句话, 但是电梯已经发出滴滴的提示音, 她只好作罢, 推着季承舟进入电梯。 沈明拎着行李箱随后进来, 来到锁住房间, 她将她的行李, 放在梨门口最近的房间, 将季承舟和桑浅的行李放进卧室。 桑浅正在打量房间, 听见季承舟吩咐沈明, 去查一下林金行的女儿住哪个房间。 她威正。 季承舟查这个干什么? 见沈明出去了, 桑浅故作随意地问, 你打听她的房间干什么? 你不是林金行的粉丝。 桑浅僵了一下, 点头。 你是季家大少奶奶, 不宜与林金行私自见面, 见见她的女儿倒是无妨。 你是替我打听的? 你若不想知道, 我想。 桑浅说完觉得自己表现得太过急迫, 忙给自己找步, 不能面见爱斗, 见见爱斗的女儿也是好的。 没多久, 沈明就回来了。 赵卓包下了整个五楼, 除了安排季承舟和黎晋言 住在六楼总统套房, 其他人都安排住在五楼, 林若南在506。 桑浅恨不得立刻去找林若南, 但为了不引起季承舟的怀疑, 她忍住了。 星号星号, 白诗兰将行李给了赵卓, 就去找向山了。 两人寒暄一番后, 向山见白诗兰一直在套近乎, 便主动将话题引到了桑浅身上。 桑小姐虽然生过孩子, 但身材保持得挺好的。 白诗兰语气轻蔑道, 不保持良好的身材, 怎么勾搭男人呢? 网上对于她水性洋花的传言, 果然不假, 可惜了季总, 被这么个骚狐狸缠上了。 我若是能攀上季总, 这样的优质男人, 一定一心一意, 向山你没打断她, 小心隔墙有耳。 白诗兰忙住了嘴, 你刚才在大厅说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前天晚上桑浅在尊典和一个男人私会, 一个有夫之妇竟然不要脸的和男人在走廊拉拉扯扯, 又是抱, 又是亲的, 简直没眼看。 白诗兰眼底都是鄙夷之色。 照片呢? 白诗兰拿出手机, 却没立刻给向山看, 而是说, 当时那个男人发现有人偷拍, 立刻打电话叫人处理, 每几分钟尊典的保安就都上来了, 逼着我闺蜜将照片删除。 尊典什么地方? 一般人可是轻易进不去的, 早就传言, 尊典背后的势里是京都那边的人, 能轻易调遣尊典的保安, 可见这人身份定然不一般。 而且, 这人能住12楼的总统套房, 也足见身份金贵。 我闺蜜怕惹了不该惹的人, 当即当着保安的面, 就乖乖将照片删除了, 删了。 向山嗓音拔高了几分, 透着失望和急切。 白诗兰被她这反应弄得愣了一下。 向山后之后觉自己反应太过, 勾唇笑笑, 我只是觉得有些不可置信, 桑小姐看着不像那样的人。 她哪里不像了, 一副狐媚像, 一看就是离不开男人的见惑。 女人对于比自己漂亮的人, 总是有莫名的敌意。 尤其桑浅还是一个未婚生子的女人, 身世比她差, 却还能嫁入豪门。 虽然赵卓和继承舟称兄道弟, 但那都是高攀, 从这次安排的房间就可以看得出来, 真正有钱有势的人是继承舟和黎晋言。 他们这个圈子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继承舟和黎晋言属于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而赵卓属于活跃在金字塔中层的人。 顶端的人物随便给个项目, 够中层的人吃喝好几年, 说得直白一点, 赵卓其实就是继承舟手下的小弟。 他只能当小弟的情人, 而桑浅却能当名正言顺的继太太, 凭什么?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白诗兰打心底里, 不喜欢桑浅。 向山调整好情绪, 既然照片删了, 你刚在大厅的时候, 为什么说有? 我闺蜜这个人特别爱八卦, 平时有个什么新鲜事, 总是第一个和我分享, 拍了照片, 当即就发给我了, 见形势不对, 提前将发送记录删除了, 所以他们不知道。 白诗兰说着将手机解锁, 进入微信后又不放心地叮嘱, 桑浅勾搭的这个男人肯定非富极贵, 我将照片给你看了, 你可千万别出去说, 免得惹祸上身。 向山点头, 好。 白诗兰这才将手机凑到向山面前, 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地点开给他看, 一边看还一边冷嘲热讽地评价。 我没骗你吧, 桑浅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公众场合, 你瞧他这腿张的, 一副欠稿的剑样, 向山看着照片, 眼底闪着深谙不明的光, 看完后叹息一声, 我其实挺欣赏他的才华的, 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以后和他共事还是小心点, 别和这种人走得太近, 免得他连累你。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便一起去了餐厅。 桑浅来到餐厅没看见林若南, 问了林金行才知道, 说他不舒服, 在房间休息。 吃过饭, 大家说上午都开了车, 先回房休息, 约好三点一起在温泉大厅见面。 回到房间, 桑浅开始收拾行李, 将继承舟的衣服一件一件挂进衣柜里, 收拾好他的东西后, 他看向一旁坐在轮椅上敲电脑的男人, 我睡哪儿? 继承舟头也不抬地说, 随你。 桑浅在厚颜无耻地留下来, 和叔叔伏伏去隔壁睡, 之间纠结了一会儿, 我还是睡隔壁吧, 不然我怕我会忍不住对你产生什么非分之想。 继承舟没说话, 桑浅拎着行李箱朝门口走。 继承舟抬眸看了一眼女人纤细的背影, 又收回视线继续处理工作。 桑浅将自己的行李收拾好后, 想起凌若男不舒服, 有些坐不住, 来的路上, 沈宁开的车, 他睡了一路, 这会儿一点也不困。 犹豫了一会儿, 他来到继承舟房门口, 我睡不着出去走走, 你要去吗? 不去。 他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桑浅心里偷着乐, 面上却似有些失望地说, 那你忙, 我自己随便逛逛。 嗯。 继承舟抬眸看着转瞬消失在门口的女人, 眼底浮上一抹浅薄的笑意。 天天在他跟前装乖, 也不嫌累。 桑浅刚从房间出来, 意外看见了凌若男, 他靠在不远处走廊墙壁上, 低着头在抽烟。 他不是在五楼吗? 怎么在这里? 还有, 他竟然抽烟? 他以前可是一个乖得不行的女孩, 读书那会儿, 连耳洞都不打。 桑浅压下心底的疑惑和心疼, 走到凌若男面前, 凌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凌若男抬头, 一缕清白烟雾, 从他红唇中一出, 看见桑浅, 嘴角勾起一抹审笑, 冷淡清幽吐出一个字, 俗。 桑浅没在意他的评价, 伸手直接拿走了他指尖的女士香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 凌若男正了两秒, 随即语气不耐道, 还我。 说完, 伸手就要夺回自己的烟。 桑浅后退几步, 将香烟摁灭在一旁的烟灰桶上。 凌若男眉头拧紧了几分, 质问的眼神看着桑浅。 桑浅一时也找不到好的理由, 总不能说他关心一个才见过一面的人吧, 想了想, 只好将凌金航搬了出来, 若是让有人拍到你抽烟, 对你爸爸的事业影响不好。 凌若男脸色煞食沉了下来, 眼中没了刚才的懒带和淡漠, 透着冷如冰锥的寒意, 狗男耗子多管闲事。 桑浅从未见过这么有攻击性的凌若男, 以前他很喜欢他爸爸的, 在他面前提起时, 眼中都是崇拜和敬仰。 怎么现在提到他爸爸, 他是这个反应? 桑浅想到, 之前在电梯那里, 他说喜欢凌金航的电影, 凌若男眼中一闪而过的嘲弄, 忍不住问, 你和你爸爸吵架了吗? 与你无关。 凌若男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门牌号, 思虑一瞬, 抬脚朝电梯那边走。 桑浅也随着凌若男的视线看了一眼, 那是黎静岩的房间, 而后追了上去, 你没去餐厅, 应该还没吃午饭, 我陪你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凌若男没搭理他, 不吃饭对胃不好, 你想吃什么, 我请你。 凌若男仍旧不理会, 抬脚进入电梯, 见桑浅也跟了进来, 心底的耐心耗尽, 伸手挡住电梯门, 冷冷道, 出去, 喜欢凌金航就找他去, 你缠着我没用。 桑浅想说他不喜欢凌金航, 跟着他是关心他, 可他没这个立场说这样的话, 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不需要。 凌小姐, 出去。 桑浅看了凌若男一瞬, 点点头, 走出电梯, 回身, 语气真诚道,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真心想教你这个朋友。 回应桑浅的是凌若男淡漠的眼神, 和缓缓关上的电梯。 桑浅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心里闷闷的, 特别难过,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凌若男为什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下午三点, 桑浅推着继承舟来到温泉大厅, 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凌若男的身影, 大家都到了, 唯独缺了他。 他想问一下凌金航凌若男为什么没来。 可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问过了, 现在又问, 显然不合适, 毕竟在大家眼中, 他们才刚认识。 男女温泉池是分开的。 赵卓给带了女人的朋友, 开了情侣温泉池, 继承舟腿脚不便, 赵卓询问过后, 给他开了一个药池, 泡了, 对他腿脚恢复有益。 所以, 桑浅自然没跟着他一起去, 是沈明陪着过去伺候的。 一起来的, 只有象山没有男朋友, 桑浅便和他一起泡一个池子。 桑浅换了泳衣出来, 见象山已经入池了, 他来到池边, 脱了外袍, 缓缓走了下去。 象山看着桑浅玲珑有致的身子, 嘴角挽起一抹羡慕的微笑, 桑小姐身材真好, 一点也不像生过孩子的女人。 过奖了。 虽然象山在娱乐圈很有名气, 但不知道为什么, 桑浅不太喜欢他, 大概他不合他的演员吧。 他找了一处石墩坐下, 闭上眼睛, 开始享受温泉的包裹, 同时也表达了拒绝交流的意思。 正在他被温泉泡得满头大汗, 有些昏昏欲睡的时候, 突然听见象山问, 桑小姐前晚去了尊典会所吗? 桑浅睁开眼睛, 心弦绷紧, 面上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怎么了? 我听白诗兰说他有一个朋友, 前晚在尊典看见你了。 象山神情淡然显示, 一副随意闲聊的样子。 桑浅垂眸看着水面上的波纹, 我要照顾成舟, 晚上一般不出门。 我也是这么和白诗兰说的, 你要照顾济总, 晚上哪有时间出门, 肯定是他朋友看错了。 象山附和, 顿了一下, 他又说, 不过, 他非说是真的, 还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问他, 他又不说, 不知道在卖什么关子。 桑浅礼貌勾了一下唇角, 没说什么, 心里却有些打鼓, 不知道白诗兰的朋友, 是什么时候看见他的。 会所门口, 还是会所大厅, 又或者白诗兰的朋友, 就是宋石井口中所说的那个偷拍者。 我觉得心跳有些快, 就不配桑小姐了。 象山说着, 起身朝岸上走, 进更衣室的时候, 回头看了一眼桑浅,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桑浅想着凌若男的事, 还有刚才象山说的话, 也没了继续泡的闲情意志, 起身上岸了。 他换好衣服, 从女温泉池出来, 见男温泉池入口那边围满了人。 大家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这女人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敢进男温泉池。 这样的女人,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应该是去里面勾搭哪个男人。 太明目张胆了吧。 是风日下啊。 大家或鄙夷或不屑地谈论着。 没一会儿, 安保人员赶到了, 立刻开始疏散人群, 不许围观。 大家想看热闹, 更想看看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 都不愿离开。 保安很强势, 见人不愿离开, 当即拿出手机说要报警。 众人这才纷纷离开。 丧浅出了大厅往酒店那边走, 拨通了继承舟的电话, 我不想泡了, 先回酒店了。 你在哪儿? 男人嗓音低沉, 有着穿透力的吸引。 刚出温泉大厅。 回来? 啊? 回来? 男人又重复了一遍。 丧浅反应过来后, 第一个想到的是继承舟响和他一起泡温泉, 这不太好吧? 你那是药池, 而且你就不担心我看见你吃肩裸膀的样子。 会忍不住对你做点什么? 你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些什么? 自然是你啊。 丧浅现在谎话可谓张口就来。 临若男在这里, 你过来带他回去。 临若男不是没来吗? 怎么会在南温泉池? 等等, 难道他们刚才议论的那个女人是临若男? 我这就来。 丧浅立刻挂了电话, 转身快步进了大厅, 来到南温泉池入口, 被保安拦住了。 小姐这里暂时不能进。 我是继承舟的妻子, 她让我过来的。 请出示一下证件。 什么证件? 证明你是继太太的证件。 丧浅, 谁没事带这些东西在身上?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沈明推着继承舟来了。 保安看见继承舟立刻毕恭毕敬地喊, 继总。 继承舟望着丧浅, 过来。 对不起继太太, 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您, 若是知道, 借我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拦您。 立刻有保安道歉。 丧浅知道他们不过奉命行事, 自然不会和他们计较, 走到继承舟面前, 他人呢? 继承舟视线指了一下里面。 丧浅虽然担心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画面, 毕竟这里是难温泉池, 但他更担心凌若男, 所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毫不犹豫朝里走。 走到里面他才发现,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看来已经被清场了。 无论强势的保安, 还是现在的清场, 短时间内能, 做到这些的人, 应该只有继承舟和离尽严了。 丧浅在一处男士担任温泉池, 找到了凌若男。 他身上裹着白色玉袍, 低头坐在椅子上, 玉袍显然是男士的, 很大, 手都遮住了, 长度到了他脚踝, 显得他身段特别娇小。 他头发凌乱贴在脸上, 发烧正往下躺着水, 顺着他发白的脸颊 流入他修长白皙的脖子里。 离尽严一身浅灰色休闲 装坐在离他不远的躺椅上, 双腿随意交叠, 手里点了根烟, 神情灰暗不明, 见他过来, 起身, 人交给你了。 好。 丧浅走到凌若男面前, 走吧, 我送你回房。 凌若男将坐着, 仿佛一座雕像, 一动不动。 丧浅蹲下身子, 这才发现凌若男在哭, 眼眶腥红, 眼泪大斗似的一颗颗滚落。 仿佛瞬间有人揪住了他的心脏, 他急切问,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凌若男不支声也不动, 只是不停地落泪。 这里只有离尽严, 一定是他。 凌若男不敢得罪他, 所以不敢说。 丧浅豁然起身。 凌若男拉住他, 你去哪儿? 找离尽严算账。 丧浅冷冷道。 凌若男危症, 没想到一个才见过几面的女人会为了他去得罪离尽严。 下一瞬想到, 桑浅对他这么好, 全是因为他是凌金行的女儿。 桑浅只是爱屋即屋。 凌若男突然笑了。 眼泪还在流着, 嘴角却嘲讽地勾了起来, 脑残粉。 桑浅张了张嘴想解释, 却发现无话可说, 沉默了几秒才说,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你在这里等我。 说完转身快步朝外走。 凌若男朝那抹被引到, 我想勾引他, 被他拒绝了, 你打算怎么找他算账? 桑浅身子猛然僵住, 只听他又说, 中午你不是看见我在六楼吗? 我就是去勾引他的, 只是被你撞见了, 我便暂时放弃了。 桑浅漠然转身, 你不是这样的人。 凌若男目光闪了一下, 随即起身, 双手懒洋洋插在睡袍口袋里, 脸上弥漫着淡淡的厌倦感。 我就是这样的人, 无耻, 下见, 看见有钱有势的男人, 就想往上扑, 啪。 桑浅几步, 走到凌若男面前, 打了他一耳光, 打完才惊觉自己做了什么, 忙又道歉, 对不起。 凌若男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将打偏过去的脸撞回去, 用舌尖抵了抵后牙槽, 无所谓的, 没关系, 我抗揍。 桑浅看见这样的凌若男, 心疼极了, 伸手紧紧抱住他。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凌若男眼底浮现暖意, 但很快又被他压制了下去, 这是属于凌晶行的, 他才不要。 他推开桑浅, 面无表情朝外走。 桑浅跟在凌若男身后, 看着他进了506, 才回自己房间。 进门建计成舟坐在客厅巨大的落地窗前, 他即便坐在轮椅上, 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金柜和强大气场, 也不容忽视。 他回头看了他一眼, 送回房间了。 嗯。 桑浅走过去, 站在轮椅后, 视线也如他一般看着前面。 酒店临海而见, 视线里是一望无银的海面, 此时太阳逐渐西沉, 阳光似给海面笼上了一层金光, 沙滩上是五颜六色的遮阳扇和躺椅, 海浪里有游轮, 有汽艇, 也有一掠而过的冲浪者。 风景很美, 可桑浅却无心观赏,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他没告诉你。 告诉了, 可桑浅不信, 凌若男绝不是一个自清自荐的女孩, 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和你一样, 想把王应上弓。 桑浅, 季承舟从轮椅里起身, 挺拔身子站在桑浅面前, 深邃视线看着她, 但她没有你幸运, 失败了。 她站起来, 高她大半个头, 将她整个笼罩在她的身影里, 压迫感十足。 桑浅有些不敢看她的眼睛, 热着脸别开视线, 黎静岩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大概是物以类聚。 她觉得黎静岩和季承舟一样, 深不可测, 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男人。 在南温泉池, 她还能安静抽烟, 她半点看不出她的情绪。 我不是黎静岩。 桑浅被她的话噎了一下, 讨好的视线望着她。 你和她关系很好吧? 嗯, 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差不多。 那, 想让我帮你询问她的态度? 季承舟截下她的话。 桑浅忙点头, 可以吗? 季承舟微微俯身, 平视桑浅的眼睛, 平什么? 男人气息突然靠近, 桑浅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季承舟眉心微促, 缓缓站直身子, 躲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 不是, 你离我太近, 我心跳有点不受控制。 桑浅这回说的是实话, 闻着她身上独特的男性气息, 她心跳瞬间失常了。 季承舟现在已经分不清, 她哪句是真话, 哪句是假话, 但不论真假, 这样的话, 她爱听。 不过, 面上却一派沉静, 不知收敛。 留下这句话, 她抬脚去了书房。 桑浅看着男人淡漠的背影, 没有追上去的勇气。 她一句, 凭什么就让她无言以对? 是啊, 她凭什么让她帮她? 凭她对她霸王硬上功吗? 桑浅回到房间, 将自己埋进被子里。 回同城后, 她其实想过, 以桑浅的身份重新去认识凌若男, 但最后又放弃了。 她是回来复仇的, 不想将凌若男眷进来。 她以为凌若男过得很好, 没想到她会变成这样, 不仅性格变得冷漠孤僻, 还抽烟, 自轻自荐。 和以前完全判若两人。 她一定要查出, 到底是什么事, 让凌若男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 桑浅坐了起来, 给文蓝发了一条信息, 文姐, 帮我查一下凌若男近五年的情况。 那边很快会说好。 放下手机, 她又倒回了床上。 凌若男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可以慢慢查,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黎静岩对这件事的态度。 凌若男和黎静岩的情况, 与她合计成舟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她和继承舟是夫妻, 即便她霸了她, 也是合法的。 可凌若男和黎静岩连男女朋友都不是, 墙上, 对于黎静岩那样身份的男人来说是侮辱, 传出去很丢人。 不然, 他们也不会清场, 还让保安疏散人群, 不许靠近。 这件事只怕不好善了。 她和黎静岩没什么交情, 她喊她一声嫂子, 也全是看在继承舟的面子上。 要想帮凌若男, 还得靠继承舟。 可继承舟明显不愿帮忙。 怎么办? 桑浅头都快想破了, 也没想到比讨好她更好的办法。 六点半的时候, 赵卓打来电话, 说烧烤派对已经准备好了, 让他们一步去海滩东边草坪。 出门的时候, 桑浅走到继承舟身后, 抢走了沈明的活, 我来推吧。 沈明看了一眼轮椅上的继承舟, 见她没反对, 便没说什么。 草坪上装了许多彩灯和霓红灯, 生日快乐四个字到处闪闪发亮, 现场氛围感很足。 还有两个很大的探讨架子, 长方形餐桌, 一常溜, 桌上摆了不少甜点, 饮料和酒, 还有一个三层的大蛋糕。 桑浅推着继承舟过去的时候, 大伙围着长桌在说着什么, 欢声笑语, 很是热闹。 赵卓见继承舟来了, 立刻过去招呼, 诚哥, 嫂子你们来得正好, 我们正准备和各自的女朋友喝交杯酒, 你们也来参加吧。 桑浅这才发现, 大家手里都端着酒杯, 还都是一对一对地站在一起, 凌若男和凌金行都没来。 黎静言倒是来了, 不过他站在帐篷那头打电话, 这里只有诚哥和嫂子 是领了正结了婚的合法夫妻, 交杯酒也只有他俩才适合喝。 有人说, 立刻有人附和, 是啊, 那我们就别凑热闹了, 让诚哥和嫂子单独喝交杯酒, 诚哥结婚时, 还没醒, 这算是弥补之前的遗憾了。 交杯酒, 交杯酒, 口哨声, 起哄声在夜色中弥漫。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喝交杯酒, 桑浅想想, 就觉得很难为情, 但他若拒绝, 继承舟肯定会没面子。 这种事只能让继承舟拒绝, 依他的性子, 他肯定也不会同意。 这样想着, 桑浅走到继承舟面前, 洋装一脸期待地问, 喝吗? 挤承舟望着面前模样乖巧的女人, 喝! 喝! 桑浅一脸意外。 挤承舟没稍微挑, 怎么, 你不愿意? 愿意, 我当然愿意。 桑浅表现得一脸受宠若惊, 我只是太高兴了。 立刻有人端了两杯香槟过来。 桑浅端着酒杯, 看着轮椅上气质金贵的男人, 只觉得, 他真的让人捉摸不透, 怎么就同意了呢? 交杯酒交杯酒, 启哄声又响了起来。 桑浅弯腰, 俯身, 伸手去勾继承舟的手臂。 他突然将酒杯换了一个手, 让他勾了个空, 他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女人今晚穿了一条V字领长裙, 因为俯身的动作, 胸口有些走光, 继承舟这个角度, 正好能看见他胸前白皙性感的勾壑。 若隐若现的, 最是勾忍。 侯杰微滚。 他一开视线, 蹲下。 桑浅听话在他脚边蹲下, 但因为穿着高跟鞋, 草坪有些不平, 蹲下去的时候身子歪了一下, 他下意识伸手抓住男人的大腿。 继承舟身子猛然僵住, 只觉得有一股酥麻感, 从大腿直窜小腹。 桑浅蹲下后发现, 他比继承舟矮了一截, 扎他大腿的手改为撑在他腿上, 支起身子, 伸手勾住他的手臂。 凑过去准备喝酒的时候, 见他并没动作, 疑惑看他, 撞见他深邃漆黑的眼眸里。 他的眼睛仿佛一个会吸人的黑色漩涡, 桑浅感觉自己, 下一秒就会被勾进去, 然后死无葬身之地。 他慌忙一开视线, 你怎么不喝? 女人闪躲的目光, 飞红的脸颊, 完全是小女儿娇羞的反应, 这样单纯的模样, 与他平时动不动就调戏他, 完全不一样。 突然想起, 他对他霸王硬上弓那碗, 解他衬衣扣子时, 抖个不停的手。 早就知道他不过是一只直老虎, 却没想到他脸皮这么薄。 撩得他躁动不安, 他却心如止水, 怎么行? 继承舟握住他撑在他大腿上的手, 轻轻一拉。 桑浅只觉得自己一轻, 下一瞬人坐落在继承舟腿上, 他惊得眼睛都瞪圆了。 你, 喝酒。 继承舟勾着他的手, 将酒送到唇边。 桑浅心如肋骨, 在众目睽睽之下, 坐在继承舟腿上, 红着脸喝下了那杯浇杯酒。 现场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还有人喊, 成歌霸气。 接吻。 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 大家立刻起哄附和, 接吻, 接吻, 桑浅感觉自己像放在火上炙烤似的, 浑身火烧火燎的热, 没握杯子的那只手下一时攥紧了继承舟腰间的衬衣不了。 继承舟感受到了桑浅的紧张, 还有压制在眼底的慌乱, 不忍在逗他, 抬眸看向大家, 烧烤都烤好了。 众人也是看继承舟兴致不错, 不仅配合喝浇杯酒, 还当众将人抱在腿上, 所以, 胆子大了点。 都是吃喝玩乐的公子哥, 最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哄, 什么时候不该开玩笑。 这会儿老大发话, 他们瞬间明白该适可而止了, 立刻做鸟兽散。 桑浅赶忙从继承舟身上下来, 垂着眼帘, 不敢看他眼睛,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烤。 继承舟目光落在他红透了的耳朵上, 深邃眼底有笑意缓缓铺沉, 随便。 我给你烤些素的吧。 桑浅说完这句, 讨厌似的跑了。 黎静岩从夜色中走了过来, 推着继承舟的轮椅朝一旁安静的地方走去, 你对他上心了。 继承舟望着远处沉沉夜色, 眼底的笑一点点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淡漠和沉静, 逗他玩玩而已。 修杰说你可以碰他, 难得遇见一个可以的, 不妨试试。 继承舟眼底浮现一抹不屑, 感情这东西, 我信不过。 黎静岩知道, 继承舟父母的感情给他留下了阴影, 他不愿碰, 他理解, 可是, 不一定非要有感情, 你身体若是对他有反应, 当个床伴也行。 继承舟醋眉, 语气反感, 你应该知道我最讨厌什么。 最讨厌不负责任在外面乱来的人。 黎静岩笑了下, 又不是让你包养他, 他不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吗? 你们在一起, 是合法的。 顿了一下, 他又说, 你愿意主动亲近他, 说明他能让你身体愉悦, 既合法, 又开心, 没道理委屈自己。 继承舟沉默一顺, 你拒绝他, 是因为他不能让你开心。 黎静岩知道, 继承舟口中的他是指灵若男, 我是那种来者不惧的人。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黎静岩眼中浮现下午那一幕。 他正泡着温泉, 突然听见响动, 缓缓睁开眼睛, 见灵若男站在池边。 他二话不说, 开始脱衣服。 他懒洋洋看着他, 没阻止。 拖得只剩内衣的时候, 他停住了, 明明身子颤抖不止, 手指也因为钻得太紧, 骨节发白, 却还大着胆子问他, 满意吗? 他在娱乐圈近染多年, 见得最多的就是女人, 像他这种上杆子网上贴的, 也不在少数, 但眼神像他那般清澈的, 却不多见。 贴他的女人, 无意不是攀附他的权势, 要不想从他身上得到钱, 要不就是想得到资源, 当然了, 还有贪图他的美色的。 可面前这个姑娘, 这三者都不是。 他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接近他, 所以没说话, 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似乎有些意外, 他会沉默, 愣了一瞬, 之后拳头钻得更紧了, 然后他就下了水池, 走到他面前。 他看见他起伏不定的胸口, 红得快要低斜的脸颊, 以及快要将他淹没的羞耻感。 他以为他定然会退缩。 没想到他突然抱住他, 唇就凑了上来, 唇凑上来的瞬间, 他闭上了眼睛, 眼角有泪滚落下来。 猛然从回忆中抽回心神, 黎静言点了根烟, 抽了几口才开枪, 事情不宜闹大, 不能因为这件事, 毁了他父亲。 顿了一下, 他又加了一句, 他还年轻, 也不能毁了。 继承舟知道他, 这是不打算追究了。 想起下午的事, 黎静言又道, 下午多亏了你及时封锁消息和清场, 谢了。 不全是为了你。 黎静言震了一下, 当事人只有他和林若南, 不全是为了他, 那就是为了林若南, 眉头微醋, 你看上他了。 继承舟携了黎静言一眼。 黎静言反应过来, 已婚还惦记外面的女人, 这种事在继承舟这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失言了。 突然想起什么, 嫂子是林金行的粉丝, 所以你是为了嫂子。 煎烧烤炉这边, 有人见桑浅过来, 忙讨好道, 季太太想吃什么, 我给你烤。 谢谢。 桑浅笑笑, 我自己来就行了。 这里烟味挺重的, 你抱上菜鸣就行了, 一会儿烤好了, 我给你送过去。 桑浅知道, 他之所以讨好他, 全是因为他是继承舟的妻子, 上次他就看出来了, 那些公子哥几乎都是以继承舟和黎静言马首是瞻。 不过, 他考考串是为了讨好继承舟, 自然不会假手他人, 不然太没诚意, 真的不用, 谢谢。 别上杆子, 网上凑八戒人家了, 人家可是继太太, 瞧不上咱们。 白诗兰冷嘲热讽道, 赵文脸色微白, 有种被人戳穿心思的尴尬和窘迫, 那, 那您自己考吧。 我想考些素食, 麻烦你帮我挑一些。 桑浅礼貌开口, 赵文脸色瞬间缓和过来, 有笑意在嘴角绽放, 好, 我这就去挑。 走之前, 醋眉扫了白诗兰一眼, 显然不高兴, 他刚才说的那句话。 白诗兰轻吃了一声, 继续考自己的东西。 很快赵文就端着一大盘素菜过来了,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素菜, 我就一样挑了一些。 谢谢。 不客气, 都是朋友吗? 白诗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别自作多情了, 人家拿你当朋友了吗? 赵文其实也就随口一说, 听白诗兰这样说, 瞬间觉得是自己高攀了, 有些局促地看向桑浅, 我没有别的意思, 本来就是朋友啊。 桑浅微笑着打断他, 然后下巴微抬指了一下烧烤架上他烤的鸡翅, 该翻面了。 赵文立刻笑了, 好, 将鸡翅翻面后, 转头看向白诗兰, 试试你今天来大姨妈了吗? 白诗兰几次被桑浅搏了面子, 心里正气着呢, 没好气到, 你才来大姨妈了。 没来啊, 那怎么脾气这么冲? 你, 白诗兰咬咬牙忍住了, 今天是赵卓的生日, 来者是客, 他若是闹得太难看, 赵卓肯定会生气。 赵文没在搭理白诗兰, 开始和桑浅闲聊, 摇到刚才纪承舟和桑浅喝浇杯酒上, 赵文一脸羡慕地说, 纪总真宠你, 我男人若是这么宠我, 我就知足了。 桑浅内心呵呵搭, 这就是宠了。 赵文见桑浅人挺随和的, 凑过去小声说, 你平时是怎么讨好纪总的呀, 教我几招可以吗? 在他眼中, 桑浅带的孩子嫁给纪承舟是绝对的高攀, 倒没有瞧不起桑浅的意思, 反倒很佩服他, 在自身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还能抓住男人的心。 不像他, 他能看得出来, 他家那位对他不过弯弯罢了, 所以想向桑浅取取经。 桑浅看得出来, 赵文眼里并没任何嘲讽的意味, 反而一脸真诚, 不禁有些想笑, 说实话我也想讨好他来着, 却无从下手, 这不就过来给他考考串了? 过来才知道, 这里都是女人, 显然她们都是在讨好自己的男人, 才发现他这招有多俗。 真的? 嗯。 赵文又往桑浅那边凑了凑, 想和他互相探讨, 深入交流, 要说讨男人欢心, 其实就一个宗旨。 什么宗旨? 桑浅虚心求教, 投其所好。 桑浅瞬间想到了, 之前宋念双和他说的, 季承舟喜欢吃草莓蛋糕, 可这个, 他哪里再敢去做? 他草莓蛋糕一端上去, 季承舟肯定想起牛奶过米那事, 到时候, 只怕讨好不成, 反而会惹怒他。 可除了他这个爱好, 他真的不知季承舟还喜欢什么。 他平时完全一副清心寡欲, 无欲无求的样子。 赵文看桑浅一脸困惑的样子, 压了压嗓子, 又说, 其实男人都好色。 啊? 就是, 赵文两手食指互相对了对, 只要你让他舒服了, 还不是, 想要什么有什么? 桑浅愣了愣, 想要什么有什么? 不过, 宫身只是下策。 赵文叹息一声, 宫心才是上策, 可惜, 我宫不下。 桑浅才不管什么上策下策, 他又不要继承舟的心, 他只要继承舟答应, 帮他解决凌若男的事就行。 不过宫身, 难道又要他 爬继承舟的床。 两人又聊了会儿, 桑浅见考的东西差不多了, 找了一下继承舟, 见他和黎静岩在草坪那头说话, 将考串分两个小托盘装着, 朝他们走去。 黎静岩见桑浅过来, 看着继承舟笑道,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桑浅莫名, 你们刚在说我吗? 继承舟并没回答他的问题, 考好了。 嗯。 桑浅递一个托盘给继承舟, 之后将另一个托盘递给黎静岩, 尝一下,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谢谢。 黎静岩接过, 见继承舟一直望着他, 想起了上次不让握手的事, 明白了什么, 将托盘又还给桑浅, 我吃荤, 不吃素。 那我去给你考几串昏的。 不用了, 你照顾承舟, 我自己来就行。 黎静岩意味深长, 扫了继承舟一眼, 然后抬脚走了。 桑浅看着黎静岩的背影一脸惋惜, 想趁机套一下近乎来着, 怎么不给机会呢? 考交了。 继承舟嫌弃的话传来, 桑浅收回视线看向继承舟, 哪串? 我重新给你考。 继承舟挑挑剑剑看了半天, 最后挑出一串, 而后将剩下的都递给桑浅。 桑浅对自己的厨艺还是很自豪的, 没想到只有一串符合继承舟的标准, 这个男人也太挑了。 这些没教啊。 桑浅一串一串, 仔细看了看, 色泽不鲜艳, 影响食欲。 谁考出来的东西还能色泽鲜艳的? 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不过,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让他有求于他呢? 桑浅微笑着说, 我重新去考。 推我过去。 好。 桑浅将几成舟推到长桌旁, 又去考考串了。 白诗兰趁机端着一盘子考好的东西, 走到几成舟面前, 诚哥, 这是我考的, 你尝尝。 说话间, 弯腰将盘子里的东西一点点摆在他面前。 他今晚穿的一套紧身包臀裙, 弯腰的时候, 臀挺翘, 胸呼之欲出。 他对自己的身材还是很自信的, 赵卓之所以喜欢他, 就是被他的身材吸引的。 之前传闻继承舟不尽女色, 刚才他当着大家的面都能抱桑浅那个贱人, 看来传言是假的。 他虽然脸淡不如桑浅那个狐狸精漂亮, 但他自信, 身材远胜他, 男人没有不喜欢胸大臀翘的, 而他这两样最出挑。 如果能趁机攀上继承舟, 还要赵卓干什么? 他又将身子往继承舟那边靠近几分。 KW继承舟虽然不碰女人, 但不代表他不了解女人, 无意地走光, 还是刻意地勾引, 他一眼就能分辨。 拿走! 白诗兰动作顿了一下, 随即娇声说, 人家考了很久的, 手都被邮件到了, 诚哥尝一尝吗? 说着, 还将白皙的手递到他眼前, 手背上确实有几个小红点。 继承舟抬眸, 意味不明的视线落在白诗兰面上, 勾引我。 白诗兰没想到继承舟这么直接, 神色微正, 随即做贼般看了一眼四周, 大家各自谈笑风生, 似乎没人注意这边。 否认, 还是抓住这个机会。 他只犹豫了一秒, 立刻选择了后者。 媚眼如丝看着继承舟, 压低声音交声问, 吉总喜欢吗? 我从不碰朋友的女人。 白诗兰以为继承舟看上他了, 只是碍于他是赵卓的女朋友, 忙到, 我可以和他分手, 只要诚哥喜欢, 我愿意一心一意跟着你。 我结婚了。 没关系, 我可以做你外面的女人, 我保证绝不争风吃醋, 不给你添任何麻烦, 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 继承舟身子微微厚仰, 看向不远处正与人说话的男人, 赵卓。 白诗兰见继承舟喊赵卓, 吓得立刻站直了身子, 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不过, 想着刚才继承舟的那些话, 他马上又镇定下来, 身子朝继承舟那边挪了挪, 小声说, 诚哥, 当着大家的面, 挑明不太好吧。 其实, 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话。 就知道, 继承舟不会多喜欢桑浅, 不然也不会当着桑浅的面, 宣布他的存在。 果然富贵险中求, 看来今晚他这步骑走对了。 赵卓听见继承舟喊他, 立刻走了过来, 诚哥, 你最近眼光不太行。 赵卓以为他生意上的投资出了问题, 忙道, 请诚哥指点。 继承舟视线微瞥, 扫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女人, 这种女人以后别带出来, 丢人现眼。 白诗兰满心激动地等着继承舟霸气地和赵卓说, 这个女人我看上了。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句话。 他脸色煞湿一片惨白, 慌张之下抓住继承舟的衣袖, 诚哥, 还不把他的脏手拿开。 继承舟冷领事, 陷望着满脸震惊的赵卓。 赵卓回过神来, 走过去扯开白诗兰的手臂, 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贱人。 白诗兰再傻也明白过来继承舟再耍他, 他不想丢了西瓜, 连芝麻也丢了, 忙抓住赵卓的手说, 阿卓你别误会, 我知道诚哥是贵客, 只是想替你好好招待他。 愿意做我外面的女人也算招待。 白诗兰本就苍白的脸, 瞬间血色进退, 白如脖纸, 身子也晃荡了一下。 他没想到继承舟如此绝情, 不给他留一丝退路。 黎静言摇摇头, 抿了一口杯子里的红酒, 有男朋友还去勾搭别的男人。 这是继承舟生平最痛恨的事, 他在自寻死路。 赵卓嫌恶般甩开白诗兰, 滚。 白诗兰踉跛着摔到地上, 他顾不得身上传来的疼痛, 跪着走到赵卓面前, 哭着说, 阿卓我错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别因为我扫了大家的心, 有什么事, 我们回头再说好吗? 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忍受被人戴绿帽子, 尤其他竟然还敢去勾引记成舟, 他这不是想断了赵家的财路吗?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再次甩开白诗兰, 拿出手机拨通了度假区服务台的电话, 海滩东边草坪有人闹事, 你们立刻安排两个保安过来, 将人拖走。 很快保安就来了, 将哭哭啼啼的白诗兰拖走了。 赵卓自罚三杯, 给继承舟道歉。 继承舟朝沈明使了个眼神。 沈明立刻将一份文件递给赵卓, 这是大少爷给你准备的礼物。 赵卓看了一眼文件, 是他一直想要却搞不到的一块地皮的转让协议。 若是平时他肯定高高兴兴地收下, 今晚闹出这事, 他哪里还敢要这么贵重的礼物? 诚哥, 太贵重了, 我受之有愧。 你是你, 他是他, 收下。 言外之意, 白诗兰的事, 他不会责怪他。 赵卓见继承舟坚持, 不敢再违逆他的意思, 忐忑收下, 谢谢诚哥。 我回去换身衣服。 赵卓自然知道, 他为什么要换衣服, 因为刚才白诗兰抓了他的衣袖, 忙道, 我立刻让人送一套您尺码的衣服去酒店。 继承舟知道他心里愧疚, 便没拒绝, 嗯。 桑浅推着继承舟朝酒店走, 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的事, 难怪白诗兰对他敌意那么明显, 原来是惦记继承舟, 将他当成情敌了。 这样看来, 白诗兰对赵卓并不是真心的, 而是想借他攀附更有权势的男人。 他能做出这样的事, 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 也算他就由自取。 不过和白诗兰相比, 他好像也好不到哪儿去。 不同的是, 他接近继承舟, 不是为了他的权势, 而是想借记家大少奶奶的身份进入记家, 趁机扳倒记远航。 白诗兰的目的是为了攀附权贵, 可记承舟竟然当众揭穿他, 这样他以后肯定再也无法在这个圈子里立足, 算是前途尽毁了。 摧毁一个人的梦想, 并不比杀了一个人仁慈, 这招真的又狠又绝。 如果让记承舟知道他的真实目的, 只怕他的下场会比白诗兰更惨。 记承舟的苏醒却在他的计划之外。 不过, 他既然已经开始了复仇, 就没想过能全身而退, 即便最后的结果是玉石俱焚, 他也绝不后悔。 倒是有一点, 让他有了一丝犹豫。 本来和赵文一番聊天后, 他还想着, 今晚色又记承舟, 反正已经睡过一次了, 不在乎再多睡一次, 为了难难。 直。 可看记承舟对白诗兰的处置方式, 他有点想打退堂鼓。 刚才他虽然在那边烤串, 不知道白诗兰对记承舟做了什么, 但这么多人在, 想来白诗兰也不敢做什么出格的事, 应该只是一些言语上的勾引。 可他是要真枪真刀的上, 白诗兰和他相比,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不对, 是完全没有可比性。 记承舟已经被白诗兰惹恼了, 他在网上扑, 算不算火上浇油? 会不会是飞蛾扑火? 胡思乱想间, 桑浅推着记承舟进了酒店, 刚到电梯前, 电梯门开了, 凌若男从电梯里出来。 直面相见, 桑浅清楚看见凌若男半边脸又红又肿, 明显被人打了。 凌若男立刻低下头, 快步朝外走。 桑浅拉住他, 谁打你了? 没谁。 凌若男想要甩开桑浅的手, 可他抓得太紧, 甩不开。 脸都肿成这样了, 你当我眼瞎吗? 凌若男受伤桑浅心疼, 可凌若男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他, 他便忍不住地生气。 虽然知道他不应该生气, 因为在凌若男眼里, 他只是一个才见过几面的陌生人, 可他就是控住不住自己的情绪。 凌若男危症, 为桑浅这突如其来的怒意。 这时凌金航从另一个电梯里出来, 看见继承舟眼中划过一抹惊讶, 匆忙点头打了招呼, 快步走到凌若男身旁, 南南, 对不起, 爸爸不该动手打你。 凌若男冷吃一声, 趁着桑浅看凌金航的功夫, 甩开了他的手, 快步朝酒店门口走。 你怎么能对他下那么重的手? 桑浅促眉看着凌金航, 语气质问。 他实在太不听话了, 下午做出那样的事来, 我让他去向李总道歉, 他死活不去, 我一气之下就, 凌金航又气又无奈, 是我下手重了, 我不放心喃喃, 我去看看他。 桑浅哪里还有立场说什么, 下午出了那样的事, 作为父亲生气理所当然, 你快去吧。 凌金航快步追了出去。 桑浅直到凌金航的身影 消失在门口才收回视线, 一转头, 见继承舟正一脸探究地看着他。 刚才, 他对凌若男的关心 是不是表现得有些太过了? 于是, 他及时为自己找步, 我偶像真帅, 不过他女儿好像有点调皮, 我替他着急。 继承舟没说什么, 转头看向沈明, 走吧。 沈明推着继承舟进入电梯, 桑浅随后跟了进去。 回到住处, 继承舟进了卧室。 桑浅也回了自己房间。 没多久门铃响了, 沈明开门, 是服务员, 你好, 这是赵先生让我们送过来的衣服。 谢谢。 沈明接过衣服, 准备去送给继承舟, 走到卧室门口又顿主, 想了想, 敲响了隔壁桑浅的房门。 这是赵卓送过来的衣服, 你给大少爷送过去吧。 对于色诱继承舟这个想法, 本来桑浅还有些犹豫的, 刚才看见林若南后,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林金航是林若南的爸爸, 都气得打了林若南, 黎静岩作为当事人, 只怕更生气。 虽然今晚在烧烤派对上, 黎静岩看着似乎并没生气, 但他这种身份的人, 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隐藏自己的情绪, 让人无法辨别他的喜怒。 只不定心理盘算着, 派对结束后怎么收拾林若南呢? 他和林若南的事今晚必须解决。 回到房间后, 他一直在想一会儿该找个什么借口, 去继承舟的房间, 没想到机会这就找上门来了。 好, 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 桑浅接过衣服放在床上, 他没有急着去继承舟房间, 刚才他讨了烤串, 身上一股油烟味, 继承舟有洁癖, 他得先洗个澡。 洗头, 洗澡, 吹头发, 一切搞定, 桑浅才拿着衣服去敲了继承舟的房门。 门开, 继承舟一身白色玉袍出现在门口, 头发微潮, 身上散发着一股干净清烈的沐浴露的味道, 显然他也刚洗过澡。 赵卓吩咐夫人给你送来的衣服。 继承舟伸手去接。 桑浅避开了, 我给你挂起来。 说完也不管他同不同意, 绕过他, 直接进了屋。 来到衣橱前, 将衣服挂好, 他回头见继承舟还站在门口。 这是在赶他走? 他假装看不懂他的意图, 你怎么站在门口? 继承舟看了桑浅一瞬, 关上门, 进了屋, 有事? 桑浅在床檐坐下, 双手厚称, 双腿交叠, 睡袍分开, 露出两条又白又细的腿, 睡袍恰到好处地遮在大腿处, 不走光, 却很扬眼, 要露不露, 随意又撩人的姿势。 没事就不能进你房间吗? 继承舟视线在桑浅白的黄眼的腿上扫了一眼后, 伸了一层的眸色落在他脸上, 孤男寡女不合适。 我们是夫妻, 有什么不合适的? 桑浅见继承舟只是看着他, 并没有任何动作, 知道他清心寡欲, 这点招数勾引不了他。 索性从床上起来, 走到他面前, 伸手拉住他睡袍腰带一脚, 手指轻轻缠绕, 你说我们这算不算穿情侣装? 继承舟视线微垂, 目光里女人的手指迎白纤细, 格外好看, 酒店所有人一起穿情侣装。 桑浅, 这个男人也太不解风情了吧, 看不出来他在勾引他。 看来他还是太委婉了。 桑浅拉住他的腰带轻轻一扯, 散了, 睡袍微微敞开, 露出男人壁垒分明的胸膛, 没有一丝坠肉的小腹, 藏青色内裤, 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看够了吗? 男人低沉的嗓音, 从头顶飘了下来。 桑浅抬头对上他的视线, 看不够, 太好看了, 我能摸吗? 继承舟拧眉, 出去。 桑浅摇头, 往前两步, 手伸进他的睡袍, 直接抱住他紧窄的腰。 手还不老实地, 在他后腰紧致的肌肉上摸。 女人突然靠近, 还直接上手, 清淡迷人的体香, 柔软光滑的手指, 嗅觉, 触觉上的双重刺激, 让继承舟身体里沉寂的火苗瞬间复苏, 以燎原之势蔓延全身。 他握住桑浅的双肩, 却没推开它, 只是眸光暗灼地凝着它, 勾引我。 这是他今晚第二次说这句话。 语气却完全不一样。 桑浅迎上男人深邃的视线, 对,勾引你。 继承舟暗住在他腰上乱摸的手, 明知道他是为了什么, 却还是问,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喜欢了。 得到意料之中的谎话, 他眼底浮现一缕薄笑, 上次的惩罚忘了。 桑浅想起, 上次他对他霸王硬上弓, 他身体恢复力气后, 狠狠折腾他的画面, 身子忍不住颤了颤。 看来想起来了。 桑浅咽了一下喉管, 虽然当时战况惨烈, 但事后回想起来还挺带劲的, 回味无穷。 这个女人真是什么都敢说。 继承舟伸手捏住桑浅的下颌, 将他的嘴挤得嘟了起来, 你这张嘴池早害了你。 桑浅不怕死地伸出舌头, 在继承舟手指上舔了一下。 继承舟头皮一麻, 眸色煞时按了一个肚, 抬起他的下巴, 低头稳住他的唇, 一番肆意地碾压和掠夺后, 他放开它, 再给你一次回头的机会, 现在出去, 今晚的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 桑浅被他吻得脸颊飞红, 气喘吁吁, 艳艳的目光扫了一眼既成舟轮廓骨囊的内裤, 之后落在他面上, 主动送上门都不要, 你是不是男人? 没有哪个男人能经得住这样鸡, 即便知道他是故意的。 这是你自找的。 继承舟大手, 穿进桑浅后脑勺发间, 将人捞过来, 扶手, 再次吻上那抹心香柔软的唇。 桑浅正了一下, 仰头迎合他的吻。 气氛浓烈, 激情高涨。 睡袍, 女人的胸衣, 男人的内裤, 蜿蜒散落一地。 不知什么时候, 桑浅被男人抱到了床上, 男人伟岸身躯压了上来, 在他叙事待发的时候, 他撑住他的胸膛, 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济承舟被人阻止, 眉心下意识猝了起来, 说, 凌若男的事, 你能不能和黎静言说说, 让他放过他。 济承舟一开始就知道, 他是为什么而来, 可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提着查, 他情绪有点失控, 我若不答应呢? 不答应就给我滚下去, 还能让你白睡不成。 这话桑浅只敢在心里过一遍, 若他真这么说了, 他肯定生气, 而且, 他喜欢他这个人设, 也将毁了。 他还想让他帮他对付济远航, 自然不能现在翻车。 不答应就不答应呗, 我还能怎么办? 只是, 凌金行是我偶像, 我真的不希望他女儿出事, 你若能帮我这个忙, 我一定打心底里感激你。 虽然不知道, 他为什么对凌若男这么好, 但听见他一再拿凌金行做幌子, 他心里有些不得尽。 继承舟拿开, 桑浅撑在他胸口的手, 猝不及防挺身, 力道极为霸道, 这个时候, 在我面前提别的男人, 嗯? 桑浅被他撞得, 差点灵魂出窍, 不, 不敢了, 继承舟又狠狠撞了一下, 偶像很帅。 桑浅有点想哭, 怎么还翻旧账呢? 你最帅。 继承舟样着情欲光泽的眼里, 有丝丝缕笑意缓缓浮现, 没出息的东西, 这点都受不了, 还敢勾引他。 桑浅发现, 一旦这个男人主动, 他便完全丧失了选择权, 他像一个不偶般被他翻过来, 覆过去地折腾, 完全被他牵着鼻子走, 晕晕乎乎地找不着北, 一会儿栖息云端, 一会儿沉溺深海, 刺激猛烈, 沉浮又沉沦。 无论他目的如何, 但他不得不承认, 继承舟在床上这一块, 真的很强悍, 他不仅感受到了猛烈, 也获得了快感。 可他不会忘记, 他还有求于他, 在他兴致高涨的时候, 他搂着他的脖子, 娇声殃求他, 你帮帮林若南好不好? 他不让他提男人的名字, 那他就不提灵金行和黎晋言, 他提林若南总行吧。 这种时候, 你还有精力想别人, 看来是我的表现, 没让你满意。 一番更猛烈的进攻, 如浪潮般朝他扑来。 桑浅被快感淹没之际, 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不能提男人, 怎么连女人也不能提。 这个男人未免太霸道了些。 之后桑浅再也不敢提这茶, 觉得赵文说的话不靠谱, 什么只要男人舒服了, 就要什么有什么? 在继承舟这里压根不好使。 半宿欢愉, 桑浅几乎丢了半条命, 他看见男人起身去了卫浴间, 心想他怎么还有力气去洗澡, 体力可真好。 他也是有些身体底子的, 这会儿却像被人抽干了空气的气球, 完全没了精气神, 只想就这样睡到天荒地老。 继承舟洗好澡出来, 见桑浅已经睡着了。 灯光打在他瓷白精致的脸上, 在眼睫下方投下一道重重的阴影, 空调被随意搭在身上, 露出银白的双肩和漂亮的锁骨。 胸前雪白肌肤上一片片红痕, 灼热了他的眼。 他抿了抿唇, 压下身体里的躁动, 俯身,捏了捏他的嘴, 醒醒。 桑浅困得不行, 努力将眼睛撑开一条缝, 狭小的缝隙里是男人棱角分明的脸, 煞时明白他现在哪里, 人清醒了几分, 怎么了? 洗澡。 桑浅浑身酸软得厉害, 我想睡觉。 我帮你洗。 不用。 桑浅瞬间磕睡全无, 抓紧身上的薄被, 你转过身去, 我穿衣服。 你身上哪一处我没见过? 季承舟嘴上这样说, 人却已经转过身去。 他的内衣和睡袍都折叠整齐放在床头。 他记得, 之前是被扔在地毯上的, 看来是季承舟收拾的。 除了床上, 这个男人还是很绅士的。 桑浅穿好衣服, 下床进了卫浴间, 洗好澡出来, 见季承舟坐在轮椅上看手机。 神情淡然沉静, 睡袍归归整整抄在一起, 锁骨都没露出来, 就像他平时穿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一样, 严谨又禁欲。 这样的他, 与刚才在床上凶狠霸道的模样完全不一样。 床上禽兽, 床下君子形容他在贴切不过。 桑浅深吸一口气走过去, 怎么还不睡? 继承舟抬眸, 女人皮肤透着淡淡的粉色, 不知是情朝所至, 还是被热水熏的, 下午温泉池的事, 禁言不会计较。 桑浅眸光一亮, 你愿意帮忙? 继承舟放下手机, 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过来。 桑浅眨了一下眼睛, 这是让他坐他腿上? 你的腿才恢复, 能负重吗? 你上次在书房坐上来的时候, 怎么不担心这个问题? 桑浅脸颊一热, 干嘛又提这茶? 这是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 他对他霸王硬上功了吗? 我那时, 桑浅话还没说完, 手腕被他拉住, 被一股力道一戴, 他便坐落在他腿上。 你那时怎么了? 桑浅鼻息间, 全是男人身上独特的男性气息, 混着净爽沐浴露的味道, 有点惑人。 男人眸色漆黑深邃, 他只看了一眼, 就别开了视线,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 我那时色欲熏心, 没想那么多。 继承舟捏住桑浅的嘴, 转动他的脸, 让他面对着他, 你这张嘴, 太欠。 桑浅嘴巴被继承舟捏得嘟了起来, 他发现他很喜欢捏他的嘴, 可他不喜欢这样, 感觉他像一只宠物, 任他捏扁肉圆似的。 他拉开他的手, 促眉表达自己的不满, 你别总捏我嘴, 不舒服。 继承舟低头在他嘴上亲了一口。 桑浅正住, 这样呢? 啊? 舒服吗? 桑浅觉得挤承舟在调戏他, 但他没有证据, 还, 还行。 床上舒服吗? 桑浅被他直白的话问的脸一阵滚烫, 哪有人这样问的? 不舒服? 继承舟眉心微醋, 我看你叫得挺欢, 桑浅急忙捂住他的嘴。 谁叫了? 他没有, 绝对没有。 继承舟看着女人红如番茄的脸, 眼底浮上丝丝缕缕的笑, 拉开他的手, 回答我的问题。 桑浅装傻想逃过一劫, 什么问题? 我不介意再让你体验一遍。 继承舟说着, 抱住桑浅, 一副要起身去床上的架势。 桑浅吓坏了, 还来, 他要不要活了, 忙到, 舒服, 舒服。 继承舟这才放开他, 手续续地搭在他软腰上, 介于双方体验都不错, 以后可以考虑长期持有。 他觉得黎静言说得没错, 合法, 开心, 他没理由委屈自己。 长期持有桑浅不可思议望着继承舟, 你想和我长期, 上床两个字他说不出口, 顿了一下才想到委婉的措辞, 发生关系。 你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 可这话他不能说。 愿意。 桑浅攀上继承舟的脖子, 表现得一脸惊喜, 然后满含期待地问他,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嗯, 喜欢, 桑浅心猛然动了一下。 顿了一下, 男人又说, 上你。 不是喜欢上他了, 是喜欢, 上他。 这两者意思完全不一样。 前者基于感情, 后者基于欲念。 桑浅煞时, 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只是喜欢他的身子, 无关感情。 如果日后你不喜欢我了, 可以告诉我, 我会放你走, 但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必须保证绝对的忠诚。 桑浅望着季承舟的眼睛, 你的意思, 如果我不喜欢你了, 你愿意离婚?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将来他报仇后, 或许还可以全身而退。 上次睡后, 他同意不离婚, 这次睡后, 他帮他解决凌若男的事。 现在看来, 赵文说的话是对的, 只要床上让男人舒服了, 似乎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 那他以后, 让他帮他对付纪远航, 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 他们是合法夫妻, 行夫妻之事是他应该享有的权利, 他无权拒绝。 还有一点, 虽然他床上是霸道了些, 但不可否认, 他确实享受了。 算下来, 长期持有这件事, 于他而言, 似乎有利无弊。 短暂的瞬间, 桑浅立刻做了决定, 他乖巧依偎在继承舟怀里, 我都听你的。 继承舟掐了一下桑浅腰间的软肉, 回房睡。 桑浅身子一麻, 立刻坐直了, 你让我回房睡? 不是上床一起睡? 刚不是还说要长期持有吗? 这又是什么操作? 我不习惯与人同床共枕。 桑浅想说, 你昏迷不醒的时候, 我们夜夜同床共枕。 不过这样也好, 他与文蓝时常要联系, 一起睡确实不方便。 他洋装依依不舍, 从他身上下来, 那你早点休息。 继承舟淡淡应了一声, 嗯。 果然美感情就是不一样, 刚还对他又亲又抱, 转眼淡漠疏离, 仿佛两人不认识似的。 提了裤子不认人, 说的就是他。 还好他不是真的喜欢他, 不然不得被他伤透了心。 一日, 桑浅睡到快十一点才醒, 实在是昨晚被几成粥折腾得太狠, 身体透支了。 他躺着醒了会儿神, 然后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 手机里有一份文栏发的邮件。 他打开是零若南近五年的情况。 三年前大学毕业, 之后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服装设计公司上班。 第一年挺努力的。 出了不少优秀的设计图, 都被公司采纳了, 成为了公司, 一名正式的服装设计师, 深受领导赏识。 后来因为一起抄袭事件, 他在公司的地位一落千丈, 人也变得萎靡不振。 没多久他就辞职了, 从那以后他学会了喝酒, 抽烟, 逛夜店, 整天无所事事, 只知道吃喝玩乐。 他父亲几次在公众场合和他发生争执, 还因此上过热搜。 近两年他玩酷新二代的名声, 在圈子里逐渐传开。 桑浅看完邮件, 发现林若南是从两年前那次抄袭事件后开始改变的, 林若南选择读设计系是因为热爱。 他和他说过, 将来要成为一个时尚设计大师, 一个热爱设计的人, 绝不会做抄袭这样的事, 自毁前程。 而且, 以他对林若南的了解, 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桑浅起床进入卫浴间, 拨通了文蓝的电话, 邮件我看了, 你查一下林若南两年前抄袭事件, 到底怎么回事? 我已经查过了, 他亲口承认的, 承认后就辞职了。 桑浅还是不信, 你以SS设计师的名义, 向他发出邀请, 邀请他来设计师上班。 文蓝语气担忧, 他有抄袭前科, 没有公司会录用他, 更别提, 我们这种在业界极具威望的顶尖设计师, 破格录用, 恐有损设计师的名誉。 他不会抄袭。 文蓝沉默一瞬, 我相信你的眼光, 但邀请他, 必须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否则容易引起外界的猜疑。 桑浅沉音片刻道, 就说我看中了他以前的设计, 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好。 他去设计室后, 你多关注他, 发现任何异常, 及时告诉我。 嗯。 挂了电话, 桑浅开始洗漱, 洗漱好, 换好衣服, 文蓝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林小姐拒绝了。 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去, SS设计室都进不去, 他竟然拒绝。 这是桑浅没想到的, 为什么拒绝? 他说他不配。 桑浅抬手捏了捏额脚, 沉默片刻道, 你将他之前出彩的设计找出来, 发我邮箱, 还有他邮箱地址也查出来, 一并发给我。 好。 电话挂断后没多久, 文蓝的邮件就发了过来。 桑浅仔细看了看 林若南以前的设计图, 设计新颖, 很有巧思, 确实不错。 他将这些设计图复制到邮件上, 再附上一句话, 能设计出这样作品的人, 绝不会抄袭, SS承挚邀请你的加入。 编辑好邮件后, 桑浅以SS的名义, 将这封邮件发给了林若南。 只要林若南心中对设计的梦想之火还没熄灭, 他相信, 他一定不会错过他这么真心的邀请。 桑浅从房间出来, 发现继承舟和沈明都不在, 拨通继承舟的电话。 醒了? 男人低沉的嗓音帅先传了过来。 桑浅听见这两个字, 不由的脸一阵发烫。 昨晚在男人接二连三的猛烈进攻下, 他无法承受, 没出息地晕了过去。 被他掐人中掐醒的时候, 他也是说了这两个字。 他拿开手机, 深呼吸了一下, 才若无其事般说, 嗯, 你们去哪儿了? 怎么都不在? 半点事, 下午射击场见, 我给你叫了餐, 吃过饭后你再睡会儿, 时间到了, 我给你打电话, 赵卓会安排人去接你。 第一次见他这么体贴, 难道这就是保持长期关系的好处? 好, 身体可有不舒服? 桑浅脸又开始发热, 不过他并不打算隐瞒, 浑身酸软, 脚踩棉花, 那端沉默一瞬, 我叫医生给你看看。 不用看, 就是太激烈, 太持久的缘故, 你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 我下次尽量克制点。 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你说话算话? 嗯。 嘟嘟嘟, 那端挂了。 桑浅, 可真没人情味, 接数语都没有一句, 说挂就挂。 门铃声响了起来。 桑浅开门, 是送餐的服务员。 季承舟这是算准了他什么时候醒吗? 这么及时。 午餐很丰盛, 他一个人, 他给他点了满满一桌菜。 吃完饭, 身体补充了能量, 人有劲多了, 不过吃饱了, 身子饭懒, 他在沙发上看着, 看着电影又睡着了。 再醒来, 是被季承舟的电话打醒的, 十分钟后, 赵卓安排人去接你, 你准备一下。 桑浅懒洋打了一个哈欠, 好。 射击场, 穿休闲装。 好。 季承舟听着电话里, 女人懒懒地乖巧地应答, 嘴角不自觉勾勒起来, 还没睡醒。 嗯。 那你再睡会儿。 十分钟后, 不是有人来接我。 可以推迟。 还是算了吧, 我这就去洗漱。 嗯。 那端挂了电话, 桑浅起身去房间洗漱, 他身上穿的就是休闲装, 不用换衣服, 还有点时间, 他化了一个淡妆。 这次来度假村的女人都是可着劲地打扮, 她不过分艳丽, 但也不能太朴素, 毕竟她是继承舟的妻子, 不能让她湿了脸面。 这妆得体, 也是最基本的礼貌。 来接桑浅的是赵文。 怎么是你? 赵文笑着说, 我自盗奋勇来当继太太的司机, 卓哥就答应了。 谢谢。 我的荣幸。 两人一起下楼, 电梯里两人离得比较近, 赵文看见了桑浅锁骨那处的痕迹, 满脸惊讶, 记走那般挨挨双雪般的人, 没想到床上也这么梦了。 桑浅脸瞬间红了, 忙将领子最上面那颗扣子也扣上了, 他在镜子里照过, 开一颗扣子看不见的。 赵文眼睛可真尖。 有了上次的教训, 昨晚他提醒了记承舟, 脖子以上不能留痕迹。 他一直遵守着, 锁骨这处痕迹是他最后脚械的时候咬的。 赵文见桑浅不好意思, 便转移了话题, 听他们说下午的射击要搞一场比赛, 按男女的平均分算成绩, 赢了有彩头。 男女平均分? 就是我和我男人算一组, 你和记总算一组, 两人射击得出的平均分算这组的成绩。 赵卓不久前在拍卖场上拍了一条价值五十万的钻石项链, 应该是打算送给白诗兰的, 这不人走了, 他就天作彩头了。 桑浅淡淡点头, 你怎么一点都不心动? 我, 我差点忘了, 你是记家大少奶奶, 最不缺的就是钱。 真不是这个原因, 他只是对这种赌局不感兴趣而已, 而且, 他嫁进记家之前是签了协议的。 不仅是婚前财产协议, 还有以后不会继承记家任何家产的协议, 所以准确来说, 记家的钱和他毫无关系。 桑浅笑笑, 并未言语。 车子驶出度假村, 大约二十分钟后来到了一家射击俱乐部。 俱乐部占地面积很大, 分室内和室外两种场地。 今天天气好, 赵卓定的室外场地。 桑浅来到场地, 大家都站在射击台跃跃欲试, 有的男人将女人抱在怀里, 教他们射击要领。 只有继承舟坐在这边看台上, 他低头在看手机, 侧脸线条深邃流畅, 身上穿的米白色休闲装, 收拾行李的时候, 他选的。 他穿白衬衫好看, 他觉得他穿米白色休闲装, 应该也好看, 果然。 比衬衫多了一份柔和, 整个人显得更温润了些。 长得好就是有优势, 无论什么样的衣服穿在身上都很好看, 即便什么都不穿, 就那张脸摆在那里, 也极其养眼。 脑中突然闪过, 昨晚他运动时, 身上汗珠滑落的性感画面。 季太太, 季总在看你呢? 桑浅猛然回神, 果然见季成舟正看着他这边, 脸瞬间红了, 有些心虚地别开视线。 你过去吧, 我去找我男人了。 赵文笑着, 朝射击场走去。 桑浅捋了一下耳边的碎发, 调整一下呼吸, 走到季成舟面前, 你不玩吗? 你刚在想什么? 男人不打反问。 没什么? 桑浅若无其事般, 看向前面的射击场, 他们手里的枪是真的吗? 季成舟目光, 在他微微蜷缩的手指上看了一眼, 随即也看向前面的场地, 嗯,会吗? 桑浅摇头, 想玩吗?你想玩我可以陪你。 言外之意他不想玩。 季成舟收回视线, 继续看手机, 坐吧。 你不去? 没意思。 桑浅没再说话, 在他旁边的躺椅上坐下, 两人中间有一个四方形玻璃茶几, 上面摆了点心和酒水, 还有一个精致的绒布盒子, 这是什么? 季成舟目光朝茶几上瞥了一眼, 踩头。 桑浅想起赵文在电梯里, 说踩头是一条价值五十万的钻石项链, 闲来无事, 便问, 我能看看吗? 嗯。 桑浅打开绒布盒子, 看见里面闪亮的钻石项链, 整个人猛然愣住。 桑浅打开绒布盒子,